毕大卫的生平和日记 作者 约拿丹·艾德华兹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718至1742年 1718年4月20日 毕大卫出生在新英格兰地区 康涅狄格州 哈特福德一个名叫哈达姆的小镇 他的父亲是令人尊敬的西西加布雷纳德 是该殖民地议政会成员之一 祖父教代以利布雷纳德 既是法官 也是哈达姆基督教会的执事 母亲名叫陶勒西霍巴特 他的外祖父是耶利米霍巴特牧师 曾在托普斯菲尔德传道 而后搬到了位于长岛的亨普斯特德 但是由于当地许多人成了贵格派 另有许多人很不关心信仰 不愿支持福音事工 因此外祖父随后移居到哈达姆 并在那里牧会 直至85岁离世 离世那天上午 他还参加了公开敬拜 就在聚会的间隙 他坐在椅子上 安然离世 这位令人尊重的牧者的父亲 彼得霍巴特牧师 先是在英格兰诺福克郡的新厄母传讲福音 后来因清教徒受迫害 举家移居到了新英格兰 在马萨诸瑟州的新厄母牧会 彼得霍巴特牧师有五个儿子 约书亚 耶利米 格顺 雅弗 尼西米 约书亚在长岛的绍斯霍尔德牧会 耶利米 吉弊大卫先生的外祖父 如前所述 在哈达姆牧会 格顺在康涅迪格州的格罗顿牧会 亚弗是位医生 在他从学院获得第二学位之前 以随传医生的身份去了英格兰 原计划由那转赴东印度群岛 却在无音信 尼西米曾是哈佛大学研究员 后来在马萨诸瑟州的牛顿牧会 陶勒西霍巴特女士的母亲 是撒姆尔怀庭牧师的女儿 撒姆尔怀庭牧师 最早在林肯郡的波士顿传讲福音 而后在新英格兰地区 马萨诸瑟州的林恩牧会 他有三个儿子 均为牧师 毕大卫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 他的父母共有五子四女 长子西西加布雷纳德 是位法官 曾多年代表哈达姆镇 参加康涅狄格州殖民地代表大会 次子尼西米布雷纳德 是为令人尊敬的牧师 在康涅狄格州的伊斯克波利牧会 1742年11月10日死于肺病 次子约翰布雷纳德追随其兄大卫 成了传教士 向印第安人传教 并在新泽西州的同一间 印第安人基督教会牧会 第五子以色列曾是 纽黑文耶鲁学院的学生 紧随其兄大卫之后离世 陶勒西布雷纳德太太寡居 五年之后辞世 那年大卫约十四岁 少年时代便经历父母双亡 大卫对他自己和自己的人生描述如下 我从幼年起就比较冷静 个性偏于忧郁 不惜激进 但我不记得有什么之最的经历值得一提 直到我七八岁左右 我开始关心自己的灵魂 一想到死就害怕 因而开始尽自己的本分 但遵行律法实在令人愁烦 摧毁了我继续下去的热心 哎 尽管对信仰的关注只是短暂的 但我有时秘密地祷告 如此过着在西安安逸无虑 在世上没有神的生活 并不以为意 直到我十三岁的时候 在1732年冬天的某一个时刻 我从属世的安全感中惊醒 起初我并不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因哈达姆流行的 一种疾病兴奋起来 有时甚至狂热地遵行律法 并且喜欢阅读 特别是詹维先生的 给孩童的评据一书 有时 我甚至感到律法令人陶醉 甚至以遵行律法为乐 有时我认为我是得救了 或是至少是在通往天堂 和幸福的路上 美好且满有盼望 然而 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重生得救 这次 神的灵在我心里深深地做工 我显然像这个世界已死 几乎我的全部心思 都投入到对灵魂的关心之上 我确实可以说 我几乎要做基督徒了 1732年三月 我母亲去世 让我大受打击 悲痛万分 而那之后 我对信仰的关心开始冷淡 一步步地回到了 属世的安全感中 尽管我仍然私下祷告 大约在1733年4月15日 我离家前往东海达姆 在那住了四年 但我仍然过着在世上 没有神的日子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 我私底下仍守律法 我并没有沉溺于年轻人的聚会 或是所谓的嬉戏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参加这样的聚会 回来时良心 就定会有负担 这样的活动总是添加新的负罪感 使我害怕到施恩宝座前 并会损害那些 我有时习惯用来 让自己感到高兴的美好状态 哎 但是我所谓的美好状态 不过是自以为意 而非建立在荣耀神的渴望之上 1737年4月末 在我将年满19岁时 我搬到了达勒姆 在我的农场上工作 就这样大概工作了一年 出于一种自然的向往 我常常渴望 接受通识教育 在大约20岁的时候 我开始专注地学习 并前所未有地履行 各种律法职责 我对自己的思想 话语 行为非常严格小心 并且认为自己 必须要谨慎自首 因为我计划投身于神职侍奉 并认为 确实是将自己奉献给了主 1738年4月 我搬到菲斯克先生家 在他有生之年 与他同住 我记得他建议我完全离开年轻的同伴 与庄重的年长者相处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那时我的生活非常规律 是完全宗教化的生活 比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我通读了两遍圣经 每天花大量的时间 在祷告和其他个人灵修活动上 非常认真的聆听讲道 并尽最大努力 记住这些话 我对宗教非常热心 跟一些年轻人一起在主日晚上 私下聚会 操练信仰 我认为自己对这些活动是认真的 在这些聚会结束后 我经常自己回忆这一天 所听到的话语 回想所能记得的一切 虽然有时会到夜里很晚 有时 我会在周一上午 再回想起主日的讲道 为各样侍奉中美好的情感 深深打动 并很想加入教会 简而言之 我外在的行为很好 并完全依赖于自己的行为 虽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菲斯克先生去世后 我与我的兄弟一起继续学习 仍然持续地遵行律法 并常常对任性之人的不谨慎之举 感到诧异 他们对信仰的事如此大意 这是一直困扰着我 因此 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在自意的路上前行 若不是完全因着神怜悯的保守 我可能已经完全失丧毁灭了 1738年初冬 在一个主日的早上 当我步行外出 要私下祷告时 神开恩 突然让我感到了神的愤怒 和自己的危险处境 我精益地站在那儿 我之前用来取悦自己的自我感觉 良好的状态 土崩瓦解了 因为看到了自己的罪和卑劣 我一整天都非常悲哀 害怕神的报应会马上临到我 我非常沮丧 避开人群 因为我实在看清了自己的本相 有时我甚至会嫉妒鸟和野兽的快乐 因为它们不会暴露在永恒的痛苦之下 因此 我每天都感到极度的压抑 有时仿佛有群山在我面前 阻挡我得着怜悯的盼望 重生得救之功如此浩大 所以我想我绝不会经历重生得救之功 然而 我常常祷告 向神呼求 并在极大的热切中 遵行律法的其他要求 期望通过这些方法 让情况稍微好转 虽然我千百次地否认我行为的价值 即使是在这些行为过程中 我也知道其毫无价值 并且我常常向神承认 就是这些行为中最好的 除了被永恒的定罪之外 不配得着其他的 然而 我仍切切地期望靠着自己 遵行律法而得到神的青睐 当我动情地祷告 我的心仿佛有些融化之时 我期望神会由此被感动而怜悯我 那时 我的祷告之中仿佛有些良善 我似乎为罪而哀痛 那时 我胆敢奢求神在基督里的怜悯 是因为我大多时候 认为在我融化的心中 有些许自己幻想的良善 这是我盼望的基础 流露出内心对自身行为的看重 极端的夸大 等等 虽然有时这门 看起来是那么的狭窄 几乎不可能进去 而在其他时候 我安慰自己 这并没有那么难 并自命不凡地认为 不久就可以靠着自己的勤奋 和警醒而达到目的 有时 在行为和深切的情感被夸大之后 我幻想我已经向着天国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想象着神像我一样感动 祂会听我所谓的真诚的呼求 因此 有时当我在极度的压抑中 我会抽身 私下去履行一些律法义务 然后就略觉轻松 我就是这样靠着行为 来安慰自己 1739年2月 我抽出了一天时间 近时祷告 基本上一整天 都在不断地呼求神的怜悯 求祂睁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罪的邪恶 以及借着耶稣基督而得的生命之道 那天 神开恩 将我的心思大大的展示给我看 但是 我仍然信靠自己的行为 尽管其中毫无良善可言 也丝毫不能荣耀神 而我的心中 竟然也没有这些概念 然而 神乐意将我那天的努力 作为工具 让我在一定程度上 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有时 我很受鼓励 幻想着神爱我 喜悦我 并认为自己很快 就可以与神完全和好 但是 所有这些 都不过是自己的一侧 源于夸大守律法的作用 或者各样情感的宣泄 或者一些向善的决心 等等 有时 当看到自己的卑劣 一无是处 以及无力将自己从至高神那里解救出来时 我就十分悲伤 于是我习惯将这些事放在一边 因为这是我所不能承受的 我记得有一次 一阵极度的痛苦攫取了我 弃绝自己 毫无掩饰地到神的面前 除去一切的良善 我感到这些想法是如此之恐怖 我准备将腓利斯向保罗讲的话告诉他们 你暂且去吧 虽然 我每天都在渴望更深地认罪 认为我必须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可怕的处境 方可寻得解救的良方 然而当我内心的卑劣和败坏显明给自己 这景象是如此之恐怖 让我如此清楚地看到自己暴露在地狱的刑罚之下 我自己无法承受 我不断地追求我所想象的其他人在被基督接受之前所具备的各种资质 好让自己得到他的认同 有时 我感到内心的刚硬 并且认为在基督愿意接受我之前 我的心必须被软化 当我感觉到内心有任何软化之时 我就盼望我的心已经软化得差不多了 因此 当我的悲哀仍然挥之不去的时候 我习惯对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发怨言 并且认为当其他人的心软化时 神向他们施了怜悯 而我的苦痛却仍然还在 有时 我变得懒散懈怠 总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认真悔罪 但这之后 对罪的认知就更加强烈了 我特别记得在一天晚上 当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 自己醉的境况就那样呈现在眼前 我担心脚下的地会裂开 做我的坟墓 恐怕在我到家之前 我的灵魂就已被迅速地送入了地狱 我不得不上床睡觉 免得别人会发现我的忧虑 然而我丝毫不敢入睡 心里想着若是早晨我没落在地狱里 那简直是天大的奇迹 虽然我的忧虑有时是这样大 但我非常害怕失去知罪的心 唯恐又回到属世的安全感之中 回到之前对悬在头上的愤怒 麻木不仁的状态中 这让我对自己的行为极度严苛 唯恐我消灭神的圣灵的感动 每当我检查自己知罪的状态 并认为其程度尚可实 我就习惯去信靠这种状态本身 幻想着马上就可以再得救上 取得重要的进展 但这样的自信心和期望 让我的思想松懈 我很快就变得更麻木和懒散 但之后 我会再次觉察到自己认罪的心懈怠了 感觉它将要离我而去 这会立即让我警醒和忧伤 有时我期望通过某个特别的机会 或计划好的方法 可以向着得救迈出一大步 这许多的失望 极大的忧伤 以及我的困惑 让我陷入了一个非常恐怖的 敌对全能者的状态 内心怀着愤怒和恶毒 想在他对待人类方式上找茬 我认为因亚当的罪而非难 他的子孙是极大的错误 我邪恶的心常常期望 除了借着耶稣基督之外 还有其他的救恩之道 我的思维混乱 就仿佛不平静的海面 我常常策划通过其他方法 逃脱神的愤怒 我做一些奇怪的计划 充满了无神论的思想 企图让神关于我的设计 和定制落空 或是逃脱他的注意 将自己从他面前藏起来 但是当再三寸度后 我看到这些计划都是徒劳的 不能达到我的目的 我无法为自己得释放 做任何的规划 这让我的思想陷入了最恐怖的状态 我开始期望没有神 或是有某位其他的神能控制他 等等 这些想法和邪念 是我心里生发的隐秘倾向 在我觉察之前 就以蠢蠢欲动 虽然当我觉察到他们时 我自己都大为震惊 但是他们是我的想法呀 当我认识到 这样的认识让我悲伤 我的心境充满了对神的敌视 我就站立 唯恐他的报应突然临到我 我过去常妄想 我的心并不像圣经 或是其他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坏 我过去有时会处心积虑地 将我的心为视成好的状态 一副谦卑顺服的品性 并期望我的理面上有一些良善 但是突然间 想到律法的严苛 神的主权 都会刺激我心的败坏 而我曾对其警醒谨守 盼望能达到美好的状态 所有的边界都冲破了 四处告急 犹如冲破堤坝的洪水 四面涌流 因为意识到 要与基督亲近以致得救 就必须有深刻的谦卑 我就开始让自己确信 要成就这样的谦卑 所必须的各种信念 例如 即使神永远地抛弃我 他也是公义的 假设神怜悯我 这也完全是出于恩典 虽然我起初那么多年都在哀伤之中 且那么注重宗教行为 神没有丝毫义务 因着我过往的行为 呼求和眼泪 而对我多失一些怜悯 等等 我尽最大努力 让自己坚定地相信 真心地赞同这些信念 我希望自己现在是脱离了自我 真正地谦卑了下来 对神的主权屈膝 我常常在祷告中告诉神 现在我具备了他所要求的 那些灵魂的特质 他就是因着这些特质 而施怜悯给其他人的 基于此 我身便祈求他也自怜悯给我 但是当我发现我丝毫未得释放 仍然被罪咎和对神愤怒的恐惧所压制 我的灵魂开始烦乱 我的心因着神待我如此严苛 而起来反抗他 然而 那时我的良心挑到我的面前 让我想起我不久前向神所承认 定我的罪实属公义等等 这让我看到了我心的败坏 并再次让我陷入了悲哀 我多希望过去能够更严密地 看守自己的心 不让他因着神那样 待我而反抗神 我甚至于期望 不曾停着自己的谦卑 而祈求神的怜悯 因为由此 我就失掉了自己一切所谓的良善 就这样 我无数次徒劳地幻想自己 谦卑下来了 预备好接受救恩了 当我处在这种痛苦 混乱 狂躁的思想状态中时 我败坏的内心特别不能接受以下这些事 一 神圣律法的严格 在经历极度的痛苦之后 我发现我不可能达到律法的要求 我每每立下新的决心 但又常常不能遵守 我将这一切归咎于麻痹大意 和未能更加警醒 因着自己的疏忽 而常称自己为愚昧人 但是每当立定更坚定的决心 做更大的努力 严格地进食和祷告时 我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于是我就指责神的律法 是不尽情理的严苛 我觉得若这只是限于约束我外在的行动作为 我尚可忍受 但我发现他也谴责我罪恶的想法 内心的罪欠 这是我不可能阻止的 我极端不愿面对在这世上 我完全无助的事实 但是一再地失望之后 我盘算 与其灭亡 不如多做点什么 特别我的努力和奋斗 会给自己带来这样那样的近况 如果事态向更极端发展 我期望自己比其他任何时候 都更加努力奋斗 然而 我并未能按自己计划的方式 做最大的努力 而且 因为期望未来情形能有所改善 后续能做些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没有对自己完全绝望 也没能看到自己完全落在至高神的手中 除了白白的无穷恩典之外 一无所靠 二 得救赎的唯一条件是信 神不会降低条件 他不会因着我真心虔诚的祷告 及努力而将生命和救赎许诺给我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说不信的必被定罪 这话切断了我一切的幻想 并且我发现信是唯有神方 可赐予的礼物 这个信不可能出于我自己 我也不能够因着自己任何的行为 而强迫神将他赐给我 我要说 这话甚难 谁能承受呢 我不能接受我曾做的一切都一文不值 我曾经在行为上是那么谨慎 很长一段时间非常虔诚 并且 依我看来 我曾经比许多已经的这恩典的人做得还多 我确实承认自己行为的卑劣 在那时 使我散漫的思想 让他们显得卑劣 不是因为我已经完全玷污如魔鬼 而是我行事的动机就是败坏的 所以 我不可能做任何良善之事 因此 我过去所谓的诚实且忠心的努力 不能承受救恩 神从未对此类努力应许过救恩 三 何谓信 或者说相信 奔向基督是什么意思 我找不到答案 我念了基督对劳苦担重担之人的呼召 但未能找到他指引他们得以进入窄门的那条路 我想假使我知道如何去的话 我会很愿意去走 即便这条行为之路前所未有的艰难 我读了斯托达德先生的走向基督指南 我在心里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 虽然他让我知道我应当全心悔罪 并且他的指引对我仿佛也却有帮助 但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 他未帮到我 没能告诉我应当做些什么 方可到基督那里 而是仿佛将我留在了两者间的巨大鸿沟中 却丝毫没有指示我如何通过 因为在那时 没有人有效地令我明白 受造之人不能通过任何方法 凭自己的力量 去获得超自然的救恩 这救恩就算是最高的天使 也不能给予 四 我发现心里对神的主权 有很大的抵触 我不能接受我得救或被定罪 全然在乎神的意愿 凭他的喜悦 罗马书九章十一至十三节的经文 特别是第二十一节 一直不断地烦扰着我 每当读到或默想这段经文 我貌似不错的状态总会被摧毁 因为当我认为自己基本上谦卑了 差不多顺服了的时候 这段经文就会让我对神主权的敌意再次出现 当我思想在这种情形下 我内心产生的对神的敌意和亵渎时 我就更加惧怕神 与他和好的盼望就变得更加遥远 这让我看到自己恐怖的境况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看到自己是在神的手中 听凭他随意处置 这让我更加敌对 而不是顺服于他的主权 因为我认为神已经计划好了我的灭亡 与此同时 神的灵一直大大的在我身上做工 我心里被迫放弃了所有的自信 放弃了通过各种手段自救的一切希望 我失丧的境况是如此确定 有时会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 就仿佛已用千言万语向我宣判 完了 完了 永远不可能搭救你自己了 大概有三四天 我的灵都处于这种极度的压抑状态 有那么几次 在短暂的瞬间 我觉得自己失丧了 毁灭了 但马上又从这种看见中退缩回来 因为我不敢冒险 将自己当作完全无助的人交在神的手中 听凭他按自己的主权所喜悦的来处置 我不敢正视关乎自己的重要事实 即我已死在罪和过犯之中 但是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 无论何时 当这些对自我的看法被奋力推开时 我会再次对自己有相同的发现 我极端害怕 最终落到了神的手里 被当成鱼丸人 当我想将认罪 推迟到一个更合适的时间时 那感觉是那么迫切且强烈 好似当下就是最恰当 且可能也是唯一的时机 因此我不敢担言 这个关乎我自己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关于我的状态 一个堕落 远离神的受造物的事实 并且由此不能要求神的怜悯 而必须完全顺服于神绝对的主权之下的事实 我的灵魂在逃避看到真相 战战兢兢不敢正视 因此 凡作恶的 就是所有不悔改的人继续在做的 便恨光 并不来就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虽然就在不久之前 我曾经在顺服神至高主权这件事上 经历了很多痛苦 然而我误解了这件事 我从未想象过明白并经历体会到这个事实 我的灵魂在当下对此事实如此恐惧站立 就是我之前曾那么热切追求的灵魂的状态 因为我曾经认为当我达到了一定的谦卑程度 我认为在信之前必须先有谦卑 那么神器觉我就是不公平的 但是那时我看到要承认自己 在灵魂上是死的 且毫无良善 我的里面离一切的良善都那么远 以至于我的嘴将因此而永远坚默 看到自己的本相以及我与神的关系 我是罪人和囚犯 他是大法官和至高无上的神 就如同一个浑身颤抖的可怜人冒险 从高崖上跳下 这对我是那么恐怖 因此我会推迟一两分钟 尽量在好一些的环境下再认罪 我或者必先读一两段经文 或者先祷告 或者先做些其他类似的事情 再或者是以自己不知道如何顺从为由 推迟顺服神的主权 但是实际情况是我看不到将自己交在一位主权的神手中是安全的 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只能是被定罪 就在这样的操练和压抑中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 一天早晨 当我像往常一样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散步 我突然看到为了让自己得释放和救赎 而想出的一切方法和计划都是完全徒劳的 我发现自己是完全失丧的 之前我曾多次想过在我得救路上的这些困难都非常巨大 但当时我在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光照之下看到 我永远不可能做任何事来帮助或释放自己 我随即想到责备自己 在我曾有机会时 我没能做得更多 我应当更投入才是 因为当下看来好像行动的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马上意识到假使我已经做了想做的一切 与我过去实际做过的相比 丝毫不会对我有任何的注意 我已经做了自己找得到的一切理由来恳求永生 并且我所有的恳求都是徒劳的 之前头脑中一直烦扰我的喧嚣安静了下来 我也从因为看到自己近况和神的主权而起的挣扎痛苦中 多少解脱了出来 我有了最大的确信 穷尽我所能做的 我的近况不过就是永远的悲惨 我也稀奇自己之前从未认识到这一点 当我处于这个状态中时 我对自己遵行律法仪式的观点 较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之前我认为我做得越多 神就越难丢弃我 虽然在那同时 我也承认 自己也曾认识到 我的行为中毫无良善或功德 但是现在我越祷告或使行其他律法规定 知识越多 我越看到因神允许我祈求怜悯 我从他得到的恩惠之大 因为我看到我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祷告 无论从任何方面而言 我一次都未曾为了神的荣耀而祈祷 那时我明白了我的祷告和神圣怜悯的赐予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不能让神有丝毫的义务去施予我恩典 其中的美德或良善并不比我用竹篮打水更多 这是因为这些事并不是出于对神的爱或是尊敬而做的 我看到我过去是一直在神面前堆砌自己的忠诚 进食、祷告等等 假装 有时确实也真的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神的荣耀 然而我未曾一次真正这样打算过 只不过完全为了自己高兴 我看到因为自己从未为神做过什么 除了因为我的伪善和余行而应得的毁灭之外 我不能向他要求什么 我遵行律法的行为当下看起来与之前是多么不同 我过去认为这些行为有罪和不完美 但仅仅是因为与之相伴的是胡思乱想和虚空的认识 而并非因为在这些行为之中毫无对神的敬畏 而我却曾自以为有 但当我确凿无疑地看到除了自身利益外 我曾对其他都毫不关心 这些行为变成了对神的卑鄙嘲弄 自我崇拜和一系列的谎言 因此 我那时明白了曾有更败坏的东西充斥在我的行为之中 而不仅仅是一些胡思乱想 因为所有这些不是别的 而是自我崇拜和对神的可怕辱骂 我记得这种思想状态从周五早上一直持续到了主日晚上 那时我再次到那个僻静的地方散步 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我受引导看到了自己的失丧和无助的那个地方 在哀痛悲伤的状态中 我尝试着祷告 但是发现我的心不能专注在祷告或是其他律法规定的行为上 我之前的担心 操练 宗教情感那时全都没了 我想 神的灵一定已经离我而去了 但是我却没有悲伤 而是惆怅 仿佛天上地下再没有什么能让我高兴的了 就这样努力尝试祷告大约半个小时 虽然我觉得非常迟钝并毫无感动 然后 当我走在一片黑暗 茂密的果林之中时 无以言喻的荣光仿佛令我的灵魂恍然大悟 我并不是指任何外在的光线 因为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光 我也并不是试图去想象 在第三层天上的发光体 或是有类似性质的其他事物 但那是一种新的 内在的 对神的领悟 这是我之前从未拥有过的 连与之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经历 也未曾有过 我在那里站立不动 惊叹 赞美 我确信我从未看到过 任何事物能替美其崇高和美好 这与我之前所有关乎神或神圣事物的认识 都极其不同 我并未特别地认识到 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哪一位 或者是父 子或是圣灵 但是他看起来就是神圣的荣耀 我的灵一位能够看到这样一位神 这样一位荣耀神圣的主宰而喜乐 无法言表的喜乐 他是在万有之上 亘古不变的神 我里面因此而欢心 满足 我的灵为神的崇高 美好 伟大和其他一切的完美 而着迷 快乐 我甚至是被他所包围了 至少到了一个程度 以至于我起先都没有想到自己得救了 并且几乎忘了还有我这个受造物的存在 由此 我确信神给了我这样发自内心的意愿去高举他 让他居宝座 自始至终以他的尊贵和荣耀为目标 尊他为万有之王 我里面的这种喜乐 平安和赞叹一直持续到将近夜晚 丝毫没有削减 然后我开始回想细究我所看到的 在那之后的整个晚上 我都沉浸在甜美的安稳之中 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中 周围的每一件事物呈现在我面前的角度 都与之前不同了 这时候 救恩之道展现在我面前 是那么智慧 妥当和绝妙 我惊讶自己 曾想象还有其他的救恩之道 并也经其自己之前 竟未放弃自己的各种办法 为遵从这美好 蒙福 绝妙的道 假若我能够靠行律法 或我之前策划的其他办法而得救 我的整个灵魂当时也会弃绝它 我奇怪整个世界竟未看到 并遵循这完全靠着基督的 一而得救的救恩之道 那时我所体会到的 甜蜜滋味或强或弱 几乎一直持续 伴随了我数日 无论躺下还是起来 我都在神里面甜蜜而喜乐 不能自已 接下来的一个主日 我也有类似的感觉 只是不像之前那么强烈 但是不久以后 我又卷到了浓重的黑暗中 有极大的哀伤 但是这与之前被定罪的那种悲伤不同 我感到罪恶 害怕病齿于道神的面前 被巨大的罪恶感压迫着 但不久 我相信我感觉到了真正的悔改 和在神里的喜乐 大概在八月末 我又落入了极大的黑暗中 仿佛神的同在永远消失了 虽然我对自己的属灵状态 并未非常哀伤 我那时感觉仿佛 完全与神的同在隔绝了 但是不久之后 神开恩又重新让我感受到它 九月初 我到大学注册 但多少有些不情愿 担心在诸多的试探中 我恐怕不能过非常严格的宗教生活 这之后 极致去大学住宿之前的这个空当 神开恩向我的灵魂 更清晰地彰显了 它自己和它的恩典 那时我正在祷告和自省 主借着它的恩典照亮了我的心 那一刻 我充分享受着蒙它悦纳的确剧 我的灵被属天的神圣喜乐 无法言喻地更新了 特别在那时 当然还有其他时候 神的话语 林林总总地向我 显明其属天的清晰性 力量和甜蜜 彰显其非凡的宝贵 以确切清晰的证据证明 那就是神的话语 在之后的整个冬天 我都在信仰中享受丰富的甜美 1740年1月 麻疹在学院中流行 我因得了温热 回到家乡哈达姆 但是就在我生病前几天 我好像被大大的抛弃了 我的灵因为宝贵师的消失 而极度哀伤 对我来说 仿佛一切的安慰都永远消失了 我祷告 呼求神的帮助 然而当时却未得安慰或释放 但是出于神的良善 在我生病前的头一两天的晚上 当我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地方散步 并默想和祷告之时 我享受到了非常甜美的圣灵的眷顾 这样灵理的更新 我相信是从上面来的 也因此 我的灵被提起 超越了各种对死亡的惧怕 确实 我宁愿渴求死亡 也不愿怕它 这一次的振奋 要比整个地球所能给予的一切快乐和愉悦都来得多 在一两天之后 我得了麻疹 病得确实非常重 以至于我几乎以为要死了 却丝毫没有对死亡的哀惧 不过 出于神的恩典 我很快就痊愈了 可是 因为紧张刻苦地学习 又因着是刚入学的新生参与了许多活动 我几乎没有时间灵修 我的灵常常因为缺乏与神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和机会而哀叹 在接下来的春天和夏天 我有了更多的私下灵修的机会 得以更多的享受信仰的安慰 虽然我在学业上的抱负阻碍了我的属灵生活和活力 然而我的情形常常是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 就使我欢乐 这些事日渐成了我最大的安慰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 我步行到离学院很远的地方 中午一个人在田野里 在祷告中体会到神里面难以言表的甜蜜和喜悦 以至于我都想 如果我必须继续留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 我宁可一直就待在那儿 仰望神的荣耀 我的灵魂深切地爱着所有的人 非常期望他们都享受到我所享受的 那感觉仿佛有一点像在天堂 七月六日 主日是领圣餐的日子 在神圣的仪式过程中 我有些体会到了属天的生命和灵力的更新 当我从圣餐桌走回来时 我诧异我的同学们如何能够将日子过的 就跟我感觉到的大多数人的活法一样 接下来的主日 七月十三日 我体会到了一些在信仰里的特别的甜蜜 在一个主日 七月二十日 我的灵魂处在一种甜蜜而又宝贵的状态中 随后八月份的某个时间 由于过度投入到学习中 我变得虚弱且身心失调 我的导师建议我回家 并尽最大能力让头脑从学习中脱离出来 因为我已经虚弱到开始吐血的程度 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努力将学习放到一边 但是因为到了极度虚弱的状态 我看到死亡更加顽固地站在面前 主开恩 再次给了我甜蜜的感觉 让我尝到了圣洁的滋味 特别是十月十三日 在宝贵的个人祷告和自省中 我体会到了自神而来的帮助和安慰 我的灵魂已可称颂的神为乐 十月十七日 亦是如此 十月十八日 周六 早上的灵修时 我的灵魂极大的感动 痛苦地为自己极度的罪恶和卑劣而哀伤 之前我从未像这一次这样 如此深入骨髓地感到罪之令人作呕的本质 随后 我的灵魂声发出对神不同寻常的爱 并且非常生动地感觉到神对我的爱 那一刻 这爱和希望赶走了恐惧 我早晚两次花时间自省 查验恩典的真理 以及次日我自己是否配得去到神的桌前 借着无限的恩典 我发现圣灵在用对神的爱 影响着我的灵魂 如同一个证人在我里面 十月十九日 主日 清晨 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饥渴慕 上午 我看着圣礼器皿 心想耶稣基督很快要钉十字架活化在我眼前 那时 我的灵魂就充满了亮光和爱 几乎不能自己 我的身体是那么软弱 几乎不能站立 在同一时间 我感到了极大的温柔 以及对全人类最为热切的爱 以至于我的灵魂和它一切的力量仿佛都要融化在温柔和甜蜜中 但是在领圣餐的过程中 对金氏的热忱有所减弱 这样的爱和喜乐赶走了恐惧 我的灵魂可慕完美的恩典和荣耀 这种状态持续到晚上我进行甜蜜的个人灵修的时刻 10月20日 周一 我在一次在早晚两次的个人灵修中 体会到了圣灵的帮助 信仰中的生命和安慰陪伴了我一整天 10月21日 周二 神让我经历了同样的美善 将祂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 让我在信仰的义务中得到了欢喜和安慰 在这一周剩下的日子中 我的灵魂像是被属天之士占据了 我现在是如此渴慕神 渴望从罪中得释放 以至于当我感到身体在恢复 并想到我必须重返校园时 我不禁悲哀起来 因为过去的一年 已经证明对我属灵的利益是很大的损伤 我觉得我道情院士已经死了 因为一想到要离开神 我就悲伤不已 但是在我返校前 我几次得享与神甜蜜 宝贵的交通 我的灵魂享受了无以言喻的安慰 大约在11月6日 我回到学校 借着神的恩典 接连六周 我几乎每天都体会到了信仰的力量 11月28日 在晚间灵修时 我对神有了宝贵的新认识 西伯来书12章22至24节 大大更新了我的灵 用语言无法描述 我的灵魂渴望飞到神的乐园去 我向往在一切的事上顺从神 一两天后 我享受到了神笑脸的光照 几乎持续了一整天 我的灵魂安歇在神的里面 12月9日 周二 这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 我的灵魂都处在惬意的状态中 但特别的是在晚间灵修时 神奇妙地帮助并勉励我 我感到不会再有任何事情 能将我与神在我主基督耶稣的爱隔开 在神里面的一个小时 永无止境地超越了在地上 这个世界里的一切欢愉和快乐 在接近1741年 一月末的某一时间 因为我那个固有的试探 急在学业上的报复 我对信仰变得冷淡和迟钝了 但是借着神的美意 一次普遍地大复兴席卷整个学院 大概在二月末时 我大大的苏醒 更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信仰中 这次复兴处在那次席卷 全地非同寻常的 鼠灵运动开始的时候 对那个运动 每个人都记忆犹新 它一时间遍布纽黑纹 非常激烈 学院也没有例外 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极大的变革 学生们也普遍变得严肃 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如此 并且很多人开始关注 他们永恒的救赎 尽管在其他许多人身上 已经显现了 该次觉醒中的不良问题 但该次复兴 还是给学院的许多人 留下了快乐持久的印象 就我所能知道的 关于毕大卫先生的情况而言 毋庸置疑 那时他丰富地经历了 神宝贵的同在 和出于真实恩典的活泼作为 然而 他后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 他那时的宗教经历和热情 并非没有掺杂败坏 他的行为 也并非与许多不慎和过失之举 没有沾染 他自己为此深感哀痛 并不希望他人不当使用这次复兴为例 因此 虽然从1741年1月底乃至之后的13个月间 他一直记日记 对过去的每一天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形成了两本小书 他称之为他日记的前两卷 写在他认罪 得救和的安慰的日记之后 但是 在他临死前 他嘱咐要将这两卷日记销毁 并且在他第三卷日记的开头 他如此写道 前两卷 就是紧跟在作者的就记录之后的那些日记 丢失了 如果有人好奇 作者在那段时间大体上是怎样生活的 请阅读本卷的前三十页内容 从中可了解 作者在那段约13个月的时间内日常生活的概况 除了现在他改掉了当时的轻率和不当的热忱之外 敬前的灵自始至终未曾改变 除非一个人的心曾被神那样预备和吸引 就如毕大卫先生所经历的 否则当看到学校 城镇和乡村发生了那样的变化时 就不会心情大大舒畅 振奋不已 当时的景象是那么伟大 人们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离弃污秽和淫荡之事 变得严肃并关心自己的救恩 宗教的复兴和繁荣遍布了每一个地方 但是一种过度的不谨慎的热情 一定程度上的宗教狂热 很快潜入 掺杂在宗教复兴之中 在这片土地上 如此盛大和普遍的复兴确实是个新情况 至少对当时在世的居民来说是这样 没有人或牧师曾彻底掌握 如何区分坚实的信仰和迷惑人的假象 就连许多传讲福音 长期监力 有最好名声的牧师 一时间都被后者耀眼的外表击倒了 因此毫不奇怪 年轻的毕大卫 不过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也会如此 他不仅是年最轻 在信仰和阅历上也非常幼小 学习神学尚未让他享有多少优势 还不足以察觉到 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态势中环境和事件的变化 想来奇怪 人不能给自己留任何借口 在那不利的环境中 毕大卫也不幸沾染了那种过度 轻率的热情 这在当时非常普遍 受那些他评价很高 并认为比自己强的人的影响 他进入了与他惯常思想形态非常相悖的错误状态中 那时他的一次过失行为极大的触怒了校方 以至于他被开除 这件事及当时的环境 有必要在这里说一下 在这复兴时期 学院里几个有信仰的学生联合在一起 在属灵的世上相互交流 彼此协助 作为特殊又亲密的朋友 彼此坦诚开放 毕大卫是他们中的一员 有一次 他和两三个这样的亲密朋友 在大堂中 教师惠特尔西先生和其他学生都在这里祷告 之后大堂中只有毕大卫和他的同伴们 惠特尔西先生的祷告出乎寻常的悲天悯人 此时毕大卫的一个朋友问他怎样看待惠特尔西先生 他回答道他的慈悲并不比这张椅子多 那时恰巧有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在大堂附近 听到了这番话 虽然他并未听到有谁的名字被提及 也不知道这是在指责谁 但是这个人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镇上的一位妇人 并且添上了他自己的揣测 就是他认为毕大卫在指责学院的一位领导 于是这妇人去告诉了院长 院长又叫来了那个一年级学生并询问了他 这学生告诉院长他听到毕大卫所说的话 并说了当时还有谁和毕大卫在房间里 据此院长将他们召了来 他们非常不情愿揭发朋友 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私人交谈 特别是只有他们知道毕大卫的那些话是在说谁 但是院长强迫他们供出毕大卫说了什么 说的是谁 毕大卫认为在这件事的处理上 他遇到了非常不合理的待遇 先是向他的朋友们不公道地逼供 然后又以重伤的方式要求他在大唐当着全体师生的面位 他在私下谈话的内容公开认错 仿佛他对公众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他为遵循这个要求 并曾违反院长的规定 参加了一次纽黑文镇的聚会 还有一人指控他谈到院长时说 他奇怪院长怎么没因为对跟随坦南特先生 去米尔福德的学生们罚款跌倒摔死 然而并无证据证明此事 因为这些事毕大卫被开除 当时的环境和情况要有多紧张 方能解释校方如此严厉的处分呢 对此我不做判断 我的目的并不是去责备校方 而仅是想让一个人得到公正的看待 这个人是我认为特别值得称许的人中的一位 读者从后续对毕大卫先生生平的记载可以看到 他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行为 以及在这件事上 他是如何按照基督徒的方式来为人处事的 虽然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他一直认为在这件事上 对他的处理不公 他也为此而受煎熬 1742年大学三年级时 他被开除出校 第二章 第一份工作 1742年 那年春天 在被开除后 毕大卫先生住到 离普顿的米尔斯牧师的家里 跟着他学习 为日后传道做预备 在协会许可他讲道之前 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 但常常骑马去拜访周围的牧师们 特别是斯特拉特福德的库克先生 邵斯伯里的格雷厄姆先生 伯利恒的贝拉米先生 在跟随米尔斯先生学习期间 他开始写第三本日记 在其中 他对自己的记录如下 1742年4月1日 周四 在对自己的生活和属灵之事的热心上 我似乎是在走下坡路 最近不像以前那样 能够在祷告中自由地到神面前 愿神时我降悲 俯伏在他面前的尘土中 每一天我都只配得到地狱 因我已不那么爱我的主 我相信他是爱我的 也已将他自己给了我 每一次我得以重新操练感恩时 我都再度因满有恩典的神在 给我特别的帮助而感激 那么有什么可夸的呢 当我们私存我们的存在和各样恩典之举 都有赖于神 确实就别无可夸 如果我最终去了天堂 那不是别的 而是神的美意 因为我自己除了远离神之外 从未做过一件事 当我到达我们可称颂的旧主 已经去为我们预备的住处时 我的灵魂定当为神不可侧夺的丰盛 恩典赞叹不已 4月2日 周五 下午在自己祷告时 我感到了顺服 平静和安宁 如果耶稣借他的灵在珠海上行走 在这地上世界中的一切风暴 算得了什么呢 过去的一段时间中 在盼望外邦人归向基督的这件事上 我曾深得喜乐 并曾期望主能够在这项事工上使用我 但是现在 我的灵魂常常渴望死亡 却与基督同在 我的灵魂被神圣的爱包裹 我追随神的深切盼望在增长 晚上 在祷告中 我的灵重心得力 盼望基督的国度 在这个世界中扩展 4月3日 周六 早上很不对劲 晚上也很糟糕 我想 如果神现在带我到他那里去 我的灵魂一定非常高兴 我愿意永远谦卑地降服在神面前 愿他让我的灵魂更加专注在他身上 好让我更配得服侍和忍耐 4月4日 主日 我心神恍惚 毫无生气 晚上 神在祷告中给我信心 让我的灵魂 有一些融化 并让我尝到了一点 属神的甜蜜 我配得称颂的神啊 让我向上爬得更靠近他 爱他 渴望他 向他祈求 向他祈求 与他摔跤 扑出去依靠他 要从这个最和死的身体里释放出去 哎 当想到我又要失去这美好的景象了 我的灵魂哀叹不已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阿们 在接下来的那天晚上 他抱怨仿佛没能尝到任何属天之事的滋味 感觉到处都是败坏 在他自己里面看到各样罪的品性 这让他的心蒙上了极大的忧郁 将他带入忧伤的身骨 以至于他讲述自己 因为没有任何安慰而惊恶 更因为看到天上地下 没有任何安慰而充满了恐惧 4月6日 周二 早上我散步到 昨晚曾去过的地方 感觉也与昨晚一样 但是借着阅读自己日记的一些章节 而略觉宽慰 感觉或许我能够再次自由地 向伟大的神祷告 但是因为感到了自己的卑劣 被消沉突然击倒 然后我向神呼求 请他洁净我不堪的误会 让我悔改并蒙宽恕 之后我发现祷告变得甜蜜 并觉得为了基督的缘故 可以欣然接受最大的苦难 我觉察到 若神命令 我自己愿意从家乡放逐到外邦人中 为他们的救赎做些什么 即便受苦或是死亡 然后神让我为他人 为这世界中基督的国度 为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 而诚挚带导 我感觉放弃了 在这个世界上 在众人中的声誉 愿意被鄙视 愿意成为这个世界 所注视的目标 我无法描述当时的感受 我没用太多的喜乐 而是感到了神的威严 这让我几乎颤抖 我看到自己恶劣卑鄙 这让我更加期望神的旨意 在我身上成就 万事都会无比妥贴 4月7日 周三 我没有太多的热情 但是在祷告中 有些与昨天早上 类似的体会 中午 我独自花了一些时间 热切祷告 但是几乎 没得着任何甜蜜 晚上也感觉非常迟钝 4月8日 周四 今天心里 为外邦人生起了诸多希望 愿神带领他们中的许多人 归向耶稣基督 我只盼望能见证那荣耀的一日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对我而言都极其卑劣和渺小 我自己也如此 在今天的祷告中 我略有觉悟 特别是今晚 我觉得有些信心和力量 能够在神面前带导 我得以向神祈求在我里面 以及许多我所挂念的 神的儿女灵里的恩惠 能够增长 愿诵赞归于主 为得着神的祝福 而与他摔跤 真好啊 4月9日 周五 早上祷告的大部分时间 都没有体会到甜蜜 但是我得到了一个 抵达天国的美好景象 这样的景象 比从前更让我惊叹 因为我看到自己 无比的卑劣和不配 我感到非常失落和沉闷 虽然我渴望神的同在 并好像无时无刻 不在盼望中伸手向祂求 但是我不再像以前那样 能体会到 从神而来属天的甜蜜 再没有一个可怜的受造物 比我更需要神的恩典了 再没有谁比我 还曾滥用了这恩典 而如今仍是这样 4月10日 周六 早上花了很长时间 私下祷告 在神圣的事上 并非没有安慰 我认为已经活出了一些信心 但是我的情绪如此低落 几乎感觉不到神的同在 以至于我几乎不知道 什么称为信心 我被诱实的罪 以及自己可怕的罪性缠绕 我满了罪欠 我不能想 不能做 即使每一个念头 都是罪 我有一些缥缈的盼望 期待有着无限怜悯的神 愿意再次转回 将救赎的恩典 浇灌在可怜的滥用福音的罪人身上 我愿意为神的事业而承蒙他使用的希望 不久前几乎破灭 现在似乎又有点活过来了 我最近一切的悲哀和可怕的不安 是在基督的学校中 让我学到关于谦卑的伟大功课 好叫我能够担起更大的侍奉 4月11日 主日 早上除了我的心 多多少少感谢神过去 借着他灵的影响和帮助 屈尊辅救我 给予了我奇妙恩典之外 我感觉毫无生气 之后 想到到达天国的美好 便感觉多少有些甜蜜 为着这美好的一天 在聚会之后 神在祷告中给了我特殊的帮助 我带着那许多的甜蜜与我的主摔跤 代导成了我一项快乐的时工 在晚上 当我眺望北方的夜空时 思想着主耶稣复活的 那个荣耀早晨的景象 就欣喜快乐 4月12日 周一 早上个人祷告时 神开恩用他的面光照耀我 使得那一刻 对我的灵魂非常宝贵 虽然我近期因着将来 能否构格从事神的事工 而常感压抑 但是这一刻 在这件事上我大的鼓励 神也特别帮助 我为可怜的灵魂 为基督的国度在这个世界的扩展 为我自己的着特别的恩典好构格 参与专门的侍奉 而祷告祈求 我感到出奇的平静 在关于我未来的侍奉上 也非常顺服神 无论何时 无论哪里 完全听凭他的旨意 我的信心 使我凌驾于世界之上 移走了所有我最近不能忽视的高山 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恩惠 因为我知道基督的恩惠胜过他们的一切 如果我为他的工作和旨意预备好了 那么无论基督何时 何地 以何种方式拆遣我 也不论他还要训练我经历什么样的试炼 都无关紧要 现在 我的心复苏了 奇妙地发现神对我一切的旨意中 都有无限的智慧 对此 我在大学遇到的大试炼之前 曾略有体会 每一件事都满了神的智慧 4月13日 周二 我看到自己非常恶劣卑鄙 也奇怪那些人竟然尊敬我 稍后 我在个人灵修时 略得安慰 借此带着能力与神教力 灵性复苏 心里甜美 愿颂赞归于主 他永远不会不理会我 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供给我所需的 当我如死人一般时 他让我活过来 愿我永远也不要怀疑这无限的美善 4月14日 周三 因为对内心的败坏 特别是属灵上的骄傲 而感到羞愧 我的灵魂渴望与基督交通 甜蜜的日子要来了 那时劳苦担重担的将得安息 今天我的灵魂因期待这样的日子 速速降临 而大大得享甜蜜 4月15日 周四 我各样的盼望显然以神为核心 今天在各样的境况下 我发现我的灵魂都被他吸引而追随他 我知道我可慕神 愿意遵从他的旨意 盼望里面的纯全和圣洁 远胜过在这地上一切事物的千万倍 四月十六 十七日 周五 周六 我祷告时 几乎未曾不感受到主里的喜乐 有时 我极其渴望就这样消融而与基督同在 愿神让我每日都得以在恩典上长进 爱 我是如此不接果子 以至于神仿佛要说 将他砍下 我害怕在从现在开始的安息日中 自己的心是死的 神啊 请让我的心借着你的恩典复苏 四月十八日 主日 早上我提早离开众人到树林中祷告 得了神圣灵的帮助和信心的操练 得以为基督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的扩张热切祈求 并为不在身边的亲爱朋友们带到 中午 神让我能够与他摔跤 我相信在祷告中我感受到了神爱的力量 晚上 我看到了自己极其亏欠神 并也看到了自己各样的短处 在我看来 我从未为神做过什么 我一生中 不过仅有那么几个小时 是为神而活的 四月十九日 周一 我将今天分别出来 为得着神的恩典而进食祷告 特别是在预备我担任神职工作的这件事上 求神帮助和带领我为这件伟大的事工做好准备 并按他自己的时间 拆遣我去他的河肠收割 相应的 早上我竭力祈求神这一天与我同在 我的祷告并非没有生命 上午 我感受到了为宝贵的永恒灵魂 为我亲爱救主的国度在这世界上的扩张而带导的力量 此外 当想到经历各样的苦难 悲伤 甚至为他的扩张而死时 我都感觉到一种最美好的顺服 慰藉和喜乐 在为可怜的外邦人得光照蒙救赎带导时 这种喜乐大为加增 下午 神真实地与我同在 与他相伴真是蒙福 神让我在祷告中苦苦争斗 以致我虽在阴影和凉风中 我也被汗水浸透 我的灵魂为这个世界 为无数的灵魂而放胆祈求 我觉得我对罪人的负担比对神的孩子们更多一些 尽管我认为 我一生都要为这两类人代求 我极其享受与我亲爱的救主交通 我觉得我在此生中 从未感到如此彻底地与这个世界脱离 在每一件事上如此顺服神 我愿永远为我可称颂的神而活并依靠祂 阿们 阿们 4月20日 周二 今天我24岁了 在过去的年月里 我已领受了多少怜悯呢 多少次神让祂的美善在我眼前经过 而我在这一年里 却又多么差劲地履行着要全然属主 永远投身于祂施工的誓言啊 愿主帮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能够为了祂的荣耀而活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甜蜜高兴的日子 愿送赞归于神 我觉得我的灵魂从没有像今天晚上在为别人带导时这样 能够放胆直言 我热切地为我的敌人与主摔跤 祈求 我从未如此渴望为主而活 愿意全然地位身于祂 我深愿为了祂的荣耀 在祂的事工上穷极一生 4月21日 周三 感到非常沉静顺服 神让我得以为几个灵魂带求 在这美好的带导的职份上 我也有着极大的热忱 最近 我在为他人带导时得着了比在其他祷告内容上更多的甜蜜 我可称颂的主当真让我亲近他 向他祈求 根据他的描述 在之后的三天里 即周四 周五 周六 他的思想状态 灵魂的操练 与前两天非常相近 4月25日 主日 早上 我花了两个小时私下祷告 比往常更能够为永恒的灵魂征战 虽然是在清晨 几乎没有阳光照射 我的身体还是被汗湿透 我觉得很急迫 近来常有这样的感觉 要为自己的灵魂的这像神的羔羊 那样的温柔和平静而祈求 借着神的恩典 今天早上这种感受 特别强烈 真心的宽恕对我们的一切伤害 若我们愿自己的灵魂怎样 就愿我们最大的敌人怎样 这是一种美好的品性 愿送赞归于耶稣 愿我每一日都更像你 晚上 我更加被神的爱融化 感觉到了从上面世界所来的祝福 诗篇八十四章七节的经文 带着神圣的甜蜜 展现在我面前 他们行走 立上加力 个人到西安朝见神 究竟他的入口有时 就在我们向他的倾诉中 朝见神 或许这样描述比较贴切 那真真正正是一种属灵的体验 是最甜蜜的体验 我觉得我这几个月来 从未像今天晚上这样 为神的孩子和失丧的罪人 代祷时那么有力量 我盼望并渴慕我亲爱的主到来 我渴望与众天君一起赞美他 全然没有瑕疵 深愿这神圣的一刻快快到来 我全部的向往就是能更圣洁 更像我亲爱的主 成圣 我整个灵魂热切地盼望 能够彻底地恢复我救主荣耀的形象 好让我能享受美好的祝福 与属天的植分相称 永别了 无畏的世界 我的灵魂与你诀别 我主的灵教导我要丢弃你 你的魅惑或许能让世俗的心快乐 却不能取悦完全与神同心的灵魂 拒绝诱惑吧 我的灵停下来 高喊 这是以借着恩典确立 我神是我万有 当他让我这样一览天国的荣耀 你一切的美丽都尽是颜色 我的心不再为你留有余地 主用他甜蜜话语的诸多篇章振奋了我的灵魂 新耶路撒冷 我的灵为之向往 摩西和羔羊的歌 那神圣的歌 唯独在地上蒙拯救的人学得会 那荣耀的白衣啊 唯有祭坛下的灵魂可以得着 主啊 我在这里是孤单的客旅 在地上没有真正的安慰 我的灵且要大声呼喊 我的主 耶稣 我主 我唯一的爱 掌管我的灵魂 不要再次分离 圣灵的白鸽 求你恩典的灵道 好让我的神 得着我的全部 4月26日 周一 我的心仍处于甜蜜的状态中 但是下午感到 里面有些属灵的骄傲 在蠢蠢欲动 神开恩 让我先是谦卑下来 而后 他才给了我甜蜜 我的灵魂是多么渴望那 完全从罪中得释放的 蒙福状态 晚上 神使我得以 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他 仰赖他 听凭他按自己 至高无上的旨意拆遣 这样做时 我感受到了 极大的平安和安慰 我的灵魂 在神里面的着了甜蜜和喜悦 我的心思意念都愉快 且毫无保留地 集中在了他那里 我真愿意在生命中的 每时每刻都为他的荣耀而活 四月二十七日 周二 我很早就离开众人 去私下灵修 在祷告中 神开恩 让我的灵魂的着了不可言喻的安慰 我不能做别的 唯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我美好的救主 我美好的救主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如果我有一千条命 若是为了能与基督在一起的缘故 我的灵魂也愿意将他们全都舍弃 在此之前 我的灵魂从未如此享受过天国的美好 这是我所经历过的与神最美妙 最属灵的交通 在我的生命中 我从未体会到这么强烈的顺服 下午 我抽身去拜见神 却发现自己低落下来 在这个时刻 神让我的灵谦卑下来 我为自己取死的身体悲哀 这哀伤之大 让我无法用充满对神圣天国之爱的心向神祷告 赞美 愿我的灵魂永远不要这样毫无生命 冰冷地浮世神 下午 我虽不像早上那样充满了神圣之爱 但也在热切的带祷中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4月28日 周三 我怀着极大的平静和安稳 去到我通常灵修的地方 在祷告中度过了两个小时 有着与昨天早上相同的感受 只是自己更加衰微 圣灵更多得胜 我感觉毫无保留地依赖着我亲爱的主 完全弃绝了其他任何可仰仗的事物 我不晓得向我的神说些什么 仿佛只是已在祂的怀中 按照祂在一切世上的美好旨意 在泥南细雨中 向祂倾诉我的盼望 热切的渴望和无法满足的期盼 紧随在完全的圣洁之后 占据了我的整个灵魂 神对我的灵魂是如此之宝贵 让整个世界以及其中所有的享乐 都显得无限粗比 对我而言 世人的垂青并不比沙石更有价值 主是我万有 祂掌管着一切 这一事实让我极其喜悦 我觉得我的信心和对神的依赖 从未如此高涨 我知道祂是美善的源泉 我觉得不可能再不信任祂 也不会对将来要发生的任何事感到焦虑 为不在身边的朋友们 以及基督国度在世上的扩展而祷告 都让我享受到极大的甜蜜 这种神圣享受的力量 一整天都与我同在 晚上 我的心好像融化了 我相信若不是真的谦卑下来了 便是满了败坏 我哀痛如鸽子 我感觉我一切的不快 都源自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以顺服的心 接受其他一切试炼 但是罪却沉重地攀附在我的身上 因为神向我昭示了我心的败坏 我怀着沉重的心去睡觉 因为我是个罪人 虽然我丝毫不怀疑神的爱 愿神除去我里面的渣子 拿走我的罪 完完全全炼尽我 4月29日 周四 未得以亲近神 但在为宝贵的灵魂带导时 得到些许振奋 4月30日 周五 我灵里有些失落 再没有什么比不能够持续地 住在神的荣光中 能让我如此哀伤的了 若是我的心满满地燃烧着 对神的爱和对他荣耀的渴望 我就能够承受任何人的离弃 或是各样属灵的征战 但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我心里有这些感受时 我的灵就不可能沮丧 只会在我的救主里面喜乐 他已经救我脱离了世界的权势 不久还将救我脱离里面罪的影响 5月1日 周六 我得以热切地向神呼求担任神职的资格 以便扩张他的国度 呼召更多外邦人来 这是非常有收获的一周 我在学习中得到诸多注意 我的灵魂也享受了与施恩的圣灵丰富的交通 5月2日 主日 早上神开恩让我看到 即使是在我自己眼中 我也是非常卑劣 我感到我的心被败坏搅动 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制止的 我感到渐渐地被遗弃 变得非常软弱 几乎无法忍受里面的试炼 在这一周的其他时间 他几乎每天都在抱怨与神的隔离 内在的征战和试炼 以及灵力的低落 但是也有几次提到了解脱和甜蜜 以及每天圣灵的眷顾 都提供特别的帮助和安慰 令他灵力更新 有时能够让他在信仰的义务上充满热忱 担当更多 5月9日 主日 我想我以前从未感觉到自己心里 有这么大的令人诅咒的骄傲和自以为是 太可怕了 我是一个怎样卑劣的坏蛋呢 我一无是处 宁愿躺在尘土中 愿神让我在尘土中谦卑 这一整天 我都感觉自己是这样一个罪人 以至于我丝毫没有安慰 何时我才能从这取死的身体中解脱出来呀 我非常害怕由于自己的愚蠢 粗心而失去了这些试炼的益处 他们可能会让我的灵魂成圣啊 我是个罪人 除此以外 再没有其他的可以打动我 晚上 在祷告会中 灵力得到火热和振奋 5月10日 周一 我骑马去纽黑文 拜访了那里的一些基督徒朋友 在与他们一起祷告时 得到了安慰 也听说了自上赐见他们以来 神在他们身上的美好作为 5月11日 周二 我骑马从纽黑文去维瑟斯菲尔德 我这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很迟钝 虽然我常常渴望与神独处 但路上几乎没有与神的交流 反而是被一些无用的思想缠绕着 有时对每一件事都感到害怕 但神是我的帮助者 值得安慰和高兴的是 晚上有一些时间灵修 爱 我不能在喧哗中生活 我渴望享受与神的独处 5月12日 周三 我看到自己心中令人悲哀的境况 骄傲 仇恨 卑劣 之后 在与基督徒朋友们一起交谈和敬拜神的过程中 灵力得到了美好的复兴 5月13日 周四 亏见自己内心是如此恶毒 我都想脱离自己 我之前从未意识到 自己灵力有如此深的骄傲 我几乎被自己的卑劣压死 哎 在我里面是怎样的一个取死之躯啊 主啊 解救我的灵魂 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灵修 内心非常煎熬 下午 骑马到了哈特福德 在与基督徒朋友们一起操练信仰时 得到了一些振奋和安慰 我渴望更多灵修的时间 与神最亲密的同行 就是在地上能享受到的最美好的天国福分 5月14日 周五 我拜访了一个在哈特福德集会的牧师委员会 在他们面前沉迷了我从耶鲁学院教师们和院长那里受到的待遇 委员会认为应当为我向院长和老师们调解 恳请他们恢复我在学院的学籍 这之后 我与基督徒朋友们花了一些时间操练信仰 5月15日 周六 我起码从哈特福德到了西布伦 路上多少有些沮丧 我在自己眼中卑劣无比 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极大的骄傲和固执 的确 就在一周前 我还未曾觉察到这些 在看到我内心的不堪时 我几乎愿意去死 我从未想过 在我里面竟然有这样取死的身体 愿神解救我的灵魂 他在西布伦 黎巴嫩 诺威奇 度过了接下来的三天 他仍在抱怨灵里的迟钝 与神的隔绝 并表明感受到了自己的卑劣 他期望将自己藏在某个洞 但是每一天 也见获会提到灵里的安慰和振奋 5月19日 周三 早上我感到被神弃绝 这个感受之强 让我的灵魂感到了某种恐惧 诶 当神离开时 还剩下什么可以让灵魂的安慰呢 在接下来的八天中 他记述了更多的平静和安慰 以及在信仰中丰富的生命 热忱和甜蜜 5月28日 周五 我觉得在自己的生命中 很少感到如此平静 我因顺服而喜乐 将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 毫无保留地完全奉献给他 直到永远 在之后的三天中 按他的记录来看 他一直处在自己所描述的那良好状态中 尽管其程度不尽相同 6月1日 周二 在家庭祷告会中 大大经历了神的同在 在个人祷告时 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早上神的话语 极大的振奋了我 一些隐秘的含义向我开启 这对我而言极其美好 愿亲爱救主的国度 满有权柄的临到 愿圣殿的医治之水 波洒四方 治愈万邦 今天到了李普顿 非常虚弱 不过 晚间有几个年轻人来访 我与他们一起祷告 在这一周剩下的日子里 他提到因为身体极度虚弱 且还有其他要事必须处理 宗教事工受到牵制和阻碍 他也抱怨在信仰上 没有任何力量 但也表示 神借着这种方式 让他知道他就仿佛被丢弃在 旷野的无助婴孩 六月六日 主日 我感到大大的与神隔绝 但这一切比以往更让我认识到 自己一无是处 卑劣不堪 六月七日 周一 在私下祷告时 仍感到无力 后来在祷告和交通中 有了一点点生气 愿神用碎渣为我 当因每一件事情都归宋赞给他的名 我深愿神所有的子民都知道 我是怎样一个恶劣 渺小 卑鄙的人 这样 他们就不会高看我 就会恰当地为我代求 就丝毫不会依赖我 六月八日 周二 今天我享受了一段甜蜜且宝贵的时光 我从未体会过作一个渺小的人 不明一文 被视为卑微 竟然会如此甜蜜 在接下来的三天中 他抱怨与神隔离 缺乏信仰的热忱 但是他的日记 也表明每一天 他的心都一如既往地致力于 将信仰作为他唯一的大事 六月十二日 周六 早上花了很多时间祷告 并享受到了丰盛的甜蜜 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 都感觉到无法满足对神的渴求 我无法想象 没有神的那些可怜的灵魂 是如何生存的 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中一切的享乐 都是虚无的 我知道自己是怎样一无用处 但我有一位配得称颂的神 可以依靠 我极其渴望 离开这个世界 去与基督在一起 去瞻仰他的荣耀 我软弱 疲乏的灵魂 渴望去到我父的家中 六月十三日 主日 在主日聚会中 感到了平静和顺服 在胜利过程中 看到了自己是多么卑劣和不配 我本该一直卑微如尘土 我的灵魂仿佛正稳步向神靠近 深愿靠他而活 六月十四日 周一 尝到了与神交通的甜蜜 并感受到了他爱的约束力 这爱是何其美好 可以捕获灵魂 让一切的盼望和爱慕 都集中在神那里 我将这一天分别出来 私下进食祷告 祈求神在传福音 这项伟大事工上指引我 赐福我 并求神转回 用他的笑脸光照我 上午基本上没什么力量 和生命的活力 下午过半的时候 神让我可以热烈地 为不在身边的朋友们 带倒祈求 就在晚上祷告时 主临到我 我想我的灵魂之前 从未如此伤痛过 神圣恩典的宝库向我敞开 因此我不受任何束缚 奋力带倒 为不在身边的朋友们 为收获灵魂 为许多可怜的灵魂 为远方许多我认为 是神儿女的人而代求 灵力的痛苦是如此强烈 我从太阳上有半个小时落山 一直祷告到黑夜降临 我全身都被汗湿透 但在我看来 我浪费了一天 一事无成 我亲爱的主耶稣 在为可怜的灵魂祷告时 曾汗滴如血 我渴望对他们有更深的怜悯 在神的爱和恩典中 我享受着一种甜蜜的状态 并在这种状态中就寝 将我的心安放在神的手里 6月15日 周二 经历了生命中最热切的 对神的可怒 中午私下灵修时 我情不自禁地在一种甜蜜的平静中 对我亲爱的主说 他知道我除他以外别无所求 除圣洁之外别无所望 是他给了我这些盼望 也只有他能够让我心愿得偿 我好像从没有这样脱离过自己 完全地位身于神 这一天的大多数时间 我的心都被神包裹 傍晚时 我感到了灵魂好像扩张了一样 有了更多的圣洁 好像预备好了 要与我的身体分离 随后 我在哀痛中 奋力祈求神的祝福 在祷告中 我将心掏出来献上 为一些基督徒朋友代求 这是我以前做不到的 我感觉现在与以往 任何在逾越情形下 所做的都不同 现在我更加尾身 要永远为神而活 不再那么为自己的良好状态而高兴 我不能满足于自己的状态 在这种奋力征战之后 一点也不觉得比以往更轻松 因为若我能一直这样 这些都如此微不足道 在我最甜蜜的时光中 我是怎样亏欠了自己的本分啊 在接下来两天的日记中 他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只是不及之前强烈 6月18日 周五 想到自己非常不适合担任神职工作 我现在毫无生气 以这种状态 无法为神的荣耀做任何事工 感到自己非常无助 丝毫不知道主将会做什么 我将这一天分别出来 向神祷告 这一天基本都用来祷告了 但惊讶的是 大多数时间感到被神弃绝 只是在特别的某一时刻 感觉到了神仁慈的临近我 在我祈求他对不死的灵魂 有更多怜悯时 我的心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 我得以极其热切地向神呼求了几分钟 我非常悲哀地想到 我要这样毫无生气 冰冷地侍奉永生的神 我的灵访佛追寻着圣洁 一种持续地位深于神的活法 但我在追求这种恩典的过程中 因为屡屡壮志难愁 有时几乎迷失 将近消沉 愿主帮助我再坚持一会儿 直到得救的那个美好时刻来到 6月19日 周六 感觉非常混乱 我的精神非常消沉 但在宗教活动中 也享受了一些自由和甜蜜 愿诵暂归于神 6月20日 主日 今天大多数时间独处 我的灵魂追随着神 渴望圣洁 但好像并未如愿以偿 我又饥又渴 但并未得补给和饱足 我的灵魂紧紧地抓住神 祂是我唯一的福分 愿我每一天都在恩典中 有丰富的长进 随后的一天 祂提到在学习上得到了帮助 在祷告中得到力量 热情和安慰 6月22日 周二 早上花了大约两个小时 在很大的喜乐中祷告 默想 入夜时分 在私下灵修时 感到我的灵魂 伸向对神的渴慕中 傍晚 美好沉静地降服于神的旨意 得以将自己 以及一切的顾虑交给他 完全地依靠他 个人灵修 让我的灵魂大的振奋 与神有份 是多么幸福 若是不能敬前去享受神 我宁可成为这个受造世界中的其他受造物 若我要永远住在这里 我宁可成为野兽 也不愿做没有神的人 主啊 求你在我眼里更为可爱 在接下来的七天中 他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想法 他谈及非常渴慕神和圣洁 热切期盼他人得救 也一次次地提到 祷告的热切 代求的力量 沉静 安慰和甜蜜 但也记述了他内心卑劣的恶习 苦涩地抱怨内心的荒芜 和取死之躯的挣扎 还说到他非常明白 他所得到的任何好于地狱的事物 都是出于白白的恩典 他也抱怨情绪非常低落 远非一个神的孩子所当有的特征 有时还非常惆怅 沮丧 6月30日 周三 今天独自在树林里进食祷告 经历了在某些方面 我觉得是最恐怖的树林征战 我看到自己是如此卑劣 我几乎脱口而出 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 我几乎可以断定 我没有力量 为神的事业奋斗 就连树叶摇动 似乎都会让我害怕 这一整天 我基本上都在不断地祷告 想到基督徒们会向我表达敬意 我就无法承受 我激进绝望地认为 不能在这世界上 做任何事工 对于外邦之人 我感觉不到任何希望或安慰 而以往 在这种黑暗的时刻 想到这样的事工 或多或少 还能让我有些振奋 一整天 我的灵魂都沉浸在苦涩中 快到晚上时 我感到稍微好过一点 我感到稍微好过一点 稍后在个人祷告中 我尝到了一些甜蜜 7月1日 周四 早上在祷告中 得到一些甜蜜 晚上在个人祷告中 感到极其甜蜜 除了期盼 神按祂所喜悦的待我之外 我对其他任何事 都不会有如此热烈的盼望 7月2日 周五 早上个人祷告时 感到沉静 我的诸多期盼 今天上达到了神那里 好像自己在经历这个旅程 傍晚心里也满有安慰 为了这一切的慰藉 将颂赞归于神 7月3日 周六 我的心好像又在下沉 我在学院所受到的屈辱 好像张开了反对者的口 让我消沉 唯有神是我的避难所 愿称颂归于祂的名 愿我总是可以到祂那里去 有随时的帮助 7月4日 主日 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傍晚 我离开众人 在私下祷告中 享受了一段很幸福的时光 神很愿意 让我这样操练信心 借此 可以让我的灵魂 更就近内眼 所不能见的 美好永恒的国度 我期望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的疲乏寄居之路 是短暂的 也渴望不久 就可以被接回我的天界 就是我父的居所 我向神的旨意降服 等候祂的时间 做祂的事工 承受祂所喜悦的 我为这近期所受到的一切 让我深感压抑的遭遇 而感谢神 因为我确信 这些都是让我更谦卑 更顺服的手段 我为做一个小人物 不明一文 卑微如尘土而高兴 在为神亲爱的儿女 以及基督 在这世上的国度带导时 我享受着内在的生命和安慰 我的灵魂迫切地追求圣洁 并以神为乐 主耶稣 求你快来 祂的日记表明 在这一周盛下的日子里 每一天 祂都享受着平静和安稳 在祷告中得着灵里的火热和甜蜜 七月十一日 主日 早上 感到与神隔绝 非常沮丧 下午 对着一些活力和帮助 并感到顺服 我看自己 极其卑劣 在随后的两天中 祂都表达了内在的安慰 在神里面的顺服和力量 七月十四日 周三 感受到了一种 谦卑顺服的甜蜜 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私下祷告 将我自己完全地交托给主 入夜时分 听了贝拉米先生的讲道 其中有那么一会儿 感到非常甜蜜 让我渴望更加接近主 在接下来的四天中 祂记述了在基督徒的谈话和信仰操练上 得到了不少的安慰和灵力的火热 七月十九日 周一 在与这个世界断绝关系 完全地向着祂死 甚至向着这个世界一切的诱惑定在十字架上后 我各样的监望应当能得以实现 在地上 我的灵魂更渴望做个客旅和寄居者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扰乱我在这孤独的荒漠里的执着前行 直到抵达我天父的家 七月二十日 周二 将自己献上给神 听听祂按自己的美意处置 真是甜蜜 有些感觉到在这地上做寄居者的甜蜜 次日 祂表明定义要将自己完全地奉献给神 祂的日记显示 祂将一整天都用来殷勤地操练信仰 并且大得安慰 七月二十二日 周四 从绍斯伯里出发 到了李普顿 沿途到一户人家拜访 在那里得到了非常友善的招待 消除疲劳 我的心充满了惊叹和惭愧 神尽会感动旁人的心 让他们如此友好的对待我这死狗一样的人 神让我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 若是不完全地奉献给神 是多么卑劣呀 我惊叹神竟然不时地用他的受造之物来喂养和支持我 在接下来六天的日记中 他记录了各样的操练和经历 例如在默想和祷告时的甜蜜安稳和灵里的火热 弃绝这个世界 感到在地上是寄居者和客旅 将每一寸光队都用来关注神的事工等等 7月29日周四 我在丹博里接受牧师协会对我的学识和信仰经历的考察 并得到了传讲基督福音的许可 随后感觉到了对神大大尾身 在一个事宜的地方 与协会的一位牧师 也是我的朋友 一起祷告 晚上就寝时 下定决心要把一生的年日都奉献给神 第三章 奉派去印第安人部落 1742至1743年 1742年7月30日 周五 骑马从丹博里回到绍斯博里 在那里讲到 正道经文是彼得前书四章八节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在操练中 深切地体会到了神令人安慰的同在 在祷告中在神面前有能力 在讲道时有抓住人心的力量 7月31日周六 非常平静 安稳 得着了极大的鼓励和振奋 他的日记显示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中 他几乎都处在这种甜蜜和平静之中 8月8日 主日 早上私下祷告时 感到安逸 我的灵魂因着盼望外邦人归向基督而振奋 并向神大大地降服 觉得无论我怎样 都无关紧要 在伯利恒上午下午都讲了道 正到经文室约伯纪十四章十四节 人若死了 岂能再活呢 对我而言 莫想死亡是甜蜜的 傍晚 感到非常安逸 在个人祷告时热切地向神呼求 他在日记中记录到在之后的三天中 他都把全部的力量投入到了信仰的事情上 并几乎一直享受着其中的安慰 8月12日周四 昨晚和今晨 我的心里一直痛苦地经历着试炼 我没有力量祷告 仿佛与神隔离 在很大程度上 我丧失了曾有的盼望 即神会差遣 我到遥远的外邦人那里 我会看到他们如群羊返回基督的家 我看见自己卑劣不堪 似乎比任何鬼魔还坏 我奇怪神为什么让我存活 西齐人们为什么没用乱石将我打死 反而他们竟愿意听我讲道 我好像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再讲道了 而大约在九点十点钟人们来时 我被迫讲道 愿称颂归于神的名 在祷告和正道中 他将他的同在和圣灵赐给我 让我大得帮助 有权柄宣讲约伯纪十四章十四节 所有的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关切 一些印第安人在极度的痛苦中发出呼求 之后我们祷告并勉励他们继续寻求主 同时也聘请了一位英国女士 在他们中间开设类似学校的组织 我们在一点钟左右离开 到了大约十五六英里外的朱迪亚 在那里 神开恩 让我的灵魂大的安慰 为我经历的一切事都归颂赞给主 在随后的两天中 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他的心也多多专注于信仰 八月十五日 主日 今天感到了极大的安慰 并非常为深于神 晚上 在与神独处 并向他清新土一时 真是振奋 谁能想象得到 与那位配的称颂之神的交流 是何等甜蜜呢 唯有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人 愿荣耀归于神职到永远 愿我在地上 能够尝到天国的滋味 八月十六日 周一 早上私下祷告时 得到一些安慰 白天在祷告中多次体会到了甜蜜 但是傍晚 无用的交谈弄得我一团糟 八月十七日 周二 灵力非常低沉 我之前是将多少自大 属灵的骄傲 属血气的热心和自己的努力 混杂在一起 去推动神的事工啊 想到这个 心里如同刀割一样伤痛 有时我希望 我希望俯伏在我的反对者们的脚下 承认自己曾经是 并且现在仍然是 多么可怜的不完美之人啊 主啊 饶恕我 让我今后灵巧如蛇 训良如鸽子 之后 享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灵魂里的快乐 八月十八日 周三 今天大部分时间 在祷告和读经中度过 我看到自己极其卑劣 以至于我在神和人面前 感到羞愧和罪恶 我看自己是世上最卑劣之人 我奇怪 为什么神会感动他的百姓 让他们对我那么友好 八月十九日 周四 今天将要离开伯利恒的贝拉米先生家 我在他家已经住了些日子 我与他 还有两三个基督徒朋友一起祷告 我们全心全意地将自己永远交托给了神 在我祷告时 永恒看起来离我非常近 假如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能再见这些基督徒 那么仿佛不久我就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遇到他们 八月二十日 周五 我自己是如此卑劣 我想都不敢想能被别人看到 特别是我灵里的骄傲 然而 晚上在李普顿 我享受了一个小时与神独处的美好时光 我的灵上升 尝到了鼠天的喜乐滋味 地上的责难和凤城都落到下面 我的灵魂仿佛进入了永恒的世界 真真正正尝到了天国的味道 在为基督里的亲爱朋友们的代祷中 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并且神帮助我得以为西安热切地呼求 为了这美好的时光 归宋赞给神 八月二十一日 周六 早上感到颇为混乱 将近中午时分 私下里享受了更多神的同在 得以看到将我自己交到神的手中 任凭他按他的喜悦处置 乃是最好的选择 也为这样的想法而喜乐 下午 骑马去了纽黑文 一路上都很困惑 夜幕刚降临 就经历了我很少体会到的恐怖的征战 我看到自己无比的卑劣和不配 任何人对我施予恩惠 或向我表达敬意 都让我觉得羞愧和有罪恶感 八月二十二日 主日 早上 仍继续是一团糟 傍晚 享受到了安慰 足以弥补我最近所经历的一切悲伤 我晓得了唯有神可以让灵魂的饱足 我真正在他里面找到了满足 在为我各处的同胞 为诸多基督徒朋友们 特别是远方的朋友们甜蜜带导时 我的灵魂甚感舒畅 八月二十三日 周一 在个人祷告中 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主就近我的灵魂 用平安和属天的慰藉充满了我 我的灵魂尝到了上面那个世界的甜蜜 我十分投入地在为世人祈求 以便叫他们回到基督的家时 在思想和盼望在外邦人中得收获时 我得到了丰富的安慰 在为基督徒朋友们带导时 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在次日 他仍处于同样的属灵状态中 只是程度略有减弱 八月二十五日 周三 在家庭祷告中 神帮助我向上攀登 更靠近他 我几乎从未那样就接近过他 在随后的四天中 他经历了与神隔离 得着安慰 为信仰火热 觉得无用和卑劣 这些状态交替出现 八月三十日 周一 早上感到非常安逸 与一些朋友 有很愉快的交谈 处于一种庄重沉静的状态中 并在一户人家 相当愉快地做了祷告 之后 在另一户人家 与一两位基督徒朋友 私下祷告 我想我几乎从未像那一时刻那样 在永恒的国度中穿行那么近 我在宽广的海洋上走了那么远 我的灵魂在喜乐中战胜了死亡海岸线上的所有恶魔 我觉得此前 时间及其中所有绚丽的享乐 残酷的挫折 都从未显得如此不值一提 我处在美好的状态中 我是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的灵魂在极度的渴望中追随着神 我以这样一种之前 从未经历过的方式 看到了自己是如此亏欠神 我知道我从未照应有的样子 为他活过一秒钟 的确 照我看来 我从未按基督教教义做过任何事 我的灵魂有强烈的愿望 要为神而活 傍晚 与一些基督徒一起唱诗 祷告 在祷告中感到那将要来的世界的全能 进到了我的灵魂中 之后 又与一两位亲近的基督徒私下祷告 并感到了神的同在 在我个人灵修时 极大的谦卑了下来 感到自己忘恩负义 因为我没有全心住在神里面 在随后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 他都处于愉快的状态中 9月1日 周三 去朱迪亚参加了贾德先生的案例仪式 亲爱的贝拉米先生 以马太福音24章46节的经文正道 那仆人就有福了 在绝大部分时间中 我都感到非常严肃 我的思绪极其关注我们 主将要来的那一时刻 那个时刻让我的灵魂大的振奋 我唯一担心的是主发现 我不忠诚 因为我有一颗如此卑劣的心 我的思想专注于永恒 那是我喜爱的居所 为着这段神圣的时光 归宋赞给神 晚上 与贝拉米先生一同骑马返回 并与一些朋友交谈到很晚 然后 在很惬意的状态中去休息了 9月2日 周四 下午大约两点 我应用约翰福音6章67节的经文正道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神及大地帮助了我 在一开始祷告时 给了我更特别的帮助 我的灵魂那时 好像是进入了永恒世界中 仿佛与地上这个世界隔离了 之后 再次围绕 以赛亚书五章四节正道 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神给了我一些帮助 但是我看自己如一条可怜的虫 9月3日 周五 前半日 他抱怨在神的事工上毫无生气 但后来 他谈起甜蜜和舒畅 9月4日 周六 身体很不好 灵力极其低落 离神远的恐怖 入夜时分 花了一些时间思考 罗马书八章两节的经文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非常有收获 临近晚上 在祷告中度过了一段 非常美好的时光 神让我得以热切地 为救赎主国度的扩张奋力祷告 迫切地为我自己的弟弟约翰代祷 祈求神 让他更加有寄居者的心 在地上成为客旅 赐给他在这个世界做工的非凡能力 想到可能落在他或我身上的各种苦难 想到基督国度的扩张 我的心在主里面欢喜雀跃 此时此刻对于我的灵魂真是美好安逸啊 我可以任意自由地为自己 也为其他许多灵魂祈求 9月5日 主日 全天都在讲道 下午得到了一些坚固和扶持 特别是在傍晚时分 得到了更多帮助 感受到在自己一切的职份上 难以言喻的不足 呜呼哀哉 我发现在自己一生中 从未为神而活过 9月6日 周一 得到消息 他们只是在等待机会 为着我最近在纽黑文讲道 而逮捕我 把我关起来 这让我更加庄重严肃 并丢弃了对世上有益的一切期望 这让我更感受到了自己的卑劣 理当受这样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 不是在人的手里 而是在神的手里受罚 我退到树林中的一处适宜之所 将此事沉迷在神的面前 9月7日 周二 早上品尝到一些神圣之事的滋味 之后 体会到了更多内心的荒芜和忧郁 起码到纽黑文 去了离城里较远的一个朋友家 这样我 或许不会被发现 并能够有机会 私下与前来参加 毕业典礼的朋友们 有些交流 9月8日 周三 早上刚一起床 就感到非常美好 在家庭祷告中稍感舒畅 但并不是非常有灵性 直到永恒进到我面前 他看起来那么近 在想到用死亡 向这个令人厌烦的世界到永别时 我得到了些许甜蜜 虽然之前我曾寄希望于在毕业典礼上 见到我亲爱的朋友们 而现在没机会了 因为害怕被监禁 但是我感到完全的顺服 在树林中独自散步度过这一天 与到城里与朋友们相聚一样的满足 今天感觉到大大的断了 对这个世界的念想 下午 与一位亲爱的基督徒朋友 讨论属灵的事 借此 我们俩的灵力都焕然一新 之后 我祷告 甜蜜地感到与神交通的祝福 我觉得我几乎没在任何一次祷告中 如此享受过神的同在 对我的灵魂而言 这的确是个蒙福的时刻 我从未想到在一生中 能够如此深刻地看到自己有多么一无是处 从未如此惊讶神 竟然允许我传讲祂的话语 对我的灵魂而言 这是美好又安逸的一天 送赞神 再次与我的亲爱朋友一起祷告 有些感到神的同在 我盼望完全顺服神 9月9日 周四 这一天大多数时间独处 很大程度上享受着神的同在 有些亲爱的朋友来访 与他们一起祷告 给朋友们写了很多信 写信时 灵力感到虔诚 享受了默想经文所带来的甜蜜 傍晚 我从未于农场的居所 悄悄地进城 与一些亲密的朋友交流 同他们一起唱赞美诗时 感到非常美好 而后 又逃回农场 据我所知 并未被我的敌人们发现 主就是这样继续保守着我 9月10日 周五 在迫切的盼望中渴慕神 我的整个灵魂仿佛迫不及待地 要效法它 要成为圣洁 因为它是圣洁的 下午 与一位亲爱的朋友私下祷告 有神的同在 我们的灵魂联合起来 一起去追寻蒙福的永生 要脱掉罪和死的躯体 进入那不洁之物 无法进入的神圣国度 我们的灵魂是以怎样迫切的渴求 盼望着那神圣的日子 好叫我们从罪中得释放 永远住在神里面 为它而活 傍晚 要离开那户人家前 先跪下祷告 主那样真实地降临到我们中间 分离的时刻也很美好 感到在我心里面对主的事工 有着丰盛的甜蜜和热爱 来自圣灵的每一股这样圣洁的微风 都让我加快向着新耶路撒冷前进的步伐 愿诵赞归于神 之后感觉到一些甜蜜 并整晚都与朋友们交谈 在生命的活力中祷告 很晚才去休息 在接下来的五天中 他显然大多数时间 是处在一种非常安逸的精神状态中 并像他之前日记中常提到的那样 仍进行着类似的蜀天操练 包括 用心专注于神的事工 充满热情和力量地 在祷告中与神摔跤 心里时常享受到甜蜜的平静和安稳 在完全的心满意足中 将自己永远地交托给神 无论神愿意让他做什么 都完全地降服于神的旨意 渴望更善用时间 因为永恒的国度尽了 渴慕神和圣洁 热切地盼望能够完全向他 并也惊讶那些 可怜的灵魂没有神 怎么能够活下去 9月16日 周四 晚上在私下祷告时 享受到神丰盛的同在 感觉到了非同寻常的顺服 愿意按神所喜悦地 经历任何状态 做任何事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 为着自己以往的行为 感到非常困惑 我的苦楚 以及缺乏基督徒应有的友善和爱 一直让我的灵魂非常痛苦 愿主原谅我那不属于基督徒的热心 和温柔之灵的匮乏 随后的一天 他提到了许多的顺服 沉静 灵力的平安 以及端向永恒世界 9月18日 周六 对别人的灵魂感到了一些怜悯 并为自己未能有更多的这种同情而悲哀 对全人类 我感觉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人词 良善 温柔和爱 我渴望败倒在我的敌人和迫害者的脚下 体会到一些甜蜜 因为我感到灵魂顺服了基督耶稣 永远为他舍己 随后一天 他因为认识到自己不胜任讲道 而非常忧郁沮丧 但也因着神的一切 护理之功和恩典而称颂他 发觉神借着一切的事 让他更向世界死 更加顺服神 在接下来的十天中 他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极大的忧郁之中 非常沮丧失望 他提到愿意为了基督事业的缘故 而抛弃一切 并非常渴望死亡 但他间或在一些时候仍有安慰 并在信仰的操练和公众服侍上 得到了特别的帮助和进步 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9月30日 周四 情绪仍然非常低落 我不知如何才能专注在一项工作或任务上 特别是也不知道 当如何纠正基督徒中的一些不当行为 感觉仿佛在那方面毫无能力保持忠心 然而在接近中午时 我以《生命纪》八章两节的经文正道 你也要纪念 我得以直率地指责基督徒在一些世上的行为 就是我认为非常不得体 不合规矩的做法 就这一主题讲了将近两个小时 从这一周到之后的两周中 他经历了各样的操练 他时常沮丧 心里哀伤 有几次甚至陷入痛苦的深渊 这些试炼无关乎他对神之恩惠的认识 和对基督的热心 而是源于他自己对罪的软弱 和不配做神的事工的想法 有时他感到自己卑劣得无以言喻 心情极度压抑低沉 但是同时 他也很多次提到 当他的心在神里面得着鼓励和力量 甜蜜地顺服于神的旨意之时 灵力就得安慰和振奋 有几次灵力 经历了非常深切的慰藉 极其可求主的圣洁 愿意效法他 并且也非常害怕冒犯神 他的心几乎甜蜜地 融化在信仰的本分中 他渴望基督国度的扩张 有数次 他在讲道时得着了很大的帮助 在听众中起到了显著的果效 10月17日 主日 对自己的无助和无能 有了非常深的感受 明白在我一切的缺乏上 必须依靠神 特别是当我在公共聚会场所之时 我发现没有神的特别帮助和扶持 我不能为神开口说一个字 在聚会中 我恐惧颤惊 我经常如此 感到我不足以为神做任何事 而我本来该为他做事 但是神开恩 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看起来在听众中起了不小的果效 傍晚 我感到心里想要赞美神 感谢他对我的良善 并让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坚守对他的忠心 我的灵魂喜乐地想到 我又这样多工作了一天 就是向着我的永恒又近了一日 我对天界充满了盼望 愿我至死忠心 像故宫一样 做完自己的功 直到生命垂暮的阴影 将我的灵魂从这白日的苦功中释放 傍晚私下祷告时 感到非常肃穆 并且是如此渴望从罪中得释放 并遵从神 这些都让我的心融化 我渴望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因为我永远无法完全彻底地顺服神 我心里有着快乐的疼痛 讲到之前 我里面几乎总是会先经历征战和痛苦的试炼 为着这些试炼和痛苦而送赞主 因为这原是为要我谦卑而赐下的 10月18日 周一 早上感到一丝丝甜蜜 但仍然因为灵魂里的试炼而感到压抑 我的生命始终是各种安慰和征战掺杂在一起 并且会一直这样 直到我进入属灵的国度 10月19日 周二 昨晚和今晨 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对圣洁有着美好的盼望 我的灵魂就是这样向着完美圣洁的目标延展 以至于他仿佛会随时因为这些渴望而断裂 10月20日 周三 身体非常虚弱 在诸多的疼痛中进行操练 感到在神圣之事上毫无生命的活力 傍晚时 感到些许甜蜜 10月21日 周四 今天大多数时间都非常深刻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虚空 如果我在下一个小时就进入永恒 我丝毫不会对这个世界多一些留恋 借着神的美善 我体会到无比的庄严和神圣 我喜爱借着自己的观念和默想 生活在永生的边缘 当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基督审判座前时 我对于神和属神的事情 有了甜蜜 敬畏 虔诚 崇敬的体会和领受 10月22日 周五 今天感到非同寻常地与世界隔绝 我的灵魂围在地上坐客旅和寄居的而喜悦 我感到在自己里面有一种意象 就是永远不再与这个世界有任何牵连 西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中提到的 古时一些属于神的人 获得的那些品性令我非常欣喜 他们借着自己日常生活 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但愿我也能总是如此 在一个美丽的果林中祷告 默想了很长时间 能够如此与自己 与朋友们隔离 向着这个世界死 并得以完全向着 并靠着可称颂的神而活是如此甜蜜 看到自己里面是如此渺小 低微和卑劣 下午在伯利恒 以生命纪八章两节的经文正道 神帮助我向着亲爱的基督徒们的心讲话 为着这个时光而归颂赞于主 我相信他们和我会为此 欢喜快乐直到永恒 在我做开篇祷告时 亲爱的贝拉米先生到了 聚会之后我们一起散步 傍晚我们一起甜蜜地探讨属神的事情 彼此怀着美好和温柔的爱心一起祷告 并在庄严的属灵状态中回家休息 10月23日周六 有一些混乱和困惑 从伯利恒骑马出发 去西姆斯伯里 10月24日主日 感到如此卑劣和不配 我几乎不知道当如何与人们交流 10月25日周一 傍晚在图骑山区私下祷告时 享受到了神的同在 这真是一段美好安逸的时光 我的灵魂渴慕神 那永生的神 灵里经历了一种甜蜜的庄严 并盼望我的灵魂能够恢复属神的样式 那么当我醒了的时候 再不似从前 而是得以有与神相似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10月26日周二 在西萨菲尔德 在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的情形之下 经历了最可怕的痛苦 在我看来 我不值得任何人施予我任何友善 或听我讲道 而是应当将我驱逐出去 这一次 与之前许多次类似 我的情绪确实非常低落 以至于我不能忠实地对待不朽的灵魂 我无法诚实 亲密地对待它们 我沦陷在自己无限的卑劣之中 如尘土灰烬一般的 我竟然想要向别人传福音 是的 我未曾有一刻忠实过 如果不是神给予我帮助 我一定是在用未泡透的灰抹墙 傍晚 我去了聚会场所 在我看来 去讲道几乎就跟让人从坟里复活过来 讲道一样难 不过 在祷告和讲道时 神赐给了我一些生命的活力和力量 并开恩将我举起 让我知道它使我能够讲道 这是神对一个卑劣罪人的奇妙恩惠 回到我的住处 一个人祷告时 享受到了一些甜蜜 并哀痛自己不能更多的向神活着 10月27日 周三 上午在祷告和默想中度过 非常为下午的讲道担心 因为感到毫无力量 并的确无法胜任 进入聚会所时 休于看到任何人来听我这样一个不堪的 无法形容的人讲道 然而 神使我能够拥有权柄 语言清晰尖锐的讲道 然而 在我讲道的过程中 人群中有嘈杂和喧闹 这是我不喜欢的 但我通过不同变幻音调 努力节制 和善递对待 为要在众人面前做好见证 傍晚 得以在一定程度上 以感谢的心灵修 在接下来四天中 他的状态和操练 与之前的两天非常相似 只是见获有很大属灵的平安和慰藉 在随后的三天中 他的记录更多呈现出以下的状态 有时沮丧 为操练恩典太少而哀伤 渴望从罪中得释放 更加迫切地追随神 私下的祷告中与神亲密交谈 得到甜蜜的安慰 与基督徒交谈的甜蜜 等等 在这段时间中 他常骑马从萨菲尔德 去伊斯特波利 西布伦 黎巴嫩等城镇 11月4日 周四 今天大多数时间里 都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也为我未曾对自己的不足 和不配有更多的认识而忧虑 降卑为尘土缘是好的 但是在感觉到那败坏的罪恶之源 仍在我里面时 我的灵魂哀痛不已 下午感受到了一种直接 亲密 持续地对神的伪身 深感甜蜜 我的灵魂也因着他的慰藉 而大得安慰 我的灵魂是喜悦的 但是又有着痛苦的忧虑 我害怕过没有神的日子 但愿我总是为神而活 傍晚 一些朋友来访 花了些时间一起祷告 这类的谈话对我们颇有造就 这对于我的灵魂 是一段安逸的时光 我深愿将每一分钟 都花在神的事工上 神对我的恩典总是难以言述 曾有多次 在我旅行职份时 祂将无法描述的甜蜜 赐给了我 很多次 我的灵魂大大的享受着神的同在 以至于我几乎会脱口而出 主啊 在这里真好 以往 在我流连于这甜蜜感受时 也纵容着自己的懒惰 但是最近 神开恩让我的灵魂 几乎一直处在饥渴状态中 痛和快乐充斥着我 在我享受神同在的时候 我对祂的向往更加无法满足 我对圣洁的渴慕更加无法抑制 主不让我自以为完全得着或自我满足 而是让我继续进去 我感到内心的荒芜和空虚 就好像弱不更多的得着神 我就活不下去 在祂面前 我感到羞愧 有罪 我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我并不是 也不能向神活着 我渴望圣洁 我的灵魂渴望更多的得着神 这令人快乐的痛苦啊 让我的灵魂继续迫切地追求神 用语言来形容就是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这是我从来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因此 我便每一日都致力于向着标杆直跑 但愿我能一直感到这种饥饿 不受任何拦阻 以迦南美帝的每一挂葡萄为激励 为了得着属天的产业 和完全的福乐 在天路上执着前行 在随后的两天中 他仍处于对神和圣洁的这种 无法满足的渴望之中 并深刻感受到这个世上知识的虚无 他自己也毫无价值 十一月七日 主日 感觉像我这样一个不圣洁的卑劣小人 永远也达不到那种蒙福的境地 即要圣洁 因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中午 我渴望成圣 并能够效法神 这才是一切的一切 愿主帮助我继续追随神直到永远 十一月八日 周一 入夜时 在个人祷告中 享受到了极大的甜蜜 让我的灵魂渴望去到天国 那蒙神祝福的乐园 借着神的美善 两个月来 我几乎看到了那一天 在那一天 死亡对我而言是那么美好 若当下就是我在世的最后一刻 我该多么高兴啊 尽管我里面仍有各样试炼和征战的逼迫 我相信主最终会让我成为得胜者 不仅仅是得胜者 而且可以用那得胜的言语说 死亡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亡 你的毒钩在哪里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 他记录了以下的情形 渴望并迫切祈求圣洁和为主而活 希望每一个想法都是为着神 对他自己的思想 没能更多的浸润 在神的里面而感到有罪 内心经历了美好的庄严和沉静 对神的顺从 与这个世界极大的隔绝 降碑如尘土 观察到了一些虚空的言谈 并为此悲哀 在个人祷告给予基督徒朋友们的交谈 和共同祷告中 一次次地感受到了甜蜜 每一天 他都向神活着 大力投身于信仰的大事上 从未间断 11月19日 周五 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彭伯顿牧师的信 希望我速速到他那里去 商讨关于那些地方的印第安人的一些事情 同时也可以与负责这类事的一些人会面 我立刻上心了 于是我与两三位基督徒朋友一同祷告 这一刻对我而言是美好的 我得以将我自己及一切的顾虑交托给神 我告别朋友们 起码去离普顿 未有机会拜访亲爱的米尔斯先生 并能与他交流 而感到欣慰 在接下来的四天中 他有时会对彭伯顿牧师信中提到的那件大事的分量 而感到压力 却也能够一次次地把他的重担卸给耶和华 将他自己以及各样的顾虑交给神 他仍然处于追求极致圣洁的状态中 也非常盼望基督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扩张 在默想和祷告中 他不时得着那美好的安慰 11月24日 周三 来到了纽约 仍然因为这件差事之重要 有着许多顾虑 将许多热切的祈求放在神的手中 求他的帮助和带领 这个城市的嘈杂和喧闹让我感到糊涂 享受了单独与神相处的短短时光 我的灵魂渴慕他 11月25日 周四 在祷告和祈求中花了很多时间 多位先生考察了我作为基督徒的经历 对神学的熟悉程度 以及其他的一些学识 要确定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件重要事工上 我上需有哪些提升 我感到自己非常无知 且不能胜任对公众的服事 我觉得我从未对自己有如此卑微的看法 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坏的恶人 任何人对我有稍许的尊重都让我受到伤害 让我痛彻心扉 巫护哀哉 这是多么悲哀啊 他们错看我了 如果他们了解我里面是怎样的光景 他们会怎样痛苦失望啊 我的心啊 在这种沮丧的情形下 我被迫在许多著名且有学识的牧师面前 向相当多的会众讲道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卑劣 无知 不配出现在众人面前 所以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几乎就被打败了 我的灵魂为会众悲哀 他们乃是坐在那里 听如死狗一般的我在讲道啊 我觉得自己欠人们的债 无法弥补 并渴望神以他恩典的奖赏奖励他们 傍晚 大部分时间我一个人度过 第四章 在考努密克1743年 11月26日周五 仍然感觉自己无比卑劣 尽量一个人独处 我是怎样一个 一无是处 如尘似灰的人呢 当我在全然恩慈的神面前 沉明自己一切的怨言之时 享受到了一些平安和慰藉 11月27日周六 在些许的安慰之中 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了神 早上九点左右离开了纽约 离开时 仍然因为自己无法启齿的不配 而处于沮丧之中 我当然爱我所有的弟兄 他们中没有一个像我这般卑劣 无论他们外在表现怎样 在我看来 好像没有一个在神面前 感到如此沉重的罪恶 我贫乏 不接果子 我肉体的情欲 过去的苦楚 缺乏与福音相称的品性 这些是压迫着我的灵魂 骑了三十英里路 从纽约到了怀特普莱恩斯 路上大部分时间 我将心摆在神面前 祈求祂的怜悯和洁净的恩典 傍晚在灵里的沮丧中度过 随后的三天中 祂仍处于这种状态 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卑劣 并明显地处于不小的哀伤之中 但祂也见或得到安慰 并感受到神的同在 十二月一日 周三 我的灵魂为神而活 在美好的属灵盼望中 渴望去效法祂 靠着祂丰盛的恩典 我的灵魂及其中所有的 都得着了修气 鼓励和力量 无论神的护理之功 让我得到什么 我都愿承受 骑了大概二十英里 从斯特拉特菲尔德 到了牛顿 在接下来的九天中 他从牛顿去了 他的家乡哈达姆 在那儿待了几天 然后返回了 康涅狄格州西部的 绍斯伯里 他记录了那些日子中 自己的状态和内心的操练 时常陷入沮丧中 感到自己的卑劣 无知 心中仿佛有那令人绝望的 无尽罪恶的深渊 并承认以前 他甚少认识到这一点 他为自己 不结果子痛苦哀伤 大声哭喊 我如此贫乏 如此贫乏 他也因为不能像神活着 深深地哀痛 认识到他所有的都是欠神的 乃至千倍万倍 最合适的去处 就是倒在 无限全能者脚下的尘埃中 他也火热 且满有激情的祷告 渴望像神活着 还被他听到的 无聊粗鲁的谈话所折磨 不过也享受到 与基督徒的美好交通 12月11日 周六 与一位亲爱的朋友交流 我已想过 要为他提供通识教育 并负担全部的学费 好让他能够胜任 传福音的神职工作 就这件事 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 并请他在下次见面前 好好考虑 然后我起码回了伯利恒 在贝拉米先生的居所 与他一起在美好的交流 和祷告中度过了傍晚 我们把关于送我的朋友上 大学仪式的顾虑 交托给了全然恩慈的神 为着这晚团聚的机会感谢神 12月12日 主日 早上我觉得 基本没有力气祷告或讲道 痛苦地感到需要神的帮助 我恐惧战惊地去聚会 但是神开恩 在祷告和讲道上帮助我 我觉得自己 很少能如此深远地 洞察那无形的世界 脱离以前根据眼见之物 所形成的各种粗俗的认知和想象 这是过去 无论在祷告还是灵修时 都未曾经历的 怀着些许的甜蜜 我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经文正道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下午正道的经文是 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 弟兄们 我劝你们 许多人很感动 对我而言 这是一个美好的安息日 我觉得 有理由认为 借着最近我里面的各种征战 自己在信仰上变得更属灵了 愿送赞归于神 阿们 但愿我永远愿意让神 按他自己的方法来对待我 十二月十三日 周一 与贝拉米先生一起祷告 为他出行而化别时 美好 沉静 这一天都享受着一丝丝甜蜜 将近晚上时 起码到了武德伯里 十二月十四日 周二 有些困惑盘踞在心头 昨晚和金晨都为着西安的利益而痛心 特别是虚假的信仰 表现导致混乱 在一些地方 游慎 我向神呼求 请他帮助我做见证抵制 而非纵容这些事 阻止这种形式上的 敬虔主义的蔓延 下午骑马 去了绍斯伯里 与一位朋友讨论了 关于他寻求神职工作的重要事项 若是神让他成功获得 做此项伟大事工的资格 他非常愿意 投身于这工作 傍晚 我以铁撒罗尼加钱书四章八节的经文正道 所以耐气绝的 虽然是以温柔的方式 却是努力地削弱虚假宗教的影响 主赐给我一些帮助 但尽管如此 我显得那么卑劣 在出了聚会所之后 我始于见人 十二月十五日 周三 今天在个人祷告和公众祷告会中 都享受到了一些神的同在 但仍然感到内心极大的贫乏 旅行职分中的不足 以及面对未来 我无法帮助自己 没有能力完成 我必须做的工作和任务 后来 强烈地感受到了信仰的甜蜜 以及与福音相称的柔和品性 我对全人类都生发出宝贵的热爱 并且非常害怕 唯恐愤怒或怨恨的念头 在不期之时会钻进我的心 与亲爱的朋友们告别时 振奋灵魂的谈话 带给了我安慰 或许下次我们再见面 可能是我们进入永恒世界的时候了 借着恩典 我毫不怀疑我们中的一些人 会在那里幸福地团聚 为着这一时刻 还有其他许多美好的时刻 归颂赞给神 阿们 十二月十六日 周四 骑马去了德比 在路上有一些美好的思考 尤其是关于 你要给他启名叫耶稣这节经文 所彰显出来的我们 靠基督得救之救恩的实质 十二月十七日 周五 花了很长时间 与亲爱的汉弗莱斯先生 一起交流属灵之事 骑马去了李普顿 与一些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 一同祷告 十二月十八日 周六 在树林中花了很长时间祷告 好像被提到了 这个世界的各样事物之上 我的灵魂在万君之主里面 是刚强的 但也感觉到自己不结果子 十二月十九日 主日 在圣餐礼中 我在主里 好像是刚强的 这个世界连同其中一切的责难 和奉承在很大程度上消散了 我的灵魂 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 我感受到了一种 完全并永远属于主的状态 傍晚 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神的同在 为我的卑劣 贫乏和罪恶而自卑 当想到没有好好地利用时间 我深受伤害 神啊 怜悯我这个罪人 十二月二十日 周一 将这一天用来祷告 读经和写作 得到了一些帮助 特别是对某一事项的认识 得到了纠正 但是仍对我不结果子感到悲哀 十二月二十一日 周二 感到自己不能胜任任何公众事物 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为神而活 起码去了德比 在那儿讲道 神开恩 给了我非常美好的帮助 扩张了我的境界 让我的讲话 带着温和柔软的力量和活力 随后 我们唱诗 祷告 度过了一个惬意的傍晚 神让我祷告时 满有丰盛的灵性和甜蜜 就像我以前曾经历过的那样 我的头脑脱去了意识和想象的禅果 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无形的属灵世界 我相信借着神的恩慈 这一天让我们中的许多人 在追求灵魂的圣洁和效法神的方面 都大得益处 愿荣耀永远归于他 阿们 能够越来越像神是何等的蒙福啊 十二月二十二日 周三 在李普顿讲道时得到了一些帮助 但我的灵魂仍为我内心的贫乏而哀伤 十二月二十三日 周四 我相信早上私下祷告时得着了 由神而来的一些恩典 能够进到他神秘的座前 在他的帐幕中居住是何等神圣甜美啊 与朋友们深情的道别 即使今生仍能再见 恐怕也将在很久之后了吧 我的心甜蜜且肃穆沉静 最大的敌人 并得以用极大的温柔和怜悯为敌对神和不认识神的人祷告 傍晚 在树林中一个很僻静的地方 我跪下与许多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祷告 然后告别 起码从纽黑文到了布兰福德 十二月二十七日 周一 着实享受了一段珍贵的时光 对基督耶税教义的纯全灵性和属天的事情 有一种美好陶醉的感受 傍晚 我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经文正道 你们要先求 讲道时非常自由 拥有甜蜜的能力 讲道也很尖锐 我向众人传讲 神就临到我们的聚会中间 我的灵魂感受到了怎样的甜蜜和温柔啊 若是我得以体会到基督的品性 那一定就是现在这种感觉 很少能有像今天这样舒畅 又大有收获的日子 愿送赞归于我的神 我深愿为神献上我一切的时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周二 骑马从布兰福德到了哈达姆 早上 继续对属天之事清楚明白 得尝甜蜜 但之后 我属灵的生命明显低落了 在随后的十二天中 他大部分时间都非常忧郁 气馁和苦恼 很明显是落入了忧伤的权势之中 日复一日 满怀苦楚的为极度的卑劣 无知和败坏 而身淫 为其中无比的罪的重担所累 觉得连匍匐在神的地土之上都不配 总是感到一无是处 不能胜任任何事情 有时当想到还要讲道时 就会觉得恐惧 但是即使在这段极其消沉的时光中 他仍数次提到了 由神而来的帮助和安慰 之后的三天 他在西布伦和克兰克度过 得到释放并享受到了极大的安慰 1743年1月14日 周五 今天 我灵里的征战比诸山还沉重 比泛滥的洪水还肆虐 其恐怖无法言表 我仿佛是被关在了地狱中 对神的一切感知都被剥夺了 甚至包括知晓这样一位神的存在 这令我非常痛苦 对于神的愤怒我没有惊惧不安 这是我所经历的 与受诅咒之人的刑罚 最近似的一种不幸 我相信他们的刑罚 最主要的内容是没有神 进而丧失了一切美好的事物 这让我知晓了一个受造物 其所享受的一点一滴的幸福 都全然仰赖于神 造物的主 我觉得即使我可以永远生活在这儿 不仅可以享受今世 而且可以安享所有的世代 但倘若没有神 我会比一只禅除还要痛苦千万倍 我的灵魂是如此痛苦 我实不下咽 只是觉得这样一个低劣的恶棍 只配到死刑场上 方是公平 当我看到人们渐渐聚集 来听我讲道之时 我几乎被这种痛苦淹没 我在这种痛苦中进入神的聚会所 在开篇祷告中 并未得到解脱 仿佛神将这些人给我 是要毁灭我 即便死亡的想法 也没有我自身的卑劣更让我痛苦 但是随后 在我以生命纪八章两节的经文正道时 神开恩 给了我些许自由和舒畅 力量和灵性 晚上我略感安慰 在之后的两天中 这种安慰仍在继续 无论是在旅行职份 还是在信仰的操练 或是与信徒的交通中 他好像一直都在享受着灵里的甜蜜 周一他又回到了上周五的那种阴郁之中 那天他骑马去了考文锤 在后半天中 他得到了更多的释放 周二他骑马去了坎特伯雷 继续得着更多的安慰 1月19日 周三 下午在聚会厅讲道 内心感到了一些柔和 以及与福音的品性相衬的一些事 我劝导人们彼此相爱 不要将他们自己的想法作为标准 评判弟兄 但是因为自己的恶劣 内心的不纯洁 以及难以言喻的卑劣 在这一天大多数时间中 都非常压抑 在与信徒的友爱交通中 度过了傍晚 1月20日 周四 骑马去了位于诺维奇和黎巴嫩交界之处的 我兄弟的家里 傍晚 向许多人讲道 既没有自由 也没有灵性 只是看到了自己无比的不配 1月21日 周五 内心经历了很大的征战 几乎未得安慰 去看望了黎巴嫩的威廉姆斯先生 与他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 为着他对信仰严肃 审慎 不偏左右的谈论 而非常高兴 接下来的一天 他非常忧郁 1月23日 主日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不配存在 若是神允许 我将到印第安人那里去 但是我看到自己不配在他们之中 有一席之地 我觉得当我直面他们之时 会感到羞愧 若是他们对我表示尊重 将更加令我羞愧难当 实际上 我感到自己在这地上是应当被驱逐的 仿佛任何地方对我这样一个恶棍而言都太好了 我觉得我就是到非洲最不开化的人之中 都会觉得羞愧 我看自己是不能胜任天上地上任何事情的受造物 除非亲自经历 否则没有人知晓 当感觉到与神格绝食 灵魂所经历的 乌乎哀哀哉 这彼死还要苦涩呀 周一 他骑马去了非时先生负责的教区 斯托宁镇 周二 他经历了很大的属灵安慰和振奋 1月26日 周三 在非时先生的聚会厅里 向非常多的人讲道 教导众人要持守谦卑 坚定遵行神的旨意 借着谦卑 我们可以在爱中彼此接纳 而不会以我们自己的想法为规则去判断别人 我感受到了美好的平静 充满了对弟兄们的爱 完全没有派别之分 我期望能产生一些好的果效 让信徒们能够脱离虚假的喜悦和派别的激情 不再相互指责 周四 他在长时间的祷告和与信徒们交通之后 起码去了新伦敦 1月28日 周五 在这里 我发现一些人陷入了放纵的言行 被虚假的狂热和苦毒所裹挟 真是应当为缺乏符和福音的品性 而大大哀哭啊 傍晚 交流了关于牧者和普通信徒的行为的一些观点 但很难苟同他们的看法 神尚未教导他们 荆棘和吉林式针对人类的一种安排 周六 他骑马去了东哈达姆 随后的三天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在那期间 他提到了自己感觉与世界隔离 并感受到永恒近在咫尺 在为基督国度的扩张而祷告时 得到了特别的帮助 并数次地找鼠灵的安慰 2月2日 周三 昨晚在一位已经很久不能参加公开聚会的老先生家里 做了我的告别讲道 早上 不管我去哪里 都一直在祷告 在辞别朋友们之后 我踏上了去印第安人那里的旅程 不过 我还是在长岛的东汉普顿站坐停留 去辞别指派 我做印第安人事工的诸位委员 与一位信差相伴 我们从东汉普顿向莱姆出发 在路上 内心感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压力 我仿佛在位置地上的一些快乐而苦苦挣扎 仿佛不愿意放弃过往的一切 也看到在现在所要从事的事业上 将自己明明地投进了各样的艰难困苦之中 我觉得就是躺到坟墓中都要比这来得轻松 但是我选择去 而不是留下 到莱姆时 已经是晚上了 他为预备穿越海湾的行程停留了两天 大多数时间在内心的征战和忧郁中度过 但也给着一些安慰 周六 他横穿海峡 在长岛的牡蠣池塘登陆 并从那里去了东汉普顿 他在那儿停留了七天 大多数时间心情都处于极度的忧郁和沮丧之中 为着无知和暗昧而多多的诉苦 然而 他的心显然一直致力于这伟大的信仰事工 为东汉普顿地区的宗教信仰大大的忧心 并为此做了很多祷告和工作 2月12日 周六 享受到了更多的安慰 并能够以沉静的心默想 特别是傍晚 在祷告中 灵魂所得着的振奋 要超过最近的任何一次 我的灵魂仿佛是得着了神的力量 并因它的慰藉而舒畅 得以窥见神的荣耀是何等甜蜜啊 让人何等得力和振奋啊 2月13日 主日 中午处于极大的沮丧之中 不知道下午如何能够讲到 我已经做好准备放弃一切 但神开恩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帮助 傍晚 我的心被神甜蜜地吸引 全心地奉献给他 随后的一天 他在安慰和沮丧的交织中度过 2月15日 周二 早上 我感到了一些安慰 之后 我散步到了附近的一个果园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感觉到自己在地上是客旅 像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享乐都是死的 仿佛我在自然感官上已经死亡了 傍晚私下祷告时 感到了神圣的甜蜜 在那个时刻 神是我的福分 我的灵魂从最近我深陷其中的冤壇里浮了出来 我的灵魂呼求息安 并在这样做时 得着了甜蜜 这种美好的状态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但之后 他又陷入了内心的痛苦之中 2月17日 周四 早上 我发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安逸地休憩在神里面 今天在东汉普顿的一个小村庄讲道 神开恩 将他恩典的同在和帮助赐给了我 让我得以自由 大胆地讲道 也有些力量 傍晚 花了些时间与一位可亲的基督徒朋友相处 感到非常肃穆 仿佛就处在永恒的边缘 我与亲爱的朋友一起甜蜜地祷告 交流最严肃的话题 我的灵魂美滋滋地享受着站在荣耀之神面前的这种活生生的感觉 这真有一点象征着天国本身 我发现我的灵魂更加纯净 不再依靠自己的状态和属灵的感觉 2月18日 周五 今天大多数时候都感觉很美好 并且找到了通往恩典宝座的入口 当我身处这样一个战场之时 愿意为着任何一点属天的喜乐和沉静的时光而归颂赞给神 身处这个邪恶的世界 我应当认真 庄重 时刻警惕 今天有一些机会独处 在学习中得到一些自由 我渴望为神而活 2月19日 周六 今天极其虚弱 被头痛和眩晕大大的困扰 几乎不能做起来 然而 在祷告中 感受到了神的同在 并仍做了一些必要的研修 我极其渴望死亡 然而 在过去的两三天中 借着神的美善 也觉得非常有意愿活下去 2月20日 主日 为自己的淡漠而感到困惑 觉得对今天的重要工作 未能给予恰当的重视 因而 对自己的安逸感到不安 今天 又是非常虚弱 但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 都蒙神的坚固 让我有内在的生命和灵性讲道 特别是下午 我得以细致地宣讲 反对自私的宗教 即并非爱基督他自己 而是为了得着他的赐福 才爱他 在随后的两周里 他大多数时间 都享受着属灵的平安和安慰 在这段时光中 他的日记记录了如下事项 为里面的罪和不结果子而哀痛 向着这个世界而死 可慕神 愿意为他的荣耀而活 眼穿长断地渴望他永恒的家 坚定依赖神的帮助 在私下和公开的信仰 操练中都极大的得到了神的帮助 在侍奉神的过程中 里面得到坚固和鼓励 常常得到振奋 安慰 在默想 祷告 讲道及与信徒的交通中 常有属天的甜蜜 根据他的记录 学习 祷告 默想 讲道 私下教导 和辅导等各样勤奋 和热切地对神的服饰填满了这段时间 三月七日 周一 早上起床时 感觉我的心追随着神 渴望效法他 在个人祷告时 发现内心被甜蜜地唤醒 向神敞开 为着他成就在我身上 和为我所做的一切 而赞美他 为最近我里面经历的所有试炼 和痛苦 而赞美他 我的心将荣耀 荣耀 还是荣耀归于配的送赞的神 如果神认为 用我里面的这些痛苦 来操练 我是何疑的 那么我再次欢迎他们 光阴苦短 永恒尽在咫尺 我想为着神的缘故 我能够愉快地 耐心忍受任何事情 因为我明白短暂的忍耐 能够将我带到平安和蒙福的世界中去 借着主的力量 我的灵魂超脱于这个地上的世界 远在这世界一切空虚的享乐 和可怕的失望之上 之后 甜蜜地默想了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的经文 以诺与神同行 对我的灵魂而言 这真是大的安慰的一天 第二天 他仍继续处于极大的甜蜜和信仰的火热中 三月九日 周三 努力将自己和自己所有的挂虑都交托给神 骑行十六英里到了曼陀克 在路上心里有一些甜蜜 但当我到了那里 看到印第安人后 感到内心迟钝 毫无生气 我抽身 去努力祷告 但恐惧地感到自己被离弃了 并痛苦地感受到自己的恶劣卑鄙 然而 我还是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的经文正道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在讲道中 得到一些帮助 并且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神的同在 傍晚 我独处了一段时间 我是这样为自己本性的黑暗而感到压抑 以至于我认为我不当向印第安人讲那么多话 此后 我继续在他们中间劝导 祷告 第二天 他返回了东汉普顿 在这一周剩余的几天中 他身体都非常虚弱 但仍提到在学习和信仰操练中 得了帮助和进步 追随神病享受着里面的甜蜜 三月十三日 主日 中午 我觉得不可能去讲道了 一方面因为身体的软弱 另一方面也因为里面毫无生气 在开始祷告时 我感觉非常虚弱 几乎不能站立 但是在正道过程中 神坚固我 让我借着温柔的权柄 就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 以诺与神同行 自由 清晰地讲了一个半小时 神帮助我在讲道中坚持 要与神亲密同行这一教导 并将此信息 作为临别忠告 送给这里属神的人们 愿他们与神同行 愿满有恩惠的神 将我在这里 些许的劳苦延续下去 三月十四日 周一 早上忙着预备行程 并且好像一直处于感叹式的祷告中 大约十点钟 辞别了东汉普顿亲爱的人们 我的心悲痛哀伤 但同时也感到喜乐 骑行大约五十英里 到了布鲁克黑文 在那住宿 并与一位基督徒朋友交谈 大的振奋 用了两天多一点的时间 他到达了纽约 他对一路上与神的隔离 以及内心的死寂多有哀叹 他在纽约停留了一天 周五去了狄金森先生 位于伊丽沙白镇的家 他所哀叹的仍与前两天相同 三月十九日 周六 为自己的无知 内心的暗昧以及自身的不配 而烦恼痛苦 一个人独处 将灵魂深处所有的痛苦 都倾诉给了神 下午 骑马去了纽瓦克 与伯尔先生一起美好的交流 祷告 为着每一刻苏醒和振奋的时光 归颂赞给神 三月二十日 主日 上午讲道 神给了我一些帮助和甜蜜 让我能够在讲道中真正的柔和 满有爱心 不偏不已 傍晚 再次讲道 说实话 神真的是喜悦 帮助一条可怜的永虫 感谢神让我能够以内在的生命 力量和盼望来造就神的子民 并以一些力量来教导罪人 傍晚 我感到属灵并且警醒 唯恐我的心被任何事物带走 远离神 我何时可以进到那神圣的世界 在那里 我灵魂的每一丝气力 都将永远不屑地为属天的事业和享乐兴奋不已 直至极限 周一他去了伍德布里奇 他提到在那里与一些牧师会面 接下来的一天他花在了返回纽约的路上 周三他到达了纽约 周四他骑行约五十英里从纽约去了北卡斯尔 周五去了丹博里 周六去了西尼尔福德 安息日他骑行约五六英里去了一个靠近康涅迪格州 肯特镇的叫做斯科提库克的地方 那里有一些印第安居民 他向他们传道 周一因下雨耽搁了 他在肯特镇留宿 周二他从肯特去了索尔兹博里 周三他去了谢菲尔德 周四三月三十一日他去了萨金特先生位于斯托克布里奇的家 在他从新泽西去往斯托克布里奇的路上 大多数时间他非常沮丧惆怅 特别是最后一天 他的心被极度的沮丧和悲哀淹没 第五章 接受案例1743至1744年 1743年4月1日周五 我从斯托克布里奇骑行约二十英里去了考努密克 那儿有我关心的印第安人 我在一个小稻草堆而上安歇下来 一整天我里面都经历着极大的试炼和痛苦 傍晚 我的心沉沦了 仿佛没有神让我可以去寻求帮助 求神帮助我 在接下来的五天中 他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沮丧和压抑的情绪中 有的时候情况非常严重 他写道 神的波浪洪涛都慢过他的灵魂 有时他几乎要脱口而出 的确 他的慈爱永远穷尽 他不再施恩 并且提到他所经历的痛苦不可名状 难以置信 但同时 关于这些痛苦 他也写道 虽然我不知道借着这些痛苦 神要成就什么 但我知道 我所配得的比这样糟糕千万倍 他还记录了印第安人友好的接待他 并且认真地关注他的教导 4月7日 周四 我看自己是非常无知 软弱 不可救药 不配 完全与我的工作不相称 在我看来 我永远都不应当做任何服事 也不当在印第安人中间有任何收获 我的灵魂厌烦了这肉体的生命 我对死的期盼无法侧躲 当我想起任何已经离开的属神的灵魂 我的灵魂都会嫉妒他所享有的这种特权 什么时候才轮上我呀 难道必须要先过很多年吗 但是我知道 这种时而出现的强烈愿望 部分是因为缺乏在一切困苦中对神的顺服 因此而不耐烦 将近晚上 我在祷告中操练信心 并在写作上得到了一些帮助 愿神让我守在他跟前 4月8日 周五 当我尝试要推进神的事业之时 我为自己过去的骄傲 自私 苦毒 分门别派而感到非常压抑 这些最卑劣的本性极其恐怖的后果 向我可憎而又逼真的呈现出来 我自己的心阴之而疼痛 我看到那些可怜的灵魂如何被绊倒 跌入永恒的毁灭之中 这让我的灵魂在痛苦中 受束缚 不能呼求主啊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因着这个缘故 我看地狱就是我应得的刑罚 我以前花了那么多时间交谈 只是助长了分门别派 因而 在神面前 我的灵魂满是痛苦和羞愧 我意识到 我以前并未恰当地珍惜在一切困苦 温柔 慈爱 公平 以及内心和生命的 圣洁背后的克己 舍己和顺服 这一整天几乎全部用来对自己过去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这种苦涩且折磨灵魂的反思 最近对于如何在这个世界扩张基督的国度 我想了很多 但是现在 在我的里面 有很多功夫要做 愿主怜悯我这个罪人 洁净我的灵魂 四月九日 周六 仍处在与昨天相同的状态中 只是对自己的卑劣没有那么尖锐和强烈的感觉了 四月十日 主日 早上早起 外出 在树林中祷告 默想了很长时间 上下午都对印第安人讲道 他们普遍表现得很冷静 特别是有两三个人表现出了对信仰的关心 我私下与他们交流 其中一个人告诉我 自从他第一次听我讲道时 他的心就哭了 第二天 他哀叹与神的隔离 四月十二日 周二 在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 苦读和分门别派时 因为悲伤和羞愧而感到极其压抑 当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恶棍竟曾经讲道时 感到非常惭愧 期望可以不再做那项工作了 当我的灵魂脱离强烈的忧伤痛苦之时 我感到麻木 在神面前如畜类一般 并在各类最小的琐事上感到一种罪恶的快感 但仍伴随着一种发自良心的令人窒息的恐惧 因而我所得的安息 并不比一个被定了罪的犯人更多 四月十三日 周三 我的心在我里面泛滥 我真的认为自己是活着的受造物中最恶劣 最卑鄙 最不可救药 最邪恶 最愚昧的 然而 我知道神同时为我的灵魂做了什么 虽然有时候我被各样压抑人的疑惑和恐惧所攻击 会怀疑像我这样一个恶人是否可能处于奔点之中 四月十四日 周四 很大程度上处于与昨天相同的状态中 四月十五日 周五 上午 非常郁郁寡欢 下午 向我的会众讲道 在盼望神怜悯他们灵魂的这件事上 受到了一些鼓励 感觉在对神按他的护理之工所做的一切事上 有了一些顺服 四月十六日 周六 仍处在痛苦的深渊中 下午 向我的会众讲道 但是对他们比以往更失望 担心对他们所做的事永远都不会产生好的果效 我离开众人 将我的灵魂倾倒在神的面前 祈求怜悯 但并未感到任何释放 不久 来了一位爱尔兰人 和一位荷兰人 他们要求第二天听我讲道 但没有人知道我在听到他们亵渎言谈时的感受 我盼望能有个亲爱的信徒可以明白我的悲伤 我走进一个窝棚 在那儿向神诉说我的一切哀怨 此外 为着神让我有别于这些人而更多的对神感恩和称谢 因我知道这出于他的恩典 4月17日 早上 我一醒来 听到关于世界和属实之事的各样言谈 就又陷入痛苦之中 我留意到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怕我 我讲了一些要将安息日分别为胜 若有可能就当让他们的心保持肃穆之类的话 但当他们稍稍走远一点 就又毫无顾忌地谈论起世俗之事 我想 若是与这样的人们一起生活到永恒 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地狱啊 在讲道的时候 主给了我一些帮助 也有一些顺服 晚上在祷告中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第二天他仍处于这种郁郁寡欢的状态中 4月19日 周二 早上 享受到了一些在神里面的美好宁静和安心 在他里面得到了一些力量和信心 我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得着了安慰和振奋 这一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写作 并进行了一些恩典的操练 和一切安逸 我的灵魂似乎被提到了深渊之上 在这个深渊中 已经待了太久 险些丧命 感到了一些属灵的渴望 以及灵魂对神的呼求 发现自己在为基督的国度 在自己灵魂里的扩张而忙碌 4月20日 周三 将这一天分别出来 进食 祷告 要将我的灵魂摆在神的面前 以得着属天的恩典 特别盼望我灵里的一切痛苦 和里面的悲伤 能够使我的灵魂成圣 同时 也努力回顾在过去的一年中 神给我的恩典 今天是我的生日 承蒙神的帮助 我得以活到今天 25岁了 当想到自己不接果子 死气沉沉 我的灵魂就疼痛 我几乎没有为永生神的荣耀而活 我独自在树林中度过了这一天 在那里向神倾诉我的苦楚 愿神让我今后 能够为了祂的荣耀而活 4月21日 周四 上午读经祷告 发现自己非常投入 但因感受到自己的卑劣 和不配做公共服饰 灵力仍然非常低落 下午 我探访了自己的会众 与一些人 就他们灵魂的问题而祷告 交流 之后 在个人祷告时 发现灵力有了一些热情 愿我成长 有神的样式 4月22日 周五 在学习 读经和祷告中度过了这一天 感觉有一点点 从我的重担中释放出来了 最近这个担子是如此沉重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仍然感到压抑 并感到自己不接果子 我的贫瘠指证我 我自己的灵魂 因为不向神而憎恶自己 厌恶自己的怠惰和不作为 看我所做的一切 我是怎样一个无用的仆人啊 看着时光流逝 我的灵魂哀哼 因为我未用灵性和属天的心思 将时间填满 然而 我仍渴望时光加快速度 将我快些带到我永恒的家里 在那里 为着神和他的荣耀 我可以将我在永恒中的 一切光阴都填满 周六和主日 他的忧郁又占了上风 他哀叹自己的无知 愚蠢和麻木 然而看起来 他已经将时间最大限度地 用在了勤奋的学习 祷告 劝教和辅导印第安人之上 周一 他陷入了最深的悲伤之中 他认为 在他一生中 从未有一天 是在那样的悲痛中度过的 并不是因为惧怕地狱 而是因为令人痛苦地 对自己卑劣的感知 周二 他表示得到了一些释放 周三 他近时祷告了一天 但仍处于极大的悲伤之中 在接下来的三天中 他的哀伤仍在继续 但是程度略轻 见货也得着安慰 五月一日 主日 今天在斯托克布里奇 上午得到了一些释放和帮助 尽管不像往常得到的那么丰富 下午 身体和灵魂上 都感觉不是很好 当我讲到时 仿佛是在复数乏味的故事 毫无生命 热情 感觉和安慰 特别是之后 在胜利过程中 感受到自己 无法言表的卑鄙恶劣 我的灵魂充满了羞愧 和从未经历过的痛苦 当看到自己的心 以及隐藏在那里 令人深恶痛绝的习性时 那真是令我最为痛苦悲伤的一刻 我觉得在聚会场所里 所有人的眼目都盯着我 我不敢直面任何一个人 因为真的感觉 就好像他们看到了 我内心的卑劣 以及我曾犯下的一切罪行 假如我从全人类面前消失 不再被看见 无人记得 我仍会因为羞愧而痛苦 我会羞于见到地上最野蛮的人 因为我比他们还要更卑劣 更粗也无知 我注定要经历幼年的罪迁 这一周剩下的大多时间 他都是在悲伤和忧郁中度过的 接下来的一个安息日 他得到了鼓励 帮助和安慰 但是在周一 心又沉沦了 5月10日 周二 仍处于同样的状态中 我在这种状态中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特别为罪恶 玷污和无知 而感到压抑 奸恶随我脚跟 四面环绕我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 叫我担当不起 几乎我过往一切的行为 都被罪恶和过失所覆盖 就连那些以罪正大光明之方式 行出来的事 现今也让我充满了羞愧和耻辱 以至于我几乎不能抬起头来 骄傲 自私 虚伪 无知 苦毒 分门别派 缺乏爱心 公平 谦卑和温柔 这些罪在我试图提升信仰和美德时 如影随形 就连当我有理由相信 我得到了从上面而来的帮助 有着与天国的美好交流之时 这些恶性竟也都在 哎 我最好的直奋竟与这些败坏掺杂不清 在随后的七天中 他大多数时间仍处在沮丧和悲伤里 但他也见获得到了一些释放和安慰 他记述了为要住在印第安人中间 就花时间辛苦劳作 再为自己盖一间小农舍 根据之前提到的那封信的记载 此前大卫好像一直是与一位贫困的苏格兰人同住 在此之后 直到他的小屋可以住人之前 他在印第安人那儿找了间茅屋住 5月18日 周三 除了从神那里所得的 我就别无安慰 这就是我所处的环境 我住在最寂寥的荒野中 只有一个懂英语的人可以交谈 我所听到的 不是苏格兰高地语 就是印第安话 我没有基督徒同伴可以袒露心扉 或是坦言我灵里的哀伤 也没有人可以与我谈论鼠天的事情 好让我的着甜蜜的劝慰 更没有祷告会可以参加 在生活方面 也毫无舒适可言 吃的大多是煮玉米和粗糙的布丁 住在河街堕里 所做的工艰苦又极其困难 没有任何成功的端倪 可以安慰自己 印第安人除了荷兰人声称的领地之外 无处可去 而荷兰人威胁要驱逐他们 荷兰人完全无事可怜的印第安人的灵魂 就我所知 因为我来向印第安人传道 他们就恨我 但是让所有这些困难更加难以承受的是 神向我隐藏了他的面 5月19日周四 今天大多数时间都在仔细地学习 但有时是那么悲哀 除了我自己属灵的盲目 无知 骄傲和痛苦 我无法思考其他事情 主 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迁和我的过犯 这个祷告真是适合我呀 5月20日周五 今天有些时候 感到非常混乱 但是将近晚上 在默想以赛亚书四十章一节你们要安慰 安慰时 得到一些安慰 并在祷告中享受到了一丝丝甜蜜 之后 我的灵魂升高 大大脱离了深渊 让我敢于在神的里面喜乐 在配得称颅的神里面 我看到了丰富的慰藉 在随后的九天中 他的重担大大的减轻 但情况也变化多端 有时得着了很大的安慰 但其他时候又更加沮丧 第二天 5月30日 周一 他出发去新泽西州 要与指派他的委员们 讨论有关他宣交的事 他到那儿的行程花了四天 周四 他到了纽瓦克的博尔先生家 在路上的大部分时间 他都处在之前提到的那种 沉重的哀伤之中 周五 他骑马到了伊丽莎白镇 周六到了纽约 从那儿 他向家乡进发 一直到了怀特普莱恩斯 在那儿 他首安昔日 在公共服事中 得到了很大程度的 鼠天安慰和帮助 周一 他骑行约六十英里 到了纽黑文 在那里住了一周 常识与学院的管理层和解 并拜访了那一地区的朋友们 随后 继续向家乡进发 直到周六 他都处在一种 惬意的状态中 周六 在从斯托克布里奇 到考努密克的路上 他在丛林中迷了路 整晚躺在露天地中 但幸运的是 早上找到了路 在六月十二日 主日 回到了他负责的 印第安人那里 在向他们讲道的过程中 得到了自他首次到 他们之中以来的最大帮助 在此之后 他灵里经历了各种状态和操练 总体而言 自他第一次到考努密克 直至他搬进自己的房子 他一直处于非常相似的状态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 他沮丧并因哀伤而压抑 有时非常严重 他悲伤起伏变化的过程 与过去所描述的类似 他自己在七月二日的日记中 进一步描述了那段黑暗的时光 是怎样一种情形 我的灵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乃至现在都处于可怜的状态中 跌跌撞撞 经历了一连串各种各样的伤心事 有时那种对自己的卑鄙 和一无是处的认识 将我重重击倒 即使是最卑污的人 对我表达一点点关切 我都会觉得羞愧 有时穿行在茂密的灌木丛中 曾期望就像他们中的一株 落下就被永远遗忘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有时我几乎要下定决心 再不去见任何我认识的人 并且当真觉得我无法抬起脸来看别人 也曾期望到最遥远的地方去 远离我所有的朋友 销声匿迹 有时一想到自己的无知 就会让我陷入极大悲伤和焦虑 特别是当想到自己竟然曾讲过到 或是有类似想法的时候 我的灵魂就会因为恐惧 羞愧和罪恶感而陷入痛苦 有时我陷入悲伤是因为感觉到某种特别的败坏 以肆虐的暴力腾起 像巨大的洪流冲击 同时之前所犯 无数的罪过和蠢行在眼前呈现出其邪恶和严重 与这些相伴的是 生活中的极度不便 并且我可以说 生活中的任何乐趣都没有 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交流我的苦恼 有时连一个我可以灵修 到神面前卸下重担的地方也没有 这更加剧了我的悲伤 特别是最近 淡漠 一种无所谓的思想状态 成了我极大的困扰 我因此变得懒惰 虚度光阴 这种状态也常常伴有罪恶和羞耻感 因此 有时我处于一种恐惧中 发现自己是那么不像那位配得称颂的神 我觉得在这一切的试炼之下 我变得更糟糕了 没有什么比这更刺痛和伤害我的灵魂了 如果我是神所拣选的 借着神的恩典 我相信我是蒙简选的 我发现一个真理 一人也仅仅得救而已 很明显 回忆在刚过去的宗教运动的萌芽阶段 他在学院所犯的错误和被误导的狂热 是让他在考努密课常常陷入沮丧和失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 这一年他再三努力要与当时他所得罪的学院的管理层和解 虽然 如之前所提到的 这年六月他曾去了纽黑文 试图和解 七月初 他再次造访 重申此意 但仍是徒劳 虽然在我现在所提到的这段时间中 他大多数时候处于忧郁之中 但如他日记所表明的 在悲伤之中 他也有许多时刻 对着安慰 心理顺服 美好而平静 并在公共服饰上常常地着特殊的帮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他七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 记载的悲伤的释放的经历 只有微乎其微 或者说根本没有过圣洁生活的决心 几乎就要放弃为神而活的理想了 一想到永远都不会圣洁 那是何其黑暗 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诗篇六十五章三节 就是我灵魂的哭号 罪灭胜了我 但是当默想神的永恒 想到他从未有过起源 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安慰和释放 也由此开始仰慕他的伟大和全能 在这种状况下 我静静地站着 为主自己的荣耀和完美而赞美他 虽然我是一个不圣洁的受造物 领悟这样一位永生 无限 全能 圣洁之神 令我的灵魂得着了安慰 七月三十日 周六 就在晚上搬进了我自己的房子 晚上在那里过夜 发现与之前在茅屋相比 独处更好 七月三十一日 主日 与过去那些天比起来 感觉安逸很多 感谢神给我一个可以灵修的地方 我会在那找到神 祂会与我同住直到永远 八月一日 周一 仍然为着进一步修缮我的房子而忙碌 感到了一点信仰的美好 并觉得跟随神即使经历无数的网罗 荒漠 甚至死亡本身 都是值得的 愿我一直追求圣洁 让自己完全向主 在个人祷告时 虽然非常悲伤 但也得着一些甜蜜 八月二日 周二 为了让自己住得更舒适一些 还在为着房子而劳碌 劳作时 心里仍然忧虑 在我看来 我理应被驱逐出这个世界 然而 在将我的事交托给神时 得到了一些安慰 我受苦 原是对我有益的 好让我向着这个世界 及其中 所有的一切死去 八月三日 周三 今天将大部分时间 花在了写作上 享受了一些信仰的感觉 借着神的美善 现在我可以独处 不被打扰了 与外界隔绝 很是安逸 较之以往一段时间 在刚过去的几天中 我对蜀天的事情 有了更多的感知 我渴望圣洁 谦卑和柔和 求神让我存敬畏的心 度我在世纪居的日子 并一直为他而活 八月四日 周四 一整天都得以多多地祷告 借着神的美意 发现灵里 对这职份有了一些热情 就像我过去那样 并有了一些能力 可以在我各样的祈求上 警醒不倦 我对迷人的属天之事 有了一些领悟 这也给了我 些许的勇气和决心 我发现 即使我不能坚持 不断地祷告 我的意思是长时间持续地向神倾心吐意 不断地尝试去祷告 也是好的 我发现 一般而言 我私下祷告的越多 我就越喜欢祷告 就越能从祷告的灵力获得享受 当出行或是不能单独灵修时 情况往往恰恰相反 在恰当的时间 及时并且规律地进行个人祷告 持续认真地改进 将每一小时都花在有益的劳动上 不论是体力的 脑力的或是心理的 这些都是获得属灵的平安 和到神面前的勇气的好方法 的确 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 通过他 我们敢于到神那里去 但没有得罪神的清洁的良心 是来到神面前 之前要做的一个很好的预备 自信和以自一讨自己喜悦 是有区别的 后者是我们从职份 成就或属灵的乐趣中所获得的 是属神的灵魂 有时会犯的错误 前者是由对清洁良心的见证 所生发出来的神圣信心 正直的西西家曾说 耶和华呀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那时 他所有的就是这种信心 圣洁的诗篇作者也曾说 我看中你的一切命令 就不至于羞愧 愿我们让神病为了神填满 我们所有的时间 这是让我们无论站起 还是躺下都有平安的方法 在随后的八天中 他多数时间都处于一种非常安逸的状态 用心专注于信仰之上 甜蜜地致力于信仰事工 他不止一次地感谢神赐给了他一幢 可以独居的小屋 远离喧嚣和打扰 享受美好的灵修 任何时间都可以放下所有的学习 花时间将他的灵魂举到神的面前 祈求属灵的祝福 8月13日 周六 在个人祷告时 得以在盼望和喜悦中将我的灵魂 举到神的面前 这对我的灵魂而言 的确是一段蒙福的时光 我体会到了做基督徒的安慰 并觉得今生所受的苦难 就是与在地上时的属天荣耀的喜乐相比 也不值一提 我所有过往的愁苦 仿佛都冰雪消融 我因为欢喜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在这样的时刻 灵魂以儿女般的柔情信赖 那永久的磐石 这是何等美好 它总不撇下 也不丢弃 并会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盼望其他人 也知道主是多么良善的一位神 我的灵魂就是对最仇视的敌人 都充满了温柔和爱 我期盼他们能够分享同样的怜悯 也愿意神按他所喜悦的来 对待我及其他一切事情 我感到非常严肃 沉静和平安 也受到鼓舞 无论前方路上有怎样的困难和试炼 只要我活着 我就会坚持不懈地追求圣洁 愿主常常帮助我这样行 阿们 阿们 8月14日 主日 在公开场合比在私下里 得到更多的自由 神让我能够凭一些属灵的感动讲话 但并未发现取得多大的果效 8月15日 周一 一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劳作 要收藏些东西 让我的马过冬 早上并未享受到很多的甜蜜 一整天身体都非常虚弱 觉得这个脆弱的躯体 很快就会归于尘土 有一些非常真切的感受 觉得正在快速进入另一个世界 在这种虚弱的身体状态下 我并未因缺乏适宜的食物而悲伤 我没有面包 也没法子弄到一些 我必须亲自去 或者派人去食 或15英里外才能得到 我所需要的全部面包 有时当我得到很大量面包时 我还没吃 它们就发霉或酸掉了 算起来已经有几天 我又没面包了 因为既没有机会派人去取 也不能到树丛中找到马自己去 这就是我现在的近况 但是借着神的美意 我吃了一些印第安食物 就是做了一些小饼 并肩了一下 然而 我对自己的环境很满意 甜蜜地顺服在神的面前 在祷告中 我享受到了极大的自由 为着我当下的近况 大大的称颂神 仿佛我已成了君王一样 并觉得自己 找到了一种在任何近况 都能知足的状态 愿宋暂归于神 这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的身体都非常虚弱 经历了很多疼痛 但他还要日复一日 辛苦劳作 好为马鸡去草料 那些时候 他病得过于严重 既不能工作 也不能学习 但他仍然提到 渴望圣洁 和能够完全有主的样式 他哀叹 基本享受不到神的同在 但他也说 这疗胜于无的与神的同在 比整个世界都要好 在他周六的日记中 他写到心里有些哀伤七策 并补充道 除了当我觉察我的灵魂 在追随神之时 我永远感受不到安逸 如果我不能成为圣洁 我注定要永远痛苦 八月二十一日 主日 在上午的操练中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我的思想像是被全部抛洒到了地极 中午 我俯伏在主的面前 为着我的卑劣 不结果子 死气沉沉而哀哼 觉得当自己以过去那种方式 对众多永恒的灵魂讲话时 我就是犯了谋杀灵魂的罪 下午 神开恩 给了我一些帮助 我得以向我的听众 臣民真正悔改的本质 极其必要性 之后 心里有些许感恩 傍晚 身体非常糟糕 浑身疼痛 我的灵魂为着自己 是被公办而哀痛 8月22日 周一 今天大部分时间在学习 发现自己恢复了几分体力 灵里有一些强烈 激动的愿望要追求圣洁 并且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完全是出于神的全能 我完全没有能力 获得或靠自己产生出来 对圣洁的爱和渴望 是以怎样的温柔 充满了我的灵魂呢 我想把自己抽离出来 献给神 或是宁愿更顺服他 但是 爱 我不能够让我在恩典里的身量 增加一轴啊 然而 我的灵魂永远不会放弃为之而奋斗 否则至少 我会为了不能为之奋斗而哀哭 以让心更清洁 晚上 我花了一些时间教导我可怜的百姓 愿神怜悯他们的灵魂 8月23日 周二 上午学习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 下午外出劳作 努力祷告 但心里没有太多甜蜜或热情 将近晚上 非常疲惫 也厌倦了这个悲惨的世界 死亡 死亡和永恒是那么诱人 甚至让我的灵魂振奋 这些诗句展现在了脑海中 带来了快乐 来吧 死亡 握个手 我愿亲吻你的受戴 对我而言 死亡就是幸福 什么 你认为我会退缩 我要进入永恒 完岛时 神开恩 就近我的灵魂 虽然我是那么罪恶和不配 得以与神 摔跤 不懈地为得着恩典而祈求 为着整个世界 朋友们和敌人们 我将我的灵魂倾倒而出 与其说我关心这些人的灵魂 不如说我关心基督的国度 愿他的国灵到这世界 让全地都知道 神是神 我的灵魂想到 以信仰的名义分门别派 就十分厌恶 愿神的真理 在每一个地方显明出来 愿神的这永远的荣耀 阿们 这的确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我觉得我尝到了一点点 为上面的世界工作 和享乐的真实滋味 愿我的灵魂与它更和谐 8月21日 周三 早上花了一些时间学习 和祷告 之后 外出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 入夜时分 抽空做了一些特别的研修 我想如果神说 停止为此生做任何安排 因为还有不多的几天 你就要进入永生 那么 我的灵魂就会高兴地跳起来 我情愿离世 与基督同在 同时 也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 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 但是 爱 我非常不配与天国的事 极其福祉有份 真是渴望更加圣洁 8月25日 周四 今天一部分时间用来学习 一部分时间外出干活 我发现若不仔细地管理时间 就不可能享受心里的平安和敬意 这的确是要效法神和基督耶稣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的主曾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愿意效法主 我们必须确保将为他花光时间 我每一天都渴望生活在完美的光和爱中 同时 我的灵魂也哀伤 因为自己在恩典上 以及为那个蒙福的世界所做的预备方面 几乎没什么进步 我看到也知道 在神的葡萄园中 我是多么不结果子的一株树 他可以公正地说 把他砍了 愿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 让我在恩典中更有活力和朝气 阿们 随后的两天中 他主要是在做一些必要的活计 这些劳作大大的 消耗了他的体力 在这几天里 他似乎更感到这个世界的虚空 并继续追求圣洁 灵里有了更多服侍神的火热 8月28日 主日 被几个无信仰的荷兰人纠缠 他们所有谈话的落脚点 都在属世的事物上 这对于我的心是个不小的锻炼 若是与这样的人一起度过永生 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地狱啊 还是大魏说得好 我看见奸恶的人 就甚憎恶 但是赞美神 任何不洁之物都不能进天国 我渴望那个世界的圣洁 主啊 请为了他而预备我 第二天 他启程去纽约 旅途的头两天 他有些沮丧 但也享受到了一些神真实的同在 8月31日 周三 骑马去了伯利恒 当我到那的时候 我处在庄严 平静的基督徒的状态中 有关永恒的事物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 我渴望处于属灵的世界中 若我们的全部思想都能沉浸在那个世界中 会是多么幸福啊 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严肃又谨慎的客旅 殷勤地寻找穿越他的道路 即通往属天的耶路撒冷的最佳 最稳妥的路 9月1日 周四 骑马去了丹博里 感觉灵力比昨天更迟钝和沮丧 的确 当神让我知道死亡和这个世界的事物 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的时候 我总是感觉到很安乐 无论何时 当我的思想转离这个世界 专注在神那里 我的灵魂就在那里得到安歇 他继续他的行程 在随后的那个周一到达了纽约 在那逗留了两三天 然后就向纽黑文进发 希望能赶上那里的毕业典礼 周五 他到了豪斯奈克 与此同时 他也在哀叹灵力的迟钝和缺乏信仰热情 然而 他一再提及在与基督徒朋友们交流时 享受到了灵力的温暖和甜蜜 在公共服饰中得到了帮助 九月十日 周六 骑行六英里 去了斯丹威治 并在那儿向很大一群人讲道 正到过程中 特别是快结束时 得到了一些帮助和自由 在之后的私下交流中 非常努力地劝导要将圣洁 谦卑 柔和等作为真正信仰的特征 并让一些过躁的人缓和了下来 在我看来 他们是被那看不见的灵力的骄傲驱使着 哎 人们倾向于进入怎样的极端啊 傍晚 回到豪斯奈克 感受到一些严肃和甜美的郑重 九月十一日 主日 下午 我已提多书三章八节的经文正道 这话是可信的 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 我觉得在这方面从未得到过神更多的帮助 描绘真正宗教的本相 清晰的识别 并柔和地反对虚假的虔诚外表 包括野伙般对派别的狂热 属灵的骄傲 武断自信的灵集其后果 及无知的心 傍晚 在私下交流中 费了很大力气去遏制我留意到 在他们中存在的一些混淆认识 九月十二日 周一 起码去了米尔斯先生在李普顿的家 有几个小时思绪颇为混乱 但今天有一部分时间感到非常的安逸 我觉得我们必定要经历极大的是 恋方可进入天国的门 只要我的灵魂能够圣洁 从而不让神的名蒙修 我认为我能够承受苦难 九月十三日 周二 骑马去了纽黑文 并未处于美好的状态中 有时会沮丧 在一个地方住下 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关于信仰的谈话 我发现虽然我里面各样的试炼很大 估计的生活又让他们得了更多的便利 在我灵魂最深的隐蔽之处落脚 扎根 但是独处剩余被吵嚷喧闹纠缠 我觉得当我到处游走 我就很难保持对属天事物的感受 新鲜事物会让我分神 各样挂虑和事物也占据了我的时间 一份安定规律的工作 对严格的信仰生活是最适合的 九月十四日 周三 本来在今天 我应该获得自己的学位 但是在神看来 我不适合得到它 我非常害怕在 看到我的同学们得到学位时 自己被困惑和一律击倒 但是神让我能够在冷静和顺服中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的确 借着神的美意 我心里一时体会到了久违的平静 沉着和安慰 长久以来 我害怕这一时刻的到来 觉得自己的谦卑 柔和 忍耐和顺服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然而我却得了丰富的喜乐和神圣的安慰 远超过我所期盼的 在与一位亲爱的基督徒朋友私下祷告时 感受到了灵里的庄严 柔和和爱 九月十五日 周四 当听到牧师们交谈时 得到了一些满足 听到虔诚和属灵的交谈 对我总是一种安慰 愿牧师们和百姓能够更属灵 更委身于神 入夜时分 在基督徒朋友们的建议下 我向院长和学院的理事们提交了书面反思 与我之前曾自愿提交给院长 并恳请他接受的那份在内容上是相同的 若有可能 我愿避免冒犯任何人 我所提交的内容如下 鉴于我曾经在几个人面前表示过 关于耶鲁学院的教师 惠特尔西先生 我不认为 他比我当时依靠的那张椅子 更有恩惠之心 我卑微地承认 在此事上 我得罪了神 所作之事与他话语之规则相悖 并伤害了惠特尔西先生 我没有权利如此放肆 且没有合理的理由的那样评价他的品格 我是对着一位远比我高尚的人说了此话 因着我与他在学院的关系 我本当对他特别地尊重和恭敬 由此 我的错误更加深重 我承认此种行为方式与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称 此事让我深感愧疚 与我应当向惠特尔西先生所表达的谦卑的尊敬不服 很久之前 我就以确信那些不安证明了我行为的错误 我常在悲哀中回想此事 针对我此行所犯的罪 我希望并愿意为此降悲 辅服在神和人的面前 千功地请求学院管理层和全校师生 特别是惠特尔西先生的原谅 鉴于有人指责我 针对尊敬的耶鲁学院院长曾说过 他对跟随坦南特先生去米尔福德的学生们进行罚款 我很奇怪他怎么没有因此而跌倒摔死之类的话 我郑重地宣告我不记得曾说过任何有这种含义的话 倘若我说过 我确定我未曾说过 我彻底谴责这种话 也厌恶一切类似的行径 特别是一个大学生对院长的此类行径 现在我要评判和谴责自己的另一行为 在被开除之前 虽然院长未准假 我仍去纽黑文参加了另一次聚会 对此 我卑微地请求院长的原谅 无论学院的管理层认为 是否有理由解除对我的校计处罚 是否许可给我我想要的殊荣 倘若他们认为恰当 我就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如上所坦白的一切事情 并为此认错 神识我愿意为着和睦的缘故 做任何符合真理 不办到他人的事情 为着这个原因 在某些情况下 尽管经过最周到和公正的调查后 我确信某些事是我的权利 但是我也愿意放弃 神给了我这样的一想 即若是有人伤害了我一百次 我也伤害了他一次 我就愿意真心实意谦卑地向他认错 跪下求他的原谅 哪怕这样一来他会认定他对我一切的伤害都是有道理的 并再次利用我谦卑地忏悔来诋毁我的品格 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 是的 哪怕他以此来羞辱我 说他早就知道这一切 我是在悔改等等 虽然我关于惠特尔西先生的言论 是私底下对一两个人说的 被人听到了一部分 转述给了院长 他随即逼迫我的朋友们供出了这些话 但是既然这些话已被公之于众 我愿意公开承认我的错误 但我相信神必会为我伸冤 第二天 他去了德比 然后去了邵斯伯里 在那儿过了安息日 他提及了一些属灵的安慰 但是也哀叹内心在信仰中 彷徨 不得安稳 9月19日 周一 下午骑马去了伯利恒 在那里讲道 在祷告和讲道中 都得到了一些帮助 我感到对全人类都怀有严肃 友善又慈悲的心 盼望在地上 圣洁能够更加风行 9月20日 周二 想启程回到我负责的印第安人那里去 但是入夜时分 牙突然疼得厉害 病冷得打寒颤 一整夜都暖和不起来 一整夜都很痛 早上高烧得厉害 几乎浑身疼痛 我感到神的良善 因他指定此地 在对我非常友善的朋友们中间 让我生病 若是我先回了自己在旷野中的家 我可能就已经死了 在那里 除了可怜 粗鲁 无知的印第安人 没有人与我交流 在这件事上 我领会到了苦难中的怜悯 我因此直到周五晚上 大多数时间都继续卧床 非常疼痛 但是借着神的美意 我并不惧怕死亡 那时 让我想起了那些愚蠢至极的人 他们一再拖延 不转回归向神 直到躺在了病床上 但这的确不是为永恒座预备的恰当时间啊 周五傍晚 我的疼痛在一定程度上突然地消失了 我极其虚弱 将近晕厥 但是随后在晚上感到非常安适 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诗篇 118章17节的经文 我必不至死 仍要存活 我心里常常思量 只是为了显明神的美善和恩典之功 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应该珍惜性命 自此之后 他逐渐康复 接下来的周二 就已经康复地可以启程回家了 但是直到又一个周二 他才到达考努密克 这期间大部分时间 看起来他对在这地上 一切事物的浮华和空虚 以及永恒事物的真实 临近和无比的重要性 有着非常真实深切的体会 10月4日 周二 今天起码回到了自己的家 和我的百姓中间 可怜的印第安人 看起来非常高兴 我回来 发现自己的房子 和所有物件安然无恙 我即刻跪下 为着自己安然返回 而感谢神 旅途曾是那么漫长乏味 我所到过的多个地方 都处于疫病时期 我自己也曾病倒 神借着再次保守我的行程 向我重申了祂的恩赐 自从去年这时候起 我多次长途旅行 而神连我的一根骨头 也不容折断 除了我在最近 这次旅程中的病痛 也没让任何凄惨的灾祸 降临在我身上 我曾多次在旷野中 经历寒冷和饥饿 得不到生活所需 数次在森林中迷路 有时不得不在夜间赶路 还有一次整晚 露宿在森林中 然而 感谢神 祂保守着我 在接下来十一天的日记中 他哀叹自己远离神 属灵的骄傲 败坏和极端的卑劣 有一次 他写道 他的心因为感到自己的玷污 而非常压抑 以至于他几乎没有脸面和胆量 去盼望神不会永远诅咒他 另一次 他说几乎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亦或不能品尝体会到 他的荣耀和崇高 这让他更愿意友善 温柔地对待那些瞎眼 感受不到神和神圣属天事物之人 十月十六日 主日 傍晚 神开恩 让我感受到自己的不配 但是 借着神的恩典 这更吸引我就近神 让我十分严肃 而非让我远离神 我独自隐退 自由自在地将我的灵魂倾倒给神 并在痛苦中发现 在圣洁的神面前 自己是如此不可言喻的罪恶和不配 尽管我的试炼巨大 但现在非常顺服于神对我的处置 无论我是否能够顺服 如果神允许法属 印第安人遇到我 拿走我的生命或是掳走我 我的灵魂在神里面 深深地顺服和安歇 以至于这类事情 能带来的刺痛和惊惧 仿佛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那个傍晚 在我到达印第安人那里后不久 正在教他们唱赞美诗的曲调时 我收到了一封斯托克布里奇的信钗 在安息日特意送来的一封信 这显得更为重要 信的内容如下 先生 我们刚刚收到斯托达德上校的通知 说有很大的风险 要与法国决裂 他也从我们尊敬的州长那里 得到了相同的信息 命令他要通知所有处于暴露地带的人们 让他们尽最大努力保护好自己 免受突然侵略 我们认为最好是直接送信到考努密课 好让你采取最谨慎的措施 保证在那里居住安全 在读到以上内容时 我觉得他来的正是时候 因为我的心仿佛固定在了神那里 因此我并没有多么吃惊 这个消息只是让我更加认真 告诉我绝不能因自己正在预备着的生活 所需而快乐 愿宋赞归于今晚给了我火热激情的神 10月17日 周一 对于神必起来 速速连续西安 升起一些盼望 当我对西安的繁荣有强烈的盼望时 我的心确确实实被更新了 愿我能看到西安成为这全地之喜乐的荣耀日子 的确 在这地上的世界中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看重的了 周二 他骑马去了斯托克布里奇 哀叹注意力被分散 并且几乎没有内在的生命 周三 他表达了对神圣事物的庄严感受 并盼望总是在神圣的属灵状态中 为神做工 10月20日 周四 今天对神圣之事几乎没有感受 唉 我之前的那么多时间 就浪费在几乎没有神童在的状态中了 在那些冗长乏味的日子里 我没有灵性 10月21日 周五 回到考努密克的家 很高兴独自在我的小农舍中向那位 在暗中查看 在旷野显现的神呼求 10月22日 周六 几乎感受不到与神的交通 这个世界就是一所乌云覆盖的黑暗宅邸 什么时候公义的日头 才能够永不止息地照耀我的灵魂呢 10月23日 主日 早上 因为盼望看到神的教会的荣耀日子 而心中生腾起一些慰藉的曙光 得以凭着一些勇气和盼望的力量 为这样荣耀的一天而祷告 上午 讲述天国的荣耀 下午 讲述地狱的痛苦 和下地狱的危险 一天两场讲道中 都得到了一些自由和温暖 我的百姓也非常专心 傍晚 两三个人 为着对他们灵魂的关心 来找我 我得以凭借一些真诚和盼望 与他们亲密交谈 愿神怜悯他们可怜的灵魂 这一整周 他将每一分钟都用在了服侍神上 置为勤奋地学习 祷告和教导印第安人 他时而表达灵魂对神的渴慕 对他国度扩张的盼望 以及对属灵的安慰和复兴的期盼 10月30日 主日 早上 在祷告中 享受到了一些灵魂的安稳 的确是美好又令人满足 得以将自己交托给神 顺服在他里面 中午 在读启示录第三章 特别是第11和12节时 我的灵魂得到振奋 我的灵魂渴望那蒙福的日子 那时我要住在神的殿中 并且必不再离开他亲密的同在 10月31日 周一 从我住的地方 骑行约15英里 去了金德虎克 骑马时 想到上面的世界里 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不会再失去他蒙福的同在 并能经历到比生命还美好的恩典 我就感到一些属天的甜蜜 我的灵魂被神级大地鼓舞 我能够以充沛的自由 将自己渴望更多恩典 和更加成圣的期望 倾倒给他 为着这祝福 我渴望得着更充分的预备 我也借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新 晚上回家 但是在晚间骑行的过程中 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11月1日 周二 身体非常不适 并且有时 我整张脸和牙齿都疼痛 不能长时间学习 也没得到很多属灵的安慰 哀哉 当身离去时 一切都没有了 关于创造 自然和恩典时代的 终结有一些美好的思想 但是却没能记下来 11月2日 周三 身体更加不适 一天大多数时间都非常疼痛 我没得着很大的安慰 基本上不能学习 在旷野中 完全一个人独处 但是感谢神 我没暴露在露天地 我有房子和各样用品 得以维系生活 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领悟了所有关乎时间和永恒的美好事物 都来自于神 傍晚 在祷告中 我的灵在一定程度上苏醒过来 我觉得神让我感受到了一些它的同在 11月3日 周四 将这一天从早到晚 都用来私下进食祷告 清晨 我在祷告中得到了一点点帮助 之后 读了先知以利亚的故事 《猎王记》上第17 18 19章 《猎王记》下第2 在探究那位神人的信心 热情和权柄时 我的灵魂被深深打动 她在祷告中是怎样与神摔跤啊 我的灵魂那时与以利沙一同哭喊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我渴望有更多的信心 我的灵魂追随着神 向祂祈求 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地感动我 更让我的灵得到神圣的更新和坚固的是 我明白神在以利亚的日子怎样 她今日仍然怎样 得以用更加深情 火热 谦卑 强烈和坚持不懈的方式 借着祷告 与神摔跤 更甚于过去几个月我所做的 对于神而言 没有什么事是难成的 对于我而言 没有什么事是过于巨大 而不能向他求的 数月以来 我曾完全丧失了能够成为器皿 在这个世界为神做任何特别事工的盼望 一个如此暧昧和卑劣的人 看起来完全不可能为神所用 但是在这一刻 神开恩重新点燃了这个希望 之后 从出埃及记第三章读起 一直到第二十章 在那些章节中发现了神更多的荣耀和威严 远超过我之前所领悟的 读经的同时 频繁地跪下 向神呼求摩西的信心和神圣荣耀的显现 特别是第三、四章和第十四、十五章的部分内容 对我的灵魂而言 其美好 易于言表 我的灵魂赞美神 它是那样满有恩典地向他古时的仆人们显现 第十五章 仿佛恰恰就是我的灵魂 在我得到那起初的安慰之时 当我借着一条 我从未期望过的路穿过红海之时 要向神说的话 我的灵魂那时在神里面是怎样的喜悦啊 现在 那些事情又鲜活生动地呈现在我的脑海中 当下 我的灵魂再次赞美神 因为在我几乎对生命绝望之时 他为我开了一条无法想象的路 使我不再惧怕埃及人 之后 读了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人生旅程 在看到他的信心之时 他怎样依赖神 怎样与神交通 在这世上又是怎样的一位客旅 我的灵魂融化了 此后 读了约瑟所受的苦难 以及神对他的恩赐 为着这些信心和忍耐的榜样感谢神 我的灵魂火热地祷告 得以为我自己 为基督徒朋友们 为神的教会激烈地与神摔跤 更加盼望看到神令人重生得救的大能 这比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盼望都更强烈 为着这段近时祷告的时光感谢神 愿他的恩赐常与我同在 愿他吸引我的灵魂就近他 11月4日 周四 骑马去了金德虎客 从我家骑行约20英里 到了哈德逊河边 办了些事情 傍晚时分返程回了自己家 我宁愿艰苦地骑马 让自己疲乏地回家 也不愿在那些根本不关心神的人 中间度过黄昏和夜晚 接下来的两天 他病得非常严重 浑身疼痛 可能是由于周四在一天疲惫地旅行后 又连夜骑马回家的缘故 但他似乎仍然勤奋做工 11月7日 周一 早上 在祷告中 神给予我一些特殊的帮助 我的心装严 专注且又饱含深情 对圣洁充满了火热的盼望 感到心里充满了温柔和爱 我各样的情感 仿佛都被溶解到了慈爱之中 傍晚 在祷告中 我得祥与早上相同的 令人安慰的帮助 我的灵魂可享神 并以儿女一般的自由 敬畏和勇气向他哭求 愿我完全地奉献并委身于神 随后的两天中 他哀叹身体的病痛 但更多的还是诉说 灵理不结果子 没有收获 11月10日 周四 今天独自进食祷告 早上 灵理非常迟钝 毫无生命 悲哀又沮丧 但是 一些时间之后 再读《猎王记下》第19章 特别是十四节集之后的经文时 我的灵魂受到感动和影响 我看到对于神受苦的孩子们而言 除了将他们的悲哀 带到神面前外 别无他路 西西加在他极大的哀伤中 道主的面前 沉迷他的苦楚 在那时 我得以看到神的大能和自己对那能力的无比需求 并得以热烈深情地向他哭喊 祈求他在我身上施行他的大能和恩典 之后 读了大魏遭受试炼的故事 探究了在试炼之下他的行动 他如何在神里面兼顾了他的手 借此 我的灵魂被吸引追随着神 得以向他呼求 依赖他并在竹里感到刚强 随后 研读到大魏经过试炼 在他里面形成了蒙神喜悦的品性 所有的苦读和复仇的欲望 似乎被完全拿走了 以至于他为敌人的死而哀痛 当读到这里 即撒姆尔记下 一章十七节和四章九节至全章结束时 我的灵被更新 得以赞美神 因为他也给了我一些这样的属天品性 我的灵魂白白地原谅并真心地爱我的敌人们 他的日记显示在这周剩余的日子中 以及在随后两周内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病得厉害 饱受疼痛 却仍要日夜拖着病区 辛苦疲惫地穿行于他所处的环境之中 将自己暴露在风暴和恶劣的气候里 在这段时间里 他时而提到灵魂离开去追随神 他的心在神里面的坚固 有时得到属天的甜蜜和安慰 他的心被怜悯的恩典感动 然而 他也多次抱怨里面毫无生命 缺乏恩典 远离神 属灵的果实极其匮乏 但是 日记也表明 日复一日 他都在持续地关注 不要浪费时间 却要为神而全面改善 十一日二十七日 主日 傍晚 读到一则关于一位 前程身世非常喜乐的死亡的记载 我深受感动 这仿佛以神的方法 振奋了我的灵魂 只要活着 我就要勇敢地致力于追求圣洁和舍己的生命 我将灵魂倾倒在神的面前 祈求他在此世上帮助 扶持我 那时 永恒似乎近了 我的灵魂喜乐 渴望与他相遇 我相信那天将会是个蒙福的日子 我暂时一切的劳苦都终结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 周一 傍晚 在那儿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祷告 十一月三十日 周三 继续印地安语地学习 但是身体非常虚弱不适 心里为这一天不结果子而不安 因为我几乎没为神做什么 晚上 在祷告中 得到了一些舒畅 若是有神的同在 即使一个牲口棚 或是马厩 树梨 或是任何其他地方 都确确实实 能够让人心满意足 最近 有时我对于西安兴旺的盼望 比夏天更甚 我的灵魂 好像信赖神会向他的子民传扬他的救恩 并会使西安成为全地的喜悦 主的慈爱和其宝贵 有时 想到神已经为他的教会所成就的 以及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神的救恩 我的灵魂在里面就为这充满生命的思想而欢喜跳跃 只有这些话 神儿女属灵的交谈 以及罪人对通向西安之路的问询 我们当怎样行 才让听到的人感到甜蜜 愿我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蒙福大功 12月1日 周四 早上和傍晚 在祷告中 我都享受到了一些灵魂的热切 渴望基督国度在世上的扩张 最近 我的灵魂似乎在等待神赐福给西安 愿信仰能强有力的复兴 12月2日 周五 同昨天一样 身体不是很舒服 心里也没有多少热情 若是马车的轮子在任何时候都能轻快地转动该多好啊 然而 只走了不远 他们很快又变得沉重了 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 我就飞去 远离罪和败坏 并在神的里面得享安息 12月3日 周六 起码返回我的房子和百姓那里 极度的严寒冻得我不行 我相信不久我就会安全地到达我旅途的终点 在那儿 我各样的劳苦都会止息 12月4日 主日 几乎感受不到神圣属天的事 我的灵魂为我里面的荒芜而悲哀 灵里的死寂是何其悲哀 12月5日 周一 骑马去斯托克布里奇 极度的寒冷几乎打败了我 在路上 有一些振奋精神的默想 但是一天大多数时间里 没接果子 恍惚 又毫无生气 我的日子就这样溜走了 却几乎没有为神做点什么 这就是我的重担 12月6日 周二 在看到任性的基督徒的虚荣和轻浮时 感到困惑 傍晚 与一位基督徒朋友在一起 他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对我属灵的征战感同身受 因为找到了人可以交流里面的试炼 而略有振奋 12月7日 周三 傍晚在一团乱麻中度过 而且今晚我的懒散是有罪的 当我没有为神做工的心思和意志 且职责压在肩头时 我为自己的疏忽和未能善用时间而感到罪疚 毫无疑问 我应当以我最大的力量和能力 投身于我的工作和事业中 12月8日 周四 我的注意力被各样不同的情感所分散 我仿佛仓皇间令人惊异地远离神 并在世上环顾 要看看是否从中真的得不到幸福 神和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 仿佛分别向我的心和情感发出邀请 我的灵魂好像脚踩两只船 很长时间以来 我不曾如此被这个世界困扰 并且就某些事而言 我认为自己几乎已经向他们死了 但是就在我盼望 以这地上的一些事物取悦自己时 罪恶感 悲哀和困惑 与这欲念的最初动机一起出现 的确 在这个世界上 我看不到愉快和幸福的现象 就如我过去常常经历的那样 为着我习惯性地向世界死而感谢神 我找不到平安 不能从凡乱困惑的心境中被释放出来 直到我找到通往施恩宝座的路径 当我有一点点感受到神圣和属天的事物时 世界的诱惑马上消失了 并且我的心向着神坚固 但是我的灵魂为着我的愚蠢而悲哀 因为除神以外 我不当眷恋任何其他的快乐 愿神饶恕我灵里的偶像崇拜 随后的十三天中 他仍旧非常关心如何善加利用宝贵的时间 有许多次表达了对未能更好的利用时间的悲哀 例如 当我的思想徘徊于浮华之势时 我感到多么痛苦啊 若我总是为神而忙碌 我当会愉快 我是怎样一个不堪的人啊 他也提及了感到自己内心不结果子 因思想不集中而觉得混乱 渴望从罪的本性中被释放 为时间的流逝 且未能为神做些什么而悲哀 等等 他为这些事感到心痛 周二 十二月二十日 他提到一些关心属灵之事的人 到考努密克拜访了他 十二月二十二日 周四 将这一天单单用来进食祷告 以及研读神话语中 关于他儿女经受试炼 并得释放的记载 我确信受到了一些信心的操练 以及在领悟神的大能 恩典和圣洁方面的操练 并也认识到神是不改变的神 他现在仍于古时搭救他的众圣徒 脱离巨大苦难时一样 在为神的教会和百姓祷告时 我的灵魂大大宽广 愿西安成为全地的喜悦 耐心地等候神远胜于 把信心放在这世上的任何世上 我的灵啊 你当等候依和华 因为你的拯救从他而来 十二月二十三日 周五 感到在信仰中的勇气和决心 比其他一些时候更多了一点 十二月二十四日 周六 今天在祷告中 得到了一些帮助 并渴望成圣 特别是在晚上 感到自己的软弱和灵里的无能为力 非常清楚地看到 若是满有丰盛怜悯的神 没有扶持我灵 保佑我不遭患难 我就会陷入最终 愿神以他乐意的灵扶持我 并在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我免去我的试炼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主日 早上 在对自己属灵的软弱和不能胜任任何职责的感触中 窃窃地祷告 在向印第安人讲道时 神给了我一些帮助 特别是下午 能够讲的不同寻常的直白 自由和真挚 感谢神赐帮助给如此不配的一个人 之后 有些感恩 但仍感到不结果子 傍晚 花了些时间 与一两个关心灵魂的人在一起 劝导他们尽本分 十二月二十六日 周一 起码去了斯托克布里奇 在旅途中经历了极大的困难 跌进河里 浑身湿透 并暴露在寒风中 因此非常疲惫 白天和傍晚 荒废了 对神圣和属天之事 没有太多感觉 反而感到醉疚 悲哀 并因为思维涣散恍惚 而一团乱马 十二月二十七日 周二 傍晚 在个人祷告时 得到了一点温暖 但是 爱 几乎没有属灵的生命 也因此没有什么安慰 这取死之躯的压力呀 十二月二十八日 周三 骑行大约六英里 去参加霍普金斯先生的案例仪式 在庄严肃穆之中 我感到作为基督的牧师 工作的伟大和重要 因而 有一些感动 之后 为所看到的大众的虚荣 而悲哀 傍晚 与一些基督徒朋友们 待了一会儿 多少有些满足 但是大多数时间 我更情愿独处 十二月二十九日 周四 这一天主要用于 和朋友们交通 然而 没得到什么满足 因为我发现几乎 没有人愿意聊神圣 属天的事情 哎 这个世界知识 又能够为灵魂的满足 提供些什么呢 将近晚上 我回到斯托克布里奇 私下里 我感谢神让我能够单独灵修 而不是一直暴露在属世的同伴和谈话之中 但愿我能够住在神面前的隐秘处 十二月三十日 周五 傍晚 处于一种庄严静前的状态中 惊奇世界以及它一切的魅力 竟然对我只有极小的吸引 愿我总是能意识到神的本体和圣洁 十二月三十一日 周六 起码从斯托克布里奇回家 空气清新宁静 但是与我之前感到的一样冷 或者是差不多的冷 极端的天气 让我面临着很大的死亡风险 在路上 得以做了很多默想 1744年1月1日 主日 早上 在祷告中得到了一点帮助 看到自己是如此卑劣和不配 以至于当我去讲道时 我不能直面我的会众 我的卑鄙 愚蠢 无知和里面的玷污啊 傍晚 在祷告中得到了一些帮助 让侍奉变得很愉快 而不是负担 反思过去一年终神对我的恩慈 真的 虽然神让我经历了许多悲哀 但祂是以美善和恩典待我 现在我想起来 祂慷慨地供应我 在过去的15个月中 祂让我能够捐出100磅新英格兰臂 用于慈善 感谢主 到目前为止 祂用我做管家 去分配一部分祂的财物 愿我一直牢记 凡我所有的都来自于神 感谢主 在过去一年中 祂带我经历了各样的劳苦 疲乏和困难 以及属灵的悲哀 和与之相伴的征战 我愿与神一起开启这一年 并为着祂的荣耀 而将时间完全赋上 无论生死 1月2日 周一 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 和属灵的软弱 有些感触 不是别的 是神的大能 让我远离一切形式的邪恶 我知道 我什么都不是 若没有从上面来的帮助 我什么都做不了 感谢神圣的恩典 傍晚 在祷告中 灵里有一些热情 并渴望神做我的向导和保卫 1月3日 周二 今天大多数时间都忙于写作 也在其他必要的事物上 花了一些时间 但是 我的时间这么快就流逝了 当我回想并检视自己 几乎什么都没做的时候 不禁震惊 我独处的状态 并没有让时间非常难熬 能够有这样的灵修 这是怎样值得感恩的室友啊 我发现当我外出且不能像我当作的那样 花时间灵修 与信徒交通 并认真默想时 我就没有 而且仿佛也不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 在我必须离开家 去学习印第安语的那几周里 大部分时间都一团糟 不结果子 没有品尝到多少神圣之事的美好滋味 因为缺乏更频繁和持续的灵修 我感觉自己在施恩宝座前 是一个陌生人 当我回到家 投身于默想 进食和祷告时 新的景象在我心中打开 我的灵魂渴望克己 舍己 谦卑 并与所有属世知识分离 这个傍晚 在祷告和默想中 我的心有了点温暖和热忱 以至于我不愿沉沉睡去 继续这些操练 直至将近午夜 1月4日 周三 今天大部分时间 都处于一种顺服和克制的状态中 时光如白居过细 生命如水蒸腾 一切的享乐犹如虚空的气泡 随风而逝 1月5日 周四 对自己的不配有一种卑微 压抑的感觉 对自己内心败坏的认识 让我的灵魂充满了苦涩和悲伤 就像在千斤重担之下 随时会沉沦 在这种状态中 我度过了傍晚 直至深夜 在祷告中 有些火热和激动 1月6日 周五 因为感受并考虑到自己极端的虚弱 缺乏恩典 灵魂的玷污 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危险试探 我将这一天分别出来 进食祷告 从昨晚到今晚 既不吃也不喝 只是祈求神怜悯我 我的灵魂 强烈地盼望 其罪的污点和痕迹 能够被洗刷干净 从一些事上看到了神的大能 祂的丰富 我的灵魂 似乎在祂的能力和恩典上安歇 渴望顺服祂的旨意 摒弃对这地上一切事物的欲望 我的心紧紧地专注在神圣的事情之上 我要过一个课己 时刻警醒 舍己 严肃 敬虔的一生 这样的决心强烈 而且坚定 我的盼望火热又强烈 我的良心柔和 害怕每一样邪恶的表现 在回想到往昔的轻率和缺乏对神的顺服之时 我的灵魂哀伤 我庄严地重申了将自己委身于神的誓言 并渴望神赐我恩典 让我能一直履行与祂的约定 时光貌似非常短暂 永恒尽了 显赫的名声 无论今世或是来生 与所有地上的享乐和利益一样 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气泡 一个骗人的美梦 1月7日 周六 以全然为神病一辈子刻己的坚定决心 严肃地度过了今天 仔细学习 直到我感觉体力耗尽 感到在一定程度上对神的顺服 静静接受祂的安排 为着在自己体力耗尽之前 为能为神做什么而感到哀伤 傍晚 虽然疲惫 但仍得以横切祷告了一段时间 花时间读经 默想 祷告 直至深夜 悲哀地想到自己 不能够整晚 警醒祷告 但是 感谢神 尽管这地上的祷告呆滞 但是天堂是一个灵修永不止息的地方 接下来六天中的每一天 无一例外 他都继续处于相同的喜乐状态中 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同样的沉着 冷静 顺服 强烈的盼望 以及灵力甜蜜的火热 他将这一周的周四分别出来 独自进食祷告 1月14日 周六 这个早上在祷告中 享受到了最为庄严的一刻 我的灵魂好像被扩张 并帮助他自己倾倒在神的面前 祈求恩典和每一个我想要的祝福 为自己 为我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 也为神的教诲 我也得以看到那位人眼所不能见的 我的灵魂安息在他那里 请他成就我按他旨意的应许所求的每一件事 在那时 横切祷告就是我的喜乐 得以持续祷告近一个小时 我的灵魂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在主里刚强 极其渴望像天使一般的神圣和纯洁 并期望在任何时间 都将我一切的思想 倾注于神圣和属天的事物 神圣的品性是何等蒙福啊 能够感受到一些人类 最初被造实的正直操行 是何等不可言喻的祝福啊 今天在祷告中多次感受到类似的神圣帮助 为了我自己和他的息安 我的灵魂仰赖神 信靠神圣的大能和恩典 相信他会为着他自己的荣耀 向他在地上的教会行光辉奇事 随后的一天 他提到曾几次瞥见神圣的荣耀 以及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守着他的决心 但也抱怨他无法亲近神 他好像被恐惧颤精充满 唯恐再回到虚无的生活中 以着地上世界的一些享乐取悦自己 他也提及感到非常不安病 感到罪疚 因为他对那些永恒的灵魂讲话时 不再热情盼望他们得救 周一 他骑马去了斯托克布里奇 极度的严寒让他感到痛苦 1月23日 周一 我觉得在各个方面 从未感到像现在这样顺服神 或是向着世界死得如此彻底 向着在此生或死后 得着美名和称赞的一切愿望死了 圣洁 谦卑 向着这个世界钉上十字架 就是我全部的盼望 1月24日 周二 将近中午时 骑马去了迦南 傍晚 出乎我的意料 一大群人来访 我得以与他们就神圣之事 进行了有益的交谈 竭尽全力地描述了寻常的自爱 和不合理的自爱之间的差异 一种包含了对神的至高无上的爱 但另一种则没有 前者与神的荣耀和灵魂的喜乐联合 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但是后者拆散和离间神的荣耀和人的快乐之间的关系 寻求后者就会忽视前者 以两性之间真正的爱为例做了说明 这种爱有别于那种仅凭借理性的辩论 或是对自身利益的期盼 而对别人产生出来的爱 爱是美好的情感 心中有爱就会有快乐 然而 真正的爱不是也不可能 是为了快乐本身而倾注在任何对象身上 周三 他骑马去了谢菲尔德 第二天去了斯托克布里奇 周六尽管寒冷且有暴风雨 仍回了考努密克的家 紧随这行程而来的是疾病和疼痛 根据他的日记显示 他利用骑马的时间 做有意的默想 并将他的心向神举起 他提及了得帮助 安慰和振奋 但是仍然哀叹 自己没结果子等 在随后五天的日记中 充满了最沉重 苦涩的哀叹 他为着自己毫无生气的内心状态 和堕怠的精神 充满羞愧 恨恶自己 又述说自己处于混乱和极端的状态中 并且他发现自己心里运行着败坏 因而看自己在神面前是无法言喻的卑劣和罪恶 2月2日 周四 这一天用来进食 祷告 寻求神的同在和帮助 期盼他能够让我战胜我一切的败坏和属灵的敌人 2月3日 周五 与最近这段时间相比 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和安慰 忙于默想由敬虔心灵的各种力量和情感所发出的不同低语 操练神给我的各种各样的旨意 这样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 只能默想和记录下来 我盼望今天主给我一些对神圣知识的真实体会 但是里面存留的败坏是何其巨大又顽固啊 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 唯独神让我们的信心创始成中 即成圣的整个过程和其中的每个部分 在我里面所能发现的每一个良善的言语 工作 思想 都是他能力和恩典的果效 以最严格的意义而言 就是离了他 我就不能做什么 他在我们里面做工 让我们愿意照他自己的美意行 而没有任何其他动机 若不是神时刻保守我们 我们就成了有人形的恶魔 然而人们却总是谈论人的能力和良善 这是何等令人惊奇啊 这是我自己苦涩的经历 过去的数天让我十分清楚地了解了自己 2月4日 周六 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灵力的振奋 能够借着一些热忱祷告 因为盼望着西安的繁荣 我的信心和希望仿佛抓住了神 要让我所祈求的能够实现 我自己成圣 神所拣选的人收聚拢来 就是我所有的愿望 盼望这些愿望成就 乃是我全部的喜乐 2月5日 主日 得以在一定程度上 在神里面安歇 并靠赖他 较之我必要的饮食 更珍惜他的同在 以及贴见他面光的荣耀 上周经历了软弱 试探和与主隔离的感觉后 我觉得自己有些像参孙 头发又开始生长出来 比起过去几周 得以更充满生命和热心地 向我的百姓讲道 2月6日 周一 早上 我的灵魂再次在神那里得到刚强 在祷告中体会到一些甜蜜的宁静 特别盼望完全摒弃感官和骄傲的欲望 渴望在任何时候都顺服于神的旨意 就如同我当下借着恩典所感受到的一样 除非神愿意 我并不渴望脱离与我所处环境相伴的任何困难 这种品性多么令人感到轻松 这一天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研读神的话语 写作和祷告上 在这一天的祷告中 一再频繁地享受到了安慰和灵力的火热 傍晚 花了一些时间私下里与我的百姓交谈 之后在个人祷告中感到了一些温暖 2月7日周二 非常专注且甜蜜的默想敬前人 在追求他们所热爱的目标时的力量和爱心 写了一些关于表述属灵直觉的本地语言的东西 这些话听来就是柔声细语 说的是现在感受并品尝道主是满有恩典的 它就是那至高无上的美善 是唯一让灵魂的满足的喜乐 它是完备 充足且全能的福分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了这个福分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感到讨它 喜悦 并成为它期望我所成为的样式 那就是天堂 愿我的灵魂成为圣洁 因为它是圣洁的 愿我的灵魂纯洁 就因为基督是纯洁的 愿它完全 因为我在天国的父是完全的 我觉得这些就是神话语中最美好的旨意 包括了其他的一切 我当违背他们吗 我必须违背他们吗 难道只要我活在这个世上 我就必然要违背他们吗 我的灵魂啊 哀哉 我有祸了 我是个罪人 因为我如今 必定是得罪了这位 有无限美善和恩典的 可称颂之神 并伤了他的心 我以为 倘若他为着我的罪而惩罚我 我的心就不会因为冒犯他 而受伤如此之身 但是 即便是我一再犯罪 而他却一再将他恩此赐给我 我认为 我能够承受任何苦难 但是我又如何能有损 这位可称颂之神的美名 并让他伤心呢 我如何才能向他表达出 成千上万倍更多的尊崇呢 我当作什么来荣耀和敬拜 这位所有存在中最好的一位呢 我愿将我自己 我的灵魂和身体 献给他的事工 直到永远 我愿将自己完全献给他 绝不为自己保留一分一毫 也不要有任何不完全 与他一致的意志或情感 但是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我发现自己不能如此 完全地位身于神 我不能活着又不犯罪 你们 众天使 你们能总是荣耀他 并且如有可能 将自己俯伏降碑在这位 可称颂的天国之王面前吗 我渴望与你们一起来 如有可能 去帮助你们 当我们完成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直至永恒 我们都不能够奉上 这位荣耀之神 所当得之崇敬的万分之一 这一天大多数时间 特别是傍晚 乃至整个晚上 都感觉到有一些属灵 敬虔和顺服 并摒弃了对这个世界的欲望 感谢神 他让我能够为了他自己而爱他 2月8日 周三 今天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一种轻松的属灵状态中 尽管仍感觉到灵里的荒芜 并无法安歇 我发现当紧张热烈地投入神的事工之时 身体和心灵都很快就感到疲惫 愿我能够像众天使那样 可以有永不止息的属灵热情并奉献不已 2月9日 周四 将这一天专门用来进食祷告 祈求神将他的祝福和恩典赐给我 特别是让我能够向着这个世界过客气的生活 并有顺服和忍耐的心 在祷告中 几次真实地感受到了神的大能和美善 并得以将对自己、朋友们和西安的负担交托于神的美善和恩典之上 但是 总体而言 与最近在相同境况下 我的一般状态相比 感到了更干涸、贫瘠 2月10日 周五 今天大多数时间都因为意识到自己往昔的愚蠢和现今灵里的荒芜和冷漠 就羞愧、悲伤和惶恐 进而感到非常之压抑 当神将我过去的不当行为 特别是那些显明被误导之狂热的凭证 呈现在我面前之时 我的灵魂就陷入了羞耻和困惑之中 就是树叶摇曳 都让我惶惶不安 我的惶恐就如同耶利米先知在 耶利米书二十章十节所哀诉的那样 我没有羊起脸的信心 即使是在我同类的蠕虫面前 也不敢 只有当我信赖神 并发现基督美好的品性时 谦卑、庄严、客气和顺服的灵才会活在我里面 傍晚 在向神倾诉我的苦衷之时 我的灵被意想不到地更新了 我的羞耻和不安不见了 反而在神里得享美好的安然静默 2月11日 周六 与昨天的感受非常相似 几乎没有感觉到与神的交通 2月12日 主日 我的灵魂仿佛在向神清新吐一 并安歇在了他那里 在祷告中 灵魂仿佛离开 去追随神 上午在讲道时享受了一些神圣的帮助 但是下午因为羞愧等原因变得更加混乱 之后在祷告中得到一些释放 作为一个软弱、痛苦而又遭鄙视的受造物 喜欢将自己投靠在有着无尽恩典和美善的神那里 单单期盼从他那里来的快乐 2月13日 周一 早上灵休时 沉稳安静 我的灵魂好像倚靠着神 骑马去了斯托克布里奇 路上有一些惬意的默想 品尝到了鼠天的祝福 比我过去数月所享受的 更加令人振奋 最近我多次感受到了与以往一样火热的对圣洁的渴望 但是却没有感受到那么多 有鼠天的事工和享受所带来的无法言表的快乐和美好 我的灵魂渴望离世 去与众天使一同承担天国的侍奉 我的灵魂说 夫子 我们在这里真好 与其失去这些鼠天的快乐滋味 还不如去死 第二天 对神圣事物的感触继续与他相伴 只是程度略有减轻 周三 他听到的一些言论 令他落在哀伤忧郁之中 其形势与他之前出道考努密克时所经历的悲伤类似 这种影响貌似在随后的六天中 或多或少一直存续着 二月二十二日 周三 早上 感到自己的本性极其败坏 这感觉如此之清晰 与我此前曾感受到的一样 我看自己是无法言表的肮脏和令人憎恶 儿童时期的罪 少年时期的罪 以及那些我多年未曾想起过的蠢形 就如我所记得的 当下都一起在我的眼前复活 以最令人厌恶的鲜活形象呈现出来 仿佛是昨天才犯下的 他们看起来要比我的头发还要多 是的 他们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 傍晚 信心之手似乎在神里得到坚固 我的灵魂好像在他里面安歇静默 在读诗篇第一百二十五篇时 好像在重担之下 得到了支撑 并发现依靠神是美好且轻松的 二月二十三日 周四 停烦地祷告 并享受到了一些帮助 在天上有一位神 他按每一同管万有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即使在目前的悲伤中 这就是我灵魂的安慰 傍晚 在为自己 朋友和神的教会祷告时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 二月二十四日 周五 因为未能改善对时间的利用 而感到非常不安和混乱 看到时间流逝而悲哀 体会到了最大的紧迫感 似乎每一件事都应该做 然而 又什么都做不了 只会忧伤哀叹 为了自己的无知 不接果子 卑鄙 自己行为和思想的愚蠢 过去一些境况中的骄傲和苦毒 所有这些现在生动的呈现在我眼前 让我充满了羞愧 在此压力之下 我无法安定心思 去做任何有益的研修 我判断 我判断之所以我没法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 是由于我在努力囤积之事 以期自我满足 我知道 为了公共服事而学习 并让自己达到力所能及的最好资质 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 这也是我的悲哀所在 我自然而然地学习 预备 是为了将所学的浪费在我骄傲和自负的私欲上 在随后的六天中 他继续处于非常类似的状态中 为着不能改善对时间的利用而不安 因为感到卑劣和无用而承受精神压力等等 他肩或在顺服性靠神时 也得想平静和安稳 3月2日 周五 今天大多数时间都忙着写关于一个属灵主题的文章 频繁的祷告 并享受到了一些小小的帮助 不过在傍晚 神开恩 在祷告中 特别是在带祷的时候 赐给了我神圣的甜蜜 我想我从未对我有理由认为是我仇敌的人们 虽然在那时 我总把人往最好的地方想 几乎不知道如何想象人心里会有仇恨和敌对这样的事 仿佛全世界都是朋友 感到如此充沛的人词和有爱 即使为自己或最亲爱的朋友祷告时 都从未比现在为我的敌人祷告这样 有更多的自由和快乐 3月3日 周六 早上 以极大的热情和自由 怀着对人类最柔软温和的情感祷告 我觉得是花了一个小时 我盼望那些我有理由认为 对我存有敌意的人们最终能够幸福 无论他们在地上曾多么深的伤害过我 但想到在天堂见到他们 我的灵就振奋 不再为了和解并对他们操练有爱和仁慈 而坚持要他们认错 以友好 原谅 仁慈之爱去爱整个世界 感受到我们灵魂的沉静 柔和 谦卑 避免任何恶意的揣测和猜测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对任何人怀有恶意 对那些以不同的眼光看待 我们的人怀有单纯 开放和自由之心 所有这些本身就是天国的象征 祷告对我而言是如此美好的操练 除非我失掉了祷告的灵 否则 我不知道当如何停止 因为这祷告的享受 我茶饭不思 只想帮助改进我的本性 让自己胜任神圣的施工 若是不在恩典宝座前 特别提到许多亲爱的朋友 我的心就不能满足 同样 也为许多人所处特殊的情形 但凡我知道的 代祷 三月四日 主日 早上祷告时 享受到了与昨天早上 类似的热情 只是程度不是那样强烈 感受到了与那时同样的 有爱之灵 对众人的仁慈 宽恕 谦卑 顺服 向今世克己 以及心灵的沉静 我的灵魂在神里面安息 我发现我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朋友或避难所 当我的灵魂如此信靠神时 所有的一切 就连地上的石头 仿佛都与我和平相处 但是当我不能理解并信靠神时 所有的一切都显示出一幅不同的面貌 在随后的四天中 他哀叹自己不接果子 对神缺乏神圣的信心 愚蠢 思想散漫等等 并提及因为意识到自己极端的卑鄙 往日的愚蠢 以及现今仍在作祟的败坏 而感到内心压抑 周五 他仿佛很大程度上 恢复到了类似上周六 他所享受到的那种良好状态 三月十日 周六 早上 感到像这个世界 及其中所有的享乐 都完全死了 我想只要蒙照放弃生命 和其中一切舒适的呼召 我会极客乐意照办 不过 我的生活几乎跟以前一样舒适 现在 生命本身仿佛 就是一个虚空的气泡 财富 荣誉和生活中的普遍享乐 都显得非常乏味 我渴望向着 这个地上世界的一切 永远彻底地定在基督的十字架上 我的灵魂 在各方面都甜蜜地 顺服于神对我的安排 我看到 他为我安排的都是最好的 我相信即使我行过死因的幽谷 神也永远不会离开我 圣洁 为主而活 并为主 而死就是我的饮食 我觉得 那时我享受到了 那样一个天堂 远胜于为重生之人 构想出的最崇高伟大之地 甚至无法言表地超越了 我另一时的任何设想 我毫不奇怪 彼得在被这样蜀天的荣耀振奋更新之时 会说 夫子 我们在这里 真好 在带导时 我的灵魂充满了爱和温柔 特别是对那些我认识的 敬虔可贵的牧者 充满着最美好的情感 热切地为亲爱的信徒 为那些 我有理由担心 是我仇敌的人祷告 即使对世上最卑劣的人 也未发出苦毒的言语 或抱有愤恨的想法 感觉到自己极大的不配 当我想到他愿意 让他的孩子们爱我 并接受我做他们的弟兄和同胞时 我的灵魂仿佛呼吸着爱 并再次赞美神 当我想到 他们会以那种方式对待我 我情愿俯伏在他们的脚下 也想不出可以用什么方式 来表达我对他们真挚质朴的爱 和使他们远远超过自己的尊敬之情 入夜时分 非常哀伤 看自己仿佛是最败坏的受造物 不能祷告 不能默想 也不敢想要在这个世界面前抬起头来 晚上在祷告中获得一些释放 但是渴望像任何一个曾看到我过去不当行为的人 特别是像那些看到我在宗教狂热时期的作为的人 跪下 祈求他们的原谅 之后 心绪颇为混乱 因此未能安静入睡 3月11日 主日 早上祷告时 我的灵魂在神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坚固 因此 我从恐惧颤惊和悲伤中得了释放 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撒肿的比喻 向我的百姓讲道 在一天两次讲道中都得到了一些帮助 在向我可怜的百姓讲道时 有一些自由 爱心和热情 盼望神抓住他们的心 让他们的灵活过来 的确 我有那么多要对他们说的 我不知道当如何停止讲道 3月12日 周一 早上 处于一种虔诚 温柔和有爱的状态中 我认为是得以借着像小孩子一样的灵 以顺服 沉静和坚持不懈的心 向神呼喊祈求 我的灵充满了平静和对人类的爱 盼望全地都平安 一想到宗教上那种激烈 愤慨和放纵的狂热 就感到悲哀 为过去在这方面的蠢行而哀痛 我的灵魂养赖神的力量和恩典 好让我足以承受未来的工作和考验 这一天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劳作上 为我计划的行程做准备 3月13日 周二 有时感到我的灵魂离开去追随神 但并未伴有我盼望的那种火热 傍晚 得以恒切祷告了相当长的时间 特别是为了我计划明天起行的旅程 祈求神的许可 无论我的事工将我带到哪里 愿在每一个地方神的同在都临到我 并也特别提到了一些试炼和诱惑 我意识到在某些地方 这些试炼和诱惑对我的攻击会更大 当这样祷告时 我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热情 并得到了坚固和安慰 虽然我早已非常疲惫 的确 主的喜乐就是力量和生命 3月14日 周三 继续祈求神的同在临到我计划 去的每一个地方 这样祷告时 享受到了一些灵力的热情 祈求主不要让我在一处又一处的地方 因为亲爱的朋友和熟人的相伴 而过于欣喜和享乐 将近十点时 踏上了行程 入夜时分 到了斯托克布里奇 3月15日 周四 骑马去了谢菲尔德 在那儿 我遇到了一位长岛东汉普顿来的信使 那个大阵投票一致决定 派他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定居 此前我曾多次被他们邀请过 关于什么才是我的职份所在 我似乎比以前更迷惑了 当听到那个地方所经历的极大困难时 我非常关切和伤心 感到有意愿同意他们的邀请 但是不知道当做什么 只有尽力将这件事交托给神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 因为下雨 受到影响 他只是到了索尔兹伯里 当他到那的时候 身体极不舒服 但他提到在那几天中 与基督徒朋友们有着惬意和有意的交通 3月18日 主日 非常虚弱和眩晕 几乎不能走路 但是神开恩 在讲道时 给予了我极大的自由 热情和明晰 在对罪人讲道时 我已经很多个月 未曾得到类似这样的帮助了 在这儿 另一个信使找到我 并通告了另一地方会众的投票结果 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去 适用期过后 就可定居在那儿 出于关切 内心受到一些压力和负担的烦扰 愿神打发忠心的工人 出去收他的庄稼 此后 他向着纽约和新泽西继续出发 途中 他的身体极端不适 形成非常缓慢 然而 因为朋友们强烈要求 沿途他数次讲道 在讲道中 得到了很大帮助 他提到在与基督徒朋友们的交谈中 不时得到安慰 也提及了内心和操练中经历的各种情况 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在旅程中 神对他内心的影响 但是他也哀叹他所担心的几件事情 即他属灵生活质量的下降 由于他不断从一地到另一地地游走 信仰中的活力在衰退 并且缺乏单独的灵修 他也痛苦地述说了他的不配和灵力的死迹 3月28日 周三 他到达了纽约 并在随后的周六去了伊丽沙白镇 他好像一直在那等着 直到委员们聚集齐了 4月5日 周四 再次受到身体虚弱和头痛的困扰 陪同委员们开会 尽管之前 曾有一项去城邀我前往的东汉普顿 但下定决心 若是神允许 将继续对印第安人的施工 此后 他在新泽西继续停留了两三天 病得非常厉害 然后 回了纽约 并从那儿去了新英格兰 继而在4月14日到了他的家乡哈达姆 他仍在痛苦地诉说 缺乏单独的灵修 当他在纽约时 他如此说 这个世界的愉悦安慰不了我 若是神不赐予他的同在 这个城市的欢乐又与我何干 在神那里甜蜜的灵修一个小时 远胜于整个世界 他仍旧在哀叹他的无知 卑鄙和一文不值 然而 他提及有些时候 得到了特殊的帮助和神圣的甜蜜 他在东汉普顿和米灵顿 与朋友们一起相处了几天 4月17日 周二 再次骑马去了米灵顿 在出发时 感到颇为混乱 身体虚弱 信心软弱 我要在那里讲课 但是担心我永远不会得到足够的帮助 以完成这个任务 不过 仍然挣扎着独自骑行 与同趣的伙伴保持着一定距离 我利用这个时间将心向神举起 没有走很远 我的灵魂就被这些话完完全全地坚固了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我继续仰赖神 对自信的惧怕远胜于其他的一切 在这种状态中 我进了神的聚会所 享受到了一些帮助 之后 在与一些朋友交谈时 感到了灵力的爱和温柔 此后 骑马去了我兄弟家 傍晚 与朋友们唱诗 我的灵魂仿佛融化了 在随后的祷告中 享受了信心的操练 灵力得着了火热 与最近在疲惫旅程中 任何时候所经历的相比 体会到了神更多的同在 永恒仿佛非常近 我的身体极其虚弱 仿佛随时会消散 太阳西沉 夜幕快速地降临了 我渴望为了神将 所有剩余的时光都填满 虽然我的肉体软弱 因着讲道和过多的 私下交谈而疲惫 但是我希望彻夜不眠 为神做些什么 愿荣耀永永远远归于神 那位赐下这些复兴的神 阿们 4月18日 周三 非常虚弱 几乎没有享受到属灵的安慰 与一位对原罪之观点 吹毛求疵的人沟通 院主开启他的眼睛 让他看到自己里面罪的源头 此后 他拜访了康涅迪格州的几位牧师 然后向考努密克出发 4月26日 周四 抵达了萨金特先生 在斯托克布里奇的家 他是在身体极度虚弱的状况下 完成的这段行程 他所提及的事情 都与内心状态和心思的操练有关 包括有时灵力毫无生气 缺乏属灵的安慰 有时 安息在神里面 在交通中有属灵的甜蜜 路上专注于默想 在讲道中得到帮助 高兴地想到更多的工作已完成 他离永恒的世界更加近了 他还一再提及 感到非常无知和灵力的败坏等等 4月27 28日 周五和周六 花了一些时间拜访朋友 与我的百姓交谈 并发现他们很高兴看到我回来 心里因为觉得自己的不配而烦扰 4月29日 主日 戴萨金特先生讲道 上 下午都已启示录 十四章 十四节的经文正道 这些人未曾沾染 在讲道时 虽然不是很有灵性 但享受到了一些自由 傍晚 为所有的帮助 向神感恩 我的心 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了鼓舞 4月30日 周一 起码去了考努密课 但是病得非常厉害 在我自己的家中 并未享受到 我所期望的安慰 5月1日 周二 我在这儿的百姓大多数 已经搬到了 萨金特先生的墓区 且我已接到新的指令 要去宾夕法尼亚州的 特拉华河畔 向那儿的诸多印第安人宣交 因此 今天我处理了自己所有的衣服 书籍等等 晚上向特拉华河出发 不过我选择了 借到回萨金特先生家 尽管我身体极度不适 还是在风雨咆哮的旷野中 骑行了数小时 除了血 我已不剩什么了 第二天 他继续停留在斯托克布里奇 周四 在病得非常厉害的情况下 行了一小段路 到了谢菲尔德 尽管虚弱 他的心仍备受鼓舞 满有喜乐 周五 他骑马去了索尔兹伯里 并一直在那儿 直到过了安息日 他提及这段时间 他的属灵状况 有时 在与一些基督徒朋友们 谈起他们的天界 和他们去那里的旅程时 灵力得到更新 有时 他为自己灵力 不接果子 死气沉沉 而感到非常难受 并发出这样的感叹 时光流逝 却几乎没为神做什么 周一 他骑行到了沙伦 并提及 因为想到 未能有效利用时间 而感到悲哀 5月8日 周二 从康涅迪格州的沙伦出发 行程大约45英里 到了一个叫做 菲射科尔的地方 并在那儿住宿 在行路时 花了很多时间祷告 求神与我同去特拉华 有时 当想到 我的工作 以及要在我完全 不拾路的旷野中独行 我的心情就会低落 但当想到 神其他的子民 都曾在山洞 地穴 漂流无定 而且当亚伯拉罕被召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就觉得安慰 愿我能够跟随神 第二天 他继续赶路 渡过哈德森河 奔赴海兰兹的戈山 就这样 从新泽西州的正北方 穿过丛林和恐怖荒凉的旷野 行程大约100英里 从哈德森河 到了特拉华河 那一带几乎无人居住 他独自在陌生的旷野中 相当凄凉和孤寂 一路上也备受困苦疲乏 沿路 他拜访了一些印第安人 与他们交流基督教信仰 周六 他到了在特拉华的福克斯 以北12英里的一个爱尔兰人 和荷兰人的聚居地 5月13日 主日 早起 在长途跋涉之后 加之淋雨和疲惫 感觉非常不舒服 非常凄凉 在我一生中 几乎从未看到过 如此阴郁的清晨 这里看起来不守安息日 孩子们都在玩耍 我 旷野中的一个客旅 不知道该去哪儿 一切的环境 仿佛都在阴谋策划着 要给我的事工 蒙上黑暗和沮丧的阴影 对翻译感到失望 又听说印第安人住得非常分散 我为神的同在而哀哭祈求 如同从他眼前被赶走的受造物 但是神开恩 在我一切的哀伤之中 扶持我低落的灵 让我从未产生任何放弃在可怜的印第安人 中间事工的想法 想着不久死亡 就会将我从这些痛苦中解脱出来 就得了安慰 其行约两三英里 到了爱尔兰人那里 在那儿 我发现一些人 看起来严肃并关心宗教 那时 我的心开始受到了一些鼓舞 先是向爱尔兰人讲道 然后向印第安人讲道 傍晚 得到一些安慰 我的灵魂好像安息在神那里 并得着了勇气 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 愿主做我的帮助和我的安慰者 5月14日 周一 忙于一些必要的学习 感到这世上的一切都未能束缚自己 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貌似孤单寂寥 仿佛被全人类驱逐 并失去了世上 可以被称作快乐的一切 但是在我看来 自己如此卑劣和不配 在没有任何地方 比这儿更适合我了 5月15日 周二 继续忙于我的学习 身体比之前一段时间 好了一些 但是因为意识到 自己的卑鄙 灵力有些忧郁 仿佛因为无知和愚蠢 我做任何事都永远不可能 取得好的成效 愿对这些事的认识 能够让我更加习以为常的谦卑 第二天 他很大程度上 继续处于类似的状态中 5月17日 周四 今天因为感受到自己的卑劣 而非常痛苦 看自己太败坏 不配走在神的土地上 也不配受到任何受造物的恩待 神开恩 让我看到了自己里面的玷污和败坏 其程度之深 让我几乎认为成为圣洁是不可能了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下午 按照约定 拜访了一些印第安人 并向他们讲道 在骑马去他们那儿的路上 我的灵魂仿佛依赖着神 之后在祷告中 灵魂得到了一些释放和扩张 在带导时 得到了一些帮助 必要的前程和圣洁 对我而言是美好的 我渴望在前程和圣洁上更完全 5月18日 周五 再次体会到信仰的美好 我的灵魂好像信赖神 永远都不会离开我 但是 时常看到自己是 如此卑劣的一个受造物 我不知道当如何看待讲道 愿我总是为神 依赖神而活 5月19日 周六 在一些时候 为着自己工作的压力和重担 而感到非常压抑 好像我永远也不可能完成这项 我已承担的时工 入夜时分 非常平静和安逸 我觉得自己的灵魂相信 神会赐下帮助 5月20日 主日 向可怜的印第安人讲了两次道 在我试图消除他们对基督教的偏见时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 我的灵魂一直盼望着从上面而来的帮助 因为我明白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那项工作 之后 向爱尔兰人讲道 在开场祷告时 得到了很大帮助 在讲道中 也有一些帮助 几个人看起来非常关心他们的灵魂 我随后借着极大的自由和一些权柄 与他们交流 为着赐给如此不配之永虫的一切帮助 归宋赞给神 我愿为他而活 在这周其余的日子里 他有时因为感到自己的不配 以及不能胜任侍奉的工作而激进消沉 有时受到鼓舞 战胜了他的胆怯和忧愁 并得以满有信心的依靠神 特别是周六 入夜时分 他在祷告中享受到了平静 安稳和帮助 他喜乐地赞叹 全能信实的神永远不会改变 是他儿女的避难所 是他们可靠且充足的福分 直到万代 五月二十七日 主日 早上 拜访了我的印第安百姓 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葬礼 看到他们一交的习俗 颇有感触 愿他们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之后 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聚集在一起 向他们讲道 并观察到他们听得很专心 此后 向白人讲道 正道经文是西伯来书二章三节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讲道时得着一些自由 带着权柄 有几个人似乎非常关心他们的灵魂 特别是那位从小就是罗马天主教徒的人 为了这一切的帮助 归宋赞给神 5月28日 周一 根据我接到的命令 从特拉华福克斯北部的印第安人那里出发 启程去往新泽西的纽瓦克 骑行过旷野 因为炎热而非常提法 在一个叫做布莱克河的地方住宿 非常疲惫 体力透支 周二 他到达了纽瓦克 第二天 去了伊丽沙白镇 周四 去了纽约 周五回了伊丽沙白镇 这些天 他心里有些混乱 他停留在伊丽沙白镇 直到随后那周的周五 安息日的圣餐礼 让他灵里得到复兴 振奋和刚强 这周接下来的日子里 时间主要花在了 接受案例前的预备学习上 其中有一些时刻 他好像大大享受到了 神宝贵的 同在和圣灵美好的感动 但是身体非常虚弱 周六 他起码去了纽瓦克 六月十日 主日 早上 我非常担心 当如何完成今天的工作 一想到被丢下自己一个人 就恐惧颤惊 今天在各部分的公开服饰中 都得到了极大的帮助 再次有机会参加圣餐礼 借着神的美善 在胜利过程中 灵魂得到了复兴 我的灵魂 对神的儿女和所有的人 都充满了爱和温柔 感到对每一个受造物 都有一种美好的态度 晚上 享受到了灵力的生命 和对圣洁的美好盼望 其丰沛远胜于前段时间 所得到的 对每个想法 每个意向都谨小甚微 唯恐我的心会由此 被带走而远离神 愿我永远也不离开 那位配得称颂的神 主啊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愿蒙福的生命归于神 6月11日 周一 今天 众长老为了我的案例 聚集在纽瓦克 身体非常虚弱不适 但是仍努力信靠神 这一天大多数时间都独处 特别是上午 下午三点 做了我的测试讲道 正道经文是 使徒行传26章17至18节 我也要就你脱离百姓 和外邦人的手 这是给我指定的经文 身心都感到不舒服 但是神帮助我 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之后 在众长老面前通过了考试 非常疲惫 并且因为即将要 以最神圣的形式 授予我的那个职份 非常伟大 心里感到有压力 虽然非常疲倦 且很需要休息 但因为赋予我的职责 如此之重 我彻夜未眠 6月12日 周二 早上 继续接受对基督教义 熟悉程度的测试 十点钟 我的案例仪式开始 由彭博顿牧师正道 这时 一种被赋予重任的情绪 感染了我 但仍保持着沉静 庄重 并未分心 那时 与之前很多次一样 我期望将自己交托给神 单单为他 而不为别的 我愿永远致力于神的事工 牢记我在神 众天使 以及诸人面前 所接受的神圣使命 阿们 愿神在此事上帮助我 入夜时分 骑马去了伊丽沙白镇 第六章 在克罗斯卫森 1744至1745年 1744年6月13日 周三 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写了一份要提交到苏格兰的 关于印第安人情况的报告 也花了些时间 与友人交谈 但是没有享受到很多甜蜜和满足 6月14日 周四 受到朋友特别的善待 奇怪神会开启人的心 让他们善待我 我看自己不配得到神或任何人的恩待 头非常痛 但是我仍决定下午出发回特拉华 然而到了下午 我的头痛加剧了 所以我不得不回到床上 随后在夜里 我被疼痛和呕吐折磨得非常虚弱 有时被出奇的疼痛折磨得几乎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一直非常虚弱 直到周六 一些催吐药材 让我略有好转 但是直到接下来的那个周一下午 都不能外出行走 并且一直非常虚弱 我常常感叹神的美善 他没有让我启程离开这个 我能得到悉心照料的地方 没让我病倒在他乡末路 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 神都以极大的恩赐待我 在我一切的困苦辛劳中 都融入了他极大的怜悯 在疼痛和虚弱之中 仍在神圣的世上 享受到了一些甜蜜 愿我能够赞美主 六月十九日 周二 他启程回家 三天后到达了靠近 特拉华福克斯的目的地 他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出行 但是每一天 灵力都得到安慰 他身体上的虚弱和灵力的慰藉 都一直持续到那周末 六月二十四日 主日 非常虚弱 几乎不能走路 但仍拜访了我的印第安百姓 并竭尽全力教导他们 有一些人对基督教非常不满 在劝导他们时 颇费了些力气 我工作的困难和压力 让我心中很有负担 我全部的依靠和成功的希望 好像都在神那里 我认为 只有神能让他们愿意接受教导 即使在我与他们讲话时 我的心也怯怯地祷告 向神默默祈求 愿我总是能够靠着主的力量做工 六月二十五日 周一 身体比前段时间好一些了 每天能够花相当多的时间 认真学习和祷告 与最近的情况相比 在祷告中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火热 特别渴望工作中能有神的同在 以及可怜的外邦人能够得救 晚岛时 我在神里的信心和希望被大大兴起 若以理智来看待外邦人得救之事 方方面面都暗如子夜 然而 我不由地盼望 神在他们中间成就荣耀大事 我的灵魂 深深盼望救赎主的国度 在地上扩张 我非常小心 唯恐认同了某些虚无的想法 以致失去了我那时对神圣之事的领悟 那永不改变的属天品性啊 6月26日 周二 早上 我的盼望好像升起 自由地飘向神 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将祷告词翻译成特拉华印第安语 遇到了很大困难 因为我的翻译也不怎么再行 尽管面对这项极端的难题 我非常气馁 不过神扶持我 特别是傍晚 令我得到美好的更新 在祷告中 我的灵魂舒畅 可以感受到信心 在精力操练 得以为我可怜的印第安百姓向神呼求 虽然在人看来 他们不可能得救 但是在神 我看到一切皆有可能 借着研究神赐给他仆人尼西米和以斯拉奇妙的帮助 改造他的百姓 并重建他古老的圣殿 我的信心大的坚固 在为亲爱的基督徒朋友和那些 我认为不认识基督的人祷告时 我得到了极大帮助 但是更加为可怜的外邦人担忧 特别是那些由我看顾的人们 我得以恒切地为他们祷告 期望神为了他们的救恩 从天上亲自降临 在我看来 既然永生神就像我强烈盼望的那样 开始在这世上做工 就在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挡这荣耀的时工 我继续处于庄严的状态中 将我的心向神举起 要得着帮助和恩典 好让我更加弃绝对这现世的欲望 我的全部灵魂都能够继续关心 基督国度的扩张 渴望神能够进一步洁净我 让我作为蒙拣选的器皿 能够在外邦人中间见证他的名 继续处于这种状态 直到进入梦乡 六月二十七日 周三 早上一起床 就感到有着 与昨晚一样严肃的挂虑和祷告的灵 下午 我骑行树里 要看看是否能为可怜的印第安人 争取一些土地 这样他们就可以聚居在一起 就有了更好条件来接受教导 在骑马时 我深刻感受到我工作的伟大和艰难 我的灵魂 把勤奋和忠心应用各种方法的果效 完全交托给了神 若是这些可怜的外邦人 从黑暗权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我以最笃定的信心 认为主就必定彰显他的大能来帮助他们 在骑行的大部分时间中 将我的心举起 祈求恩典和帮助 6月28日 周四 早上研读圣经并为我的印第安人热切地祷告 求神在他们中间建立他的国度 将他们带到他的教会中 大约9点时 我去到树林中我平时灵修的地方 在那祷告时再次享受到了一些帮助 我非常关心外邦人的得救 主帮助我为此事向他祈求 将近中午时 骑马去了印第安人那里 要向他们讲道 在去的路上 我的心到神跟前 为他们祈求 坦白地告诉神 他知道我所委身的这时工 不是我的 而是他自己的事业 让可怜的印第安人 得救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 愿颂赞归于神 若是他们得救 作为成就这时的工具 我丝毫不盼望 要从这个世界博得任何尊荣 在向印第安人讲道时 得到了一些自由 此日 他提到对可称颂之救主的国度 表示非常关切 但也大大的抱怨不结国子 思想涣散 无所作为等等 六月三十日 周六 在读神话语时 特别是《但以礼书》第九章时 我的灵魂非常肃穆 我看到了 在神定义要赐丰富的联名 给他的教会之时 他是如何呼召他的众仆人祷告 并让他们与他摔跤 爱 想到要建造西安上有这么多工作要做 而自己却迟钝又不作为 为自己感到羞愧 西安何等荒芜 我觉得自己得以平信心祷告 盼望神的教会得到扩张 可以感受到我的灵魂信赖神 并得以与他摔跤 之后 外出散步到可以甜蜜灵修的地方 在祷告中再次享受到了一些帮助 感到自己非常需要神的帮助 觉得我的灵魂有意识地依靠着神 赞美神对我而言 这是令人舒畅的一周 七月一日 主日 早上思维散漫虚空 感到混乱 非常悲哀 在神面前审判 谴责自己 因为不能为神而活 我是何等痛苦 十点 带着一颗沉重的心上路 要去给我的印第安百姓讲道 在路上 我试图将心举起交给神 但是被散漫不安的思想状态所搅扰 非常焦躁和混乱 在神面前充满了困窘羞愧 我看自己比众人更蠢笨 并且认为没有人像我一样 更应当被从神面前赶出 当我试着像在路上常坐的那样 将心举起交给神 一瞬间 我还没意识到 我的思想就飘到了地极 在发现这种情况时 我的灵魂充满了惊异和焦虑 因此 在我到达印第安人那之后 我的思想仍是混乱的 我丝毫感受不到在过去几天中 曾让我的灵魂大的安慰的那种 对神的美好依赖 上午就在这种状态中度过了 对印第安人的讲道毫无感情 下午 当我开始讲道时 仍旧感到荒芜 在大约半小时的时间里 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也没什么要对印第安人讲的 但是不久 我发现自己里面有一股爱的灵 温暖并有权柄 向可怜的印第安人讲话 神帮助我劝导他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永生的神 我相信主感动了他们的良心 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如此伤心 当我离开他们后 我将三英里路的返程时间 全部用于向神祷告赞美 在我骑了大约两里多路后 突然想到要将自己再次奉献给神 我极其庄重又无比满足地这样行了 特别是将自己交给他 请他在牧师的工作中重新建造我 我期望在借着神的恩典如此行时 自己没有任何保留或例外 无论这项伟大又蒙福的工作 伴随着怎样的困难 丝毫都不退缩 在将自己献上时 我好像最自由 愉快和完全 我全心呼喊 主啊 我将自己献给你 接受我吧 让我永远属你 主 我不羡慕其他任何事 我不再渴望任何东西 主啊 来吧 来吧 接受这个可怜的永虫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别无眷恋 此后 得以用全心赞美神 因他让我能够 以这种神圣的方式 将自己一切的权利 都交托奉献给他 我的心为宣交式的工作而喜乐 为了在许多方面 都不得不舍己而高兴 继续将自己交托给他 祈求他的怜悯 纷纷渺渺不停 甜蜜火热地祷告 最近我的身体非常虚弱 过度消耗 现在被大大地击垮了 我的手指变得非常不灵活 有些麻木 我几乎不能将它们伸直 当我下了马 几乎不能走路了 我的关节似乎都要散架了 但是我感到内心 有着充沛的力量 像白人讲到 特别是在祷告时 神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可怜的印第安 百姓中有几个 受到很大感动 也来参加这个聚会 他们中有一个 显得尤为关切 7月2日 周一 昨天尝到了一些 属天安慰的味道 但是未得到我盼望的 那种温暖和信心的操练 有时为我过去的蠢行 现在的无知和不结果子 而感到痛苦 特别是下午 被过犯罪恶的重担压垮了 因为在他昨天 给了我丰盛慈爱之后 我却几乎没有为他而活 傍晚 虽然非常虚弱 但仍得以热烈横切地 祷告了近一个小时 我的灵魂 为自己的败坏而悲哀 极其渴望神用牛西草 将我洗刷干净 得以为不在我身边的亲爱朋友们 基督的牧师们 以及他的教会祷告 享受到了丰富的自由和火热 但是因为在神面前感到罪疚和羞愧 所以并未得享那么多的安慰 为了今天的蠢行 判断 谴责自己 7月3日 周二 仍然非常虚弱 早上 感到我需要从神而来的帮助 并在这种体会中祷告 我相信这是有信心的祷告 感谢神 让我得以向他祈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的确 神对我是恩慈的 但是 我的灵魂哀痛 为我的罪和不结果子而悲哀 渴望能够更投身于神的事工 快九点时 再次抽身去祷告 借着神的美意 得到了那蒙福的祷告之灵 我的灵魂热爱祷告 并期望神在其中 属于神 能够感受到尾身于 祂是何其美好 神是何等的福分 在祂的里面 何等荣耀 何等美好 我的灵魂渴望 完全为了神而改善时间的利用 今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将祷告词翻译成印第安语 傍晚 再次得以在热切的祷告中与神摔跤 得以保持着一种自谦和警醒的属灵状态 并谨慎小心 唯恐让草率和自信钻了空子 次日的大多数时间中 祂看起来是得到了特别的帮助和热情 但程度比前一天略有降低 周二 在身体非常虚弱的情况下度过 不过好像仍然继续处于信仰上极度的痛苦之中 因为他的卑劣和败坏 灵力非常哀痛 他说 我认为在活着的受造物中 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卑劣 我里面的败坏 我在神面前罪疚 羞愧 我不知道当作什么 我强烈盼望里面肮脏的污垢 能够被洗刷干净 渴望被塑造的像神 或者说更情愿配的为神所拥有 七月六日 周五 早上在对神的敬畏之中醒来 马上就想起昨晚的悲哀 于是将刚睁开眼的几分钟 用来祈求成圣 愿我灵魂中极度的肮脏和污秽 可以被洗刷一净 起床后 我花了一些时间 读神的话语并祷告 我认识到自己极度贫乏 因而向神呼求 最近 我首要关心的是 担任牧师的资格和外邦人得救 去年 我渴望预备好迎接那荣耀的世界 并速速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最近 我所关注的几乎全是外邦人的得救 并渴望为着这个目标而活 感谢神 我为这个世界的快乐而活的意愿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 我盼望并愿意做客旅 也渴求恩典 以效法圣徒保罗在外邦人中那样生活 劳作和受苦 现在 当我渴求圣洁之时 不再像以往那样是为自己 而是盼望借此 我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特别是针对外邦人 早上花了大约两小时 交替着读经 祷告 处于一种警醒和温柔的状态中 警惕任何可能让我的热情降温 将我的心带离神的事物 在我的灵修中 得到了一些坚固 不过入夜时分 非常虚弱疲惫 7月7日 周六 早上非常不舒服 我的气力已全部耗尽 精疲力竭 但是在读以利亚被提的美好事迹时 受到了感动 为之一阵 非常渴望得到做牧师的恩赐和恩典 从而能够为神的事业做些什么 此后 在读约瑟夫阿林先生良心的第一步时 感到精神振奋 充满活力 得以凭着灵魂中的一些热情祷告 提防着轻率和自信 也渴望圣洁 7月8日 主日 昨晚病了 没能安静地休息 在向印第安人讲道时 得到了一点点帮助 之后 向白人讲道时 特别是以耶利米书三章23节 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宣扰中 得帮助 真是枉然结束 讲道时 对着些力量 在开场祷告时 主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我 愿送赞归于他的名 入夜时分 尽管非常疲惫 在读神话语的时候 仍然尝到了其中的美好滋味 并得以借着爱和热情祷告 我凭信心相信我的灵魂 比往常更加有意识地依靠着神 警醒 温柔并谨慎 守护着自己的心 唯恐有草率和虚空的想法 让佩德送赞的圣灵忧伤 收回了他美好 仁慈和柔和的影响力 比最近任何时候 都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我的灵魂与古时和现今 活着的众圣图及其一心一意 尤其为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团契而倾心 以小孩子一样的灵相神呼求 横切祷告了一段时间 在美好的代祷中 我的灵魂舒畅 得以想起很多亲爱的朋友 宝贵的灵魂和基督的牧师 一直到入睡 都处于这种状态中 并提防着一切虚空的想法 7月9日 周一 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 极度的病痛之中 一整天没能坐起来 将近夜晚 才感觉好些 于是 就花了些时间读神的话语并祷告 有了一些火热和感情 得以为神的事业和国度向他祈求 借着神的美善 我明明白白地知道我所祈求的是他的事 而非我自己的 并得以与神分辨 求他应允我的祈求 7月10日 周二 病得很厉害 浑身疼痛 非常迟钝 死气沉沉 傍晚 被自己的无知所触动 感到无论何时 都需要神为我成就 每一件事情 我的灵魂 在神面前自卑 7月11日 周三 仍然被病痛缠绕 在祷告和读神话语的时候 有一些感动和温暖 渴望对神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和情意 决心要将所有的时间献给神 更火热地侍奉他 但是感到身体软弱无力 下午 在极度的病痛中 仍得以花相当多的时间祷告 事实上 今天的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祷告上了 我的灵魂谦卑 警醒 柔和 唯恐在思想或行为上 得罪了那位神圣的朋友 我确信我的灵魂信赖 并依靠着这位配得称颂的神 我真知道自己在一切时候 对神的帮助和引导 都处于莫大的需求之中 发现自己无论是外在还是里面 都极度缺乏力量和活力 在《随后九天》中 他提到的操练和经历 与他在本周和上一周 所记录的非常相似 感到他自己的软弱 无知 不结果子 卑劣 憎恨厌恶自己 对自己缺乏信心 感知自己工作之伟大 并非常需要神的帮助 认识到自信会带来的极大危险 渴望圣洁 谦卑 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 并为神而活 盼望印第安人得救 他对这一切渴望之志 7月21日 周六 早上 赶到里面的卑劣和败坏 因着罪疚和羞愧而非常压抑 大约9点 抽身到树林中祷告 但是没有得到很多安慰 我看自己是地上最卑鄙 恶劣的受造物 几乎无法容忍自己 我是这么刻薄卑劣 我觉得若是神以他无限的恩典 让我进入天国 我在那儿也永远抬不起头来 入夜时分 我对印第安人事工的负担 变得非常沉重 又因为听到了几件 似乎非常令人沮丧的事情 更是雪上加霜 尤其是他们打算明天聚集起来 搞一个偶像崇拜的聚餐和舞会 那时我开始感到痛苦 我想我本着良心当然要去 并努力制止他们 但是不知道如何操作这件事 我祷告 期望的这由上面而来的力量 在祷告中 我大感舒畅 灵魂上腾 就跟我从前经历到的一样 大为陶醉 我处于那样的痛苦之中 非常急切又执着的祈求 以至于当我起身时 我感到极其虚弱 不堪一击 几乎不能直立行走 所有关节都散了架 汗顺着我的脸和身体流下来 身体仿佛就要消散了 就我所能判断的 在我为可怜的印第安人的热烈祈求中 完全没有自私的目的 我知道他们要聚集拜魔鬼而非神 这让我热切地求神当下能够显现 帮助我制止他们崇拜偶像的聚会 我的灵魂长久地祈求 我想神会听到 并会与我同去为他自己的事辩护 我仿佛依靠着神的同在和帮助 就这样 整个傍晚 我不断地祈求神的帮助 不要让我依靠自己 而是完全地依靠神 我所经历的非常神奇 且又确实无法描述 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 对我而言 仿佛任何事都不足挂齿 只有心灵和生命的圣洁 以及外邦人转回归向神 所有那些若说起来 尚有属世本质的挂虑 不安 欲望都消失了 就我看来 那些不过轻于红毛 我极其地盼望神 在外邦人中建立他的名 我以致大的自由向他祈求 情愿他知道 我看他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的确 这个世界没有让我喜乐的缘由 我不关心我在哪里 如何生活 或是我经历怎样的困苦 只在乎能够为基督赢得灵魂 整个傍晚和晚上 我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中 当我睡着了 我梦到这些事 当我醒来 我所想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这件大事 祈求神对付撒旦 7月22日 主日 当我醒来 那些仿佛即将发生的事 让我的灵魂担上了重担 我向神呼求之后下床 一穿好衣服 马上到树林中 将我背负重担的灵魂 倾倒在神的面前 特别是祈求在我重要的工作上 得到帮助 因为我几乎想不到任何其他事情 我享受到了与昨晚相同的自由和热情 无论生死 为了他呼召我要在外邦人中间 经历的一切苦难 我将自己在无法言喻的自由之中 重新交给了神 感到好像没有任何事 能够阻拦我承担这猛服的工作 我强烈盼望神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 在外邦人中成就一些神迹奇事 在骑行到印第安人那儿的三英里的路上 我的心继续向上 到神的面前 祈求祂的同在和帮助 希望 几乎是预料 神今天要在可怜的印第安人中间 彰显祂的大能和恩典 当我到他们那时 我发现他们正置身于狂欢之中 但借着神的美善 我让他们停止 并去听我的讲道 但是在他们当中 并没有神特别的大能显现 下午继续向他们讲道 并观察到印第安人比以往更冷静 但是仍没发现在他们当中 有什么奇特之事 因此 撒旦抓住机会 以那些可诅咒的想法反复试探攻击我 没有神 如果有 他也不能在印第安人 掌握更多知识之前 让他们得救 等等 我非常虚弱和疲惫 我的灵魂被困惑击垮 但是仍然拒绝整个世界 决心继续等候神对外邦人的救赎 尽管魔鬼在以相反的方式试探我 7月23日 周一 昨天加在我心头的重担 让我今天仍处于深深的压抑之中 但是更加沉稳安静了 在昨晚的试探中甘心顺服神的旨意之后 享受到了自由和沉静 对外邦人转回归向神的盼望 胜过一切 愿他的国度 尽到我自己心里 也尽到其他众人的心里 起码去了西南方 约15英里处的爱尔兰人居居地 路上的时间用来祷告和默想 将近夜晚的时候讲到 正道经文是 马太福音五章三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 神开恩赐给我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热情 为了神给我的任何帮助 将颂赞归于他 7月24日 周二 骑行约七英里 向西翻过了一座可怕的山峰 去了一些印第安人那里 傍晚 聚集了他们中的近三十人 向他们讲道 并在那借宿 虚弱并感到有些孤单 然而 在想到生活中 任何其他的环境或事业时 都不能得到自由 外邦人的得救是我全部的愿望 我所有的希望都在神那里 神不容我以盼望看到朋友 回到我亲爱的熟人那里 或是享受属世的安逸来安慰或取悦自己 第二天 他再次向这些印第安人讲道 然后回了爱尔兰人聚居地 在那儿向大群会众讲道 会众有非常明显的觉醒的表现 周四 他回了家 筋疲力竭 仍然处于弃绝世界 渴望基督国度扩张的状态之中 在这一天 他如此写道 这一周 我似乎比以往感受到 更多在地上做客旅的精神 不过 因为非常渴望看到西安的繁荣 我竟不像以往那样 愿意离开这个苦难之所 在这周剩余的两天中 他病得非常厉害 抱怨思维的散漫 迟钝 以及灵力缺乏热情和喜悦 安息日 他受病痛的限制 未能去讲道 此后 他的病痛增加 一整周都病得非常严重 他说他觉得以前从未经历过 这样痛苦虚弱的光景 他的气力严重透支 他既不能站 也不能坐 连安静地躺着也不行 他被极度的衰弱和胃里的恶心所折磨 他的头脑与身体一样失调 好像变得愚钝 对任何事物没有丝毫情感 但是当想到他不为任何事物而活 又想到宝贵的时光流逝 而他除了一些小事之外 未能成就任何事 就感到困惑 他还提到在这期间 撒 但以一些奇怪的试探反复击打他 关于此后的五天 他如此写道 在八月五日 主日 身体状况仍然非常不好 但是 尽管非常虚弱 我还是拜访了可怜的印第安人 并向他们讲了两次道 被大大的坚固 远超出我所期待的 的确 在向他们讲道时 主给了我一些自由和热情 尽管我没有足够的气力站起来 不得不全时间坐着 入夜时分 非常虚弱 眩晕 恶心病浑身疼痛 这周就像这样了 我继续处于与上周非常类似的状态中 不能做任何事 常常在家里也不能祷告 我不得不任由我的思想和心绪随意游走 因为我没有力气读经 默想或是祷告 这就自然而然地搅乱了我的头脑 我看自己就像一个人将他所有的财产 装上了一只小船 而船不幸飘走 落入急流之中 这可怜的船主在岸上看着 挨到他的损失 但是 爱 尽管我所有的好像都已飘逝 我站着看着他 我却不敢挨到 因为这会让我的灵魂更深地沉沦 并加重我身体的不适 因此 我被迫用一些小事分散注意力 尽管同时 我害怕并经常感到不善用时间 就如同犯罪 我的良心常常被这种消耗时间的卑劣方式所搅扰 没有平安 不过我既没心力 也无体力 能够让他变得更好一些 怨神可怜 我这痛苦的境况 在随后的三周中 他病得不再那么严重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处理一些公众和私人事物 尽管这期间 病情曾有几次很大程度上的反复 在这段时间中 大多数时候 他也得着了更多里面的帮助和内心的坚固 他经常表示 极其盼望 基督国度的扩张 特别是外邦人回转归向神 也提到这个盼望 就是他一切的欣喜快乐 他仍继续表达 一直以来对圣洁和为神而活的盼望 以及感到自己不配 他数次提及看自己 是地球上最卑劣的受造物 还有一次说到他确实认为在神的儿女 遵行神旨意识 没有一人像他那样缺乏圣洁和完美 他说自己对世上的享乐 比以往更加没有感觉 有时 他也提到在这期间 向印第安人讲道时 所得到的特别帮助 以及他们关心信仰的各种表现 他还讲到为不在身边的朋友们 特别是为牧师和神职候选人们 祷告时得到的帮助 以及在一些牧师探望他时 享受到诸多安慰 9月1日 周六 在一段时间的极度虚弱之后 被极大的兼顾 从而能够就一个神学主题 写作两三个小时 在蜀天的神圣知识上 享受到了一些安慰和甜蜜 当我的体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的同时 我的灵魂仿佛也有点活跃 并能够关注在属神的事物上了 9月2日 主日 得以凭很大的关切和热情 向我可怜的印第安人讲道 我确信在我向他们讲道时 神让我能够在他里面操练信心 我观察到他们中有一些人害怕听道和接受基督教义 唯恐受到一些巫师的迷惑和毒害 但是我得以向他们解释不要害怕这些 我相信神会保护 施行拯救 因此 我向这一切黑暗势力发出挑战 让他们先向我发出最恶毒的攻击 我告诉我的百姓 我是基督徒 并问他们为什么巫师没有迷惑病毒害我 在这一行动中 我对自己的不配有了前所未有的感受 我明白这件事关乎神的荣耀 我盼望被保守 不是出于自私的想法 而是要为神的大能和美善 为基督教真理做见证 要神的荣耀 之后 我发现我的灵魂在神里面 为了他的扶持之恩而喜乐 此后 他启程去了新英格兰 离开了他在特拉华福克斯的住所 约三个星期 他大部分时间处于虚弱的状态 但是在旅程的后半段 他发现自己的健康和气力都大得增益 在旅程中 他的思想状态 以及信仰和属灵的操练与以往相同 只是他的心里 好像更加轻松 但是在一些不轻松的时候 也哀叹缺乏热情 灵修 以及与神独处的时间 在旅程中 他没有忘记印第安人 一再提到盼望他们得救 9月26日 周三 骑马回在特拉华福克斯的家 我要赞美神 他保守我骑行420多英里 保全我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我的健康好像是极大的恢复了 我愿将自己的全部献上给神 这是我所能回报他的一切 9月27日 周四 有些哀伤 在祷告中没有多少自由和安慰 当神向我隐藏时 我的灵魂孤单寂寥 9月28日 周五 将这一天用来祷告 读经和写作 在祷告中 感到一点点温暖 非常盼望基督的国度 借着外邦人的悔改而扩张 且神能让我成为所拣选的器皿 宣扬他的名 盼望神师恩典让我能够忠心 次日 他同样盼望着基督国度的扩张 和印第安人的得救 但是大大的哀叹最近这次旅行 让他分心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他无法达到以往那种程度的专注 火热和警醒 随后的一天 仍然有类似的哀叹 10月1日 周一 将这一天用于为我计划的 萨斯奎汉纳之行做准备 数次抽身到树林中私下祷告 竭力祈求神在我去外邦人之中 传讲福音时 与我同在 将近夜晚 齐行约四英里 拜访了拜勒姆弟兄 他应我的要求而来 要陪我一起去印第安人那里 我很高兴见到他 相信神让他得救 要使我受益 如同我想的一样 我见到他对这个世界 及其中各样的焦虑和诱惑比我更加死心 这也让我省察自己 让我更深地感到自己的罪迁 忘恩负义和不幸 10月2日 周二 从特拉华福克斯启程 同行的有拜勒姆兄弟 我的翻译 以及两位印第安人首领 行程约25英里 在路上最后几处人家中的一户借宿 在向前 除了呼好恐怖的旷野之外 别无遗物 10月3日 周三 我们上路 进入旷野 发现这是迄今为止 我们每个人所经历过的最困难和危险的旅程 除了高山 深谷和可怕的岩石 我们无路可选 不过 今天有些时候 我在属灵的世上 体会到了一些甜蜜 并且得以全神贯注地默想一个神圣主题 将近夜晚 我骑得那匹马的一条腿卡在了岩石缝中 在我的胯下跌倒了 但是出于神的美善 我没有受伤 不过 马的腿断了 在这样一个恐怖的地方 方圆30英里没有人烟 我没有任何办法来保存他的生命 不得不杀了他 并徒步继续我的旅程 这个事故让我感叹神对我的良善 因为虽是多处感到强烈的疼痛 但我的骨头无意折断 夜幕降临时 我们升起火 砍了一些树枝 搭了一个棚子 让我们免受夜里极其严酷的霜冻 借着祷告将我们自己交托给神 而后躺在地上 安然入睡 次日 他们继续赶路 夜里以同样的方式 在树林中露宿 10月5日 周五 我们到了萨斯奎汉纳河畔 一个教额配合红滩的地方 在那儿发现12户印第安人 在我向首领致以友好问候之后 我告诉他我的工作 以及我期望教授他们基督教义 经过一些问询 印第安人聚集起来 我对他们讲道 当我结束时 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再次听我讲道 他们回答说会考虑一下 不久 他们就稍话而说 若我愿意讲 他们会马上来听 于是我又讲道 前后两次都得着自由 当我再次问他们 是否愿意继续听我讲道 他们回答说 明天愿意听 我非常清楚 若不是借着从上面而来的特殊帮助 就不可能为这些可怜的外邦人做任何事 我的灵魂仿佛安歇在神那里 任凭他在这件我试作 是他自己的事工之上 按他所喜悦的去行 的确借着神的美善 在我来这路上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都体会到这种状态 在我出发前 也有一些体会 10月6日 周六 早起 祈求主在这伟大的工作上帮助我 将近中午 再次向印第安人讲道 下午 挨家挨户拜访他们 并邀请他们第二天再来听我讲道 并将他们马上要开始的打猎计划 推迟到周一 我相信当夜 主站在我旁边 鼓励并兼顾我的灵魂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私下祷告 得以在他面前清心土意 为了增加我灵魂的恩典 为了牧师的恩赐 为了在可怜印第安人中间的得胜 为了神的众牧师和百姓 为了远方亲爱的朋友们 而切切祈求 愿诵暂归于神 此日 他抱怨对信仰极其缺乏专注力和热情 以至于他一分钟都不能保持属灵的思维 而不分心 这也引起了灵理的痛苦 他体会到令人惊奇的罪疚 并感到极其不幸 哭喊道 我的灵魂是怎样的死寂啊 竟然因为暗昧而感到无法聚焦在神这里 不断地四处飘荡去别处寻找 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的满足 不过 他向印第安人讲了两次道 讲道时得享一些自由 也有一定的权能 但是之后 因为印第安人对基督教义提出反对 而感到沮丧 傍晚 感到自己的讲道有很大不足 他呼求神 不要将留人写的罪归咎于他 然而 同时他在神里也得着了喜乐 10月8日 周一 拜访印第安人 并计划向他们道别 原以为他们今晨会很早就出去打猎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 他们愿意再次听我讲道 我高兴地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 随后 竭尽全力回答他们对基督教义的质疑 然后他们离开了 我们利用下午剩余的时间读经祷告 计划明天一早再出发回家 我的灵魂在私下祷告和默想时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兴 为着神的美善将颂赞归于他 10月9日周二 早上4点左右 我们起床 借着祷告将我们交托给神 祈求他特别的保守 大概五点钟 我们启程回家 一路上极其安稳 直到晚上六点多 我们生活 用树皮搭棚子 安歇下来 在路上 将近夜晚的时候 我对一个属灵主题 有了一些清晰 自在的想法 晚上 狼群在我们四围嚎叫 但是神保守着我们 次日 他们很早起来出发 一直行进 到了一处 毕大卫先生熟悉的爱尔兰人 聚居地 并在那里借宿 他提到在属灵的事情上 得到了一些甜蜜 为了神一路上 给予他的美善而感恩 但同时也为他不结果子 而羞愧 周四 他继续停留在同一地方 他和拜勒姆先生 都向那些人讲了道 10月12日 周五 骑马回了我的住所 在私下祷告中 将我的灵魂倾倒给神 为了他在最近这次旅程中 所给予的丰盛恩典 而竭力感谢他 我几乎至少是最近几年 从未感到如此健康 神不可思议的 几乎是神迹般地 在我旅途疲乏 徒步穿行时 扶持着我 愿宋赞归于那位 在我一切所行之路上 一直保守着我的主 周六 他再次去了爱尔兰人聚居地 在那度过了安息日 因为他的印第安人已经离开了 10月14日 主日 思维非常混乱和困惑 不能祷告 在想到 我可能永远不能在讲道时 几乎灰心 之后 神开恩 让我从这混沌之中 得到一些释放 但是我仍然担心 甚至在神面前颤抖 我到聚会场地 将我的心摆在神面前 祈求在这伟大事宫中 得着他的帮助和恩惠 神以恩典待我 帮助我向他祈求圣洁 并向他提出最强有力的论据 基督就是为着 让人得以成为圣洁 才到成肉身 受尽苦难 之后 在讲道中 得到了极大的帮助 神帮助我宣讲对人类的审判 讲得前所未有的贴切 出色 借着神无限的美善 我被自己所讲的感动了 祂让我能够 以不同寻常的清晰话语 讲述神圣的真理 然而 我对自己在讲道中的 不足非常敏感 而无法像有些时候那样 为自己的表现感到得意 为这怜悯而感谢神 傍晚 我渴望完全独处 要为在极端窘迫之时神 所赐的帮助而赞美他 渴望极大程度上的圣洁 好向神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四日清晨 在太阳升起前 他花了些时间祷告 仍处于与昨晚相同的那种美好 感恩的状态中 之后 他到印第安人那里 花了些时间教导和劝勉他们 10月16日 周二 感到灵力庄严警醒 担心不能为神病依靠神而活 渴望更多的热情和灵性 将这一天用来写作 屡次将自己的心摆在神面前 要得着更多属天的思想 傍晚 在祷告中享受到了美好的帮助 可牧并祈求能够像蒙福的天使那样圣洁 盼望得着履行牧师职份的天赋和恩典 在我的事工上取得成功 在带祷时 得到了美好的帮助 得以想起许多亲爱的朋友和基督的牧师 并为他们祷告 在随后的两天中 他看起来处于类似的状态中 10月19日 周五 对自己的罪恶和不圣洁感到羞耻 我辱没了一位满有怜悯的神 病伤了他的心 而他却无视我一切的不配 依然以仁慈待我 为此 我的灵魂消化哀伤 我的灵魂在痛苦的忏悔和哀伤中 度过了一段好时光 我曾经忤逆那位可称颂的神 但我相信 借着他的宝贵儿子 我已与他和好 我的灵魂此时柔和 虔诚 神圣 除了罪以外 我别无所惧 我害怕罪出现在我任何的行动或想法中 随后的四天很明显 是在非常稳定的柔和 警醒 勤奋和自谦中度过的 但是 他仍抱怨了思维的散漫和爱心的倦怠等等 10月24日 周三 将近中午 骑马去了我的百姓那里 花时间与他们一起祷告 体会到在地上未客履的状态 非常盼望离开这个黑暗的殿宇 但明白仍要操练耐心和顺服 在我从印第安人那儿回家的路上 将全部时间都用来将我的心举起 交给神 傍晚 在祷告时 享受到了一段蒙福的独处时光 得以借着小孩子一样的灵相神呼求了约一个小时 在为自己 为亲爱的朋友 为牧师和预备成为牧师的人 以及为神的教会祷告时 享受到了美好的自由 盼望自己在神的事工上 能像天使一样充满活力 10月25日 周四 盲于写作 充分感受到我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仰赖神 我明白即使是在那些 我本来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的事情上 若非神喜悦我的努力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 我看这为神圣的真理 10月26日 周五 早上 因为感受到神对如此卑劣 不配之永虫的美善和怜悯 而灵魂笑话 我喜悦依靠神 并将我全部的信任都交托在他那 我的灵魂为着罪而极度悲伤 珍惜并渴望圣洁 当想到我曾忤逆一位良善的神 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 然而这本是好的 我渴望完全的圣洁 好不再让这位仁慈的神伤心 即使他的爱被滥用 他仍继续去爱 比起为了自己的福祉 我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渴望圣洁 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永远不再辱墨 而是一直荣耀这位配的称颂之神 随后下午骑马去了印第安人那里 在此后的四天中 他被身体的极度不适及疼痛所困扰 心里相当悲伤沮丧 痛苦地抱怨 灵力毫无生气且不结果子 哀哼叹息并渴慕神 10月31日周三 感到自己不结果子和在神世宫上的退步 当我想起曾在施恩宝座前享受过的热情 我的灵魂失落了 我想只要能够属灵 热情 有属天的思想 并深情地跟随神 对我而言 这比生命更美好 我的灵魂极其渴望死 好从这呆滞和荒芜中解脱出来 得以永远活跃的服侍神 我好像活着毫无意义 也做不了任何有益之事 这生命的重担 死亡 死亡 我好心的朋友 快点 将我从这迟钝的必死之躯中释放 让我属灵并充满活力 直到永恒 11月1日周四 在属灵的事上没有体会到美好 但是之后 傍晚时 感受到一些生命的活力 并渴慕神 我盼望能一直庄严 虔诚 并以天国为念 不敢停止祷告 唯恐再次失去对属神的美好事物的感受 11月2日周五 早上 心里充满了悲哀和困惑 丝毫感受不到属灵事情的美好 祷告时也未得着释放 觉得神的每一个受造物都当得着释放 并成为神对我施怒的执行者 这是我应当承受的 然而 在其中 也看到我所不惧怕的也是我当承受的份 中午时分 起码去了印第安人那里 在去的路上 感觉并不想见他们 甚至害怕对他们讲话 但是神开恩 给了我一些自由和舒畅 让我有了一段轻松的时光 傍晚 在祷告中得着舒畅 但是 爱 在过去数周中 我所感受到的安慰和舒畅 都转瞬即逝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满了死记 或是在死记中的挣扎 以及与败坏的痛苦征战 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些自认为 最得自由的事上痛苦征战 因此 我才晓得当我认为战斗结束 取得胜利 因而放松警惕之时 敌人就起来造反 让我受到最大的伤害 11月3日 周六 我读了一位敬虔之人的生平 以及他遭遇的试炼 燃起了我的热情 我私存自己过去灵里的死记 对此情况比以往更加确定 得以在神面前 以自我恨恶之心哀伤认罪 11月4日 主日 我觉得早上在祷告中 有信心的操练 盼望能够属灵 在向我可怜的印第安人讲道时 得到了相当大的帮助 因为他们而受到鼓励 希望神定一师 联名给他们 第二天 他启程去纽约 参加在那里召开的长老会议 此次离家超过两周 他好像非常不情愿出行 担心此行会像以往的旅行那样 分散精力 成为扑灭他信仰热情的工具 然而 在这次行程中 有些时候 他得到了神恩典的临在的 非凡凭据和成果 在他周五从纽约返回新泽西时 他极其疲惫 暴露在寒冷和风暴中 生了场大病 因而担言了一些时日 11月21日 周三 起码从纽瓦克去洛克斯提克斯 天气寒冷 几乎难以忍受 在与琼斯先生吃饭时的交谈中 享受到了一些美好 我的灵魂爱神的百姓 特别是那些 与我经历了相同试炼的 耶稣基督的仆人们 11月22日 周四 继续上路 从洛克斯提克斯 去特拉华河 感冒且头痛 非常不舒服 大约晚上六点 我在旷野中迷了路 翻过岩石和山峰 冲下可怕的陡坡 穿过沼泽 越过最恐怖 危险的各种地方 夜色浓重 几乎看不到星星 我完全地暴露在旷野中 寒风刺骨 头痛欲裂 胃里也感到恶心 每走一步都令我痛苦 在这艰难的情况下 前后几个小时 我都以为只能在森林里过夜了 但是 大约九点 借着神的美意 我发现了一户人家 并得到了友善的款待 我就是这样 常常暴露在旷野中 有时要整夜露宿 但是神器金都保守着我 愿宋赞归于他的名 如此的困苦和疲惫 更加断绝了我对地上世界的念想 我相信 这让天国显得更加美好 以前 当我这样暴露在寒风暴雨之中时 我就会通过想象舒适的房子 温暖的炉火 以及其他外在的安慰 来让自己高兴 但是现在 借着神的恩典 这些东西 在我的心里愈加没了位置 我的眼目更多是 仰望神而得着安慰 在这个世界中 我知道会有苦难 并且现在它对我不再像以往那么陌生 在这样艰难的光景中 我不再自我安慰说以后会好起来 而是会想 这曾有可能变得怎样更加糟糕 神的其他儿女 曾经历怎样更大的试炼 也许还有更大的在等着我 愿宋赞归于神 在最尖锐的试炼中 我一想到地上的旅程结束 我肉身朽坏 就大的安慰 却几乎从未出现恐惧和悲伤 反倒常有极大的喜乐相伴 十一月二十三日 周五 拜访了一位病人 与他交谈 祷告 然后 拜访了另外一家 他家死了一个人 停放在外面 看着尸体 盼望我离世的时间能到来 我就可以与基督在一起了 之后 大约在一点钟左右 回了我住的地方 感觉不是 但下午 大多数时间 仍可以读经 在随后的十二天中 他的心理状态和操练 经历了许多变化 圣灵按神的方法 多次特别地影响他 在信仰施工上 赋予他生气活力和安慰 但他也有几次变得非常沮丧 和忧伤 在这期间 他花了很多时间 与别人一起辛苦地 为自己盖了一所过冬住的小房子 他频繁地向印第安人讲道 并提到在针对他们讲道时 不时得到特殊的帮助 而且 有时因为他们的专注 而大受鼓舞 但是 十二月四日 周二 他竭力劝阻他们 不要参加崇拜偶像的艳乐舞会 而他们中大多数人 仍结伴前往 他因此 陷入了极大的沮丧之中 十二月六日 周四 如今非常高兴 能有条件 在自己的房子里灵修 这是最近 才盖好搬进来的房子 想来 无论是因为身体的软弱 或是缺乏灵修 再或是 其他的困难等等 据上次 私下进食祷告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又想到我事工的伟大 以及与之相伴的艰难困苦 以及尽管我已竭尽全力 可怜的印第安人 如今仍在崇拜 魔鬼 这几乎击垮了我的勇气 另外 想到了最近 我完全结不出果子 灵力死气沉沉 十分沮丧 以及某些具体的败坏权势等等 因此 我将今天分别出来 私下进食祷告 祈求神赐恩典给我 我可怜的百姓 我的朋友们 以及神的教诲 一开始 因为觉得仿佛不能完成今天的祷告 所以非常畏缩 但是主帮助我战胜了这个困难 神开恩 借着各种方式 让我清晰认识到自己的罪性 并发现我内心之罪的影响 要比我最近所经历的更甚 特别是 在其中 我看到了自己的罪 即当神将自己隐藏时 我并没有生死不渝地追寻他 而是出现了两种倾向 一种是对一些属世的东西 产生了不当有的关切 仿佛从他们那儿 可以获得幸福 另一种是悄悄变得冒失 又没有耐心 对死亡抱有不恰当的盼望 以至于有时会忍不住 认为我的生命一定是被延长了 对于在今生不能做任何有益之事的失望之情长 让我不耐烦地渴望死亡 我宁愿死 也不愿过无意义的一生 但是现在神让我在这些事上 认识到自己的罪 让我得以向他呼求赦免 然而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全部 我的灵魂好像受到极端的污染 我的心如同灰蛇的窝 或是不洁 可增之飞鸟的潮 因此 我渴望被所洒的血清洁 洗净所有的罪 这就是我希望平信心祷告祈求的 我享受到了激动 热情和灵性 远超过我所期盼的 神对我的恩典远超过了我的惧怕 入夜时分 我感到我的灵魂喜乐 神的奇妙和荣耀永不改变 无论他的受造之物会有何转变 他都会得着荣耀 我得以横切祷告 一直到夜里的某个时刻 我认识到我在每个方面都非常需要神的帮助 我不知道当如何停止祷告 也忘了要吃饭 晚上 莫想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三节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是无价被卖的 得着很大的帮助 为着往日得到的一切 帮助归颂赞给神 十二月七日 周五 早上 花了一些时间祷告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爱 非常渴望能够让我至死忠心 花了一点时间就一个属灵话题写作 之后 拜访了印第安人 并向他们讲道 但是我处于无法言表的沮丧之中 我没有心情向他们讲道 只能逼自己那么做 我知道 他们刚从偶像崇拜的仪式和艳乐上回来 一定不愿意听我讲道 傍晚 在祷告和默想中得到一些自由 十二月八日 周六 今天得着了不同寻常的释放 不再沮丧 不再被自己一事无成的悲哀所缠绕 得以借着一些安慰祷告和学习 特别是在就一个属灵主题写作时 得着了帮助 傍晚 我的灵魂在神里面喜乐 为着他光照我的灵魂而赞美他的名 当神带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时 我感受到了何等美好又蒙福的改变呢 十二月九日 主日 今天在新泽西州一个据我住所约 十英里叫格林尼志的地方 讲了两场道 在第一场讲道中 我几乎没感到对灵魂的热心和爱 在两场间歇的时候 我独自到树林中 向神呼喊 求他赦免我的死气沉沉的罪 在悲伤痛苦之中 我无法以更多的怜悯和更柔和的感情 向诸多灵魂讲道 我谴责自己缺乏属灵的品性 尽管我明白 我不能凭自己得到它 就如我不能创造世界一样 在后一场讲道中 感谢主 在祷告和正道中 我都有了一些热情 特别是在讲道时 我得以借着爱 关切 温柔和恒心向宝贵的灵魂说话 我觉得神的灵在那里 因为果效明显 不少人泪流满面 12月10日 周一 将近中午 我再次讲道 神给了我一些帮助 让我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从而我的灵魂中有平安 和非常惬意的沉静 好使以色列被收据归于他 从格林尼至出发 傍晚才到家 在路上 我的灵魂为神的美善而赞美他 我为着许多工作 得以完成而喜乐 我离那神圣的奖赏更加近了 当称送信实施恩的神 12月11日 周二 感觉身体非常虚弱 昨晚过于劳累 惊提力竭 在就一个属灵话题写作时 得到一些帮助 但是身体过于软弱 胸口疼痛 没有太多抑制工作 我多么渴望 那让困乏人 得享安息的世界啊 不过 借着神的美善 我这次并未缺乏耐心 12月12日 周三 仍然非常虚弱 但是在私下祷告时 得到一些帮助 并得以快乐甜蜜的呼求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我愿你速来 我的灵魂可享神 就是永生神 能够在这样美好的感情下祷告 是何等令人喜悦啊 这远胜于人赖以为生的食物 虽然此刻上午的时间将近 我却不想吃东西 因为地上的食物完全食之无味 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远胜于那最纯的酒 下午 我拜访了印第安人 并向他们讲道 但是仍处于极大的沮丧之中 发现我的翻译 有点关心他的灵魂 这对我来说是种安慰 却也让我充满了心的关切 我非常盼望他得救 在与他交谈时 将自己的心向神举起 为他带倒 回家后 将自己的灵魂倾倒在神的面前 为他代求 在祷告中享受到了一些自由 并且我认为得以把一切交托给了神 12月13日 周四 将这一天用来进食祷告 竭力祈求神的祝福 尤其是要我可怜的百姓更多蒙福 也特别为我的翻译 以及三四个关心他们灵魂的人 祈求得救的恩典 早上起床时 非常不舒服 但是既然已经决定 以这种方式度过这一天 我就尝试着去做了 在几次为这些忧虑的 可怜灵魂带倒时 得到了一些自由 与其他的祷告相比 为他们带倒时 我更大地脱离了思维涣散的搅扰 但是总体而言 我深受心神恍惚的困扰 因而 到了晚上 感觉再没有什么 比自己往日所犯之罪的赦免 和当时所看到自己里面的卑劣 更需要祷告的了 我感受最深的罪就是骄傲 以及因为思维涣散 而未能尊重神 前一种受诅咒的罪 让我想通过写作 讲道 外邦人得救 以及其他伟大的工作 在我死后 可以名垂青史 在发现这种 当被诅咒的品性 如此深重之时 我的灵魂痛苦 激进绝望 我几乎被这个罪 和所犯的另一种罪 即思维涣散 所打败 几乎要放弃 对灵修的追求 几次陷入极大的失望之中 并且认为 我比众人更蠢笨 然而 在经历这一切的悲伤之后 我相信借着恩典 今天以及这一天的操练 是为要我得益处 让我比之前更清楚 自己的败坏 以及没有基督时 自己的软弱 12月14日 周五 将近中午 去了印第安人那里 但是不知道该对他们讲些什么 面对他们 也感到羞愧 我觉得没有权柄 对他们的良心讲话 因而 缺乏说话的勇气 这一天 大多数时间 都因为 为在活人之地的 作祸得见 任何美善 而处于极度的沮丧之中 此日 他仍处于 类似的沮丧之中 12月16日 主日 被沮丧之情淹没 以至于不知道 当如何活下去 我极其渴望死 我的灵魂陷入深潭中 洪水将要把我吞没 我是如此消沉 以至于灵魂 处于一种恐慌之中 心思飘忽不定 不能集中精力祷告 连一分钟也不行 为自己没有向着神而活 感到极度羞愧 我对自己的状态 没有任何痛苦的疑虑 只是盼望 能够快乐地进入永恒 在我要向印第安人讲道时 我的灵魂处于痛苦之中 我被沮丧击垮 潜驴即穷 已经绝望 认为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结果 我不知道当说些什么 也不知道接下来当怎么做 但是最后 我决定讲由基督所行的神迹 而得到的基督教真理的证据 我向他们讲了许多证据 神帮助我将其应用 在那些拒绝相信 我所教导之真理的人身上 的确 在一定程度上 我得以向所有人的良心讲话 并得着鼓励 发现神让我能再次信实 之后 到他们中另一群人那里讲道 不过非常虚弱疲惫 傍晚 我得到更新 得以清醒而充满感情地 向神赞美祈求 在工作的事上得到一些鼓励 勇气加增 渴望活下去 并为神做更多超过 我虚弱的身体状况 所允许的工作 借着那家给我力量的基督 我凡事都能做 靠着祂的恩典 在我没有被沮丧和绝望吞没时 我愿意为祂的事工献上自己 被祂使用 12月17日 周一 今天大多数时间 心里安逸 得以清醒地专心祷告 祷告时有一些自由 快乐 在就一个属灵主题写作时 也得着了一些帮助 12月18日 周二 去了印第安人那里 与他们聊了约一个小时 却没有能力 接近他们的心 但是最后 我感到了一些热情 神帮助我 借着热心讲话 我的翻译也得到了奇妙的帮助 我毫不怀疑神的灵也感动它 当下 这些成年人中的大多数 也大大的感动 泪流满面 一位老人感动得流泪 好像是相信了我所教导 他们的有多重要 我花了很长时间 与他们在一起 劝说 引导他们 离开后 在祷告和赞美中 将我的心摆在神面前 并鼓励和劝导我的翻译 要努力进窄门 回到家 将晚上的时间 大部分用来祷告和感恩 发现自己的灵 得到扩张和复苏 非常关心主的工作 看起来这工作即将开始 并将借着神的大能开展下去 要叫可怜的灵魂得救 并荣耀神的恩典 十二月十九日 周三 今天大多数时间用来 向神祷告 祈求他将圣灵 倾倒在我可怜的百姓身上 并唤醒我的翻译 和其他人的灵魂 就像昨日那样 将他同在的凭据赐给我们 以荣耀他的名 感谢神 今天在祷告和赞美中 我五六次得到极大的自由 并感到灵里 对那些宝贵灵魂的得救 以及救赎主的国度 在他们中间的扩张 有着深重的关切 我的灵魂盼望 我的牧养能在神里面 得着一些成就 为着这许多的盼望 归送赞给他的圣名 十二月二十日 周四 今天得以频繁地 到施恩宝座前 借着神的美善 多次享受到了 极大的自由和火热 在为我可怜的百姓 哭求怜悯之时 得到了很大帮助 在为他们祈求时 感受到了快乐和希望 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写作 不过仍得以将祷告 融入我的研修之中 十二月二十一日 周五 再次得以借着自由 快乐和希望祷告 神开恩 让祷告成为我快乐 而安逸的责任 我喜欢一再祷告 将近中午 拜访了我的百姓 去他们那路上的时间 全部用来祷告 盼望在他们中间 看到向上周二 那样的神的大能 我发现将盼望 交托在神那里 是甜蜜的 在两个不同的地点 向他们讲了两次道 每一次都得到了 很大的自由 我的翻译也是如此 有几个人 随我从一个地点 到了另一个地点 我觉得可以感受到 在他们中间 有神的影响力 傍晚 在祷告中 再次得到帮助 愿送赞归于主 周六 关于里面的状况 操练和帮助 他表达了与前些天 非常类似的景况 他觉得 这是非常惬意的一周 但是仍总结到 我没有任何理由抱怨 不多接果子 但愿在我里面 没有虚空的想法 和邪恶的情感 主知道 我是何等渴望那个世界 在那里他们不分昼夜地 称颂圣灾 圣灾 圣灾归于全能者主神 在随后的安息日 他提到 在公共服事中 得到了帮助和自由 但并未像上一周常 经历的那样 那么强烈地感受到 神的同在 不过也提到 他的灵魂得保守 未陷入沮丧之中 周一全天 他再次大大享受到了 与上一周大多数时间 类似的自由和火热 12月25日 周二 由于昨天紧张地学习 还有身体的虚弱 昨晚几乎没有安睡 不过我的心 在祷告和赞美中 多少有些活力 我因为神圣的荣耀 和幸福而喜悦 因着神就是神 有着永不改变的荣耀 和恩典而喜乐 虽然神让我整夜未合眼 但是他帮助我 提升应用时间的果效 我在疼痛和软弱之中 可以继续默想 路加福音13章7节看哪 我这三年来到这 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这默想是美好的 让我想将罪和危险 沉迷在罪人面前 他在一段日子中 身体一直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 这仿佛成了他信仰的操练 和追求上的一个巨大障碍 但是在这周剩余的几天中 每天他都提到得着神一定程度的帮助 这周 他数次向印第安人讲道 在他们中 有些人仍在为自己的灵魂担忧 周六 他起码去了距他住所约15英里远的爱尔兰人的聚居地 要在那里过安息日 12月30日 主日 一天讲了两次道 正道经文是马可福音八章34节 若有人要跟从我 神给了我丰富的自由 极大的激情和热心 讲得非常清楚 傍晚 在与朋友们谈论属灵之事时 更是特别透彻明白 我不记得在我一生中 还有什么时候 比现在对信仰的理解更清晰 但是 晚上与灵里的骄傲争战 周一 他在相同的地点 再次以自由和热心讲道 傍晚 他在极大的病痛中 回到了居所 接着又病了两天 在那些日子中 他大大的哀叹着灵里的空虚 和不结果子 1745年1月3日 周四 因为感受到非常缺乏神的影响力 以及圣灵的浇灌 就把今天用来进食祷告 为自己 特别是为我可怜的百姓 还有神的普世教会 祈求怜悯 早上的祷告毫无生气 丝毫体会不到神的同在 将近中午 祈求神各方面的旨意都能成为我的心愿 在那时享受到了一些美好的自由 我确信那一刻在很大程度上的着了自由 下午 我非常虚弱 没有多少热情祷告 而是感到相当沮丧 我相信这与我身体上的虚弱和不是关系很大 1月4日 周五 中午时分 骑马去了印第安人那里 时光在身体非常不适的情况下流逝 我的灵魂陷入了深渊 我几乎被哀伤吞没 1月5日 周六 能够写一些东西 但是仍然头痛得厉害 晚上 因为感到灵里的败坏而痛苦 只有我才知道的年少时犯下的成千上万的愚昧之举 历历在目 恍若昨日 让我的灵魂在神的面前羞愧 自己痛恨自己 1月6日 主日 仍然因为抑郁而感到痛苦 向我可怜的印第安人讲道 但是几乎没有感情和生命 入夜时分 因为认识到自己的不忠 灵里感到压抑 盟主连续能做忠心之人的平安与喜乐呀 处于相反静地之人的痛苦与哀伤啊 他的沮丧之情又持续了两天 但是不像周二那么强烈 在向印第安人讲道时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热情 1月9日 周三 早上 神开恩 拿走了最近压在我心头的忧郁 在祷告时 赐给了我自由和甜蜜 我受到鼓舞和坚固 得以为自己祈求恩典 为我可怜的印第安人祈求怜悯 在为其他人向神代求时 得到了美好的帮助 愿送赞永永远远归于他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最近那些貌似最困难且几乎不可能的事 现在看起来不仅可能 而且简单 在这蒙福的时刻 我的灵魂在横切地祷告中极其喜悦 让我不愿摄取必要的食物 因为害怕停止祷告 唯恐失去这样的灵性和当下所感受到的对神的感恩 我感到现在非常愿意活下去 经历在这个悲惨世界中留给我的一切试炼 但是仍然渴望天国 愿我以最完美的方式荣耀神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求你快来 花了一些时间读经 但因身体虚弱不适的缘故 而不得不休息了几次 傍晚 在祷告中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激情 在这周接下来的三天中 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但不管怎样 内心仍然保持着与周三同样惬意美好的状态 主日 这种灵力的美好喜乐开始消退 但他仍享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安慰 在向印第安人讲道时 得到了帮助 1月14日 周一 在身体极度的不适和虚弱中度过了这一天 在学习和祷告中 几乎没有自由 傍晚 我非常沮丧痛苦 我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度过了生命中如此多的时间 这让我悲哀痛苦 若是神允许 我盼望是半儿功倍 快快完成我在这令人沮丧的世界上的工作 我确信我活着不是为了这世上的任何事物 并且借着恩典 我不畏惧直面那恐怖之王 我明白 若是神离开我 我会惧怕 因此 我觉得我的责任 就是一直为那神圣的时刻而预备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 特别是在我非常虚弱 好像离永恒最近的时候 一想到死亡近在咫尺 我的灵魂就欣喜快乐 不要归于我 不要归于我 愿荣耀归于神 若神不保守我崇敬地依靠他 我相信死亡会轻而易举威吓到我 而现在 我必须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当我的灵魂处于美好的灵修状态时 我愿意暂时停留在这悲惨的世界中 神认为多久合适 我就愿意离家多久 但是当我缺少这种品性的影响之时 我就会缺乏耐心 倾向于离开 我能变得完全圣洁 并在神里有完全喜乐的那一天 何时到来啊 他在极大的悲哀和沮丧之中度过了第二天 他确信这是身体的虚弱和抑郁引起的 1月16、17日、周三、周四 这一天大部分时间用来就一个美好的属灵话题写作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帮助 并得以比往常更频繁 热切地祷告 我觉得我的灵魂在神里喜乐 特别是后一天晚上 当时的赞美看来很美妙 而且我乐于归颂赞给主 神竟帮助我为他而劳作和学习 这多么值得感恩啊 当我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得以赞美他 为他做工 为他而活之时 他就接纳那属于他自己的 能在履行神交付给我们的职责时 感受到神恩典的帮助 是何等惬意美好啊 我的灵魂啊 归颂赞给主 第二天 心境扩张和灵力 喜乐的状态仍然持续着 只是在接下来的一天开始减弱 这种消退好像一直持续了一周 不过 他在一些时候 享受到了特殊且美好的帮助 1月27日 主日 里面经历了几乎前所未有的最大痛苦 我被完全地压垮了 并且非常混乱 以至于从我开始向印第安人 讲到倒说完一句话之前 就数次完全忘记了我的目标是什么 又像是非常艰难的记起 我想说的是什么 不过仍然感觉非常陌生 仿佛是已经遗忘了很久 现在零零星星记起而已 我知道这种分心是由于抑郁 悲伤 灵力 开小差以及这个早上压迫在我心头的一些其他事情 那是关乎我的印第安百姓的头等大事 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 这种悲伤 忧郁一整天都没离开 只是大大的减弱了 让我得以在印第安人的两个聚居地自由地与他们讲话 与待关切 我觉得有些现象表明神与我们同在 至少有几位印第安人表现出了严肃和关切 傍晚 这种忧郁一直持续到大概九点钟做家庭祷告的时候 祷告将近结束 当我就像往常那样为我可怜的百姓祈求光照和救赎之时 乌云被吹散了 我得享甜蜜和自由 并确信神为他们中的一些人预备了怜悯 在之后珍贵的个人祷告时间里 我享受到了同样的状态 在为自己 为我可怜的印第安人 为新英格兰和其他各地的亲爱朋友和熟人们 为西安普世的宝贵利益而祷告时 美好 自由和信心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愿颂赞归于主 我的灵魂 一点也不要忘却他的恩惠 这周剩下的时间 至少是多数时间 他处于沮丧悲伤之中 周五 这种情绪达到了至高点 他发现自己那时被抑郁大大的困扰 这种极度的忧郁持续到周六傍晚 他再次在家庭祷告时得到释放 随后在个人祷告时 灵力得到复兴 感到愿意活下去 为神的事业经受苦难 并盼望着基督国度的扩张 并且再度燃起大大的希望 要看到神在可怜的印第安人中的大能 2月3日 主日 早上 我在一定程度上 从最近非常烦扰我的忧郁和混乱中解脱了出来 得以在沉静和安慰中祷告 尽管如此 仍然惧怕去我的印第安百姓那里 因为我的灵魂还记得上周五如阴沉和苦胆的困境 我非常害怕又要不得不喝那使人颤抖的杯 那杯不可思议的彼死还要苦 并且让我更加渴望死亡 无法言喻的渴望 胜过渴望隐藏的财宝 是的 不可思议的渴望 胜过世人对财宝的渴望 但是神开恩 听了我的呼求 赐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感到灵魂中的平安和满足 即使印第安人中没有一人因我的奖道受益 而是都被诅咒 我也仍会因着忠心而被接纳 得奖赏 因为我确信神让我如此行 之后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帮助 并也非常盼望可怜的印第安人得救 入夜时分和晚上 灵里得到一些振奋和安慰 我的灵魂当因着主的良善而赞美他 晚上在默想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时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 在随后的三天中 他经历了极大的沮丧 但在沉静和安慰中度过了这周剩余的三天 接下来的安息日 他在新泽西的格林尼志讲道 傍晚 他骑行八英里 探访了一位处在死亡边缘的病人 发现他已经说不出话 失去知觉了 2月11日 周一 破晓时分 病人死了 我触景生情 整个早上与哀悼的人在一起 在祷告之后 与他们稍作交流 就返回格林尼志 根据诗篇八十九章十五节之道 向你欢呼的 那民是有福的 再次讲道 主赐给了我帮助 我感到对众多灵魂和基督的国度 有着美好的爱 并盼望可怜的罪人能够听到欢乐的声音 有几个人很受感动 聚会之后 几个灵里有困扰的人找到我 我得以自由而充满关心地跟他们交流 离开那地 沉静的甜蜜 骑行约八英里回到我的住处 与朋友们沟通 并用神的真理反复教导几个人 傍晚 处于我曾经历过的最为神圣的状态中 死亡从未如此真实地向我显现 或者说我看到自己是一具尸体 摆在那儿 装炼了 要埋葬到寂静的坟墓中 那一刻是如此真实 然而 我感到非常安逸 我的心平静安稳 死亡好像毫无痛处 我想我从未像此刻这样 对一切的受造之物 完全没有了欲望 死亡看起来是多么伟大而神圣 归于尘土是至高的荣耀 这个世界的财富 荣耀和快乐看起来 是多么虚空和不值一提 我不能也不敢对他们有任何想法 因为死亡 死亡 神圣的死亡就在门口了 我能看到自己死了 躺在棺材里 被葬在冰冷的墓穴中 我已至高的庄严肃穆 而非恐惧 看待这一切 整个晚上 我与一位亲爱的基督徒 朋友交通 感谢神 这对我俩来说都是一个惬意的夜晚 什么是朋友 什么是安慰 什么是悲哀 什么是不幸 时候减少了 从此以后 哀哭的 要像不哀哭 快乐的 要像不快乐 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你快来 阿们 为这过去一天中的诸多安慰归颂赞给神 2月12日 周二 身体非常虚弱 但今天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一种美好 顺服 沉静的状态中 在祷告时 感到我的心无拘无束地追随着神 2月13日 周三 被抑郁大大的烦扰 但我认为仍得以保持庄重和灵性 2月14日 周四 今天的时间用来就一个属灵话题写作 在工作中享受到了健康和自由 对此有着一种严肃的感觉 的确 这一周的每一天都或多或少有着这种感觉 我周一的那种体会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如影随形 2月15日 周五 基本上一整天仍是专注于写作 傍晚 默想一段宝贵的经文 即约翰福音7章37节耶稣站着高声说 得着了很大的帮助 对福音白白的恩典 有着甜蜜的感受 我的灵魂复苏 大受鼓舞 感到温暖 在祷告中 向神倾诉我的诸多愿望 我的灵魂警醒 唯恐疏忽了方才所接待的那样美好的座上宾 我这样祷告和默想交替进行了很长时间 不愿意有任何事情打扰这美好的操练 我渴望向这世上的罪人 宣告我方才所默想的恩典 这位配得称颂之神的话语 有何等的智慧和大能啊 第二天 他提到了与败坏的激烈征战 也大大抱怨了心里的不安 2月17日 主日 在旷野中 扬面山坡上 向白人讲道 听众非常多 他们中 很多人住在三十英里开外的地方 有一些人是赶了近二十英里路来的 我向他们讲了一整天 正道经文是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耶稣站着 喊着说 人若渴了 下午 神开恩 在我讲道时 赐予了我极大的自由和热情 我得以效法基督在经文中的样式 站着呼喊 我想在我一生中几乎从未像这次一样 得以更自由 更清晰地 向将要灭亡的罪人们讲述神白白的恩典 之后 我得以诚挚地邀请神的孩子们重新到神的面前 喝那活泉的生命之水 从那里他们曾得到过无法言表的满足 对我而言 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会众多有流泪 我毫不怀疑神的灵在那里 让可怜的罪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基督 傍晚 我虽然非常累 但感到沉静 安逸 我体会到一些神的华美和荣耀 我的灵魂喜乐 因为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但是人群拥挤熄攘 我更渴望与神独处 为着今天的怜悯 我愿永远称颂神 祂应了我的心使我喜乐 在这周剩余的几天中 这种生命力和喜乐好像在消退 并痛苦地与败坏交战 但是不乏一些振奋和安慰的时光 2月24日 主日 早上 感到非常混乱 我的翻译不在 我不知道当如何在印第安人中 开展工作 然而 我骑行到他们那里 找到一个荷兰人为我翻译 尽管他只能勉勉强强胜任这工作 之后 我去向几个白人讲道 正道经文是约翰福音6章67节 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 主好像在一定程度上 卸下了我的重担 特别是在讲道 要结束之时 我体会到了 将基督之爱向 他自己亲爱的门徒们 打开的自由 当整个世界离弃他 也被他离弃 他不再呼召他们之时 他转向属于他自己的 并说你们也要去吗 在其他人都背叛他的时候 当他们自己也一定程度上随世界一起后退之时 我体会到了基督给他自己百姓的白白的恩典 基督白白的恩典 他事实地警告了他百姓那退缩的危险 要求他们持守对他自己的忠诚 我看到那些好像将要与这个世界一同离开的退缩灵魂立即回转 并被他接纳 他无视他们之前的退缩 并未多说什么 也因如此 我的讲道与我自己灵魂的状态相符 因为我发现最近非常缺乏这种对神恩典的体会和理解 我的灵魂常常很悲哀 因为我没有恰当地理解这赦罪活泉的含义 并凭自己的力量为属灵的生命 良心的平安和更加的圣洁而竭力做工 但是现在神让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一切力量的绑壁和一切恩典的泉源 傍晚 我感到庄严 虔诚 美好 要靠着白白的恩典 得着帮助 接纳和良心的平安 在接下来的九天中 他常常受到圣灵振奋和复兴的影响 同时也抱怨灵力的呆滞 渴望鼠灵的生命力和神圣的热心 3月6日 周三 今天大部分时间在为去新英格兰的旅程做准备 花了些时间 特别为这个行程计划祷告 害怕自己离开这活水的源泉 试图从破旧的水窖和在旅程中可能遇到的朋友及熟人那里汲取满足 我仰望神 求祂保守我远离这种虚空 以及其他各样的浮华 傍晚时分和晚上 一些朋友来探望我 我相信他们中有些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们对我有感情 好像因为我要离开 特别是看到我并未计划在他们中间久留而难过 假如我能活着从新英格兰回来的话 神对我是何其恩慈 祂在每一个按祂旨意呼召我的地方都为我兴起了朋友 朋友们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是神把他们赐给了我 祂让他们以友善待我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第二天 他启程 此行约有五周的时间 他之后在3月21日的日记中表明了此行的特殊目的 他提到与一位新英格兰牧师的交流 他说 要与他一起策划在基督徒朋友中间募集资金 以资助一位同事 这样我们可以一同在旷野中工作 因为基督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地出去 这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 我为此竭尽全力 若这能够荣耀他 愿神成就 他先是去了新泽西州的多个地方 拜访了那里的数位牧师 然后去了纽约 从那儿去了新英格兰 走访了康涅狄格州的很多地方 然后他返回新泽西 在伍德布里奇拜访了一些牧师 他说他们在那儿聚集 要讨论一些重要文章中 关于基督国度的事宜 在他行程的大多数时间中 他像是远离忧伤 许多时候在公共服饰中 得到了不同寻常的帮助 有时他的讲道在听众中产生了良好果效 带给人很大的盼望 在与牧师们和其他基督徒朋友的交通中 在独自默想和祷告时 他也多次得着特别的安慰和灵力的复兴 4月13日 周六 骑马回到我在特拉华福克斯的家 得以纪念主的恩惠 在此行600英里的路程中 他保守了我的平安 没让我折断一根骨头 愿宋赞归于这位在漫长旅程中保守我 让我平安回到家中的主 毫无疑问 是神支持保守着我的出行 4月14日 主日 身体因为这次旅途的疲惫而非常不适 但仍得以借着一些自由 向一大群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白人讲道 正道经文是 以西节书33章11节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得到的帮助大大超过我所期待的 这周他去了一趟费城 要请当地官员 以他们与六族首领的交情施加影响 能够允许他到萨斯奎汉纳居住 并教导他们领地范围内的印第安人 在往返的路上 他在比蒂先生 一位年轻的长老会牧师家中借宿 他提到在借宿时 多次体会到灵力美好的复兴 4月20日 周六 与贝蒂先生一同骑马去了阿宾顿 参加垂特先生按照苏格兰教会要求主持的圣餐礼 我们到那时 垂特先生正在讲道 随后 我以马太福音五章三节的经文讲道 虚心的人有福了 神开恩 在祷告和讲道时 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和温柔 会众的心被甜蜜地融化 数十人泪流满面 通过之后与他们的交流 正如我当时所盼望的 这对众多疲乏的灵魂而言 完完全全就是话和其实 我非常疲惫 我的精神耗尽 我几乎不能大声讲话 但是我在神里面喜乐 不能自已 4月21日 主日 早上 沉静安稳 祷告时 灵魂追随着神 盼望在神的殿和他的桌旁 有他的同在 也期望他的同在临到会众之中 他的儿女能得享肥美的盛宴 上午 垂特先生讲道 在胜利中 我体会到一些爱和温柔 贝蒂先生在户外 向另外一半 不能进入聚会所的人讲道 在领圣餐时 我领悟到当神的百姓 以完美之态 聚集在天父国度的桌边时 那极乐的团契和其甜蜜安逸 下午 我在户外向全部会众讲道 正道经文是启示录十四章四节 高阳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神再赐开恩 赐给我极大的自由和明晰 但是并未像以前那样火热 不过全会众都倾注了最令人惊异的注意力 之后 我了解到那对许多人而言 都是一个美好的时刻 四月二十二日 周一 早上灵修时 享受到了一些甜蜜 十一点钟 贝蒂先生借着自由和生命的活力讲道 之后 我以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讲道 并结束了敬拜 得着一些自由 但不能与我之前曾经历的相提并论 不过 在祷告时 主让我能够以孩子般的性情 借着温柔和破碎的心 向他哭求 与贝蒂先生一起回到他的居所 路上和那之后的时间 都非常令人满意地用在了鼠灵的世上 四月二十三日 周二 辞别贝蒂先生 回到我在特拉华的福克斯的家 路上有一些美好的默想 得以在祷告和赞美中 将心举起 交给神 在之后的两天中 他提到身体非常不适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得着了鼠灵的帮助和自由 四月二十六日 周五 与一位基督徒朋友热情地交流 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一股 对这个世界克己的力量 之后 得以热切地祷告 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都甜蜜地仰赖给神 刚入夜 一位亲爱的基督徒朋友来访 我与他就信仰的核心交流了一两个小时 我与许多人都可以谈论关乎信仰的想法 但是 哎 我发现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之讨论信仰本身 但是 感谢神 还是有一些人喜欢吃果实 而非外渴 第二天 他去了之前常提到的约十五英里远的爱尔兰人聚居地 他在那儿度过了安息日 讲道时 得着相当大的帮助 周一 他在非常虚弱的状态中返回了自己的居所 四月三十日 周二 几乎不能走动 大多数时间 不得不让自己躺在床上 在非常孤寂的状态中度日 即不能读经 默想 也不能祷告 在这荒郊野外 也没有人可以交流 当我不能做任何有益之事时 时光的脚步是那么沉重 但是好像不得不让宝贵的时间流逝 最近 我明白了 我应当在合乎律法的范围内 让自己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好使自己至少在一小部分时间中 能够健康地为神做工 我现在的消遣与之前 凭自身的喜好 所追求的那些是不同的 那时 我将消遣当作神 以之为乐而忽视真神 并从中汲取我最大的满足 现在 我将其作为帮助我 为神而活的工具 将喜乐聚焦在神那里 而不是在娱乐上 并从神那里获得 我至高的满足 当时 他们是我的一切 现在他们只是带我通向一切的工具 那些最让我分心的事情 当从这个角度对待他们时 并未影响 而是助长了我的灵性 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觉得他们是绝对必要的 5月1日 周三 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都不能坐起来 然而有时也能恢复些气力 使我能够就一个属灵的主题 写一点点东西 因为不能为神而活 感到悲伤 傍晚 在个人祷告时 得着一些甜蜜和热情 5月2日 周四 傍晚 身体略有好转 我到树林中散步 享受了一段美好的默想和祷告时光 我的思绪萦绕着十篇十七章十五节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这对我而言 的确是一段宝贵的经文 我渴望向整个世界讲述它 并且在我看来 当他们听到如此宝贵的神圣真理时 他们一定都会融化 就如我所看到和品味道的那样 我的思维非常清晰 我的灵魂振奋 感谢神 我身体的虚弱虽已缠绵多日 但我的心并未像有些时候那样忧伤 5月3日 周五 早上 感到身体和头脑有了一些活力 在祷告中得着一些自由 力量和甜蜜 去了我的印第安人那里 与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些时光 傍晚 再次到树林中灵修 默想以赛亚书53章时节 耶和华 却定义将它压伤 得享一些甜蜜 此后的三天 他都在身体非常虚弱的情况下度过 但是在公共服侍和个人祷告中 他都得到了一些帮助 并好像仍远离悲伤 5月7日 周二 这一天主要用来预备去旷野的行程 身体仍然虚弱 担心我如何才能完成这样困难的旅程 花了一些时间祷告 祈求神赐福 引导并保守我的旅程 但是因为缺乏体力 未能将这一天用来进食祷告 第二天 他与藩义一起出发去萨斯奎汉纳 途中穿越可怕的旷野 他经历了极大的困难 非常疲惫 在旷野露宿一晚之后 他又遇到了东北方来的风暴 让他几乎丧命 在大雨之中 他既没有地方躲雨 也不能生活 若是停留 他不能得着任何遮蔽 因此 他决定继续向前 期望能够找到避雨的地方 若是找不到 他觉得就不可能活过那一夜了 但是他们的马恰巧 在前一晚 他们露宿的地方吃了毒草 因而病得厉害 既不能骑 也不能牵 不得不赶着他们 徒步向前 借着神的怜悯 将近黄昏之时 他们走到了一所树皮小屋 在那过了夜 在他到达萨斯奎汉纳之后 他沿河行禁约百里 拜访了许多印第安人的城镇 和聚居地 看到约有七八个不同的部落 在不同的翻译帮助下 向不同的民族讲道 有时 当印第安人抵制基督教义时 他非常沮丧 情绪低落 也有时 因为这些百姓中的一些人 表现出倾听 并愿意接受教导 他就受到鼓舞 在那里 他遇到了一些之前 在考努密课后来 迁移到此地的听众 他们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他 听他讲道 他在这一流域的印第安人中间 度过了两周 经历了相当大的苦难和辛劳 经常睡在地上 有时露宿在户外 终于 他得了重病 在旷野中骑行时 得了瘧疾 之后 烧得像火炭一样 头和肚子极其疼痛 并伴有严重的便血 以至于他觉得 必会死在旷野中 但是最后 他们到了一个 印第安商人的小屋 他或准在那住下 虽然没有适宜的药品或食物 但是神开恩 在大约一周的痛苦之后 他恢复到可以骑马了 他从河下游 一个叫做杰尼阿塔的小岛返程回家 岛上有相当多的印第安人 他们不像其他大多数印第安人 对基督教义没有那么多的偏见 5月30日 在行近约340英里后 他回到了特拉华福克斯 回到家 他身体极度虚弱 心里沮丧 这也极大的影响了 他的信仰操练 不过 在安息日 向印第安人讲道之后 他向白人讲道 获得了一些成功 正道经文是 以赛亚书53章十节 耶和华 却定义将他压伤 一些人被他的讲道唤醒 第二天 他因缺乏属灵的生命力和热情 而倍感煎熬 6月4日 周二 将近傍晚 因着缺乏神的 同在以及对属灵之事的感受而痛苦 抽身到树林中 花了近一个小时 祷告默想 我觉得主怜悯我 让我对属灵之事 有了些感觉 这的确让我苏醒 振奋 在祷告中 我的灵魂得享自由 非常投入 以至于让我不愿离开那地方 6月5日 周三 早上 感到渴慕神 傍晚 享受了一段宝贵的灵修时光 在神圣的经文上 得着了一些清晰美好的思想 属灵之事清晰明确地开启 在他们之上 有神的印记 在祷告中 我的灵魂也得到更新 我高兴地继续祷告 在为基督徒伙伴和在苦难中的亲爱弟兄 祷告时 得到了美好的帮助 为着这样的喜乐 归颂赞给亲爱的主 能够对神的奥秘和真正的圣洁 有清晰的理解和温柔的体会 并可以与最美好的存在物相像 这是多么甜蜜而宝贵啊 一个受造物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向他伟大的造物主 他的神 这是何等的祝福 主啊 让我更有你的样式 那么当我醒了的时候 就心满意足了 六月六日 周四 今天在相当一部分时间里 专注于默想和研修一些属灵的课题 在默想中 享受到了一些特别的自由 对问题看得很清晰 十分甜蜜 得以改善对时间的利用 真是令人振奋啊 第二天 因为受到贝蒂先生和会众的邀请 他去了五十英里开外的内沙米尼 帮助预备要在贝蒂先生的聚会场所举行的胜利 六月八日 周六 因为昨天在酷热的天气中骑行 而感到非常虚弱疲乏 但是因为人们的期待 我下午向一大群听众讲道 正道经文是以赛亚书四十章 一节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神开恩 给了我极大的自由 揭示神百姓的哀愁 并将安慰人心的事摆在他们面前 感谢神 这是一段让会众的心融化的美好时光 六月九日 主日 非常盼望在今天神圣的时刻 神的同在能临到他的百姓 上午 贝蒂先生讲道 会众表现出了一些热情 随后 我帮助主持圣餐礼 胜礼将近结束时 我对在场的众人发言 引用的是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的经文 耶和华 却定义将他压伤 在向罪人讲话之时 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所说的话语 带有神奇的力量 三四千会众中 即使没有上百人 也有数十人被大大的感动 在那里有大大的悲哀 如米吉多平原之 哈达临门的悲哀 晚上 我因为意识到 自己昨日的讲道 有诸多瑕疵 而几乎无法面对任何人 六月十日 周一 借着一些美好的热情 非常清晰明了的讲道 正到经文室 诗篇十七章十五节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感谢神 会众非常严肃 注意力很集中 神的百姓 得到甜蜜的更新 这在当时和之后 都非常明显 六月十一日 周二 这一天主要用来 与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交通 感受到了一些 神圣之事的美好 与神的可爱儿女相伴 是何等令人满足 我真的可以说 他们是世上的圣民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当有一天 在完美的状态中 遇到他们所有的人 那当是何等的喜悦啊 主啊 为那美好的状态预备我 第二天 他辞别贝蒂先生 去了新泽西的梅登黑德 拜访了那片区域的几位牧师 在安逸的精神状态中 度过了七天 六月十八日 周二 从新布伦瑞克出发 去拜访一些印第安人 他们住在新泽西 一个靠近海边 叫做克罗斯卫森的地方 下午 到了一个叫克兰伯瑞的地方 遇到了一位严肃的牧师 迈克奈特先生 借宿在他那里 在与一些人祷告时 得到了一些舒畅和自由 第七章 朔国累累 1745至1746年 本章开始讲述 毕大卫为了众人灵魂的福祉 尤其是作为去往 印第安人中间的宣交士 付出辛劳 收获巨大成功 通过前面几章 关于他生平的记录 读者应当了解到了 他对这些人灵魂之益处的盼望 是多么巨大且持久 为此他怎样祷告 劳苦和征战 又是怎样舍己 吃尽苦头 那么 毫无疑问 读者一定会非常高兴 读到他获得成功 在毕大卫先生 为了印第安人的重生得救 痛苦祷告 仿若经历临产之痛后 在他冉冉升起的一切希望和期盼 都变为失望和沮丧之后 在横切祷告 辛苦劳作 痛苦忍耐中 长久等待之后 就好像长夜已过 黎明最终来临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和捆回来 盼望的事情最终实现 但发生的时间 地点和方式 几乎是他从未想到的 有关这些的记录 毫无疑问 会让基督徒读者欢喜雀跃 他的日记中有相关记载 本应当在此插入 但是毕大卫先生 应苏格兰宣教协会的要求 记述了这荣耀又奇妙的胜利 并已在他有生之年出版 我希望那些尚未读到 他已出版的日记的读者 能够买一本 因为若是缺了这部分 在某些方面最为奇妙 最令基督徒欣喜的内容 整个故事就不完整 那些已经得到那本小书的读者 会明白这段历史 应当穿插在哪里 在后文中 我或者会提到 或者会掠着笔墨 读者在读本章时 会明白在毕大卫先生 日记中的哪些地方 有些值得注意的内容 被省略了 因为这些内容已经出版 1745年6月19日 周三 骑马去了克罗斯卫森的 印第安人那里 发现没有几个人在家 向他们讲道 并发现他们非常严肃 专注 晚上 我极其疲惫 几乎不能坐起或走动 这个世界何等令人厌倦 这个身体何等迟钝 6月20日 周四 入夜时分 再次向印第安人讲道 比之前多了一些听众 晚上 独自祷告时 享受到了一些平安 心里沉静安详 并得着一些安慰 在明白我的救赎将近时 我得以在喜乐中抬起头 感谢神 为他疲惫可怜的百姓 预备了安歇 6月21日 周五 骑马去了福里霍尔德 探望威廉坦南特先生 与他一起度过了 惬意的一天 我低落的情绪的 这些振奋和鼓舞 我感到在与信徒的交通中 我的灵魂追随着神 傍晚 在私下祷告时 得着更新 看自己是一个可怜 且一无是处的受造物 没有智慧指导自己 也没有力量帮助自己 愿送赞归于神 他让我快乐蒙福地 依靠他而活 6月22日 周六 中午时分 再次去了印第安人那里 将近夜里 向他们讲道 发现我的身体被大大坚固 并得以非常明了 充满热情地向他们讲话 毫无疑问 神的大能与这些话语相伴 许多人开始为自己的灵魂担忧 并洒下泪来 希望基督能救他们 在事工中 我的灵魂大大苏醒和振奋 我不由自主地花了很多时间 与他们在一起 以揭示他们的不幸 指出救赎之道 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在从印第安人那里返回的好几英里的路上 我的精神振奋 灵魂几乎不停地向神呼求 晚上 我再次得着神不晓的慰藉 那时 我愿意活下去 在一些方面甚至渴望活着 这样我就可以为基督可爱的国度做一些事情 不过死亡看起来是那么美好 以至于我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为难 盼望离开 我常常对这个世界感到厌倦 因此渴望离开 但是 希望是被提走 而非被驱逐出去 在随后四天的日记中 除了已发表的内容外 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记录 6月27日 周四 我的灵魂欢喜地发现 神让我能够忠心 而且他高兴用我做器皿 去唤醒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 对我而言 能看到自己事工的果效 这是何等苏醒人心 振奋灵魂呢 6月28日 周五 傍晚 在祷告中 我的灵魂苏醒 为了我可怜的印第安百姓 为了自己和朋友们 为了神的亲爱教会 将心摆在神面前 这是何等振奋 何等甜蜜 愿送赞归于神 我的灵魂 不要忘记 他的恩惠 和温柔的怜悯 6月29日 周六 向印第安人讲了两次道 不由地赞叹他们的认真和专注 感谢神扭转他们的心来倾听 看到他们眼中带着泪水 心中怀着关切 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分和情感听道 这对我而言是何等振奋 傍晚 起码回家时 不由自主地祷告 把心摆在神面前 得着了帮助和自由 愿送赞归于他的名 神的同在远胜于活着 在随后两天的日记中 除了已发表的内容 以及他在感恩和喜乐中 将心摆在神面前之外 别无值得关注的记录 7月2日 周二 骑行约40英里 从印第安人那里 出发到了布伦瑞克 在那儿结束 几乎整个上午 特别是在骑马的时候 感到我的心 在祷告中抽离出来 追随着神 傍晚 不由地为着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 向神呼求 之后 我上床 直到进入梦乡 我的心 都一直为了他们 而追赶着神 感谢神 让我可以祷告 因为印第安人 诚挚地不断请求 大卫一再地 为这些印第安人讲道 以致非常疲惫 他觉得必须要 让自己放松一下 因此 在他离开这些印第安人之后 返回特拉华福克斯之前 他在新泽西州过了一周 拜访了几位牧师 处理一些必要的事物 虽然他身体非常虚弱 但是他灵力好像非常坚强 7月12日 周五 他回到了自己在特拉华福克斯的家 仍旧远离悲伤 每一天里面都得享自由 帮助和振奋 但是随后一周的周三 他受身体虚弱的影响 觉得几乎没有为神做什么 因而好像有些悲哀 7月18日 周四 渴望将我在这个世上 所剩的一点光阴 更多地奉献给神 体会到灵力的严肃 柔和 美好和敬虔 希望整个晚上都能够祷告 与神交通 7月19日 周五 晚上到户外祷告 默想 在这些美好的操练中 特别是在默想启示录 三章十二节得胜的 我要叫他 在我神殿中做柱子的时候 享受到了沉静和自由 这是一个令我喜悦的主题 当沉静在其中之时 我的灵魂振奋 何时我才能够 不再停止服侍亲爱的主 停止享受他 主啊 请让那蒙福的一日速来 在随后的六天中 他一次次提及里面 有极大的振奋和舒畅 7月26日 周五 傍晚 神开恩 在祷告中帮助我 远超过我这一段时间以来 所经历的 特别是我的灵魂 为了基督国度的扩张 和我可怜百姓的得救 而长时间祈求神 我的灵魂依赖神来 成就这伟大事工 在此时 对我而言 想到死亡 就感到何等美好 我盼望与基督在一起 与众天使一同荣耀的做工 也渴望天使的自由 活力和喜乐 不过 如果主高兴 我愿意在这地上 多停留一会儿 这样我就可能 为着他的益处 在世上做点什么 我的灵魂 我的整个灵魂 渴望收据可怜的外邦人 我为他们以最大的诚挚 和真心向神呼求 我痛哭 而不能自已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 因为我对天国 有了些真实的体会 并在一定程度上 拥有了适合在其中工作 和享乐的品性 快要九点了 我的灵魂 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我的身体软弱 筋疲力尽 我盼望 在我余下的生命中 在这些属神的事情上 能够充满更多的热情和活力 里面的平安 沉静和这种状态中 像神一样的安详啊 天国与此 也一定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而非另外一种景况 主啊 赐给我这生命的粮 这种状态 好像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7月28日 主日 傍晚 因为意识到往西陵里的荒芜和死寂 我的灵魂融化 我的心破碎 我是多么渴望为神而活 为着祂的荣耀 而多结果子啊 7月29日 周一 为自己的卑劣大大烦扰 在神面前感到有罪和羞愧 至于他在特拉华福克斯期间 其他值得关注的事情 特别是他在印第安人中间的劳苦和成就 读者尚需参阅他已经出版的日志 7月31日 周三 他出发前往克罗斯卫森 并于次日到达 在他去那儿的路上 他极其渴望 当他到达印第安人那里时 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同时 他也感到自己非常软弱 不配 只能依靠主 8月2日 周五 傍晚 在灵修时 我的灵魂长久向神祷告 特别是为了我可怜的百姓 我已经送信请他们集合起来 明天 我好向他们讲道 在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时 我大感舒畅 从未如此清晰切实地感受到 不再对任何事物 有出于自己本性的向往 毫无要满足自己的自私想法 在我看来 我从未像为印第安人期盼 和祷告这样 如此在乎或渴望 成为这个荣耀事工的器皿 我一切的盼望和关切 就在于这件蒙福的事工 能为了神的尊荣和亲爱救主国度的扩张而成就 为了这份怜悯 我期盼却也恐惧战惊 因为我体会到了约伯所说的 我若呼吁 他应允我 对于印第安人的重生得救 我燃起的诸多希望常常破碎 我的勇气瓦解 魄力耗尽 不再敢怀有希望 关于他在之后 十天里的辛劳 和在印第安人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还请读者参阅他已出版的日志 记录在他日记中上未发表 且值得注意的事项 就是他诚挚不懈地为印第安人祷告 为了他们 他的灵魂日日辛苦劳作 当他看到神奇妙的怜悯 和在印第安人中间所彰显的荣耀 大能和恩典之时 他大的振奋 喜乐满意 他热烈地向神感恩 特别是在麦克奈特先生的 聚会场所领圣餐之时 他的心在基督里喜乐 因他是教会的王 是他灵魂的主 但同时 他也感到自己无比地不配 有时这种认识也带来沮丧和悲伤 8月19日 周一 中午时分 我骑马去了福里霍尔德 为相当多的会众讲道 正道经文是 马太福音五章三节 虚心的人 有福了 神让我里面非常枯干荒芜 在过去整整十二个月中 我不曾如此窘迫 神是公义的 在这件事上 神让我的灵魂默然接受他的旨意 在众多期盼 颇高的听众面前 一切的自由都失去了 这与血肉之躯的愿望相悖 但是这就发生在我身上 而且 神帮助我对此说阿门 主的旨意美善 晚上 我感到沉静安稳 在私下祷告时 得着自由和安慰 八月二十日 周二 仍然处于一种顺服的状态中 心里沉静安逸 从弗里霍尔德的特纳特先生家出发 去伊丽沙白镇 看到朋友们 感到非常振奋 向他们述说了 神在我可怜的百姓中 已经成就的 和正在施行的大功 八月二十一日 周三 上午与狄金森先生探讨 要促成 让印第安人聚居在一起 以便让他们 有更好的条件接受教导 下午 花了些时间 与其他朋友愉快地交流 给读大学的弟弟写了封信 时光流逝 而我却几乎没为神做什么 真是伤心 八月二十三日 周五 早上 身体非常虚弱 但是在祷告中 得着一些自由和甜蜜 心里沉静安逸 午后 起码去了我在 克罗斯卫森的百姓那里 八月二十四日 周六 起码从印第安人那儿 返回我住处的时候 心里平安沉静 为了在新英格兰的亲爱朋友们 将灵魂倾倒在神的面前 灵里感受到一种美好而柔和的状态 我的灵魂在神里面沉着 振奋 在为我亲爱的百姓们祷告时 感到了类似的自由和庄严 愿送赞归于神 神所赐的平安出人意料 我当时所经历的良心上的美好平安和灵里的温柔 无法用语言描述 欲偿天国的滋味真是蒙福 八月二十五日 主日 傍晚 骑马回我住处的路上 因着主仁慈的临到印第安人中间而赞美他 为我在过去一天里 看到他们中间所发生的各样振奋灵魂的事情而感恩 祈求神继续他在他们当中的神圣大功 八月二十六日 周一 从印第安人那里回我的住处 为神对我可怜百姓所施的恩惠而喜乐 晚上 在祷告和其他事工中 享受到了灵里的自由 我的灵魂赞美主吧 第二天 他出发去特拉华的福克斯 计划从那儿去萨斯奎汉纳 然后再回克罗斯卫森 从克罗斯卫森到福克斯花了五天 途中他绕到费城 等候一位宾夕法尼亚的官员 要一封给印第安人首领们的介绍信 他拿到了这封信 他提及路上得着了极大的安慰和灵里的复兴 仍然感到自己非常不配 认为自己是所有人中最卑鄙的一个 九月一日 主日 神赐给我祷告的灵 就此而言 这真是一段蒙福的时光 我的灵魂深情地向神呼喊 祈求怜悯 傍晚 我的灵魂在神里面再得喜乐 随后两天的日记中 除了已发表的内容 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九月四日 周三 骑行十五英里 去了爱尔兰人聚居地 以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 还有空座 向他们讲道 神开恩 在开场祷告时 令我有些温柔 舒畅 在讲道时 给予了我极大的自由和热情 会众多有流泪 神百姓的心仿佛融化 其他人的灵魂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唤醒 愿送赞归于主 他让我在一个又一个地方 看到他正在施行的大功 周四的记录与已发表的日志内容相同 九月六日 周五 在独自祷告时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热情 渴望自己的灵魂 更多的被神圣的属天之势温暖 入夜时分 有些悲伤 盼望死亡 并离开这个黑暗罪恶之所 但是在祷告中得着一些扶持 第二天 悲伤仍在持续 九月八日 主日 傍晚 神开恩 在祷告中扩张我的境界 在施恩宝座前赐予我自由 我为了神的国度 在这个世界 特别是在我亲爱百姓中的扩张而哭求 也得以为在这一地区和新英格兰许多我认识的亲爱牧师和其他朋友们祷告 在这美好的操练中 我的灵魂是如此专注且舒畅 以至于我祷告了近一个小时 且不知道当如何离开这满有怜悯的宝座 在祷告和向神呼求之时 我是何等快乐 我看到神不仅能够而且愿意成就我为自己 为朋友 为祂的普世教会所盼望的一切 在家庭祷告时 我同样得着大大的帮助 倍感舒畅 之后 就在我将要就寝时 神帮助我自由 火热地重申了我的各样祈求 这对我而言 真是一个蒙福的祷告之夜 我的灵魂赞美神吧 第二天 他从特拉华的福克斯出发 去往萨斯奎汉纳 在行程的第十五天 他到达了韶莫亭 萨斯奎汉纳河畔一个印第安大镇 他此行处于极大的哀伤之中 9月14日 周六 傍晚 我的灵魂在甜蜜的祷告中舒畅 特别祈求神在这个当下魔鬼统治最为坚固的地方建立他的国度 我得以为了神和他的荣耀而做此祈求 因为我盼望他国度的扩张 从而荣耀他的宝贵名 我自由自在地向神呼吁 请他明白我所倾心的是他宝贵的事业 而不是我自己的 我的灵魂哭喊着 主啊 为着你自己的荣耀 建立你的国度 荣耀你自己 我就得喜乐 愿你的尊贵名的尊荣 这就是我一切的盼望 按你的旨意对待我 愿宋赞永远归于你的名 因你是神 你将荣耀你自己 愿整个世界荣耀你 为着你永得宋赞之保明的荣耀 让这些可怜的百姓认识你 爱你 我不由地盼望神愿意接纳这些痛苦 邪恶的印第安人 尽管这在人看来几乎毫无可能 因为他们那时正在跳舞狂欢 仿佛被魔鬼所掌控 虽然希望渺茫 但是我仍希望神的荣耀 希望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 可以荣耀神的名 我继续祷告 赞美了很长时间 得着了极大的自由 舒畅和甜蜜 并在祷告中纪念 在新英格兰的亲爱朋友们 以及我所负责的百姓 完全远离了常困扰我的沮丧之灵 愿诵赞归于神 从这一日直至九月二十二日 其他在萨斯奎汉内的印第安人那儿的最后一日 由于墨水劣质 他日记的内容不易辨认 由于在旷野中得不到其他材料做墨水 可能是用树林中的江国果汁写的日记 因此 这段时间的内容 读者必须完全参阅 他已出版的日志 九月二十三日 周一 他离开印第安人 要返回特拉华的福克斯 身体非常虚弱 心情沮丧 在行程的头两天中 他都处于这种状态 九月二十五日 周三 仍在回家的路上 上午 默想约伯纪四十二章五至六节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享受到了自由和心里的火热 主让我清晰地洞察到 这节经文所蕴含的美好真理 对我而言 这真是一段 惬意且美好的时光 九月二十六日 周四 身体仍然非常不适 虽然继续赶路 但只能骑得很慢 入夜时分 到达了距我自己家 约十五英里的爱尔兰人 距居地 今天在路上 我应感到自己不结果子 而大大的困扰 真切地认为 除非更加属灵 和更多结果时 否则 没有人是 真的地着了恩典 我想不到 有任何神的儿女 为神 而活 却两手空空 九月二十七日 周五 早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祷告和赞美神 我的头脑专注于祷告 我的心 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属天之势 稍感温暖 当想到他无视我不接果子 死气沉沉 凡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之时 我的灵魂被融化 在为我所负责的亲爱百姓 以及其他朋友们祷告之时 我的灵魂也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舒畅 下午 拜访了一些基督徒朋友 我觉得这些时间花得很有果效 我的心被温暖 更加专注于神的事工 傍晚 在祷告中 得着舒畅 温暖和安慰 我的灵魂已靠神 求他帮助 赐恩惠 好使我能够为他的事业做些什么 我的心抽离出来 因着他为自己的荣耀 最近在我可怜的百姓中所成就的而感恩 我在继续开展他的事工上受到鼓舞 相信他的大能 盼望他进一步展示他的臂膀 让他宝贵的国度得着扩张 我的灵魂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盼望在这个世上彰显他荣耀的扩张 也盼望在那荣耀的国度中享受他的同在 愿送赞永远归于神 这位永生的神 在之后的两天中 他继续处于这种安逸 美好的状态中 接下来的一天 他回到了自己在特拉华福克斯的家 仍处于同样的状态中 第二天 是周二 他探访了他的印第安百姓 周三 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记录他 最近这次去萨斯奎汉奈的行程中所默想的内容 周四 他离开特拉华的福克斯 前往克罗斯卫森 十月五日 周六抵达那里 并且每一日 灵里都继续处于安逸的状态中 在他日记中 对这一天 以及随后一天的记录 除了已发表的内容外 并无其他重要信息 十月七日 周一 长岛东汉普顿教会和百姓 要求我去帮助那里的教会 为他们遇到的难题提供一些建议 因为我是委员会成员 因此 早上天位大量就出发 前往伊丽莎白镇 并在那里借宿 在路上与同辈邀请的威廉坦南特先生交谈 享受到一些安慰 他与另外两位受邀的牧师同行 直到十月二十四日才返回 在东汉普顿的时候 委员会面对的事情重要 让他心里有很大负担 他是如此关心 那一地区在信仰上的利益 以至于他连续数夜 几乎夜不能寐 在他往返于东汉普顿的路上 他有数次逮着美好的复兴 在独自灵修时 神的慰藉安慰他的灵魂 令他舒畅 在神的家中公开履行牧师职份时 他得到了特别的帮助 但同时 他也感到自己极其卑劣 对人无意 他一次次提及 在与同行的牧师们交通时 灵理得着复兴和安慰 他似乎没有悲伤 直到返程中到了长岛西端之时 那之后的数日 他都因沮丧和哀伤而感到压抑 关于他此行结束后头四天的日记 我建议读者参阅他已发表的日志 10月28日 周一 经历了一个美好的复兴之夜 我的思绪升到了那蒙福的永恒之中 我的灵魂融化 渴望完美的圣洁和完全荣耀的神 10月29日 周二 中午时分 起码观看了印第安人 在克兰伯瑞的土地 非常沮丧 心里极其混乱 不知道如何面对别人 我的灵魂在我里面沉沦 愿这些试炼能够让我更谦卑 圣洁 愿神保守我 不要向罪恶的沮丧投降 这会阻碍我 蒙主使用 10月30日 周三 当看到神在印第安人中的奇妙大功 仍在继续之时 我的灵魂振奋了 10月31日 周四 今天大部分时间在写作 灵力并未享受到许多安慰 但是也未像其他时候那样 深深沉沦于悲伤之中 11月1日 周五的内容参见已发表的日志 11月2日 周六 今天与印第安人在一起 也写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渴望能够为神做更多的事情 超过过去 或是在现在 这种不完美状态中所能做到的 11月3 四日的内容 请参阅已发表的日志 11月5日 周二 他离开了印第安人那儿 在这周余下的几天中 走访了新泽西州不同的地方 要为印第安人募捐 并找一位校长 教导他们 同时 他提及了与基督徒朋友 在一起时的美好的复兴和享受 在行路时 沉浸在对一些属灵主题的美好默想之中 他的心舒畅 他的头脑清晰 他的灵音 神圣的真理而振奋 当他在路上 主让他明白圣经之时 他的心在他里面燃烧 11月10日 主日 早上身心都感到惬意 上午讲道 正道经文是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 所以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神开恩 在我讲道时 赐给了我自由和热情 神似乎临到会众中间 许多人被感动 他们中多有流泪 下午讲道 正道经文是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 还有空座 在开场祷告时 得到神圣的帮助 并以儿女一般的心性 将灵魂倾倒给神 在讲道时 永生神也帮助了我 第二天 他去了长岛的新城 要参加一个长老会议 他提及在那时 对基督就把国交与父神 这段经文有美好的默想 一想到那蒙福的日子 他的灵魂就大大的温暖 振奋 11月15日 周五 因为风大 无法百度 在渡口管理所里 找不到可以单独灵修的地方 因而我的心处于混乱之中 不过 当我在众人中默想 并把心摆在神面前之时 神给了我一些满足和甜蜜 虽然一些人在喝酒 并说着亵渎神的话 这的确让我悲哀 但我的心沉静安稳 我不由地感谢神 因我不必与这样的同伴 度过永恒 傍晚 我坐下 借着沉静和自由写作 可以说 对我的灵魂而言 这是一个惬意的夜晚 一个我得以在神的事宫中 度过的夜晚 11月16日 周六 大约十点度过渡口 入夜时分 到达了伊丽莎白镇 处于沉静安稳的状态中 对于上周三晚上 在新城我的马被偷而造成的损失 有着完全的顺服 灵里对伊丽莎白镇的可爱百姓 有一些期盼 愿神将她的灵 倾倒在他们身上 在他们当中复兴她的大功 之后的四天 她在伊丽莎白镇度过 大部分时间 灵里处于自由安逸的状态 紧张地投身于神的事宫 有时得想圣灵的特殊帮助 这周的周四 她起码去了弗里霍尔德 这一天都处于极大的沮丧之中 11月22日 周五 起码去了坦南特先生家 从那儿去了克罗斯卫森 在起码默想时 几乎没得到什么自由 这对我的灵魂 是一种悲伤和负担 无论在家里还是路上 我愿为神付上 我的一切时间 我觉得今天我得以 将我的灵魂交给神 将我一切的忧虑 都放到他的手中 当想到完全听平神的安排 而没有自己的意愿 和利益之时 得着了一些真正的慰藉 我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一切 我愿将我的一切回馈给神 的确 神配得我最高层次的 爱和最虔诚的崇拜 我愿将他作为我最后的归宿 永远为他而活 因为他绝对配得 愿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再也不要为自己而活 11月23日 周六 拜访了我的百姓 一天都与他们在一起 写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但是今天大多数时间非常沮丧 在随后四天的日记中 除了已公开发表的内容 没有其他重要的信息 11月28日 周四 在公共服事中 享受到了一些神圣的安慰和热情 之后也是如此 在骑马回我的住处时 默想路加福音9章31节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城的事 得着了一些恩惠 我的思绪自由驰骋 我看到也体会到基督的死 对于蒙恩的灵魂而言 是多么荣耀的一个话题 值得他们在交通中仔细探讨 基督的死无限宝贵 随后三天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日志 12月2日 周一 因为为能更好地为神而活 深感悲哀 有强烈的决心 要加倍勤奋地为我主做工 此后 他到新泽西一个叫 康涅狄格法姆斯的地方 参加长老会议 这让他在这周剩余的日子中 都未能与他的百姓在一起 他提及在离开的这段时间中 有时感到甜蜜 庄严 灵里的感动 12月8日 主日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12月9日 周一 为了在印第安人中间安家 这一天大部分时间用来采购生活用品 因为游离于我的世界之外 一整天几乎没有任何满足感 12月10日 周二 忙于与昨天相同的事情 入夜时分 回到了我自己的房子 12月11日 周三 上午对我的房子做了些必要的整扇 下午 外出办事 晚上与朋友们 讨论一个严肃而有益的话题 得到了些满足 12月12日 周四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12月13日 周五 今天主要在为我的房子劳作 傍晚 花了些时间写作 但是非常疲惫 因这一天的劳作而惊提力竭 12月14日 12月14日 周六 早起 在烛光下写作了很长的时间 这一天主要花在了写作上 但是有些沮丧 傍晚 被头痛折磨 随后两天的内容 请参阅已出版的日志 这周剩余的时间 它主要用来写作 有时 它在一定程度上 处于忧伤之中 但有时 在信仰中 又有美好的热情 12月21日 周六 结束在印第安人中间的工作后 花时间写了一些神圣庄严的内容 因为一天的劳作 而非常疲惫 感觉精神非常不济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定义做工 只要身体能够承受 就努力 持续地工作 通常我会竭尽全力 这样 我也就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但可悲的是 我并未以那种 我渴望的单单仰望神荣耀的 属天品性工作 12月22日 主日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12月23 24日 周一 周二 这几天尽最大努力 勤奋地写作 愉快地感受到 对这世界的禁欲 和单单为神而活 为他做工的愿望 但是渴求更多的热情和灵性 对神的荣耀 能有更多可感受到的 深情的尊敬 12月25日 周三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12月26 27日 周四 周五 竭尽全力地学习 虽然我感到有坚定的心志 要为神而活 而且我不为这世上的任何事物而活 但是在神的事工中 我并未找到 我想拥有的那种 可以体会到的深情 虽然我的头脑和双手忙于工作 但我的心仿佛荒芜 随后四天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1746年1月1日 周三 今天 我进入了新的一年 过去 神带着我经历了无数试炼和劳苦 他奇妙地支撑着我虚弱的身体 因为我蒙神的帮助 直到今日还站得住 愿我今年比以往更亲近神 我知道 我蒙照从事定得以安然进行的这项工作 已达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若是没有特别的扶持 就会压垮并吞没我 但是 乌乎哀哉 虽然我已经完成这些工作 经历了这些试炼 我是以什么样的精神完成这个 担负那个的呢 我的心常常处于何等的冷漠之中啊 在我一切的劳作和苦难中 我没有几次是有意识地仰望神的荣耀 我发现我若是不用各样工作填满我的时间 我就不会平安 由此而言 我是不得已的 是的 在这个方面 我是喜欢工作的 但可悲的是 我并未像我应当做的那样 有意识地为主做工 愿我将来能够更有意识地 将神的荣耀作为我的一切 从这一天至下个周一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1月6日 周一 因为身体非常虚弱 我骑马锻炼 七行时 我的思绪一度美好的默想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 打碎了他面前的一切 并渐渐强大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我盼望耶稣执掌大权 统治得及 我感到灵魂被救主国度扩张的希望所温暖 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刻呀 除了基督执掌大权 荣耀他的保明之外 我别无所望 4日 他哀叹缺乏热情 1月8日 周三 傍晚 在私下祷告时 我的心抽离出来 追随神 我的灵魂被苏醒 振奋 我相信 有信心在运行 我极其盼望宝贵的灵魂收据到基督那里 不仅在我的百姓中 也要在其他人中间 我愉快而沉静地顺服于我身体虚弱的事实 无论生死 我都愿意 并渴望为神居功尽瘁 1月9日 周四 仍然非常虚弱 大大的被抑郁困扰 傍晚 在祷告中 享受到了一些舒畅和灵性 无论健康或是虚弱 我都希望时间花得有果效 1月10日 周五 我的灵魂处于美好 平静 安稳的状态中 我的心充满了对全世界的爱 基督徒的质朴和温柔 那时仿佛得胜病在我里面掌权 入夜时分 拜访了一位严肃的敬信会牧师 与他进行了一些愉快的交流 发现在朋友之中 我能品尝到神的滋味 随后四天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1月15日 周三 我的情绪非常低沉呆滞 我不由地认为自己是神的土地上的累赘 由于羞愧和感到自己不接果子 几乎不能面对任何人 求神怜悯这个可怜 又没用的受造物吧 在随后的两天中 他的着一些安慰和复兴 此后两天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之后的一天 他去了伊丽沙白镇 要与在那里开会的联络员们会谈 这一周的每一天 他灵力都得享极大的奋心 这段时间中 他提及的事情如下 灵力的安详 沉静 甜蜜和温柔 为他在印第安人中间的成功 而向神感恩 在祷告和赞美中 喜乐 对不同的属灵主题 有着美好且有益的默想 渴望更多的爱 更有活力地为神而活 也盼望一种更彻底 伪身于神的生活 能够为神将他一切的时间 有效地花在他的事业上 借爱心交流 属灵的话题 也为不结果子而哀叹 1月26日 主日 心里平安沉静 明白若是没有神的帮助 我就完全没有能力讲道 很大程度上 愿意听凭神照他看来 最能荣耀他自己的方式决定 给或不给帮助 在公开服事中 我得到了相当大的帮助 公共敬拜之后 我处于美好 庄严的状态中 向神感恩 他让我在一定程度上 忠实地向宝贵的灵魂讲话 但是为自己 未能在工作中 更火热而伤心 对整个世界 有着温柔的爱心 盼望每一个罪人 都能得救 即便是对最坏的仇敌 也为心怀丝毫的苦毒 傍晚 骑马去了伊丽沙白镇 路上 几乎不停地 将心摆在神面前 唯恐我失去了 当时灵力甜蜜的 属天的庄严和沉静 之后 高兴地想到神掌权 在他的安排下 不管让我或他的教会 经历怎样的试炼 我永远都不会不安 而是必定会完全满足 从未感受到更多的安详 神圣的平静 和内心的沉着 可以毫无眷恋地离开 世上最亲爱的朋友 去往天使和被成全之一人的 灵魂的世界 我的情感高升到 那创造了每一项 可爱享受的神圣作者那里 我看到世上最值得拥有之物 除了能在其中看到神之外 都空无一物 不能让人满足 渴望一种内在圣洁 和有灵性的生活 依我看若是缺了这些 就没有真正的快乐 在随后四天中 他在很大程度上 继续处于这种良好的状态中 至于他在印第安人中的公共服饰 和这一时间 他取得的成就 请参阅已出版的日志 2月1日 周六 入夜时分 在一个属灵主题上 享受到了我记忆中 对任何主题都未曾有过的 最为清晰的认识 花了两三个小时 将它们记录下来 我就处于这样的紧张状态中 很振奋 头脑都在默想这些事 几乎不能去关注 其他任何事情 的确 我不愿离开如此美好的享受 2月2日 主日 在公共敬拜之后 我的气力大大消耗 我的情绪令人惊讶地消沉了下来 特别是听到别人普遍认为 我是罗马天主教教士 受教皇拥顿的指派 要带领印第安人 进行反对英国人的叛乱 因而 有些人害怕我 其他人希望当局将我抓起来 施以惩罚 哎 魔鬼为了毁谤和羞辱神的事工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我当怎样圣洁和谨慎小心啊 借着神的美善 我得以在这些地方和其他地区只管做我自己的事 至于他们的想法 我只抛开所有人和人的一切宗派 单单传讲朴素和必要的基督教真理 我的聚会既不要情 也不排斥归属于任何派系或信仰的任何人 入夜时分 在我要李问达讲座的开场祷告中 主在施恩宝座前给了我自由 在向我的百姓宣讲诗篇第46篇时 我的灵魂信靠着神 即便这个邪恶的世界诋毁迫害我 甚至将我作为背叛国王和国家的人定罪处决 的确 神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傍晚 我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得着安慰 虽然情况尚不清楚 但仍些许盼望着一个可怜的灵魂 今天能够被带回神的家 在我还停留在这地上之时 愿我的每一刻时光都花在我神我王的事工之上 2月3日 周一 因为前一日听说 有人怀疑我在位基于王位者工作 我的情绪依然低沉 这让我悲哀 有许多证据表明 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中间 荣耀的恩典之功 就连最世俗的人 也不由地注意到了 他们中间发生的伟大变化 然而 那么多可怜的人 仍在怀疑这一切只是天主教的阴谋 因而对圣灵的大功报以 可耻的责骂 并在这一刻让他们自己完全不能从这一神圣的工作中 得着任何的恩惠 这也让我审查自己是否有任何大意的言行 让他们有理由怀疑我是在挑动印第安人 反对英国人 然而 并未想到任何事情 除非是因为我有时尝试维护印第安人的权益 并抗议将印第安人灌罪以骗得他们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卑鄙行径 我记得有一次这样做时过于激动 这让我非常痛苦 觉得这可能让他们对恩典之功产生天见 导致他们永远灭亡 神啊 我相信这试炼是为着我的益处 这让我谦卑 并使我看到警醒的必要 应当要灵巧像蛇 训良像鸽子 这个操练将我一次次带到施恩宝座前 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些扶持 尽管我的重担未能被完全移走 在祷告中 特别是晚上 得到帮助 他仍在很大程度上继续被这件事烦扰 这件事也依旧在他身上起着相同的作用 让他反思并谦卑自己 常常回到施恩宝座前 不过 很快他就感到得到了更多的释放和支持 在这一周中 他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中 不得不花很多时间为自己的健康分心 2月7日 周六及随后安息日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之后的那个周一 他启程去特拉华的福克斯 要探访那儿的印第安人 此行中 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有时被极大的疼痛烦扰 但并未提及沮丧和哀伤 周五 他到了自己在福克斯的家中 在这周中 与他内在状态和操练有关的情况如下 内心美好沉静 为神对他和其他人的怜悯而感恩 顺服于神的旨意 在祷告和讨论信仰时得着安慰 他的心长久追随神 因感到自己不结果子而伤感 也充充足足体会到了神白白的恩典 二月十六日 主日 傍晚 处于美好沉静的状态中 想到神与我同在 赐予我极大的帮助 就非常振奋和舒畅 随后 在祷告和向神感恩时 得到了自由和甜蜜 甜蜜地为亲爱的朋友和熟人祷告 心里舒畅 愿送赞归于主的名 因他让我得以为他宝贵的利益和国度做一些事情 感谢神让我可以忠心 与过去的许多周相比 有着更多为神而活的决心和勇气 灵力更加振奋 二月十七日 周一 我振作起来 得到鼓励 傍晚感受到了祷告的灵 真挚地盼望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的着光照 重生得救 二月十八日 周二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二月十九日 周三 我的心得着安慰和复兴 我满心盼望这里的印第安人得救 二月二十日 周四 今天神开恩 振奋并支撑我的精神 赐给我帮助和非常值得盼望的成功景象 我喜乐并赞美着主的名回到家中 之后 在私下祷告时 给着自由和甜蜜 我的灵魂为亲爱的朋友们全心祈求 忠心地为神做功 并得到成功作为鼓励 是何等蒙福的事啊 为着今天得到的帮助和安慰 归颂赞给主 直到永永远远 二月二十一日 周五 我的灵魂的这 安慰和振奋 我只能感谢神 是祂让我在过去的一天中 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忠心 能够为神尽心竭力是何等美好啊 二月二十二日 周六 尽管我的体力极大的消耗 我的精神 却得到了极大的扶持 愿神像这些印第安人的可怜灵魂施恩 这周 神对我非常恩慈 祂让我得以每天讲道 几乎每次讲道 都赐给我一些帮助和鼓舞人心的成功前景 愿颂赞归于祂的名 这周几个白人的灵魂被唤醒 许多印第安人大大摒弃了他们 对基督教义早已形成的偏见和记恨 并且一些人的灵魂像是真的被唤醒了 二月二十三日 主日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次日 他离开了特拉华的福克斯 返回克罗斯卫森 直到周六方才抵达 不过在路上 除一天外 每天都讲道 有几次的着极大的帮助 内心大的安慰 诚挚地盼望 用神的事工填满一切时间 在讲道后 他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愿我得以忠心地为神的事业辩护 直到我死亡的那一刻 若是能将我自己完全为神和祂的事业献上 在我的各项事工中毫无自私的动机 这将是何等美好 三月一 二日 周六和主日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随后的四天 他在身体非常虚弱的情况下度过 但是他提及在一些时候 里面得着相当大的安慰 三月六日 周四 傍晚 我独自散步 在祷告中得享美好和安慰 超过我最近所享受到的 我的灵魂 因我做客旅的状态而喜乐 想到为神做工并经历苦难就快乐 感到有些渴望 向宝贵的不朽灵魂传讲福音 相信神会在工作中与我同在 而且祂总不撇下我 也不丢弃我 直到我的比赛结束 愿我逮着神的怜悯 让我衷心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三月七日 周五 下午 自由快乐地继续我的工作 神也帮助我 晚上享受到了安慰 随后两天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三月十日 周一 我的灵魂的振奋 自由而舒畅 晚上私下祷告时 我盼望能活泼地操练信心 我的意志高兴地顺服神的旨意 我对基督宝贵国度扩张地盼望兴起 并将西安的事业交托给神 因这本是他自己的 周二 他提到与基督徒交流时的甜蜜和灵性 周三 他抱怨因为几乎没有为神做什么 所以一整天没有享受到多少安慰和满足 周四 在一特别的场合 与众人一起花了很长时间 但是因为缺少了令人愉快的信仰交流 而感到混乱 周五 周六及主日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这周的上半周 他病得厉害 并处于极大的沮丧之中 正如他所担心的 因病不能工作 并害怕 从此再不能做工 因此非常盼望死亡 但是之后 受到更多鼓励 更渴望活下来 就如他自己所言 他有了一些盼望的曙光 他在这个世界或许还有用处 这周的后半周 在吃了一味医生开的药后 他在一定程度上 从病痛中解脱了出来 三月二十二 二十三日 周六和主日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三月二十四日 周一 在印第安人 外出整理他们的土地之后 我独自向神清新土意 愿他笑脸光照 这些初见端倪的事情 并祈求让他定居在 某座印第安人城镇 那里或许能成为一座圣山 感到我的灵魂 在这些祈求中大为振奋 为着西安的益处 特别是数位亲爱的朋友 而大的舒畅 我低落的情绪复苏 高涨起来 我感到对神呼召 我做的事工充满了活力 这是我许多天来 如果不是数周的话 所享受的最宝贵的时光 我发现了令人鼓舞的希望 我会为神成就一些事 神将在他的大功中使用和帮助我 当我感到有任何一丝精神 勇气 以及神终究会让我成功的希望之时 为神做工的想法是何其美好 此日 他的校长换了胸膜炎 他这周大部分时间用来照顾他 这对于处于虚弱状态的毕大卫先生而言 几乎是一个不可承担的重担 每天他不停地服侍他 晚上就睡在地板上 在这个重担之下 他的精力与体力都大大衰退 3月29、30日、周六和主日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3月31日、周一 入夜时分 莫想我亲近神 是与我有意时 得享甜蜜 我觉得我的灵魂对这些词语 所要表达的内容有着美好的感受 此日 他非常忙碌地照顾校长 并处理其他必要的事情 因而大大的分心 未能顾及他认为当做的事 不过他提及了有时得享安慰和振奋 4月2日、周三 有些被死气沉沉的状态所烦扰 但是 傍晚独自在树林中默想时 得这些释放和振奋 但是 爱 我的日子如康比般过去 我几乎没有做或是 也不能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在主的葡萄园中 我是如此不结果子 这一直是我的悲哀和负担 深愿我是灵 可以为了神而活跃做工 我想这笔其他任何事情 都更让我渴望这笔朽坏的 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 求神让我脱离各样障碍 以及束缚和限制我为他做工的 必死之躯 次日 他哀叹受到自己内心败坏的痛苦烦扰 4月4日 周五 这一天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 主题经文是启示录22章17节 凡愿意的 在工作中 享受到一些自由和鼓励 在祷告时 得着一些安慰 4月5日 周六 公共敬拜之后 几个亲爱的印第安基督徒到我的家中 我感到与他们的灵魂有美好联合 我的心与他们连结在一起 我不能说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对弟兄的火热 美好的爱 我看到在他们之中 也表现出同样的爱 这让我大致看到了天国的景象 特别是那部分 蕴含在圣徒交通中的天国福乐 这让我感动 随后两天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日志 周二 他出发去伊丽沙白镇参加一次长老会议 途中 他享受到了一些美好的默想 但是在他到达那之后 非常抑郁哀伤 可怕的忧郁压在他心头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周六傍晚 那时 他开始得这些释放和鼓励 他在石坦顿岛度过了安息日 他在那儿向聚集的荷兰人和英国人讲道 在公共服侍和私下祷告时 都享受到了相当大的振奋和安慰 傍晚 他回到了伊丽沙白镇 四月十四日 周一 今天 我的精神振奋高昂 我的心沉静 我的灵魂 大多数时间也处于安逸之中 傍晚 我头脑清晰 心境安详 私下祷告并默想 十篇七十三章二十八节 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得享甜蜜 当在很大程度上脱离那些常常烦扰我的消沉和悲哀忧郁之时 我是何等自由 安逸 快乐 却又庄严呢 感谢神 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得着了释放 四月十五日 周二 我的灵魂渴望更多的灵性 无法为神做更多事 这是我的负担 我不结果子让我日日苦恼 背负重担 时间是何等宝贵 当看到时光流逝 而我却几乎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 我是何等心疼 愿神让我更加属灵 更多结果子 次日 他提到他几乎被抑郁战胜 但是没有到失去心思的平静的程度 四月十七日 周四 祷告时享受到了一些安慰 默想时得着自由 学习时很沉着 上午 花了些时间写作 下午 与几位亲爱的牧师交通 傍晚讲道 正道经文是十篇七十三章二十八节 我亲近神是与我有意 在开场祷告和讲道时 神都帮助我体会到了经文中的真理 我得以在极大的自由 火热和爱中将我的灵魂倾倒给神 感谢神 这对我而言真是一段安逸的时光 我得以温柔中心地讲道 神的真理仿佛满有分量地落在听众身上 发挥着影响 我的心为亲爱的听众融化 我爱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在我一生中 几乎从未对不朽的灵魂 有过更多的爱 我的灵魂呼喊 愿这些宝贵的受造物蒙拯救 愿神怜悯他们 在随后的两天中 他好像都处在非常安逸的状态中 四月二十日 主日 早上在祷告时 我觉得是得着了一些自由和信心的操练 特别是在为西安祷告的时候 我脱离了常常压在我心头的阴郁沮丧 我的灵魂喜乐 盼望西安的兴旺 和伟大救主 宝贵国度的扩张 愿他的国降临 四月二十一日 周一 一天中大多数时间 心里沉静安逸 得以幸运地 从常常烦扰我的那些阴郁消沉中 解脱出来 在祷告中 数次得着自由和安慰 特别对西安的扩张和繁荣 升起了一些盼望 这些盼望让我的灵魂何等振奋 愿亲爱主的国度降临 愿可怜的印第安人 能够被快快 多多地收到神的仓中 四月二十二日 周二 今天 我的头脑明显地远离悲伤忧郁和沮丧 并在工作中充满活力 对神的事工 我感到了新的活力和决心 高山仿佛都在我面前变成了平原 为这振奋的时光和对我主事工的火热决心而感谢神 傍晚在私下祷告时 我的灵魂振奋 为了神的祝福 特别是为了神的教会和他在我百姓中的利益 以及远方亲爱的朋友们 我的心为属天的祝福而倾倒 愿西安兴旺 愿宝贵的灵魂能够被带回神的家 在随后的两天中 他继续处于这种安逸 火热的状态中 关于之后四天 即周五至下一周周一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周二 他去了伊丽沙白镇 要参加在那儿的一次长老会议 在这段离开他百姓的时间中 他内心好像处于自由 安逸的状态中 五月三日 周六 骑马从伊丽沙白镇 回到我在克兰伯瑞附近的百姓那里 他们现在被迁移到了那里 我希望神能让他们 作为一群基督徒 会众在那儿定居下来 在骑行时 我将心摆在神面前 逮着振奋 为着过去一周神 对我的垂青 灵力感恩 傍晚 有些不安和沮丧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自己的房子住 但神是我的供应者 主日和周一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5月6日 周二 在工作中 享受到一些勇气和魄力 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悲哀 感谢神让我摆脱了这种死亡 5月7日 周三 今天 像往常一样 花了一些时间写作 在工作中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 一些默想令人畅快 傍晚 处于美好沉静的状态中 欢喜快乐地将关乎我自己 时间和永恒 我负责的百姓 以及我朋友们的一切都交托给了神 毫不怀疑 神会看顾我 看顾他在我百姓中的利益 祷告很自由 如同一个孩子对慈父说话那样 这种状态何等甜蜜 5月8日 周四 傍晚 因属灵的事情而得这些振奋 在私下祷告时 我的灵魂为了西安的利益 望我的祈求 处于温柔 陶醉的状态中 因着伟大救主的国度 将要显现的活泼盼望 而感到安慰 这是美好的时刻 我几乎不愿就寝 为必须要睡觉而悲哀 不过我躺下时 内心温柔 对神充满敬畏 感到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他的笑容胜过世上一切可夸口的 也远胜过生命本身 5月9日 周五的日记 请参阅已发表的内容 5月10日 周六 骑马去了爱伦镇 帮助主持圣餐礼 下午讲道 正道经文是提多书二章十四节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神开恩 让我完成事工的过程中 得着一些自由 却没有令我如愿以偿的舒畅 有能力 傍晚 我的灵魂悲哀 不由的悲哀 因为我以如此不完美的方式 处理了如此绝妙的事 为那么荣耀尊贵的救主 做了如此残缺的一个见证 即使我的讲道 得到全世界最热烈的掌声 也不能给我任何满足 我未能有更圣洁温暖的热心 在讲道基督之死 及其目的和计划之时 我的心并未更加陶醉 当想到这些 我心悲哀 之后 在个人及家庭祷告时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火热 非常盼望神明天 能临到祂的话语和圣礼 5月11日 主日 帮助主持圣餐礼 但几乎没感到一点舒畅 因为想到了一些 不令人赞许的事 而伤心不快 下午去神的家时 灵力软弱不安且身体虚弱 盼望人们能够思考神圣真理 并受到启发 也渴望能够为神做诚实 火热的见证 但是并不晓得 我如何才能做一点 那种可以起到好的成效的事情 然而 在祷告和讲道时 有丰盛怜悯的神开恩帮助我 神帮助我在祷告时 为祂的同在摔跤 向祂诉说祂曾经的承诺 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明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盼望我们 至少是我们中的一些人 可以由此经历 并祈求为了祂真理的缘故 请祂与我们同在 归宋赞给神 当我的灵魂这样 祈求和仰赖神的应许的时候 我心甜蜜 正道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至三十一节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就是祂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我讲到时特别自由 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中断 与这个主题相关的事情 大量地呈现在我眼前 如此丰富 以至于我几乎不知道 当如何拒绝那些 我有机会涉及的各种头绪和细节 感谢神赐给我热情 力量和自由 神的话语 好像让沉睡不醒的听众 在很大程度上苏醒了过来 神的慰藉让我里面振奋 并得以全心全意地说 虽然葡萄树不结果 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在公共服事之后 与一些基督徒朋友 愉快地交通 感到振奋 随后四天的大部分时间 他看起来是在属灵的安慰 和收获中度过的 5月16日 周五 入夜时分 与一位亲爱的牧师 亲切愉快地交通 我相信 这是对我灵魂的赐福 我的心温暖 我的灵魂专注于为神而活 为了他的事业 我盼望自己能比以往 更有活力的工作 你们多接果子 我父就因此的荣耀 这些话让我振奋 我的灵魂期待 盼望 祈求能够不懈地 以最充沛的活力 为神而活 晚上私下祷告时 神开恩光照我 并让我的灵魂为他倾倒 在为自己祈求时 我逮着自由 不过在为别人代求时 得着了更多 以至于我不由地 甜蜜地说 主啊 按你的旨意使用我 按你的心意对待我 兴盛你自己的事业 西安是你的 请临到你自己的产业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蒙福的产业 在这个世界扩张 关于我所处属世的环境 和他对于我在会 众中定居这件事的旨意 这件事好像必要 但也非常困难 且与我过去数年 所确定的心志和意愿相反 我自己的心愿曾是 现在仍然是 有时特别强烈 就是出去向各处的人们 传讲福音 为伟大救主耶稣 收获远方的灵魂 我试着仰望神时 我只能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与我并无差异 关于我最近慎重思考的 另一件重要事情 我也有着同样的态度 我能够以最大的平静 和安稳说 主啊 若这是最荣耀你的 请让我继续 但是若你看到 这会对我在你事工上的 功用有任何影响 请阻止我前行 因为我对这世界的 一切盼望 不过就是能有 让我在世上 发挥最大效用 为神做工的环境 愿诵赞归于神 在为我亲爱的 羊群祷告时 我得享自由 并得以将我的灵魂 倾倒在温柔天赋的怀里 当为我亲爱的百姓 和基督的普世教会 祷告时 我的心在我里面融化 对我的灵魂而言 这是个何等美妙的夜晚 我不知道 当在何时 如何救寝 盼望为了神 能有好方法 改善时间的利用效果 我的灵魂呢 称颂主吧 5月17日 周六 早上外出散步 感受到了 与昨晚相同的状态 在为基督国度的 扩张祷告时 我的心畅快 并发现 当我将一切的忧虑 交给神时 得着了最大的自由 我发现 沮丧对我属灵的热情 和爱心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但是当神让我感受到 我已为他做了些事情时 我就振奋 并充满活力 好像能够冲破一切的困难 经受任何劳苦 没有任何事太困难 而不能完成或忍受 但是 一再的奋斗 总是在匆忙之中 却一事无成 至少是未能为神做任何事 这是怎样死一般的处境啊 乌乎哀哉 时光飞逝 我却未能为神做什么 五月十八日 主日 感到完全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 神让我看到我是一个小孩子 是的 一个傻瓜 今天上下午都讲道 正道经文室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在我上午讲道的后半段中 神给了我自由和力量 在前半段讲道时 挤在我和我百姓中间的白人行为无礼 干扰 激怒了我 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试探 但是感谢神 在讲道的中间 我摆脱了这些羁绊 并在后半场讲道中 获得了美好的属灵状态 在对我亲爱的百姓讲话时 充满了爱 温暖和温柔 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向我的百姓 讲述基督 在站着敲门时的慈爱和耐心 傍晚 为着没有为神做什么而伤心 在神的事工中 愿我能成为一团伙 5月19日 周一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周二 他哀叹缺少自由和安慰 但周三有了些转机 5月22日 周四 傍晚 处于非常好的状态中 数日前认识到神的计划 是要我在我的百姓这里定居下来 我自己心里就开始为此事做预备 并筹划如何加快脚步 我发现自己的心砖 住于其中 盼望那时 在许多方面 能有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环境 不过从未完全下定决心 也从未非常开心地 想要在一个地方定居 受地狱的限制 不管怎样 在这方面 我似乎得这些自由 因为我想要定居其中的会众 是神让我得以从外邦人中聚集起来的百姓 自我开始传道以来 对享受别人所劳苦的 并定居在福音曾传讲过的教区 我从未感到自在 我从未想过 那是我的职责所在 无论是自我开始传道 或比那更早的数年之前 当我感到有一点倾向 要寻求自己的轻松和属适的舒适时 神从未许可 但是 神让我的劳作有所成就 使用我作为器皿 在这些印第安人中间 为他收获了一个教会 我愿意认为 是他定义要给我一个安静的定居地 和一个属于我的正式的家 考虑到最近我情绪上 长经历的消沉和挫败 我对适合的群体的需要 以及我对能够有条件 和机会有效地学习的强烈愿望 这对我而言并不是完全不可取 虽然我仍然向往到处游走 向远方蒙昧无知的灵魂 传讲神圣的福音 但是在过去的五年多里 我从未像这周的前半周这样 如此愿意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不过现在这些想法好像完全破碎了 不是必须 而是出于选择 因为在我看来 神对我的安排 是让我适于过孤独和艰苦的生活 而且我不会有任何损失 我与这个世界毫无瓜葛 就算完全放弃 也无所谓损失 没有房子和家 也没有我所乐意看到的 神其他百姓 所享受的许多生活便利 这在我看来正好 同时 我看到基督国度 如此丰富的美好 及其在这个世上扩张的 令人无限期待的前景 这涵盖了我一切其他的思想 让我愿意 甚至是喜悦被塑造成为 生活在旷野的克律或隐世直至我死亡之时 只要我能够借此推动伟大就属主的神圣利益 若是我的灵魂曾为了神的事工 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他 那么我当下就是在如此行 现在我的思绪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 主啊 我在这里 差遣我 差遣我到地极 差遣我到荒野中粗鲁凶暴的外邦人那里 差遣我远离世上 可被称为舒适的一切 或属适的舒适 甚至差遣我到死亡那里去 若是这样也是在服侍你 且能扩张你的国度 同时 我对属世的各种舒适事物的价值 有着与以往一样敏锐和活泼的感受 结果却看到基督的国度 和传扬他神圣福音的价值远在其上 安静的定居地 一处居所 以及温柔友谊 若是单独来看 对我而言与以往一样宝贵 但若相比而言 则一文不值 与基督国度扩张的价值和宝贵相比 他们就如众星 在冉冉升起的太阳之前光芒尽失 并且我确信 尽管我喜爱舒适的住所 然而我的灵魂与身体 我全人都委身于神的事工 和基督国度的扩张 就算在此过程中 一并丧掉 也在所不惜 我没有其他的做法 因为我别无意愿或选择 我却也不得不选择说 如果主索取 那么再见吧 朋友们和地上的各样舒适 他们终置为宝贵的 那最宝贵的 永别了 永别了 若是基督的国度 由此可以扩张 我愿生活在岩洞和土坑之中 直至我生命的终点 这次为了神的事业 将灵魂倾倒给他时 我得着了不同寻常的自由 特别是感到他在 印第安人中间的国度 会扩张到辽阔的远方 我有一个伟大又强烈的希望 愿神成就 在祷告中 为我这亲爱的小小羊群 更为别处的印第安人 也为各处的朋友们 继续与神摔跤 直到旧寝时间 因为我担心 会影响这个家庭的休息 但我是多么不情愿 将时间浪费在睡眠上啊 我渴望像一团伙 不停地为神的事工发光 讲到建设基督的国度 直到我最后死亡的时刻 5月23日周五 早上 仍处于与昨晚相同的状态中 基督国度的荣耀 让地上的居所和享受相行建筑 尽管它们是好的也让人渴望 但相比之下 却是一文不值 在私下祷告和默想时 我的灵魂陶醉 我发现自己与世上任何事物 都毫无干系 因此 对于在今世生活中 貌似对我最重要的那些事情上 以及在内心最敏感 最容易被触动的那些事上 我只能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我当下感受到了 与昨晚相同的感觉 在为我所负责的百姓 为福音在印第安人中的传播 为西安普世的属灵福祉和扩张 特别是为我亲爱的朋友们 祷告时 我体会到了与昨晚相同的自由 我渴望为神成为一团不灭的火焰 一整天都处于 一整天都处于类似的状态中 傍晚 我的弟弟约翰布雷纳德 来探望我 这是自我担任宣教士以来 第一次有近亲来看望我 晚上灵里感受到与早上相同的状况 体会到我亲近神 是与我有益 也将我的一切挂虑和重担交托给了他 在为着救主的福音 在远方印第安人部落中的传播 而向他倾心土意时 感到舒畅、振奋 愿诵暂归于神 若我曾有一日 全部用在学习和祷告之上 那么今天就是 5月24日 周六 今天享受到与昨天相同的状态 5月25日 主日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这周 至少是上半周 大魏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中 但看似远离了内在 他体力不济之时常出现的悲哀 这周 他一次次提到安慰和理念的振奋 6月1日 主日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6月2日 周一 傍晚 在私下祷告和默想时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 6月3日 周二 清晨 在想到所有事情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时 我的灵魂喜乐 我很高兴万事都是由神掌控 之后 体会到与5月22日晚上非常相似的感受 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小时 到旷野去散步 在祷告中 享受到了自由 火热和安慰 晚上 再次地着相同地享受 6月4日 周三 这一天用来写作 在工作中 享受到了一些安慰 满足和自由 傍晚在祷告和默想时 我被赐予美好的复兴 在那时 祷告完全变成了赞美 除了尽力崇拜和赞美永生神之外 我做不了别的 神为自己 在可怜的印第安人中间 收获了一个教会 他恩典的神迹奇事 尽得彰显 这是我默想的主题 也是我的灵魂激动 赞美和感谢他圣明的原因 我的灵魂从未比这一刻 更加愿意去探究 为着他的全部益处 我能附上什么 我陷入了一个的困境 一个喜悦美好的困境 想知道当做些什么 我渴望能回报些什么给神 但发现我无以为报 我只能因着神自己 以成就这大功而喜乐 天上地下 没有谁能自称 可以分享 他在此世上的荣耀 借着这些灵魂的得救 神章显得荣耀的这红羊 这有利于他的国度 在这世上的扩张 若我能单单为这些高兴就好了 然而 我看到自己是如此的匮乏 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他 借着恩典 我的灵魂和身体 欣然向他顺服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不是恩赐 而更像拖累 我不能做任何事 去荣耀他宝贵的圣名 然而 我打心里高兴 他的荣耀和恩典永不改变 愿他全部有智慧的受造物 都竭尽他们的气力和能量 来崇拜赞美他 我的灵魂乐意看到 他人赞美他 尽管我自己不能为此做些什么 次日 他提到有些悲伤 但傍晚时 得这些释放 6月6日 周五的日记 请参阅已出版的内容 6月7日 周六 骑马去了福里霍尔德 帮助坦南特先生主持圣餐礼 下午讲道 正道经文是诗篇 七十三章二十八节 但我亲近神事 与我有益 在讲道时 神给了一些自由和热情 我相信 他与会众同在 惬意地沉静下来 灵力感恩 对神赐下的恩惠 我无以为报 为此我的灵魂悲哀 愿我完全沉静在对他的赞美之中 6月8日 主日 早上花了很多时间私下祷告 然而 关于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工 能否得着神的喜悦 仍处于希望和担忧之间 上午 坦南特先生的讲道 是令人愉悦的享受 心里有点陶醉和振奋 领圣餐 特别是在一张桌边服饰的时候 享受到一些安慰 愿颂赞归于主 这是让我振奋的时刻 我相信 对其他许多人 也是如此 我可爱的百姓中的一些人 坐在最后 那张桌子边上 那时 仿佛神就在他们之中 四集神已在他们中间成就的那些事 我心温柔振奋 下午 神让我在讲道中 得着不同寻常的自由 正道经文是 科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 所以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在从头至尾整个讲道过程中 神应极大的良善 赐予我一连串窃提的内容 并令我恰当地表述出来 傍晚 我不由地在神里面喜乐 为了昨天他恩典的彰显而感谢他 这是美好 庄严的日与夜 对属神之人 是安慰的时刻 唤醒了一些人的灵魂 愿我能赞美主 六月九日 周一 在私下祷告时 享受到了一些甜蜜 做了总结讲道 正道经文是 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 以诺与神同行 在讲道时 神给了我放开手脚 热情肆意 我得以清晰明了 又满有力量的讲话 神好像就在会众之中 在美主 这是一场美好的聚会 一次令人满意的机会 我发现自己的力气更新 令人惊讶地加强了 因而 在这个庄严胜利结束时 我感到比在开始时 强壮很多 我绝对有理由 为着这胜利感谢神 当我向他人讲道时 我得着了帮助和灵力的甜蜜 周二 他发现最近的劳作 让他身心俱疲 周三 他抱怨抑郁和灵力沮丧 几乎未享受到安慰 和灵力的活力 六月十二日 周四 傍晚私下祷告时 享受到了自由和一些甜蜜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时刻 在为我自己亲爱的百姓 为基督国度的扩张 特别是为福音 在旷野里的印第安人中间 传扬而祷告时 我的灵魂奔放起来 在为新英格兰和其他地方的亲爱朋友们祷告时 我振奋了 那时 我感到祷告是甜蜜的 并可以发自肺腑的讲 我亲近神 是与我有益 六月十三日 周五 今天我离开了印第安人的聚会 为着神在这一刻所彰显的恩典 而喜乐感恩 六月十四日 周六 起码去了金斯顿 要协助威尔斯牧师举行圣餐礼 下午讲道 但几乎昏倒在讲台上 不过 神在我几乎要昏厥之时兼顾了我 并让我能够自由和火热地传讲祂的话语 并指指人的良心 在美主 祂让软弱变为刚强 在公共敬拜中 以及结束后 我都享受到一些甜蜜 但非常疲惫 主的怜悯和其丰富 软弱的 他加力量 六月十五日 主日 处于沮丧和毫无勇气的状态中 我抬不起头 也不能直面任何人 按威尔斯先生的意见 主持了圣餐礼 当我将要喂饼和杯祈求祝福之时 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卸下了重担 从压在心头的负担中解脱了出来 神令我舒畅 对属灵之事感到情深意切 因而 这在一定程度上 对我而言是断得着安慰的时光 而且我相信 对其他人而言更是如此 下午 向许多人讲道 正道经文室 启示录 二十二章十七节 愿意的 都可以 神帮助我为他做见证 让罪人 无以辩解对他恩典的忽视 我得以借着自由 火热和清晰讲道 调动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 傍晚 非常疲惫 但是享受到了沉静和甜蜜 六月十六日 周一 再次讲道 神奇妙地帮助了我 因而 这对我的灵魂和其他人 都是一段美好振奋的时光 在我身体如此虚弱 又有那么多会众听到之时 神赐予了帮助 愿送赞永远归于神 下午在安逸和愉快的状态中度过 次日 仍在灵力安逸的状态中度过 周三 他去霍普维尔参加了一个牧师会议 六月十九日 周四 请参阅已出版的日记 周五和周六 他身体非常不适 但周六仍向他的百姓讲道 安息日 他仍病着 但不管怎样 他上下午都向他的百姓讲道 在公共敬拜结束后 他努力针对一些人的良心 讲授神的真理 并为这个目的 私下与他们交谈 好几个人流泪 并有一些人受到极大的触动 但是他因这一天的服饰而精疲力竭 晚上病得太厉害 几乎没得到身体上的休息 但他仍说神是他的帮助 在他里面 毫不缺乏安慰 周一 他仍病得厉害 但提及他的心 沉静安稳 顺服于神的旨意 甘心处于虚弱之中 根据他自己的记录 在这一周剩余的日子里 他仍非常虚弱 大部分时间心里沮丧 在属灵的世上 他没有享受到任何自由和甜蜜 只是在非常短暂的时光中 曾得到振奋和鼓励 这让他的心专注于属神的事上 且在一些时候 他的心被灵里的感动融化 6月29日 主日 今天上下午都讲到 正道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19节 还有不多的时候 是人不再看见我 神开恩 帮助我 赐予了我自由和力量 特别是在上下午 讲到快结束的时候 在两场讲到中 神的权柄都彰显在会众中 神百姓中 有不少人的心因神圣之事 振奋和陶醉 一两个长期处在悲哀之中的人 得着安慰 知罪 很多次有力地得到复兴 一个上年纪的人的灵魂 大大觉醒 他来参加聚会的时间不长 而且之前看起来朽目不可凋野 神奇妙地恢复和延长了我的气力 中午 我荆蹄力竭 几乎不能走路 所有的关节都颤抖 以至于我不能做 也不能让我的手静止不抖 尽管我已经告知我的百姓 我觉得下午不能讲到了 然而神兼顾我 让我有力量讲道 之后 花了些时间与一些人交谈 特别是 关于他们的属灵状态 对一两个人的状态 感到满意 之后 与一个生病的孩子祷告 并给了些劝戒的话 在我一切的工作中 都得着了帮助 愿送赞归于神 回家时的身体状态 比我出门时还要好 尽管从早上十点多一点 到下午五点 我的衣服已经湿透 我的精神极大的振奋 我的灵魂因盼望而喜乐 因自己借着恩典 为神做了一点点事情 傍晚 外出散步 在私下祷告和赞美中 享受了一段美好时光 我体会到了诗篇作者话中的真理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对神无以为报 我只盼望为他而活 永远与他的赞美和事工合拍 为了灵性和圣洁的热情 愿我献上并为神所用 直到我的最后一刻 六月三十日 周一 将这一天用于写作 但是非常虚弱不适 感到昨天劳作的疲惫 昨晚我的精神非常振奋 以至于我那时并未觉察到体力透支 七月一日 周二 下午 探访了我的百姓 并向他们讲道 正到经文室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因为我会重中有几个人将要去世 神给了我一些帮助 他的话在听众身上普遍产生了些影响 对于我的灵魂而言 这是一个令人满意和舒适的傍晚 因着在工作中得到的一点点自由和帮助 我的精神振奋 周三 他去了纽瓦克 要参加一场长老会议 他哀叹情绪低落 因为时间花得毫无果效 而大大悲伤 这周剩余的时间 他在纽瓦克和伊丽莎白镇度过 每天都提及神的安慰和帮助 但也强烈抱怨缺乏更多属灵的活力 七月六日 主日 早上 心里享受到一些沉静和安详 上午听了狄金森先生讲道 被他的信息振奋 听道中 有一段时间 心里融化 领了圣餐 并在仪式中 被神圣之士触动 下午 我讲道 正道经文是以西节书 三十三章十一节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神赐给了我自由和热情 帮助我为他的事业恳求 远超过我自己所能 七月七日 周一 早上 我的精神非常振奋高昂 我发现 若是不能以神为乐 并专注于他的事工 在任何享乐中 都找不到安慰 傍晚经历了我所记得的一生中最令人满意的交通 就神充满万有进行了交流 所有的享乐对我们而言 不过是神创造了他们 仅此而已 以神为始 以他为终 是好的 庄团圆树木为真正的快乐幸福 构建了怎样美好的基础啊 七月八日 周二 骑马回家 在路上享受到一些令人愉快的默想 七月九日 周三 这一天用来写作 晚上灵修时 享受到一些灵力的安慰和振奋 七月十日 周四 这一天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 入夜时分 骑马去了坦南特先生家 享受到了一些愉快的交通 晚上在庄严 美好的状态中回家 在私下祷告时 对着振奋 盼望完全且单单为神而活 清楚地看到在这个世界中 没有任何事 值得我投注感情 因而我对地上的一切都死心了 不过并不是像某些时候 那样以沮丧的态度来看 而是站在能继承更好产业的角度 有感而发 七月十一日 周五 早上 特别是私下灵修的时候 处于平静安稳的状态中 我觉得自己在当时 能想到的各个方面 都很是以神的旨意为乐 不管他的旨意是什么 或将是什么 因为接下来的主日 要主持圣餐礼 我仰望神 祈求他在这件事上的 同在和帮助 不过 无论他给不给帮助 我都愿意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花了极少的时间写作 探访了印第安人 并花时间与他们严肃地交谈 觉得当他们许多人都不在的时候 讲道 不是最好的选择 七月十二日 周六 会众今天进食祷告 作为对圣礼的预备 我上下午都讲道 应用的经文是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在讲道时 神给了我一些帮助 话语出去 伴随着神的一些权柄 因此 这是令人愉快的时光 之后 带领他们庄严地重申 他们与神的约 重新将他们自己尾身给神 这是一个既庄严又美好的时刻 神仿佛就在我们中间 傍晚 在安逸的状态里 回到我的家中 七月十三日 主日 上午以生命的粮 为主题讲道 正道经文是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神给了我一些帮助 特别是在讲道的某些部分 在神圣真理的影响下 惠众显现出一些温柔的情感 我的灵魂有些振奋 为三十一位印第安人 主持圣餐礼 神仿佛亲自出席了圣礼 大多数领圣餐的人 甜蜜的陶醉 振奋了 即使是在丙和杯的盖子 刚刚揭开时 他们是何等陶醉呀 当我拿走亚麻布金 向他们展示基督所设的身体的象征时 他们中先有人眼角没有湿润 主持圣餐礼之后 稍时休息 我就探访了领圣餐的会众 发现他们普遍处于甜蜜的爱中 与四月二十七日圣餐礼时 他们中的情形非常相似 下午应用与上午相同的经文正道 主题是到基督面前来 以及如此行之人的满足 这同样也是一段愉快的时光 一段在神的事工中非常温柔 感动和感到舒畅的时光 我相信神将他神圣同在的冠冕 赐给了我们的机会 我回到家 筋疲力尽 但是在神的美善中喜乐 七月十四日 周一 到我百姓那里 向他们讲道 经文是诗篇119章106节 你公义的典章 我曾启示遵守 我发现 神所有的审判和诫命都是公义的 并且神的百姓 岂是要遵守他们 他们如此行 特别是领圣餐的时候 会众中呈现出神强有力的影响 和陶醉在神的话语中 之后 就如我在4月28日 周一所做的那样 我带领他们 在神面前重申了他们的约 他们会自己警醒 并彼此手腕 唯恐他们犯罪 玷污基督的圣明 这个行为非常庄重 这似乎得着了神的悦纳 因他让他们恐惧 提防他们自己 唯恐他们得罪神 这样 在圣礼庄严结束之时 神仿佛临到我们之中 第二天 他出发去费城 直到周六才返回 在旅途中 乃至整个星期 他病得厉害 内心处于沮丧之中 七月二十日 主日 向我的百姓 讲了两次道 正道经文是 约翰福音 十七章二十四节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哪里 叫他们看见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上午 神帮助我 非常清晰明了地讲道 下午 享受到一些温柔 讲道有一些感染力 好几个人流泪 一些人面露悲伤 七月二十一日 周一 向印第安人讲道 主要是因着 有一些陌生人的缘故 然后 告诉他们 我很快要出行 去萨斯奎汉纳 鼓励我的百姓 为我祷告 求神在旅途中 与我同在 之后 从会众中选了几个人 与我同行 又花了些时间 与陌生人交流 因着他们而多少 受到些鼓励 关心我百姓 属世的营生 并很为此焦虑 在私下灵修时 得着一定程度的 平静和安慰 七月二十二日 周二 今天 大多数时候 处于沮丧之中 想耗尽生命 让他结束 但有些愿望 要为神而活 并为他耗尽生命 愿我真的能够如此行 此日 他去了伊丽莎白镇 参加一场长老会议 这一天 周四和周五的上半天 他都处于极其悲伤的状态中 心里无比忧郁 并不是畏惧将来的审判 而是因着 对一切美好的事物 都毫无感觉而悲哀 在他眼里 整个世界都显得空虚阴郁 但是 在周五后半天 他得着了极大的释放和安慰 七月二十六日 周六 早上感到安逸 我的表情和内心 都不再像前几日那样悲伤 再将我的心举起 交托给神时 得享一些甜蜜 起码返回我百姓那里 一路上处于安逸愉快的状态中 我的精神极大的从重担中解脱了出来 我感到可以无拘无束地 在我主的事工中 经历一切困难和劳苦 七月二十七日 主日 上午以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 向我的百姓正道 主题是警醒的责任和益处 在我讲道的后半段 神帮助了我 他的能力在会众中显现 下午 正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 第十三章二十五节 即至家主起来关了门 在这段讲道中 我再次得享帮助 神的灵访佛与所传讲的信息同在 因此 会众非常庄重 一些印第安人和其他人流了泪 七月二十八日 周一 非常虚弱 几乎不能做任何事 但是在早晚的祷告中 都享受到了甜蜜和安慰 一整天都平静安逸 在祷告时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我的头脑活跃 心里火热 我渴望为神献上 为神使用 七月二十九日 周二 我的心快活 远离了那些 常常烦扰我的消沉悲伤 一天中 得以数次自由地仰望神 傍晚 在私下祷告时 享受到一段安逸的时光 神帮助我 为我自己亲爱的百姓祈求 请他继续在他们中间的神圣打工 神也帮助我 祈求在我去萨斯奎汉内的行程中 能有他的同在 也得以纪念在新英格兰的亲爱弟兄和朋友们 我几乎不知道当如何离开施恩宝座 我为必须要睡觉而悲伤 我渴望为神做些什么 但却不知当如何行 为着远离沮丧 归颂赞给神 七月三十日 周三 尤其在上午 身心都感到非同寻常的舒适 我的心庄重 在工作中 得着了帮助 神好像近在咫尺 因而 这一天是我一段时间以来 所享受到的最安逸的一天 傍晚 在私下祷告时 对着帮助 有着与昨晚相同的感受 为着我当时在施恩宝座前 享受到的自由 为了我自己 我的百姓和我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神 我亲近神是对我有益 次日 他好像仍处于 非常相似的自由和安逸之中 八月一日 周五 傍晚在私下祷告时 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激在心头的乌云 和混乱的忧虑被驱散了 没有留下任何焦虑 在这一刻 我的内心是何等安详 是何等远离那些 我曾经常感受到的 令人分心的忧虑 愿你的旨意成就是我灵魂美好的祈求 若是神命令我在任何事上 为自己做选择 我宁愿选择 将决定权交给他 因为我看到他极其智慧 且不会像我那样 落入做错事的危险中 在为我亲爱的羊群祷告时 得着了帮助 愿神在他们中间推进他自己的事工 愿神在我的萨斯奎汉那之行中 与我同在 也得到帮助 纪念我在新英格兰的亲爱朋友 和担任服侍的亲爱弟兄 若是我的身体状况允许 我有足够的事项 可以甜蜜地祷告一整晚 若是得以真心地说 主啊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那会是何其美好 八月二日周六 入夜十分讲道 正道经文是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 你们当负我的恶 神给了极大的帮助 在集会中明显有神的同在 神圣的真理 在圣徒和罪人身上 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为着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复兴 而感谢神 晚上非常疲惫 但感觉我的精神得着扶持和振奋 八月三日 主日 上午应用 哥罗西书三章四节的经文 向我的百姓讲道 认识到基督就是信徒的生命 神帮助我 讲道时与我同在 在会众中彰显了极大的权柄 下午正道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至四十二节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成 我想受到一些帮助 尽管不如上午那样丰富 傍晚私下祷告时 我自由而甜蜜地倾诉 神令我的心舒畅 将我从消沉悲伤中释放了出来 让我就近他自己 给了我满足 为了这些宁静的时光 和对他旨意的顺服 愿我的灵魂赞美主 八月四日 周一 这一天用来写作 在工作中享受到了 极大的自由和帮助 一天中大多数时间 都处于沉静安逸的状态中 傍晚祷告时 享受到了一些甜蜜 感谢神 我的精神振奋 远离了消沉沮丧 自我从伊丽莎白镇回来后 那几乎成了我的常态 这是怎样的怜悯 八月五日 周二 入夜时分 在我会众中一个基督徒的葬礼上 讲到 正道经文是 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两节 他们得享平安 我受到神经性头痛的搅扰 非常沮丧 然而 在我讲道中有一段时间里 得到了一点自由 傍晚 极其疲惫 但不管怎样 在祷告中 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愉悦 发觉我所惧怕的沮丧 大部分消散了 我的精神大的振奋 次日 他仍处于非常愉快 安逸的状态中 他的心在神的事宫中畅快 八月七日 周四 骑马回了我 去年冬天住过的房子 要取一些我的萨斯奎汉纳之行会 用到的东西 再次看到神曾奇妙降临 赐给丰盛恩典的地方 我心振奋 神的权柄 常常何等奇妙地在那里彰显 我的灵魂啊 当感谢主 不要忘记他的任何恩惠 次日 他提到在祷告和交流信仰时 内心自由 畅快而甜蜜 八月九日 周六 下午 探访了我的百姓 尽量将他们的事情处理妥当 为他们策划如何管理他们属世的营生 以庄严的形式向他们讲道 并以祷告结尾 傍晚 感到沉静安逸 在私下祷告时 有些火热 稍微看见类似永恒的世界 并觉得内心安详 为了在祷告中 他赐给我的自由 愿我赞美主 八月十日 主日 上下午都向我的百姓讲道 正道经文室 是图形传三章十九节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上午讲悔改 神帮助了我 因而 我的讲道见察人心 神的话语带着能力 印第安人和白人中 都有许多流泪的 中间休息时 我忙于向一些人 讲论他们受洗的事 也与另一个人交流 他在经历蜀灵的烦扰 忧伤之后 最近得着了安慰 下午虽然虚弱疲惫 但再次的这些帮助 之后为六人施洗 三个大人 三个孩子 傍晚 处于安逸的状态中 在私下祷告时 享受到了一些满足 在我的一生中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 感到自己心里充满了温柔 八月十一日 周一 在神的许可下 明天将要启程去萨斯奎汉纳 今天我花了些时间 与我的百姓一起祷告 祈求神祝福我的行程 并让我此行的目的成就 也祈求他拆遣圣灵 与他的话语同在 在旷野中 可怜的印第安人中间 建立他的国度 当我打开十篇 第二篇和第一百一十篇 要应用其中部分经文时 神的大能仿佛在一定程度上 临到会中 当我做开场祷告时 许多人的心融化了 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充满感情的 奔放起来 应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的经文正道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神帮助了我和我的翻译 我们都震惊 消化了 我毫不怀疑 有好几个人在一定程度上 被圣灵充满 之后 迈克奈特先生祷告 然后 我打开了诗篇第七十二章的最后两节 就在那时神与我们同在 特别是当我强调万国都将称颂伟大救主 这一应许的时候 当我思想这一天 想到这神圣荣耀的日子定当到来时 我的灵魂就振奋 我相信我亲爱百姓中的一些人也振奋了 随后祷告 得着了些自由 但是几乎精疲力竭 于是外出散步 留下我的百姓继续自己操练信仰 在我休息恢复体力的时候 他们一再地祷告 唱诗 后来 我回到聚会所 与他们一起祷告 结束聚会 感谢神 这是恩典的一天 这一日 在我们中间有深情的泪水和啜泣 傍晚祷告时 我的灵魂振奋 当为我的百姓 朋友和神的普世教会祷告时 在施恩宝座前得着了自由 我的灵魂啊 感谢神 次日 他启程去萨斯奎汉纳 六名印第安基督徒与他同行 他们是他从他的会众中挑选出来的 认为他们最能为此行帮上忙 他借到费城 计划去萨斯奎汉纳河的下游 那有白人聚居 位于印第安人居住区域的南边 因而可沿河上行到印第安人聚居地 虽然这样走会绕很多路 但可避开走近路 所必须穿越的恐怖高山和旷野 过去他那么走时 发现极度艰难 令人疲惫 这一周的周五 他到了费城西边约30英里的查尔斯镇 一路上 他内心大部分时间处于沉静安逸的状态中 8月16日 周六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人们 将这一天用来为圣餐仪式做预备 因此 我暂坐停留 听了锤特先生讲道 之后 我自己讲道 神给了我很大程度的自由 帮助热情地讲道 直指人的良心 此后 虽然疲惫 但灵力振奋 晚上也过得令人满意 在祷告和与基督徒的交通中 都得着了一些自由 8月17日 主日 早上私下祷告时 享受到了自由 沉静和满足 在为亲爱的朋友和自己祷告时 我的心多少有些舒畅 上午 听锤特先生讲道 并领了圣餐 我百姓中的五个人 也在圣礼中领了圣餐 在这段时光中 我有些舒畅 灵魂释放 下午我讲道 正道经文是以西节书 33章11节 你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并未像以前那样感受到很多帮助 不过得以借着一些火热像不朽的灵魂讲话 傍晚 因为我认为几乎或者就是没有为神做什么 而感到有些乱 不过在信徒交通和祷告时 灵里得着一些振奋 晚上直至午夜 都在操练信仰 我的体力在公共敬拜结束时 已十分疲惫 再就请前 恢复了一些 8月18日 周一 骑马向萨斯奎汉纳河上的帕克斯顿出发 入夜时分 感到我的情绪低沉 几乎没有得着安慰 8月19日 周二 继续前行 夜里在萨斯奎汉纳河畔借宿 昨天和今天都感到虚弱不适 发现我的情绪非常消沉 一个我认为敬前的人也没有遇见 8月20日 周三 一整晚 浑身都是冷汗 早上卡出许多带血的物质 身体极其不适 且非常悲伤 不过 我有一个秘密的盼望 即我或许很快就可以离开地球 和他一切的辛劳忧伤 这给了我一些鼓舞 起码到了萨斯奎汉纳河畔 一户姓钱薄的人家 在那儿借宿 傍晚 因为一群喝酒 诅咒的不敬前之人 而感到非常痛苦 成为这不敬前之人中的一员 那将是怎样的苦境啊 与一位旅客愉快地交谈 他好像对真正的宗教有些体会 8月21日 周四 沿河上行约15英里 在一户人家借宿 这家人看起来非常远离神 努力给男主人讲信仰的生活 但是发现他非常善于躲避此类谈话 有一些人 在听到关于神的信息时 是多么无动于衷啊 没有达到目的 但并不像某些时候那样沮丧 8月22日 周五 继续沿河上行 之前分开的同伴 现在与我会合了 穿过所有的英国人聚居区 夜里露宿在树林中 比起在一群不敬钱的白人中间的时候 反而睡得更安稳 傍晚私下祷告时 享受到一些自由 得以为亲爱的朋友们 我亲爱的羊群 以及神的普世教会代求 8月23日 周六 将近夜晚 到达了叫做韶莫亭的印第安人镇子 并不像先前那样沮丧 不过仍受到些烦扰 晚上 感到有些沉静 在将我的一切交托给神时 享受到一些自由 借着神莫大的美善 我心里得这些释放 并未像以前常经历的那样 被失望所烦扰 8月24日 主日 将近中午 探访了一些特拉华人 与他们谈论了基督教信仰 下午 向部落首领和其他人讲论神圣的事情 他们好像愿意倾听 在这些操练中 度过了一天的大部分时光 晚上 享受到了一些安慰和满足 特别是在私下祷告时 得着了一些甜蜜 祷告是如此让我感到愉快 我愿意走到户外 一再地专注其中 能够稍微一亏神的面 是何等令人感到安慰 8月25日 周一 今天大多数时间用于写作 差遣与我同来的百姓 去与印第安人交谈 与他们熟悉并建立友谊 这样我或许能有更好的机会 将基督教义教导给他们 今天 他们的探访似乎起了好作用 有几个人似乎愿意听一听基督教义 傍晚 我的精神有些振奋 在祷告中 我得到一些自由和满足 8月26日 周二 中午时分 向相当多的印第安人讲道 我相信 神帮助了我 我得以借着一些热情和权柄 非常清晰明了的讲话 正道信息影响到了一些人 让他们表现得非常严肃 我觉得现在情况显得令人鼓舞 就像当时在克罗斯卫森一样 当我第一次拜访那些印第安人时 我受到了一点鼓舞 我尽全力讲述各类事情 并请当时在场的我的百姓出来为神做见证 他们照办了 入夜时分 对着振奋 愿意为在此地建立神的国度祷告 也为在下游的我亲爱的会众和在其他地方的亲爱朋友们祷告 8月27日 周三 昨天一整晚 我借宿的房子中都充满了浓厚的烟气 让我几乎窒息 今晨 头痛和喉咙痛 搅扰得我不得安歇 早上 烟雾仍然浓重 且寒冷的东部风暴正在聚集 我在室内外都不能久待 室外 我被潮湿的冷风刺透 室内被烟雾烦扰 今天 我非常抑郁 活在极度的痛苦中 没有足够的体力为任何目标做任何事 8月28日 周四 上午我非常担心自己的工作 有几个想听我讲道的人来拜访我 下午有些热烈地向他们讲道 努力劝说他们回转归向神 心里充满了对基督国度的关心 在个人和家庭祷告时 灵力都感到挺畅快的 让灵魂得救 特别是让可怜的异教徒得救 是神的工作 对此 几乎从未像今天这样看得这么清晰 我知道我不能感动他们 我明白 我只能对枯干的骸骨讲话 但不能让他们对我所讲的有任何感受 我的眼目仰望神 要得着帮助 我只能说 这事公是他的 若是成就 荣耀必当归于他 8月29日 周五 感到与昨天相同的顾虑 在祷告时 享受到一些自由 将一切都交托给神时 觉得满意 去了特拉华人那里 发现没几个人在家 感到非常不适 但仍能够花些时间 独自研读神的话语 并祷告 这样做时 享受到一些甜蜜 傍晚 在祷告中 一再得到帮助 在去到施恩宝座前时 感到一些安慰 8月30日 周六 上午花时间去 探访了一位 因运船而病倒的生意人 他似乎与印第安人 一样愚昧 下午 花时间写作 读经 祷告 8月31日 主日 早上花了很多时间 私下祷告 感觉灵理有重担 只能将灵理的忧虑 和关切向神哭诉 也花了一些时间 为与我在一起的 亲爱家庭朗读 并解释神的话语 又和他们一起唱诗 祷告 之后 向几个萨斯奎汉那的 印第安人 讲论神的话语 下午感到非常虚弱乏力 将近夜晚 心里因着 对我从事的这项伟大工作 有了一些看见 而多少有点振奋 当信心 不能抓住那全能的绑壁 来做这工作的时候 我的工作是何等沉重啊 在这种情况下 有多少次 我几乎沉沦 感谢神 我能够重新回到 那用之不竭的源泉 9月1日 周一 启程向一个叫做 大岛的地方出发 此地距韶墨亭约15英里 位于萨斯奎汉那河的 西北支流上 干了一些路程 晚上露宿在树林中 白天非常虚弱 晚上到汉 9月2日 周二 起码前行 但还不如我的百姓 不行快 今天和之前 数天都非常虚弱 我如此眩晕乏力 以至于担心露天住宿 会让我一睡不醒 一些同行的人 离开了我们 因而 我们没有斧子 我只好爬上一棵小松树 用我的刀子 砍树枝 好搭一个棚子 抵挡寒露 但是晚上多云 且很有可能下雨 我仍然担心 会过度暴露于 恶劣天气中 晚上到汉 整夜里 我的细麻衣 湿得几乎能凝出水来 我几乎从未像今晚 这样虚弱疲惫 我几乎做不起来 我处于悲哀的境况中 但我努力让自己平静 思想着 我可能落入敌人中间 境况比现在更糟 9月3日 周三 骑马去了特拉华镇 发现几个人喝酒醉倒了 与一些印第安人交流基督教 发现我的翻译非常专注 并在工作中得到了帮助 有几个人好像听得非常认真 灵力专注 中午时分 骑马约八英里 去了一个叫做韶沃诺斯的小镇 在那儿花了一两个小时 然后返回特拉华镇并住在那里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为自己的不结果子 和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而感到羞愧 现在我看自己是一个何等呆板 无情 不结果子 无用的恶人啊 我的情绪低沉 我的体力耗尽 以至于我不能做任何事 最后 精疲力竭 倒在一张水牛皮上 整夜倒汗 9月4日 周四 早上 与一些印第安人讲论基督教 之后 我的翻译继续与他们谈了很久 有几个人 表现出非常赞同 并有些感动 离开这个地方 返程向韶沫亭出发 晚上在上周一 曾露宿的地方过夜 处于非常不舒适的环境之中 而且我的百姓来得很迟 过了十点 才与我会合 因此 我没有火预备饮食 取暖 驱赶野兽 我几乎处于 一生中最虚弱 提罚的状况 不过 在我的百姓来之前 我以为一整夜 都要独自一人 在没有火的情况度过 就躺下睡着了 9月5日 周五 极度虚弱 以至于几乎不能骑马 好几次 我都好像一定会从马上摔下来 躺在树林中似的 不过 入夜时分 到达了韶沫亭 灵里感谢神如今让我回来了 此次短途出行前 我把一个基督徒留在了此地 当再见到他时 我感到振奋 9月6日 周六 在非常虚弱的状态中度过了这一天 咳嗽 吐血 对我手头的食物 没有任何胃口 除了像我自己的百姓 和几个我遇到的人 讲论了一会儿属神之事外 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此时 几乎没有气力 也没心思 能够拖着虚弱的身体 精神呆滞地为神讲道 几乎前所未有地 为自己感到羞愧和窘迫 我能察觉到 有几个神的百姓 知道我当时来是计划 要为神和他的事业 在可怜的印第安人中间 做一些事情 他们愿意认为我灵里是火热的 但是我内心冷漠的状态 让我充满了羞愧 我认为若是神的百姓洞察我 就像神洞察我那样 他们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对我为神的热情和决心 评价那么高了 我不由地盼望 他们能看到 我是多么冷漠和缺乏决心 这样他们就可能不会被骗 就不会看我过于所当看的 我想 若是他们看到我内心这极度的呆滞 不忠和那为神而活的微小勇气和决心 他们就会将我拒之门外 因我不配得着基督徒的友谊 或与他们为伴 9月7日 主日 身体仍处在与昨天相同的衰弱状态中 内心痛苦 我的灵魂哀伤 为自己不能为神做什么而哀痛 为我自己亲爱的家人朗读 并解释了一段神的话语 花了些时间与他们一起祷告 也向一些外邦人讲道 在些许的安慰中度过了安息日 9月8日 周一 上午花了些时间与印第安人相处 下午离开韶墨亭 向河的下游出发 走了几英里 曾计划在萨斯奎汉内的印第安人那里 停留更长时间 但是因为那里流行疾病 与我同行的百姓身体虚弱 特别是因为我自己几乎在整个行程中 都卡血 夜间倒汗 我的计划受阻 在多数时间里 我非常眩晕乏力 以至于感到好像永远都回不了家了 同时 我们也非常缺乏生活用品 甚至是必需品 至少 是缺乏一个处于 如此虚弱状态中的人 需用的物品 在路上 我有时能够有力气 讲一些神的话语 神圣的真理 在几个听众的心里产生了一些影响 因而 几个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似乎是黏着我们 非常倾心于基督教教义 但其他人 积效喧嚷 这给之前那些 表现出友好的人 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些人 泼了冷水 然而 神几次明显地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和我的翻译 以及其他与我同行的亲爱朋友 有几次在未收获那里的灵魂祷告时 神赐给了我很大程度的自由 我不由地产生了强烈的希望 即此行不会完全一无所获 我并不确定 这是指此行会在那里建立基督的国度 或只是吸引几个人加入我在新泽西的教会 或只是为将来要在他们中间做出的进一步努力而预备他们 但是我相信此行没有白费 为了我逮着的任何一点鼓励和希望 感谢神 9月9日周二 向河的下游骑行30英里 极度虚弱 非常疲惫 又被一场雷雨淋湿 亲密地向一些可怜愚昧的灵魂 热心讲论信仰的生命和力量 他的证据是什么 不是什么 当看到我的印第安人在吃饭时 祈求祝福并感恩 他们好像非常震惊 断定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证据 表明恩典在他们之中 但当我坚持不管是谢饭 还是个人祷告都不是恩典的确切证据时 他们再次震惊 这个世界何等愚昧 人们是怎样将一些有可能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外在的空洞形式误解成真正的宗教及其万无一失的证据 愿主怜悯 愿主怜悯这个虚假的世界 9月10日 9月10日周三 9月10日周五 骑行约15英里 晚上正好到了一个基督徒朋友的家 那儿位于费城西边约25英里 受到礼貌的欢迎和友好的招待 感觉自己在虚弱和疲惫中得到很大的恢复 9月13日周六 仍然愉快地享受着基督徒间的友谊 以及我虚弱的身体所需要的一切物品 下午听了垂特先生讲道 傍晚与他的交通得到振奋 9月14日主日 应垂特先生和大家的要求 我上下午都讲了道 正道经文是路加福音14章23节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 在我讲道时 神给了我一些自由和热情 我相信他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一心一意地讲道 傍晚非常疲惫 但是因为得到了我此生中最温柔的对待 而感到安慰 一整天中 我的心非常平静 在祷告时 借着灵魂的鼓励 我除了怨神的旨意成就之外 别无所求 9月15日周一 一整天都在与垂特先生协商 要努力做些改变 为我们当下 所在这个教会中的某些人提供日用的饮食 我们的努力应当是得着了祝福 傍晚 为一个孩子施洗 在主持圣礼的过程中 我处于平静安稳的状态中 我确信灵力感受到了神圣事物 之后 在信仰交流上花了些时间 直到深夜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愉快夜晚 9月16日周二 仍留在我朋友的家中 在费城以西约25英里的地方 非常虚弱 不能做任何工作 且几乎不能做起来 9月17日周三 骑马去了费城 仍然非常虚弱 继续咳嗽 吐血 与朋友们交流得挺愉快 但渴求更多的灵性 9月18日周四 从费城去了垂特先生家 路上非常愉快 晚上处于美好 沉静的状态中 9月19日周五 骑马从垂特先生家 去了斯托克顿先生 在普林斯顿镇的家 极度虚弱 但是得到了友好的接待和照顾 挺满足地度过了夜晚 9月20日周六 晚上回到了我自己的百姓那里 发现他们在一起祷告 进去向他们报告了此行终神 在我和同伴们身上的一些作为 他们似乎受到感动 然后我与他们一起祷告 并觉得神就在我们中间 几个人受感动而流泪 好像是感受到了神圣事物 因为非常虚弱 我不得不很快就回到自己的住处 晚上感到筋疲力尽 就这样 在又一次萨斯奎汉那之行中 神让我度过了各种困乏艰险 待我再次回到了安全之地 尽管身体非常不适 为了这再次得着怜悯的经历 我的灵魂由衷地感恩 在此行中 我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 但是主在一切的境况中 支撑着我 第八章 返回天界 1746至1747年 到此时为止 毕大卫先生一直在记录 每一天发生了什么 先有例外 但是此后 他的日记经常因为病痛中断 他常常病得非常虚弱 既不能写字 也不能长时间集中经历回忆 一天中所发生的各样事情 整理并有序地记录下来 这是他不能承受的重担 然而 他也并非完全停止记日记 而是每一次都仔细地记录下 关于他自己 和他内心状态的最重要的事情 直至他去世前几天 这些日记展示如下 1746年9月21日 主日 上午 我是如此虚弱 不能讲道 也不能强迫自己 骑马去我的百姓那里 下午 骑马外出 坐着向我的百姓讲道 正道经文是 罗马书14章7至8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在正道过程中 我得着了兼顾和帮助 会重中出现了令人愉快的景象 我回到家 极度虚弱 但是仍然 为了我能够向我可怜的百姓 讲上一句话 而感恩 我已离开他们那么久了 晚上在疲惫和疼痛之中 几乎不能入睡 若是我所做的这一点点事是以正确的态度完成的 那我是何等蒙福啊 深愿我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9月27日 周六 今天和之前的一整周身体都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中 咳嗽得厉害 发高烧 我对任何食物都没胃口 经常是东西一吃下去 马上就会吐出来 经常因为前胸后背的疼痛 躺在床上不得安宁 不过 我能够每天骑马两英里到我的百姓那里 照顾一下那些正给我盖房子在印第安人中间居住的人 在这一周中 有时我几乎不能走路 一整天都坐不起来 非常沉静安稳 并未像之前身体虚弱的时候那样 被悲伤消沉烦扰 我是否能够痊愈仍是个很大的疑问 但是在很多时候 看到生死不取决于我的选择 就得了安慰 我非常高兴地认为 那位无限智慧者对这件事情有决策权 我丝毫没有必要思考 并权衡各方面利弊 以选择我是生或死 就这样 我的时间消耗掉了 我几乎没什么力气祷告 没有气力写作或读经 很少默想 但是借着神的美善 我能够非常沉着 并经常是带着喜悦的直面死亡 能够习惯性地为死亡做预备 是何等蒙福啊 院主也认为 我可能确实准备好了 9月28日 主日 骑马去我的百姓那里 虽然非常虚弱 但仍是这讲道 正道经文是 歌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你们总要自己省茶 讲了约半小时 在这段时间中 神的大能似乎与传讲的话语同在 但因为极其虚弱 我不得不停止 在一阵眩晕之后 非常艰难地骑马回家 倒在床上 烧得像火一样烫 有几个小时几乎神志不清 直到早上 发了很多汗 才退烧 在讲道之后 我经常发烧 无法安静休息 但这次是讲道 所带给我的最严重 痛苦的一回 不过 我心里感到非常安逸 因为我已经尽了 最大努力为神讲道 知道自己是竭尽全力了 9月30日 周二 昨天和今天 都同样处于虚弱的状态中 甚至比前几日更差 有半天几乎不能做起来 内心处于平静的状态 完全远离沮丧 悲伤和消沉 好像神已经开恩 在我现今这种虚弱的状态中 要将我从阴郁不快中释放出来 将我从异怒草绿的灵里释放出来 这是何等伟大的怜悯 尽管身体状况会衰退恶化 然而愿我在最衰弱的时候 总是能完全静默不语 愿我总是能置为真诚地说 主啊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关于生死 我现在能够借着恩典说 主啊 你眼看何为善 何为正 就那样待我吧 这样无论我或生或死 我都可以荣耀那位永远配的颂赞 尊贵和全能的神 阿们 十月四日 周六 这周上半周与过去数周一样 处于极度虚弱和不适之中 尽管直到周四 每天有半日都不能坐起来 但仍能够天天齐一小会儿马 去关心一下 为我盖房子的人 周五中午 发现身体奇迹般的恢复和强健了 一段时间之前 已经通知了我的百姓 特别是在特拉华福克斯的那些人 按着神的允许 我计划在十月的第一个安息日主持圣餐礼 现在安息日临近了 我在周五下午讲了道 为胜利做准备 正道经文是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完成了我在上一个安息日想要讲的主题 神祝福这个讲道 在他的百姓中唤起了虔诚的感情和现身精神 受感动最深的那个人曾被道远离神 他为此责备自己 在讲道时 我的戾气令人惊讶地加添了 但之后不得不立即回到床上去 我现在搬入了自己在印第安人中间的房子 若是没有这房子 我便得不着如此及时地放松和恢复 周五晚上躺在床上 与我的百姓谈论了一会儿神圣之事 虽然我的身体虚弱 但感觉我的灵魂振奋 因为是周六 我特别与几个领圣餐的人谈了话 下午讲道 正道经文是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 我必将那施恩教人恳求的灵 浇灌大魏家 会众中有几个人的心 似乎温柔地融化了 真心为罪哀伤 我的灵魂处于安逸的状态中 在公共服饰中 享受到了自由和帮助 我自己和大多数会众 都因之前提到的那个远离神之人 谦卑地认罪和肝肠寸断的痛悔而感动 不由得为神 让他如此认识到自己的罪和不配 而感到喜乐 傍晚 极其疲惫 但是仍躺在床上 向我的百姓讲道 十月五日 主日 仍然病得厉害 早上很是担心自己不能完成这一天的工作 因为在私下和公共事务上 有太多需要做的 在主持胜利之前 应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的经文正道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节经文让我想到 第一 基督在哪些方面被称作神的羔羊 结论是 其一 他本性圣洁无罪 其二 在苦难中他温柔忍耐 其三 他是赎罪计 这一点通过用羊羔献计 特别是鱼月节羊羔的作用表现了出来 第二 他如何且在何种意义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为他们舍了自己 替代他们的位置受刑罚 借着这种方法和刑事 他除去了人的罪 说他除去这个世界的罪 并不是说整个世界确实借着他被从罪中救赎出来 而是因为他所完成和遭受的 足可以偿赴这个世界罪的后果 并救赎全人类 他的却除去了世上蒙捡选之人的罪 第三 我们当如何仰望他 方可让我们的罪除去 并不是用我们的肉眼 也不是借着想象他在十字架上等等 而是借着对他荣耀和美善的属灵看见 用灵魂仰赖他 神与这篇信息同在 惠众的心被神圣的真理大大的融化 讲到之后 为两个人施洗 然后主持了圣餐礼 将近四十位印第安人和几位亲爱的白人基督徒领了圣餐 这是一段充满了神的大能和恩典的时光 好几个人看起来因神而非常喜乐 那时在虔诚的人们中呈现出怎样美好的联合和融洽呀 我的灵魂得到振奋 白人百姓中我虔诚的朋友们也与我在一起 胜利之后几乎不能回家 虽然那只不过是一百多米的路程 我的朋友们扶着我回家 将我放在床上 我在疼痛中躺着 直到晚上某个时候 方可以坐起来与朋友们交谈 这一天在我亲爱百姓中祷告 赞美 是何等美好 整个早上以及晚上直到午夜 在一户又一户的家中 可以听见他们祷告 唱诗赞美神 纵然我的身体衰弱 然而我的灵魂振奋 两天之后 虽然身体非常虚弱 他仍去了伊丽莎白镇 要参加在那举行的总会会议 却失望地发现会议地点改到了纽约 他的内心继续处于非常沉静安逸的状态中 10月11日 周六 入夜时分 高烧过后 一阵阵发冷 疼得厉害 得到了非常友好的照顾 像我自己这样一个如此不配的人 得到这么多关心 深感惭愧 关于生死 内心处于安逸和完全顺服的状态中 当想到或生或死都不需要我操心 也不是我要决定的事情 我着实感到非常满意 当处于这种非同寻常的不是之中 完全确定自己的确虚弱 不能工作的时候 我同样感到特别踏实 不过 在其他时候 我心里混乱 害怕自己误以为自己病了 而实际并非如此 因而浪费了光阴 时间是何等宝贵 当我想到自己虚度光阴 对时间并未善加利用 或是未尽我最大能力 将一切时间都用于事工之时 我感到何等羞愧 10月12日 主日 上午几乎坐不起来 下午参加了公共敬拜 处于沉静安逸的状态中 10月19日 主日 上周几乎一整周都未能做任何事 只是周四起码外出走了约4英里 但受了凉 尽管有时我非常渴望更接果子 并充满属天的感动 但因为我几乎或完全不能做任何事 我享受不到灵力的生命力 或活泼的宗教感情 当我不能为神做任何事时 看到时光流逝 深感悲哀 这一周能够参加公共敬拜 沉静安逸 无论生死都心甘情愿 但觉得非常不能接受 无所作为的活着的想法 愿我活着 永远不要成为神的受造之物的负担 当我旅居的任务结束之时 愿我得着允许 回归家园 这周大卫回到他在克兰伯瑞的 印第安人那里 要给予他们一些属灵和属世生活的照顾 虽然他一天只骑马一小会 他的体力仍大大的消耗 十月二十三日 周四 到了我自己的家 将东西安置妥当 非常虚弱 有些悲伤 做了一些事情 但一点力气也没有 不得不躺在床上 非常孤单 十月二十四周五 这一天用来监督 指导我的百姓修缮他们的篱笆 保护麦苗 发现他们一切对世俗之事的关心都取决于我 傍晚 因为白天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事 而多少有些振奋 看到时光流逝 而我又一世无成之时 我是多么痛苦 十月二十五日 周六 探访了我的一些百姓 花了些时间写作 感到身体比平时要好很多 入夜时分 身体好到 我可以推敲思考 但是晚上 再次感到非常不舒服 整夜咳嗽 吐血 十月二十六日 主日 早上 非常疲惫 这一天 直到将近晚上 都在痛苦中看着 我可怜的百姓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 四处游荡 等着 盼着 想看到天黑之前 我能够为他们讲道 看到他们处在这种情形下 我非常悲伤 感到自己 不能为他们属灵的益处 尝试做任何事 但是 将近夜里 感觉自己好点了 因而我将他们召集到我的家中 做着朗读 并解释马太福音五章 一至十六节 给他们听 虽然这次讲道 是在身体 非常虚弱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对许多听到的人 都大有能力 特别是最后几节经文中 所讲到的那些内容 我强调 若我们的光变暗淡 而不是照在世人面前 这是对信仰的无限亏损 会重中许多人被深深地打动 认识到在属灵的谈话上 自己的不足 而这样的谈话 本可以吸引人来了解信仰 他们似乎警醒起来 关心属灵的事 特别是有一个之前 一段时间陷入酗酒之醉的人 现在深深地认罪 承认因自己的不当行为 让信仰蒙受了极大的亏损 也因此他感到非常悲伤 忧虑 当看到这些时 我的灵魂振奋 虽然我没有气力 讲很多我想讲的话 不得不躺倒在床上 但我很高兴看到 会重中有这样的谦卑柔和 纵使是虚弱的传讲 然而神圣的真理 却在听众身上 产生了这样大的果效 10月27日 周一 用这一天来监督 指导印第安人 修缮圈围小麦的篱笆 整个上午 能够与他们一同走路 规划他们的生计 下午 两位亲爱的朋友来访 花了些时间与他们交流 入夜时分 我能够再次走出去 照顾印第安人 晚上 享受到了非常平安的状态 10月28日 周二 在非常虚弱的状态中 骑马去了普林斯顿 路上 发高烧 不得不在一位朋友家中 躺了一会儿 将近夜晚 垂特先生 贝蒂先生和他太太 还有另一位朋友 来看望我 看到他们 我精神振奋 我很惊讶 甚至羞愧 因为他们是不辞劳苦 骑马三四十英里 来看我的 晚上大多数时间 能够坐起来 并与我的朋友们 度过了一段 非常惬意的时光 10月29日 周三 与昨天 来看我的朋友们 一同骑马约十英里 然后与他们道别 有一位留了下来陪伴我 要让我开心 极其虚弱 烧得厉害 特别是入夜时分 不过仍享受到安慰和满足 10月30日 周四 骑马三四英里 去拜访威尔斯先生 花了一些时间愉快的交流 虽然非常虚弱 但内心享受到沉静安逸 10月31日 周五 在内心非常安逸的状态中 与朋友们一起度过了一天 虽然极度虚弱 高烧不退 11月1日 周六 在与他们一起度过 上午时光之后 与他们告别 返回我自己家中 傍晚 非常不适 被咳嗽折磨 咳嗽已经持续了 很长一段时间 同时胸口非常疼痛 发烧 11月2日 主日 不能讲到 几乎一整天坐不起来 看到我可怜的百姓 缺乏得这恩典的渠道 特别是想到 他们不识字 非常不利于 他们满足地度过安息日 因而 我感到悲哀 几乎被击垮 我想 若是我可怜的羊群 有一位忠心的牧师 用属灵的知识 喂养他们 那么我也会甘心 处于生病的状态 看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缺乏 而带给我的痛苦 远超过我身体上 一切的病痛 11月3日 周一 因为处于虚弱乏力的状态 我完全不能工作 几乎没有康复的希望 除非长途跋涉 我想我应当长途旅行 回到新英格兰 到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中 改变一下状态 因此 今天告别了我的会众 在离开我的百姓之前 我逐一到家中探访他们 以我认为 与他们所处境况 最合适妥贴的方式 对每一个人讲话 在这样做时 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帮助 我甚至还没离开 一户人家 有些人就哭了 许多人不仅是有感于 我要离开他们 而且是被我对他们所讲的 关于神圣知识的 庄重话语感动 因为在我向他们讲话时 我得着了帮助 灵力火热 就这样 当我拜访完我的会众 离开他们和学校后 我离开家 骑行约两英里 到了我去年夏天住的那所房子 在那儿过夜 晚上 感到振奋 因为我离开会众时 他们处于感动和支持的状态 在向他们告别演讲之时 我得到了那么大的帮助 11月4日 周二 骑马到了伍德布里奇 借宿在皮尔森先生家 仍处于虚弱之中 11月5日 11月5日 周三 骑马去了伊丽莎白镇 本想尽快继继续我去新英格兰的行程 但是在我到那儿一两个小时之后 我的身体状态更加糟糕了 此后将近一个星期 我都被困在自己的房间里 大多数时间是躺在床上 之后 好了很多 可以在家里走动 但仍仅限于室内 在我到伊丽莎白镇 病情出现不同寻常的反复的时候 借着怜悯 我得以保持平静 沉稳和耐心 就像自我生病以来 我一直保持的那样 我在伊丽莎白镇住了两周之后 体力大大恢复 能够在家里走动 在这个地方过感恩节的那天 我得以回顾和重新数算神的怜悯 我大大的感动 充满了感恩和赞美 特别是为了神在印第安人中间的恩典大功 和他宝贵国度的扩张 我的灵赞美他 我的灵为着神本身而称颂他 为着他镜像受造物 彰显他自己而崇拜他 我喜乐 因为他是神 我盼望所有的人都能知道 体会到这一点 并为此而喜乐 主啊 愿荣耀归于你自己 这便是我灵魂的盼望和呼求 愿所有的人都能热爱 并赞美这位值得称颂的神 愿他从这个有智慧的世界 得着一切的尊贵和荣耀 在这段令人感到惬意的感恩时光之后 我常常感到自由 舒畅 祷告时全神贯注 得以为我亲爱的会众 常常是为每一个家庭 特别是每一个人向神代求 能够发自真心地为那些不能见面 不能为他们讲道的人们祷告 对于我而言常常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但在有些时候 我的情绪低沉呆滞 我身体的活力耗费殆尽 以至于我几乎没有任何情感 十二月 我已经恢复到可以走到户外 拜访朋友 总体而言 我的健康好像一直在好转 直到十二月二十一日 主日 那天 是个领圣餐的日子 我参加了公共敬拜 在主的桌前 窃窃祷告 沉明了一样败坏的罪 并将其致死 因那是神和我自己灵魂的仇敌 不由地盼望 我能得着一些力量 战胜这样罪 以及其他各样败坏 并为自己的罪感到心碎 这之后 可能是着了凉 我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 并一直这样 直到1747年一月末 我的健康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 咳嗽得厉害 发高烧 呼吸不差 吃不下任何食物 也没消化的能力 我相信我的朋友们 普遍对我的生命感到绝望 他们中的一些人 一度认为我几乎撑不过一天 那时 我的大脑 什么都思考不了 好像在很大程度上 放空了一切情感 并受到了极大的试探 然而却不像平常人那样 害怕死亡 二月一日 主日 虽然处于非常衰弱乏力的状态 在神圣的事情上 我仍享受到极大的安慰和甜蜜 在祷告中 我认为是得以像小孩子一样 向神祈求争辩 一段圣经出现在我脑海里 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我得着帮助 抓着这节经文 窃窃祈求 并看到在对待我时 神的信实远胜于地上任何父母 对他们孩子的作为 这段时光让我的灵魂如此振奋 我的身体好像也因此大受益处 从这个时间起 我开始逐渐地复原 当我逐渐恢复一些力量 活力和精神时 在灵修中 我能见或体会到一些自由和生命力 并渴望能够有一些灵性 并活出对伟大救赎主有用的人生 在其他时候 我处于可怕的荒芜 毫无生命力的状态中 不能为神做任何事情 因而 我经常呼喊 但愿我像几个月之前那样 但愿神在我还有用的时候 用突然的一击将我带走 这样我就不必在各样其他事上 虚度光阴了 但愿我从未以如此低劣的方式 毫无益处地消耗宝贵的时光 我常常这样反思 悲伤 羞愧 甚至是困惑 消沉和失望 2月24日 周二 被困在伊丽莎白镇大约四个月之后 我能够骑马到纽瓦克 第二天返回了伊丽莎白镇 虽然身体疲惫 但起码让我的精神有些振奋 2月28日 周六 我自己会重中的一名印第安人来探望我 他给我带来了信件和好消息 即我的百姓基本上有着谨守得体的行为 这让我的灵魂振奋 我急急地去独自灵修 为着神的美善而感谢他 我相信我体会到了灵力真正感恩的状态 因为神好像在为他自己建造会中 3月4日 周三 我遭到了一个朋友的指责 虽然我觉得他不该那样责难我 但是我相信这是神要祝福我 让我对罪更敏感 更警醒自己 更仔细地保持内心及生活的圣洁 无可指摘 这同样也让我反省自己过去内心的死寂 缺乏灵性 憎恶自己 看自己是最毫无价值的人 这种状态持续到了第二天 在之后的数天中 我都悲哀地认为 在我不得不休息的时候 我没能更多地保持严肃 庄重 崇高的情感和交流 因而 我的情绪常常沮丧低沉 不过 我相信遭到指责是为要让我受益 3月11日 周三 在伊丽莎白镇 将这一天用来进食祷告 我能够去参加公共敬拜 这是自12月21日以来 第一次能够这样做 在这期间 神带着我经历了多少病痛和悲哀呀 但是 因着从祂而来的帮助 我仍然活着 愿我能更多地为了祂的荣耀而活 3月15日 主日 能够再次参加公共敬拜 有些真挚地盼望 能够恢复牧师的工作 我觉得感受到了一些 要为神讲话的勇气和生命力 3月18日 周三 骑马外出 要去拜访我的百姓 计划第二天到达他们那里 但是路上处于极大的沮丧之中 中午早上 我早起 在我百姓中四处走动 询问他们的状态和问题 当听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时 感到灵力格外沉重 带着悲伤 我努力到神那里 哀痛地倾诉 谦卑地将我的困难 沉迷在祂面前 但是不管怎样 我的心仍非常沮丧 大约十点钟 将我的百姓召集起来 在讲解并涌唱了一张诗篇之后 我与他们一起祷告 许多人很感动 我丝毫不怀疑 有些人的感动 并非仅仅是自然状况 这是他最后一次探访他的百姓 当天 大约十一点钟 他辞别了他们 第二天到达了伊丽莎白镇 他的悲伤仍在持续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都处于抑郁和极大的沮丧之中 3月28日 周六 早上腹部剧烈的疼痛 这种疼痛非常强烈 并持续了几个小时 因而 若非奇迹 在那种痛苦中 我不可能活过24小时 我一整天被迫躺在床上 上半天 一直处于痛苦的疼痛中 但是神开恩 赐给了减轻痛苦的方法 被疼痛折磨得极度虚弱 并一直这样 持续了数日 受着发烧 咳嗽和夜间倒汗的折磨 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下 只要我的头脑摆脱混沌 死亡就显得非常令我向往 我将其视为辛劳的终点 和尽到困乏人 得享安息之地的入口 我觉得我尝到了一些 属天福乐的滋味 这滋味诱惑 牵引着我 同时今生的疲乏 也在驱使我可慕天国 我渴望完全圣洁 这种渴望牵引着我 令我何等幸福啊 四月四日 周六 因为未能善用时间 而消沉沮丧 非常焦躁不安 然而却不知道当做些什么 我渴望花时间进食祷告 好从对神的事情 懒散冷漠的状态中 解脱出来 但是 爱 我没有体力做这些操练 能享受良心的平安 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啊 而缺乏内心的平安 和灵力的安稳 是多么可怕呀 我发现 若不爱惜光阴 并保持一种属灵的状态 就不可能享受到这种幸福 四月五日 主日 认识到自己里面 不可思议的荒芜 很是悲哀 我的灵魂可慕恩典 但是 爱 我距离获得那些 在我看来 无比美好的事物 是何其遥远呢 对于成为一个圣洁的受造物 我几乎绝望了 然而 我的灵魂 渴望努力追随神 但是我看自己 从未像此时这样 根本没有领悟 什么是完全 也没有变得完全 今天举行圣餐礼 我参加了圣礼 尽管我看自己 无知的可怕 缺乏恩典 距离福音所教导的圣洁 有无限的差距 但是在领圣餐时 特别是在分禀时 我享受到了温暖的感情 觉得感到了对弟兄 以及对荣耀的旧主 及他们中的长子的温柔之爱 那时 我努力将自己和他的众筹 敌推出去 在他面前消灭他们 在祈求从这灵里的死祭中得释放 以及为我的朋友 会众和所有基督的教会 祈求神的恩惠之时 感到了极大的自由 4月7日 周二 下午起码去了纽瓦克 要为狄金森先生主持婚礼 晚上完成了这项工作 之后 起码回在伊丽沙白镇的家 处于愉快的状态中 内心充满了平静和甜蜜 4月9日 周四 参加了塔克先生的案例仪式 和随后史密斯先生的测试 今天内心处于安逸的状态中 我认为我的心 在一些时候 处于非常属灵的状态 4月10日 周五 上午花时间处理了一些长老事物 下午 起码去了伊丽沙白镇 发现我的弟弟约翰在那里 花了些时间与他交流 但是极其虚弱 筋疲力尽 我的情绪非常低沉 内心沮丧 4月13日 周一 在考核我弟弟时 得到了帮助 晚上 处于庄重敬虔的状态 但是精疲力竭 头痛欲裂 4月14日 周二 几乎不能做任何事 花了些时间 与拜勒姆先生 和其他朋友相处 今天 我的弟弟去了我百姓那里 4月15日 周三 今天在施恩宝座前 数次得着自由 下午 非常虚弱 没做什么 有意义的事 不过 晚上祷告时 我认为得着了一些 信仰的温暖和属灵的盼望 我的灵魂 好像在追随着神 在他神圣的完美中 感到满足 但是之后 就放松警惕 变得大意 自以为安稳 4月16日 周四 早上 灵魂因为罪和过犯 痛苦万分 我几乎从未有过这种感受 一整天 我都处于痛苦之中 无论走到哪儿 都尝试着祷告 并且也确实是不由自主地这么做 但是 我看自己是如此的卑劣 我不敢面对任何人 甚至任何人向我表现出任何敬意 都让我悲哀 他们被骗了 认为我值得尊敬 4月17日 周五 晚上 不由地想到 虽然我是最不配的 但神帮助我就进施恩宝座 并让我感受到他的恩惠 这给了我不可言喻的支持和鼓励 尽管我不敢奢望这怜悯是真的 但这一切看起来如此伟大 不由地喜乐 神竟像一个如此卑劣的罪人 展现他和睦的容颜 羞愧和困惑几次淹没了我 之后 希望快乐和对神美善的赞叹 占了上风 有时 我不由地赞美神的美善 因为主没有让我陷入 最恶劣和卑鄙的罪行 以及任何能想到的公开丑闻中 我感到必须要赞美神 这种感受一时间几乎吞没了我的羞愧 以及罪带给我的灵力的压力 此后 他的沮丧和灵力的压力又回来了 随后两天 他都处于这种状况中 4月20日 周一 非常不舒服 一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床上度过 与之前几天比 我享受到了多一些的安慰 今天我满了29岁 4月21日 周二 我启程向新英格兰进发 期望通过骑马恢复健康 到达了纽约 并在那儿住下 这是大卫最后一次离开新泽西 他行程缓慢 5月初时 到达了在东哈达姆的朋友们那里 自他启程至5月10日的这段时间 在他的日记中几乎没有什么记录 他提及有时感觉心在神荣耀的完美中喜乐 盼望为他而活 但也哀叹思想不够专注 容易从属天的事上分心 因自己的缺乏而大声呼求 好像在作证控告自己 他不得不用借助一些消遣活动来恢复健康 就此他说 有时能够凭诚实的心使用这些消遣 为要神的荣耀 但是他也发现必须要非常小心和警醒 唯恐在消遣中丧失了内心属灵的状态 仅仅是为了自私的用处 失去了荣耀神的崇高目标 5月10日 主日 此时 不由地对神有着一定程度的感激之情 在侍奉上 他总是让我坚持伟大的教义 包括重生 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的信心 逐步成圣 尽心竭力的爱神 完全为了神的荣耀 而不是我们自己 而活 等等 神一次次帮助我以最确切的方式 看到这些教义 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类似教义 是唯一让正在灭亡的罪人安稳 得救的根基 这些神圣的规则和谐一致地指向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我认为 操练这些与神相似的品性 在这些事上 灵魂的行动与神和谐 愿意成为并做每一件讨他喜悦的事 在死亡之时 我的灵魂会站立在神一边 因为我觉得若是神抛弃自己的形象 甚至抛弃愿意与他在一起的灵魂 那他就是在背乎自己 五月十七日 主日 上午因为参加不了公共敬拜 而留在家 当时 神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卑劣和内心无比的罪恶 我里面好像除了罪和败坏 没有别的 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 我缺乏灵性和圣洁的生活 我忽略神 为自己而活 我心里和生活上的所有令人厌恶之事 似乎都彰显在我眼前 除了呼求神啊 凯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之外 我无话可说 中午时分 我看到神在基督里的恩典 是完全白白赐给罪人的 就是我这样的罪人 我还看到 神就是至善 他的同在便是生命 我开始渴望死亡 这样我或许就能与他在一起 完全与罪隔离 只是对他的崇高稍稍一撇 就振奋了我的灵魂 令人称颂的神音 他自己神圣的美善 是多么配的热爱 崇拜并以他为乐 虽然这周我感觉非常呆滞 祷告中缺乏灵性 但是得以窥见神圣事物的伟大 特别是一天早上 在私下祷告和默想时 圣洁之美 与荣耀的神相似 彰显给我 我开始热切地盼望 去那个被圣洁 完全充满的世界 我盼望完美的圣洁 好像并不是那样 迫切地为着自己 服乐的缘故 而更多的是为了讨神的喜悦 完全为他而活 竭尽所能地荣耀他 5月24日 主日 不由地思考我常向别人讲的话 即真正的信仰 更多地在于深切的谦卑 痛悔的心 以及羞愧地认识到灵力荒芜 缺乏恩典与圣洁 而不是大多数被称为是基督徒的人 所想象的那样 尤其是那些最近被认为皈依了的人 许多人好像除了推崇快乐和情感之外 对信仰一无所知 单凭一些不着边际的想象或头脑中闪过的一些念头 就认为基督属于他们 神爱他们 等等 5月28日 周四 他离开朗梅朵 去了北安普敦 根据他的记录 他的身体要比冬天的时候好很多 好到他可以一天骑行25英里并不行半英里 并且好像很愉快 远离了悲伤 然而 毫无疑问在那时 他已确诊患有无法治愈的肺病 此前 我有很多机会从许多非常熟悉他的人那里 获得关于他的详情 大约四年前 在纽黑文 我自己也曾有机会认识并与他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 就是在毕业典礼时 他要向学院院长认错的那次 这在之前的内容中曾提到过 就那件事 他曾几次咨询过我 不过现在 我有机会更全面地认识他 我发现 他非常随和 令人愉快 与他交谈 是种享受 他也属灵 可靠 令人尊重 使人得意 他看起来温柔 端庄 谦卑 完全没有一点固执 阴郁 过分地拘谨 也没有假装的古怪的言语行为 并且看起来与这些恶习毫不相干 我们不仅得意于他的交谈 而且见或听到他在家里祷告时 也得着安慰和益处 他祷告的方式非常令人赞许 常常以尘土中的永虫和基督门徒的身份 像无比伟大圣洁的神 怜悯的天父 祈求 没有华丽的慈藻 雄辩的口才 没有过度的热情 冒失的勇气 完全没有任何炫耀的表现 没有任何要向周围的人展现自己 或是为了让别人接纳而显示自己的行为 祷告中也没有无用的重复 多余的字眼 或是不切重点的跑题 他表达自己的时候非常得体 言语很有分量 一语重地 而他嘴上所发出的好像是自他的心满意出来的 就像严肃地大大感受到我们的各项需要 不配 依赖 以及神无限的伟大 崇高和完备 为之深深感动 而绝不是仅凭热情 聪明的头脑倾倒出善意的词语而已 我不记得曾听到他在用餐前祈求祝福 谢饭时说过多的话 但其方式和内容上都有值得注意的东西 在他的祷告中 他常提到西安的繁荣 基督国度在这个世界的扩张 信仰在印第安人中的繁荣和传播 他在祷告中常祈求的是 愿我们活着就能为神所用 5月31日 主日 在过去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几乎未从信仰中获得任何内心的甜蜜 灵理既为领会 也为注视神的荣耀和配得称颂的救赎主 而我在信仰中 若有任何的安慰和喜乐 都是从他来的 若是我不能注视神的崇高和完美 让我因着他本身而在他里面喜乐 那么我就没有坚固的基础去喜乐 若是仅仅因为我知道自己与基督有份 且终将得救而喜乐 那么喜乐就确确实实成了可怜又廉价的事情 这周在我家里 他就自己的病情咨询了马瑟医生 医生坦白地告知 很多的症状表明他得了肺病 而且医生失望地告知他没法康复了 但是好像这并未让他有任何不安 也未以任何方式改变他内心的快乐和安详 他交谈时照样自由 愉悦 6月7日 主日 今天当我听到圣灵救恩的无比宝贵时 我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我的灵魂被吸引 几乎战胜了我虚弱的身体 我明白真正的恩典的确无比宝贵 非常罕见 即使在可以找到其存在的真凭实据的地方 那不过也仅仅是很小程度上的展示而已 至少就我自己的例子来看是这样 在上一周 我享受到一些令人安慰的默想时光 一个早晨 神的事业看起来无比宝贵 救主的国度是这世上唯一宝贵的 我不禁盼望 这国在这世界得扩张 我还看到这事业是神的 他对此有着无比的重视和关心 远超过我 若是我对这神圣的利益 有任何真正的爱 那只不过是沧海一宿而已 因此 我愿在喜乐中抬起头 认定若是神的事业对他而言如此 宝贵可爱 他必会推进 如此 我将此事安放在神那里 他自然会推进 如此和他心意的事情 当然 事后也是由他至高无上的意愿决定 医生建议大卫继续骑马 这比其他方法更有利于延长他的生命 他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 不确定下一站去哪儿 但是最后他决定从这里去波士顿 我们决定这个家里应当有个人与他同行 好在他虚弱疲乏时帮助他 6月9日 周二 我从北安普敦出发 去波士顿 行程缓慢 路上认识了几位牧师 因为已经持续齐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感觉自己比之前好多了 感到在一定程度上 我有希望恢复到能够被神使用的状态 因此 我渴望继续活下去 但是相对于无用地活着 死亡对我更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然而 感谢神 我觉得有时我的心完全顺服 并接受这最大的痛苦 只要神认为这样对我是合宜的 6月12日 周五 今天到达了波士顿 有些赶到舟车劳顿 发现除了在神里面 就没有安歇 身体的疲乏和精神的紧张 一直追随着我们 无论是在城镇还是乡村 没有一个地方例外 6月14日 主日 在私下和家庭祷告中 都享受到一些扩张和甜蜜 神的崇高彰显 他的道路充满了快乐和平安 我一切所向往的 就是借着圣洁火热的灵 为他而活 6月17日 周三 今天和前两日 我主要在拜访镇上的牧师们 他们非常尊敬地接待我 6月18日 周四 病得非常严重 死亡就在门前徘徊 我的医生认为 是我肺里的溃疡破了 这种非常虚弱的状况 持续了数周 经常让我心力衰竭 以至于完全不能讲话 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即使是后来我大大恢复 可以在屋内走动 甚至是到户外 我每天也有四五个小时 会眩晕 在那时 虽然我并不是完全不能讲话 但是只能说是或不是 无法交谈 若不停下来呼吸 就说不完一句话 在这段时间中 我的朋友们 多次聚集在我的床前 等我呼出最后一口气 他们觉得 这随时都可能发生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在我生病的头一两天 我几乎不知道 自己的思想状态如何 我相信有点因为高烧 而心烦意乱 但是在我生病的第三天 即之后的四五周内 我享受着内心的宁静 和思维的清晰 或许与此前我一生 曾经历过的一样丰富 我觉得我的头脑 从未像此时这样 如此轻松自由地 领悟神圣的事情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 感到如此有能力 说明福音中许多重要教义 所蕴含的真理 我清晰地看到那些 伟大教义的真理 可以理直气壮地 被称为恩典的教义 因此我完全清晰地看到 信仰的关键在于 灵魂效法神 为了他的荣耀而行动 超越了一切的自私 渴望为他存在 为他而活 并在一切的事上荣耀他 讨他的喜悦 出于对他的无限崇高 和他自己价值的清晰认识 一切有智慧地受造物热爱 尊崇 敬拜 和服侍他 因而 我看到当一个人 对神无比之爱之时 他就会像神那样行事 神以这种方式 彰显对自己最恰当的爱 因此 当神的利益和他的利益 成为一体时 他渴望神的这荣耀 想到至高的荣耀和福分属于他 不可动摇 就欢喜快乐 从而 他的行为也效法神 同样 当灵魂完全顺服 满足 并安歇于神的旨意上时 这也就是在遵从神了 我进一步明白 当神借着在耶稣基督的脸上 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完美 借着圣灵的特别影响 让属神的品性 借此 灵魂高举神 并将自己踩入尘土之中 在人的灵魂中做工时 他不由地将其视为自己的工作 并且因为他自己的形象在灵魂中 他自然而然地喜悦它 我还看到 若是神清是弃绝他自己的道德形象 就是在否认自己 这是他不会做的 因而 我认识到了基督教信仰的恒定和无误 那些真正属于这一信仰的人们 全心遵从基督 因而有着最完全和令人满意的证据 表明他们与基督救赎的一切利益有份 这些 也只有这些人配得神荣耀国度的事工和福乐 因为除了他们再没有人得常属天事工的滋味 这事工乃是要归荣耀 给神而非给他们自己 并且神最终不会丢弃这些人 除非他背乎自己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问自己是否这是我的信仰 在这件事上 神开恩帮助我 非常轻易地记起并以审视的眼光 回顾在我人生的最后 这几年中经历的有信仰实质的一系列事 虽然我能看到我最好的服饰伴随着许多败坏 自私的观点 世俗的目的 灵力大大的骄傲和自我表现 以及无数其他的罪恶环绕着我 但是在我回顾时 神开恩 很快地解除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疑问 让我看到自己见获所行的 超越了纯粹的自私之爱的最大影响 我曾渴望取悦它 荣耀它 并将此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 等等 我的这一审视是借着恩典 也伴随着对同样神圣品性的真实感受 我现在乐于思想神的荣耀 渴望天国将那作为我可以完美的荣耀神的地方 而非得到自己福乐的地方 这种在我心里对神的爱的感受 我相信这是神的灵机动我里面焕然一新 给了我完全的满足 让我盼望与基督在一起 就如我之前无数次所做的那样 我现在并不期望任何突然的想法 让我对自己的状态感到满足 那或许是许多人喜欢的 例如基督和祂的福分是我的 神爱我等等 不 我的灵魂现在拒绝撒淡的那些妄想 人们认为这是圣灵的直接见证 然而却不过是无意地提起 一向确凿的事实 他们心里没有显出任何神荣耀 或是圣灵在他们自己心中的工作 我看到了从这种自以为是 以及整个他们那种信仰终生发出来的 或者至少是与之相伴的 错觉有多么可怕 近日的虚假宗教 想象 只影响肉体之情感的感觉 连同装扮成光明天使的撒 但让人心中对经上没有启示之事的突发奇想 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恐怕在很多地方 占了信仰表现的很大比例 当我被认为快要辞世的时候 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这些事情 在这个时候 神让我对他的教会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利益 非常忧虑 更多的并不是担心真正的基督信仰 对人心影响的减弱 而是担心虚假的信仰 那些基于幻想的狂热 处于肉体情感的疯狂 自私的躁动 伴随着恩典之功 如今已经盛行 这是我心里几乎日夜关注的 这对我而言 是这片土地上出现的 关于基督信仰的最黑暗的现象 因为这总体上会让世界对真正的基督信仰 抱有偏见 并且 我看到最令人痛苦的是 很少有人看到那些属灵和圣洁的操练 与那些以他们自己为始 为中 为核心的自私之爱的操练间的差别 沈开恩 在我极度虚弱的情况下 连续数周 赐给我清晰的思维 沉静的头脑 他让我为着重要的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善用时间 我得以给远方的朋友们 写了一些重要的信件 有时 在我无法说话的时候 我就把它们写下来 虽然我或许能说出一两个别人能听到的字 但我无法与任何人交谈 我被困在波士顿的这段时间中 我也非常认真地阅读了谢巴德老先生的一些文章 那是最近才发现并准备出版的作品 人们希望并催促我做些必要的修正 因为有的地方缺了一两个词 意思变得暗昧不清 此外 有许多人来看我 当我能与他们谈话时 我总是与他们交流关于信仰的事情 特别是关于区分这个世代中的真假信仰 在这件事上也得到了帮助 在末世 几乎没有什么话题值得辩论 但是曾有那么几次 我觉得有必要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常常是在众人面前 特别地重复讲述关于谦卑的本质和必要 倒空自己 或是彻底承认自己里面的完全败坏 这是得救的信心所必须经历的 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 因此 有着自意的表现的人非常危险 我尤其着重地讲论了这一危险 因为我相信这风险使许多人在这条隐秘的路上灭亡了 因为大多数讲台几乎没有宣讲过这方面的风险 人们在他们自己里面从未真正有效递死 这样的人绝不是基督期待的 因而都灭亡了 我也讲述了许多我认为真正信仰的本质是什么 努力简单明了地解释了这种属神的品性和特征 以及真正源于神猛他支持的圣洁言谈和行为 我有理由希望神使我的宣讲和辨别的方式成为一些人 包括牧师和百姓的祝福 因而 我的时间并未完全浪费 在波士顿 许多有显著声望和地位的人 以及一些高官拜访了大卫 他们对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尊敬 非常喜欢并享受与他的交谈 他除了有幸受到城里牧师们的陪伴和尊重外 这一地区其他地方的几位牧师也拜访了他 他抓住一切机会讲论真正的 属灵的且至关重要的信仰的独特本质和显著特征 并针对虚假信仰的各种表象给出他自己的见证 这些假象包括或源于想象带来的感觉 突然心血来潮 得到的自以为是的道理 以及相信基督特别为他而死的人的信心 等等 人们以不同寻常的关注和尊重 聆听他所说的大部分内容 他的谈话和论述 在许多与他交谈过的牧师和其他人中有着明显的分量和影响力 波士顿荣誉委员会 归属于位在新英格兰和周边地区传福音的伦敦联合协会 刚刚得到伦敦已故著名敬前的 但以李威廉姆斯博士委托给他们的遗产 要支持两位宣交士向外邦人传福音 当他在波士顿时 他们很高兴地咨询了他关于向被称作六族的印第安人宣交的事宜 特别是关于向那些印第安人传道的宣交士的资格要求 他们非常满意他的观点 并信任他在这类事上的忠心 判断和审慎 希望他帮助寻找和推荐一两个 始于担当此任的人选 并在这件事上给了他很大的自主权 同样的 波士顿有一些乐善好施的身世 被他在新泽西印第安人中间的劳苦和成功的奇妙精力打动 尤其是跟他就此谈话之后更是感动 特别问了更多关于他的会众和学校的状况和需要的问题 有一项捐赠些什么 以促进在印第安人中间推广基督教这一崇高计划的实施 因为了解到学校需要圣经 就立即购买了三打圣经 此外又捐赠了十四磅 钞票 此后又有更多大笔的捐赠 在恰当的地方我会提到这些 毕大卫先生在波士顿从极度虚弱的状态中恢复起来 可以再度外出旅行 这完全出乎他和朋友们的意料 我的女儿与他在一起 在他六月二十三日的信中 对他有这样的描述 周四 他因高烧病的厉害 头和胸口剧痛 有时神志不清 他处于这种状态 直到周六晚上 那时他看起来好像处于死亡的痛苦中 家里人一直守着他直到夜里一两点 觉得每一个小时都可能是他最后的时光 主日 他恢复了一点 他的头也好了很多 但非常疼痛 胸口剧痛 呼吸给了他太多压力 昨天他在各方面都好很多 昨晚他几乎没睡 今天早晨 他的情况更糟了 医生说他没希望了 他也觉得他不可能再离开那个房间了 虽然他说他可能能去北安普顿 在六月二十九日的另一封信中 他提到如下内容 自我上次写信以来 毕大卫先生不像以前疼得那么厉害了 烧也退了 不过他极度虚弱无力 非常脆弱 觉得每一天都可能是他的末日 他说他不可能活下去了 因为他几乎没力气呼吸 早上 我去了城里 当我回家时 布罗姆菲尔德先生 说他没想到我回来时 他还活着 因为他躺了两个小时 他们觉得他奄奄一息 没有人说得清 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有一段时间 他不能讲话 但是现在他已经与以前差不多了 医生觉得在这样一个反复中 他会更恶化 毕大卫先生说 他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到像要消融了 并说他从未认识到 有任何人可以如此虚弱 却还活着 就像他今天一天这样 贫穷医生说 若是他恢复得可以再活半年 他不会感到惊讶 若是他在半日内去世了 他也不会吃惊 在我开始写信时 他的状况就不太好 因为又经历了一次昏厥 不过仍然忍耐 顺服 没有丝毫痛苦的恐惧 而是恰恰相反 当他在波士顿处于极度病痛之中时 他的医生 尊敬的约瑟夫贫穷先生 为他看诊 认为他病情突然恶化 激进死亡的原因是 长期积聚在他肺中的溃疡破裂了 农业在肺里释放扩散 身体努力挣扎将其排出 这只能通过那些重要器官的细小管道 将其逐渐过滤出去 这就引发了高烧和剧烈的咳嗽 让整个身体陷入最大的失调状态 激进崩溃 人们认为如果在肺部逐渐清空这些农业时 身体能挺得住 他就可能恢复并持续好转 直到新的溃疡聚集破裂 这毫无疑问会让他再次病倒 并没有复原的希望 我的一位邻居那时在波士顿去探望他 他说自己就好像一个被射中心脏 必死无疑的人 但神的旨意是让他的身体 撑过了那段剧烈的征战 在那一轮中刚好逃离了坟墓 之后他恢复了 这让所有了解他情况的人都惊讶不已 在他开始复原后 他最小的弟弟 以色列布雷纳德先生探望了他 以色列是耶鲁大学的学生 听说他病得厉害 就从那赶到波士顿 要见他一面 若是他还活着的话 但对此以色列并没抱什么希望 这次探访对毕大卫先生来说喜忧参半 他非常高兴见到他的弟弟 特别是因为他曾探望在他死前 有机会与他交流一下信仰 但是这次会面也伴随着悲伤 因为他的弟弟给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 他的姐妹斯宾塞在哈达姆去世了 他与这位姐妹之间长期保持着特别有爱的感情 在属灵的事情上非常亲密 当他回他的家乡哈达姆时 他常把他的家当作自己的家 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前 他从未听闻他病了 但在得到这不幸消息的同时 他也得这些安慰 即确信他去了天国 并预期自己很快会在那儿与他相见 他的弟弟一直陪着他直到他离开那里 并陪着他从那儿去了北安普顿 关于毕大卫先生在波士顿度过的最后一个安息日 他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7月19日 主日 我正好能够参加公共敬拜 乘一辆马车到了神的家 上午听了修厄尔博士的讲道 这次也领了圣餐 在胜利中 我看到神彰显了令人惊讶的智慧 在我看来 这样的智慧当由天使和荣耀的圣徒发声来庆祝 在我看来 我绝不应当做任何事来崇拜在人类救赎计划上显明的神的无限智慧 直到我到达了那完美世界 然而 我不由地努力号召我的灵魂和一切在我里面的 去赞美神的名 下午 听了普林斯先生的讲道 在这一整天中 我更多地看到了 神在人类救赎计划上彰显的智慧 远超过我看到的他其他的完美 次日 他离开了波士顿 但在他离开前 他有机会做了一次非常完整 清楚 公开的见证 反对那种认为 得救信心的本质在于 相信基督特别为我而死 并且这是一个真信徒亲近基督的首要的信心之举的观点 他是在与一位公开努力 维护此信条的身世 进行长时间交谈时 做的这个见证 他俩的交谈 当着许多重要人物的面 他们是在毕大卫先生离开前去拜访他 向他告别的 在辩论中 他直白地声明 得救信心的本质 完全不在这位身世所发表的定义之中 他所定义的信心中 没有丝毫有关神的内容 丝毫没有超越本性 也的确没有超越魔鬼的权势 所有持有这种信心 而没有更好的信心的人确定都会灭亡 虽然他们将其捧得无比之高 他还声明他完全确信 持有这样得救信心的 人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他们冒着趋向灭亡的风险 他更感受到那些 想依靠这种信心 禁天国的人的严重谬见和痛苦 不会比他最近危在旦夕 每一分钟都可能进入永恒的时候 所经历的好受 毕大卫先生此次的谈话 和用来巩固其主张的强有力的论证 看起来让在场的人都非常信服 他们中的几个人在向他告别前 抓住机会明确地 向他表达了这样的态度 这次交谈结束 在向朋友们动情地告别之后 他在凉爽的下午启程 向北安普敦出发 同行地有他的弟弟和陪同 他到波士顿的我的女儿 若不是他厌恶一切盛大的仪式和排场 并极力阻止 许多人本来是要陪他出城的 那位令人尊敬的先生 那次陪他一同走了几英里路 表达他们对他的尊重和敬意 7月25日 周六 周一下午约四点钟从波士顿出发 今天到了北安普顿 路上 我每天约骑行16英里 有时在路上感到非常疲惫和眩晕 不能走得更远 有时要好很多 身体和精神都感到些自由 7月26日 主日 今天我清晰地认识到我永远不会快乐 神他自己也不能让我快乐 除非我有能量 永远讨他 喜悦并荣耀他 若是将这个拿走 即使我被接入人或天使所能想象到的最美的天国 我仍会永远痛苦 虽然他已经恢复到可以旅行那么远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盼望康复 他与医生一样 认为他在波士顿激进死亡 是由于他肺中溃疡破裂 他告诉我他之前有过几次这种病痛的反复 只是没有这么厉害 但是正如他认为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 即溃疡的破裂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在他看来 最后这次生病时 他的状况如此糟糕 几乎不可能活下来 他没有丝毫盼望 在下次溃疡破裂时 能幸免于难 但是面对死亡 他仍表现得非常平静 他到北安普敦一周后的周三早上 他告别了弟弟以色列 没有期望在这个世界上再见到他 以色列启程向纽黑文出发 当毕大卫先生到此处时 他有气力每天骑行两三英里后再返回 有时在家里祷告 但是在此之后 他的状态逐渐恶化 越来越衰弱 当他在这里的时候 他的谈话 自始至终大多围绕着与在波士顿时相同的主题 他经常谈论在内心和行为上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本质 以区别与各种不同的假象 后者在许多地方非常盛行 他对此非常担心 对所有倾向于反律主义的教义和宗教原则 他经常表现出极大的厌恶 所有这些观念看起来都是以彰显神白白的恩典和贬低我们的行为作借口 减少过圣洁生活的必要 或是削弱人对神界命的敬畏 以及对美德和敬虔的严格 殷勤 普遍的操练 他经常以极大的厌恶 谈及这种经历和伪装的证据及喜乐 若是不关心信仰中的严格 温柔和殷勤 对人类没有温柔与善行 没有谦卑的行为 那么其中便没有丝毫神圣的本质 他经常声明他认为那些不是通过谦逊的行为和言谈表现出来的虚假谦卑 丝毫不值得尊重 他经常厌恶地谈及当前在这片土地上 特别是康涅狄格州东部地区大多数分离派的思想和行为 他们指责神职人员这一制度安排 分裂教会 贬低知识 亲看有学识的神职人员 建议即刻呼召就担任神职工作 并草率地让普通信徒教导大众 当相同的原则 想法和精神 开始在康涅狄格州东部运行时 他非常了解那儿的情况 并也认识已经成为分离派的领导和头目的一些人 他也熟悉其他地方类似的人 我一再听他谈到借着对这类人的认识 他知道了在他们当中对敬虔的力量的主要和最普遍的认识 与圣经中指出的真实且至关重要的前程完全不同 其中丝毫没有那种本质 他非常不喜欢人们倾向于在信仰中过于喧闹和表现 刺激人大量宣讲发表他们自己的感受 不过他同时并未指责 反而赞同基督徒在一些场合 以适宜的谦逊和审慎向其他人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 在我家中的时候 他自己有时也提到自己的经历 但那总是针对不同的场合 人和环境 小心判断 且有明显的保留 他曾向两位年轻的神职候选人 提到过他自己的一些非凡的信仰经历 他们在他非常虚弱 生命要走到尽头时 看顾过他 但他希望他们在他死前 不要说出他告诉了他们什么 我之前提到的 在他离开波士顿那天 他与一位先生辩论的那个主题 在他到这里后 好像是压在他心头的重担 他开始给那位先生写信 对他在谈话和发表的作品中 所表述的一些信条的危险倾向 表达了他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通过这些思考 就会很容易发现那些观念中 极其有害的本质 但是他没有气力完成这封信 在他到这儿后的有生之日中 他经常谈到圣经中多次预言和应许的西安未来的繁荣 信仰或许会快速 丰盛的复苏和繁荣 这是他喜欢宁斯的主题 他的心好像在诚挚的关心和强烈的盼望中前行 他对身体复原不抱任何期望 死亡临近的征兆越多显示出来 他的心就越多地被这个主题所占据 在他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 他告诉我在他的身体在波士顿变得极度虚弱之前 他的心在一生中从未受到过那样的引导 真挚地祷告并盼望基督国度在地上的繁荣 对于在牧师和百姓中 不再倾向于为信仰在全世界的繁荣而祷告 他好像非常惊讶 通常这个事项在他们的祷告中几乎没有一席之地 在他们的家中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特别是最近苏格兰的几位牧师 在一份备忘书中倡议基督的牧师和百姓 发起特别的联合祷告 祈求基督国度的降临 备忘书被送到美洲 却没有得到热心的响应和执行 他对此几次表示惊讶 他将其寄给了他自己的会众 作为他的临终建议 请他们赞同执行这个建议 虽然他一直非常虚弱 但他持续关注改善时间的应用 要用对神的荣耀或人的福祉有益的事填满时间 他要么进行有意的谈话 要么写信给不在身边的朋友 要么写日记 要么修改他之前的作品 预备在他去世时交给别人 要么给出未来如何管理他的百姓的建议 要么私下祷告 虽然病着 但要是不为神做些什么 不做他的事工 他好像就永远不能安心 到这之后 在波士顿的关心出版的那些先生们的催促下 他为著名的谢巴德先生的日记写了序 这本日记连同他的序言已经出版了 他在8月9日 主日的日记中提到 因为感受到的完全有多么美好 他渴望死亡 在8月16日 主日的日记中提到 在神的家中 他的灵魂大大的振奋 好像让他的身体也得到了恢复 这不仅记载了他的日记中 别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很明显 不仅他的心因为里面的慰藉而兴奋 而且他肉体的精神和体力 好像也极大的恢复了 仿佛他忘了自己的病 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安息日参加公共敬拜 那个周二的早上 他与我的家人一起祷告 非常困难 没有气力 这是他最后一次做家庭祷告 直到那时 他仍习惯经常外出骑行两三英里 但是那周周四 是他最后一次这样做 8月23日 主日 早上 因着对基督国度扩张的希望和期盼 我大大的振奋 我不由地盼望 巴比伦沦陷 且不在复兴的时刻 就在眼前 这让我有一些属灵的默想 非常令我振奋 我不能参加公共敬拜 一场都不行 但是神开恩 让我专注于思想属天的事 得到满足 没有什么能够像当我去到神面前时 那样让我的灵魂振奋 是的 到神那里去 是我无比的喜乐 当他就在眼前 我的灵魂可以感受到之时 这是何等无法言喻的快乐呀 在过去的一周中 我数字里面的这振奋 虽然我的身体极度虚弱 一直忽冷忽热 有时 我的灵魂专注在神那里 那是我唯一的福分 我感到若他不掌权 我永远不会快乐 我把做他的子民 听听他的安排 是做甜蜜和幸福 这让我一切的难处 都迅速地灰飞烟灭 自从主日 即8月23日起 我受到抑郁的极大折磨 既不能写也不能读 几乎活不下去 不过借着怜悯 并没有像其他许多时候那样 因为沉重的悲伤 沮丧而受折磨 直到这一周 他一直习惯住在楼上的房间 但是此时 他变得非常虚弱 不能上下楼梯了 8月28日 周五是他最后一次上楼 之后他住到了楼下 9月2日 周三 是我们举行公开讲座的日子 当他看到附近 来这里参加讲座的牧师们 好像振奋了 再一次表达了那天 要去神的家的强烈愿望 因而 起码去参加了聚会 参加了圣礼 当时是哈特菲尔德的 伍德布里奇牧师讲道 他表示 自己觉得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共敬拜了 事实确实如此 实际上 这是他最后一次活着迈出我家的门槛 之后的那个周六晚上 出乎他的意料 他的弟弟约翰布雷纳德先生 从新泽西过来看他 这个弟弟与他格外亲近 这次意外来访 让他非常振奋 当看到约翰 并听到他带来的关于他亲爱的印第安基督徒 会众的令人安慰的信息的时候 他好像处于一种敬虔庄重的喜乐中 这次来访 还有一个情况 让他特别高兴 就是他的弟弟 从新泽西带来了一些 他个人写的东西 特别是他在过去多年写的日记 9月6日 主日 我开始读一些我弟弟带来的我的个人写作 因其中的记录而非常振奋 9月7日 周一 我继续阅读我旧时的个人写作 发现他们像以往一样 对我有着同样的影响 我不由的喜乐并未很久以前发生的事而感谢神 这些事若不是记录了下来 就完全忘了 晚上 当我的身体非常痛苦的时候 我的灵魂盼望神的荣耀 我明白除此之外便无天国 我不由的对那时在旁边的人 谈及了这唯一的福乐 及讨神的喜悦 愿我能永远为神而活 我相信这一天 这完美的日子尽了 那脱离一切罪恶的日子 9月13日 主日 我恢复了许多专注的默想和写作 有着为神而做工的心 我的精神振奋 我的灵魂愿意为神做些什么 主日之后的那个晚上 他的脚开始明显地肿胀 之后肿得越来越厉害 这是他身体即将垮掉的预兆 此日 他的弟弟约翰离开了他 不得不回新泽西处理一些非常重要 必须办理的业务 并计划尽快赶回来 希望能再一次在活人之地见到他的哥哥 毕大卫先生对之前提到的波士顿荣誉委员会 委托给他的重要事情 即选定和推荐两名适合向六族印第安人做宣交式的人选 在深思熟虑之后 大约在这个时段 给那些委员们写了一封信 推荐了他认识的两名年轻人 即东哈达姆的以利护斯宾塞先生和北安普敦的约伯斯特朗先生 委员们在收到信后 欣然一致同意接受并聘用他推荐的这两个人 他们相应地等候委员们给他们指示 并遵照指示为了他们的宣交任务 预备自己 他们中的一人 即斯宾塞先生 在为此而召集的教会委员会面前接受了波士顿的几位牧师的庄严 案例 当下一奔赴距奥尔巴尼 约170英里的昂斯蒂斯族印第安人那里 在这周里 即9月16日 周三 就扩大印第安人学校的事宜 他写信给波士顿的一位先生 表明 需要另一位校长或校长助理来教导印第安儿童 这些绅士们在接到信后 召开了一个会议 非常愉快地同意捐赠200磅 用于再聘用一位校长 并希望纽约的彭伯顿牧师 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担任此工作 他们也同意再拨付75磅 用以支付为促进向六族宣交而需要的某些特别开支 这也是根据毕大卫先生的某些提示而做的决定 毕大卫先生耗费了大量体力写这些信 因而极度虚弱 但看起来 能做这些 让他非常满足 他期望 这是为神做的 能够促进基督的国度和荣耀的扩张 在写最后一封信时 他不得不请别人代笔 因他自己已不能写字了 在这一周的周四 他最后一次走出自己的房间 那天 他的弟弟以色列再次来探望 他并一直陪伴他直至他去世 那天晚上 他出现类似腹泻的症状 他将此作为临近死亡的又一个征兆 因而他如此表达自己 荣耀的时刻就要来了 我盼望完美的是凤神 现在神要成就这些愿望了 可以感受到他趋近死亡的新征兆 一次次分阶段的出现 但他远没有消沉或沮丧 反而好像受到鼓舞而更加欢喜 对死亡临近的现象感到高兴 当谈到他死亡之日时 他常用的词是荣耀 将那日称为荣耀的日子 当他看到自己的消亡逐渐临近 他就更多地谈论此事 以完全平静的态度谈及未来的状态 他也对自己所有的事情做出了安排 针对在他死后每一件事 他愿意如何处理给出了非常详细具体的指示 当死亡更加地临近时 他似乎更渴望它 他数次提及了对死亡的各类盼望 若离开身体只是为了逃离疼痛 或者去天国只是为了在那里得着尊荣和晋升 这些他认为都是卑鄙可耻的一类盼望 9月19日 周六 入夜时分 当我试着走动一下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这个想法 爱神 并全然为他 这是何等无限的甜蜜 对此 有话对我说 你不是天使 既无生气也无活力 我的整个灵魂即刻作答 我与天国中任何一位天使一样 虔诚地盼望爱神并荣耀他 又有话说 但是你是污秽的 不配进天国 于是 基督的一袍立即显现 借此 我不由地欢喜 雀跃 并得胜 我看到了神无限的崇高 我的灵魂甚至与要神的荣耀的盼望决裂 我想到了天国的尊荣 但这样的想法 旋即又回来了 我去天国不是要得荣耀 而是要献上一切可能的荣耀和赞美 我是多么盼望神在地上也得着荣耀啊 若神能够的荣耀 我就是为永恒而造的 我不在乎身体的疼痛 尽管当时我处于极大的痛苦中 我却从未感到更加从容 我愿意在身体痛苦的状态中荣耀神 只要他喜悦 我愿意继续处于其中 坟墓看起来真的美好 我渴望在那里安歇我疲惫的骨头 但是 怨神的荣耀 这是我一切哭求的负担 我知道我会像天国的天使那样活跃 当脱去我污秽的外袍 因此就没有任何意义 让我更加爱神 更多赞美他 讨他喜悦 直到永远 这是我灵魂所热望的 就是现在在我写作之时 仍然渴望 愿神在全地给荣耀 主啊 愿你的国降临 我盼望讲道的灵降临在牧师们的身上 让他们可以亲密 有力地向人的良心讲话 我看到神有灵的余力 我的灵魂盼望 这可以从上浇灌而下 我不由地祈求神保守 我亲爱的教会 不要让他的圣名 在那项事工上失去他的荣耀 愿我的灵魂常盼望神的荣耀 那晚他不同寻常的状态 无法被掩盖 他的口道出了他内心的丰富 他以一种非常动情的方式 表达了许多与他日记所记载的相同的内容 在他当时所说的许多不同寻常的表述中 有如下的内容 我的天国就是讨神喜悦 荣耀他 将一切献给他 完全委身于他的荣耀 那就是我盼望的天国 那就是我的信仰 那就是我的福乐 自从我认为我得着了真正的信仰起 一直就是这样 所有那些属于那种信仰的人 都将在天国遇到我 我去天国不是为了地位提升 而是为了向神献上尊荣 无论我将被安置在天国的那个地方 无论我在那儿的座位或高或低 爱神 取悦他 荣耀他 就是一切 若我有一千个灵魂 若是他们有些什么价值 我愿将他们全部献给神 然而 当一切都成就时 我却没有什么可以献上 若是没有全然为神而行动 任何一个理性的受造物 都不可能高兴 神他自己没有任何其他方法 让他高兴 我渴望到天国 与圣洁的天使一同赞美和荣耀神 我所有的盼望就是荣耀神 我的心去了那埋葬的地方 那在我看来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但是 要荣耀神 就是他 他高于一切 当想到我在这个世界 还曾为神做了一点什么 我就感到极大的安慰 这只不过是非常小的事情 不过 我曾做了那么一点点 而且我为着 未能为他做更多的事而悲痛 除了行善并完成神的事工 做基督曾做过的事工之外 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其他事 是值得为之而活的 我看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其他事 可以生发出满足 除了为神而活 取悦他 遵行他完备的旨意 我最大的喜乐和安慰 就是曾为扩张基督信仰的利益 为某些人的灵魂做了些什么 现在我在病中 当每一日都充满了疼痛和痛苦时 我所有的一切安慰 就在于能够为神做些杂物 或是借着我所说的一些话 或是借着写作 或是通过其他方式 他的这些话 与其他类似的表述混杂在一起 对他周围的人 提出了许多悲悯的建议 特别是对我的孩子和仆人们 这次他教导了我较小的孩子们 将他们叫到身边 一个一个地对他们讲话 以非常简单明了的方式 向他们展示了真正敬虔的本质和核心 他极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真诚地警告他们 倘若内心没有真正 彻底地改变 没有向神活出虔诚的生活 就绝不要止步不前 他劝告他们 在信仰的伟大事工上 不要懈怠 也不要有丝毫地耽搁 为了强调自己对他们的劝告 他又借说 这是一个宾死之人的话 我将死在这儿 病葬在这儿 你将在这儿看到我的坟墓 并记得我曾向你说过的话 我将要进入永恒 想到永恒 我就感到甜蜜 它的无限使它美好 但是 对于邪恶之人的永恒 我能说些什么呢 我不能提它 也不能思想它 想到就觉得非常恐怖 当你看到我的坟墓 就会记得我活着时 对你说过些什么 到那时 问问自己 躺在那个坟墓中的人 曾怎样劝导 并警告过 我要为自己的死亡做预备 借着内在的活力 和心理的振奋 他的身体似乎 也得着了奇迹般的坚固 因此 虽然之前 他非常虚弱 几乎说不了一个完整句子 但是那时 他继续着他最为动情 和令我们受益的谈话 超过了一个小时 几乎没有什么间歇 就此可以说 这是他最后的讲道 这种不同寻常的状态 持续到了第二天 对此他在日记中 记录如下 9月20日 主日 仍处于美好安逸的状态中 盼望神的荣耀 渴望爱他 为他而活 再一次 因这些愿望而陶醉 盼望圣灵的这些影响 以特别的方式 降临到牧师们的身上 我盼望与神在一起 得见他的荣耀 服服在他的面前 根据他日记的内容来看 这一天 以及前一晚 他的心里深刻铭记着 神职工作的重要 对神恩典的需要 以及在事工中神 特别的属灵帮助 他的谈话 特别是与他弟弟 以色列的谈话 也体现了这一点 他的弟弟 以色列在 纽黑文耶鲁学院学习 为担任神职工作 做预备 他当时在 奄奄一息的状态中 一次次劝告他的弟弟 过舍己的生活 弃绝对这个世界的欲望 为神与神 为得着圣灵丰盛的恩典 和神在他心中 仁慈的影响 而诚挚地努力 以他自己的经历 指出牧师 对这些事的极大需要 极其不可言喻的收益 在他许多其他的言语中 他曾这样说到 当牧师心中 感到这些特别恩典的影响 就会神奇地得到 帮助触及人的良心 仿佛要掌管着他们 相反 若是没有这些恩典 无论我们应用 怎样的论证和演讲术 我们都只不过 在用假之而不是手 9月21日 周一 我开始修改一小卷 我之前的作品 我相信神在其中 给了我非凡的帮助 我的气力 令人惊讶地延长了 我的思维活跃敏捷 我的灵魂振奋 希望这可以是 为神做的一份工作 为神做工是何等美好 何等甜蜜呀 9月22周二 再次投身于 阅读和修改中 与昨天一样成功 我极度虚弱 但是能够这样使用时间 振奋了我的灵魂 9月23日 周三 完成了对之前提到的 那部小作品的修改 感到不同寻常的平安 好像我已经完成了 在这世上的所有工作 准备好迎接 对我更好的护照 只要我看到 还需要为神做任何事 生命都值得延续 但是要为任何次要的目标而活 是何等虚空和不值啊 今天给新泽西的拜勒姆牧师 写了一封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信 愿神祝福这封信 让他达成他的功效 这可是为他教会的利益而写的呀 愿神节敬立位的子孙 愿他的荣耀广传 今夜 我的病情可怕地反复 几乎活不到一个小时或一分钟了 但是感谢神 这周的日日夜夜里 我已在神圣的事情上 享受了极大的甜蜜 9月24日 周四 我的气力开始急剧地衰退 仿佛预见到 我已完成一切工作 不过 我仍有气力折叠 千封好信件 大约两点 我躺到床上 非常虚弱不适 在高烧中躺到晚上 没有任何安歇 晚上 我起来 因为躺下时 穿着外衣 但是却陷入了 我曾经历过的最大的痛苦之中 开始一呼寻常地打嗝 这要么让我窒息 要么就拉扯着 让我呕吐 同时又受到腹部绞痛的折磨 这一夜的痛苦 我没指望 能活过这个晚上 我身边的人 也是如此 我渴望那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在六点钟 不得不回到床上 借着怜悯 得着一些休息 但是又几次受到打嗝的痛苦折磨 我的灵魂追随着神 我何时才能到神那里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他神圣的样式 9月25日 周五 今天我无法形容的虚弱 一整天几乎不能讲话 不过 我能够写一点东西 且有时感到舒适 想起之前的事情 想到荣耀神的盼望 和为他而活的喜乐 这些让我的灵魂振奋 我亲爱的神 我希望快速地到你那里 主啊 让这日子快快过去 若这是你神圣的旨意 主耶稣 来吧 求你快来 阿曼 9月26日 周六 上午 对神圣之事感到甜蜜 因为知道我曾为神做了些事情 而感到慰藉 9月27日 主日 对我的灵魂而言 这是非常令人安慰的一天 我觉得我醒来时 与神在一起 清晨 我得以将我的灵魂 举起献给神 虽然我几乎没有什么体力 我却得着自由 为了自己和其他人 将我的心向神举起 之后 高兴地想到很快 就可以进入 那眼不能见的世界了 清晨 当这家的一个人 走进房间时 他说了这样的话 今天早上 我得到的快乐 要比世上所有醉酒之人 所享受的还要多 他看信仰的喜乐远 超乎最终之乐 那天早上 他一乎寻常地对食物 有了些胃口 他似乎对此很兴奋 将这世作死亡 尽在咫尺的迹象 在这个时候 他又说 我出生在安息日 也有理由认为 我在一个安息日重生 我希望我能在这个 安息日去世 我会将此视为恩惠 若这是神的旨意 愿他成就 我盼望这一时刻 他的战车 为何单言不来呢 他的车轮 为何行得慢呢 我非常愿意 离开这所有的一切 我愿意离开 我亲爱的弟弟约翰 永远不再见他 去和我的主 永远在一起 当我到那里 我的心会何等 纪念神在地上的 亲爱教会啊 之后 同一个早上 当被问及感觉如何时 他回答 我几乎要进入永恒了 我渴望到那里去 我的工作已经完成 我已与我的朋友们 绝别了 整个世界对我一文不值 我渴望在天国 与圣洁的天使一起 荣耀赞美神 我一切的愿望 就是荣耀神 在他生命的整整最后两周中 他似乎一直处于相同的状态 脱离了整个世界 因为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 结束了这地上的一切事情 他现在无事可做 只有死亡 持守着热切的盼望 期待他的灵魂飞向那完美圣洁的美好时刻 那样他就可以完全地荣耀神 享受他的同在了 他说长久以来 思想死亡之日和审判之日 对他而言都特别美好 他一次次提及若那是神的旨意 他愿意即刻离开肉体和世界 就在那一天 那一晚 或那一时刻 他也经常谈到 他盼望基督的教会 在地上可以繁荣 基督的国度 在这里可以得着扩张 即使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 不能亲眼看到 这令人渴慕的事情 也不能成为成就他的器皿 有一个早晨 当我进入房间时 他对我说 我的思绪一直关注着 那个古旧宝贵的主题 即神的教会在地上的兴盛 当我醒来 我被带领着 向神哭求圣灵的浇灌 和基督国度的扩张 亲爱的旧主曾经为此做了 也承受了那么多 那就是我所特别渴望的 基督国度荣耀的扩张即将来临 他对此表达了极大的盼望 他有一次告诉我 他之前曾渴望圣灵的浇灌 和教会荣耀的时代 盼望他们的到来 并曾盼望若神允许 在那个时候 能活着推广基督信仰 但是他也讲 我愿意事情就像现在这样 我不愿意这个决定 是为着自己而做的 即使给我一万个世界 也不愿意 他在临死之际 表示完全确信 他会在天国看到地上教会的繁荣 会在那里与基督一同欢喜 这个想法似乎让他的心非常高兴和满足 他也常常思考 牧师福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并表达他盼望他们被神的灵充满 他表现出非常渴望看到周边地区的一些牧师 他对他们有些了解 并信任他们真诚的友谊 希望在他死前 能够坦诚地与他们交流这个话题 事情就这样成就了 他有机会按他的意愿 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交流 在死亡一次次逼近之时 搁在他心头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自己新泽西教会的 印第安基督徒们的灵魂的兴旺 当他提及他们 总是特别柔和 以至于他的话语 马上就被眼泪打断和淹没 关于他死前的境况 他对神的旨意表达了极大的满足 特别是在他死前 神在波士顿给他机会 向那么多关键的人物 牧师和其他人为神 做见证 反对虚假信仰和许多 导致并扩大此问题的错误 他非常高兴在那儿 有机会向敬虔慨的人们 说明印第安人的状态 以及他们的需要 并取得了那么好的果效 而且神让他在那之后 能够就这些事情 进一步写信给他们 还让他写了其他重要的信件 他希望在他死后 这些信或许能对印第安人 和其他地方的信仰状态 产生好的影响 对神在这些事上的怜悯 他表达了极大的感恩 他也将他可以死在这里 视为对他死亡的一个怜悯安排 当提到这些事情时 他说神已经赐给了 他所盼望的一切 并且表 是当下他可以更加 欣然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9月28日 周一 我能够阅读 并对我的个人作品 做了一些修改 但是发现 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写字 我感到自己在各方面 都明显地衰退了 只有从临近中午到大约一两点钟这段时间 我能够做一些事情 不过这让我的心振奋 因为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 我能够做一些我期望为神做的事情 这个晚上 人们认为他即将离去 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这样认为 他好像高兴看到死亡临近 他几乎无法说话 但他的嘴唇好像在动 坐得离他非常近的人 听到他发出这样的声音 来吧 主耶稣 请你快来 他的战车 为何单言不来呢 在他恢复后 他则被自己太过迫切 而不能离开 在描述他当时内心的状态时 他说 当时感到对那些他认为 是属基督的人 有着无法表达的美好的爱 几乎超越了之前 他曾感受到的一切的爱 用他自己的话讲 有他们中的一个在他旁边 就好像一小片天国 当被问及他是否听到了 与他一起做的祷告 他说是的 他听到了每一个字 并对祷告中所说的内容 有不同寻常的体会 每一个字都落到了他的心里 9月29日 周二晚上 当他躺在床上时 他似乎处于非同寻常的状态中 他的心极其专注于 有关西安繁荣的美好默想之上 因为当时他认识的 那两位年轻的神职候选人也在场 他期望我们所有人一起唱一首 有关西安繁荣这个主题的诗篇 根据他的意愿 我们唱了十篇第102篇的一部分 这好像让他非常振奋复兴 也给了他新的力量 因此 虽然之前他几乎不能讲话 但现在他能够借着自如的话语 向之前提到的两位年轻人 就他们命定要预备和从事的 伟大神职工作提出他的临终劝解 特别是热诚地建议他们要经常私下进食祷告 并以他自己从中得到极大安慰和益处为力强调这一个劝解 对此 他讲若不是他是将死之人 他就不会提这些 在他结束劝导之后 他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祷告 除了为这个家 他的弟兄 那些神职候选人 以及他自己的会众祈求外 他还真挚地为信仰 在全世界的复兴和繁荣祷告 直到那时为止 他每一天都坐起来一些时间 但是此后 他再未从床上起来过 9月30日 周三 我不得不一整天虚弱地躺在床上 然而 在我弟弟的帮助下 被这一点时间阅读和修改十几页 记录了我得救经历的手稿 10月1日 周四 我再次努力通过写作做一些事情 但是很快发现我的体力和精神都完全不济 之前 当我能够做些 我期望可以带来益处之事的时候 我很甜蜜 但现在不那么甜蜜了 晚上 非常不安且精神错乱 但是不久 神开恩 让我睡了一会儿 我的心完全沉静了下来 为着自6月18日 周四在布罗姆菲尔德先生家 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以来 神对我的极大美善而感谢他 除了那极少的几分钟之外 他给了我清晰的论证 让我能够在公共和私人事务上 都为他做一些工作 或许比我处于健康状态 做这些事能带来更多的益处 此外 他开恩 借着圣灵令人安慰的影响 振奋了我的灵魂 愿他的圣灵得这一切的荣耀 直到永远永远 阿们 10月2日 周五 今天 我的灵魂数次美好地专注在神那里 我盼望与他在一起 这样我就能摘养他的荣耀 我感到愿意愉快地将一切交托给他 包括我最亲爱的朋友 我最亲爱的羊群 不在我身边的弟兄 以及我对于时间和永恒的一切顾虑 愿他的国度降临在这个世界 愿他们为着他的本相 而能全然爱他并荣耀他 愿神圣的救主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求你快来 阿们 随后的那个晚上 我们非常期待 他的弟弟约翰能从新泽西来 此时据他离开时计划的返程时间 已经超过大约一周 虽然我们的盼望再次落空 毕大卫先生好像并不为所动 仍处于他之前 表现出的宁静平安的状态中 好像将所有都交托给了神 完全了结了 与他的朋友们和地上一切的事物的关系 第二天早上 即十月四日 主日 当我的女儿杰儒进入房间时 他非常愉快地看着他说 亲爱的杰儒 你愿意与我分离吗 我非常愿意与你分离 我愿意与我所有的朋友分离 我愿意离开我亲爱的弟弟约翰 虽然我爱他胜过爱任何人 我已将他和我所有的朋友们都交托给了神 能够将他们留给神 若是我认为我在另一个世界不会再见到你 并与你快乐地在一起 我就不可能忍受与你的分离 但是我们会在一起享受永恒 晚上 当一个人手里拿着圣经走进房间时 他说了这样的话 那本宝贵的书 可爱的书 我很快就会看到他全然开启 其中的奥妙和神奇妙的旨意都将全然展现 很明显 他的病现在非同寻常地摧残着他的重要器官 并不是像在波士顿那样肺里的溃疡 突然破裂 而是不停地排出大量浓液 因而 他的痰液看起来几乎全是大口大口的浓水 同时体内伴有剧烈的疼痛 十月六日 周四 他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 像是要离开了 就在那时 人们听到他在断断续续低语着这些话 他就要来了 他不会单言 我将很快进入荣耀 我将很快与天使们一同荣耀神 但一段时间之后 他缓过来了 第二天 十月七日 周三 他的弟弟约翰从新泽西来了 由于印第安 基督徒中盛行的致命弊病和其他一些 他必须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的情况 他在那儿逗留的时间 比预计的要长 毕大卫先生看到他时非常感动和振奋 对他单言的原因表现出完全接受 明白那是为了信仰和他百姓灵魂的利益 四日 十月八日 周四 他的身体处于极度的痛苦煎熬之中 一天中大部分时间 他的思绪也非常混乱 晚上 他更加平静了病能理性思维 但是他身体的疼痛仍在持续并且恶化 他告诉我 任何人都不可能想象他胸口上感到的痛苦 他表现出非常担心 唯恐在他极度的痛苦中缺乏忍耐而辱莫神 他十分痛苦 以至于他说想到要多忍耐一分钟几乎也是无法承受的 他盼望其他人能够继续多多的为了他将他们的心向神举起 愿神扶持他 给他耐心 他表示他期待着那晚能去世 好像害怕更久的担言 对于死亡 他内心的倾向看起来仍与许久之前一样 无论他身体上怎样痛苦 西安的利益在他的心中仍占有极大的分量 那晚他与附近的一位牧师比林先生的一些重要谈话表现了这一点 谈话是关于神职工作的伟大重要性等等 之后深夜时分 就他在新泽西的会中 以及印第安人中的信仰利益 他与他的弟弟约翰进行了非常正式且令人受益的谈话 后半夜 他身体的痛苦似乎达到了从未有过的严重程度 他对当时在他身边的人说 死亡与人们想象的不同 并解释他的意思是 他们不知道在死前身体会经受怎样的疼痛和折磨 黎明时分 他的眼睛不动了 他一直躺着一动不动 直到大约早上六点 他离开了 那是1747年10月9日 周五 我们可以断定 他的灵魂被他亲爱的主和主人接去了 作为一位杰出而忠诚的仆人 进到他曾一再热烈盼望的全然圣洁的状态中 享受与神的同在 作为特别配的加入他们神圣事工和享乐的一员 受到上面世界中荣耀惠众的欢迎 在他的葬礼上 人们纪念他时充满了尊敬 仪式是在随后的周一举行的 同一天在那庄严的场合也有正道 八位临近地区的牧师 17位受过通识教育的绅士和许多聚集的民众参加了葬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